离开玉兰姑娘的房间之后 李姓又走到了灵虎的房间里 灵虎因为虚弱 这会儿还在闭目沉睡 李姓也不着急 就静静地坐在屋子里喝茶等着 大概等了一个时辰左右 她才睁开眼睛 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旁边的李姓 她挣扎着要坐起来 李姓已经起身坐到了床边 安心躺下 灵虎浑身都是伤口 只能叹了口气 躺了回去 开口道 姓哥 那姑娘那里 我去问过了 李姓给灵虎盖好了被子 缓缓说道 她是被有心之人安置到你身边的 真情实意有几分 我这个外人不好说 要你自己考量 本来这种人 到我手里多少也应该杀了 但是她给你有过肌肤之亲 算是你的女人 我不好 对她做什么 就交给你自己处置 你弃之如碧驴也好 那她进门作妾也好 不管怎么样都随你 我没有意见 老实说 刚才在玉兰姑娘的房间里 只短短几句话的功夫 李姓就数次动过杀心 但是最终都被她强行按捺下来了 她或许是一个好人 但是绝对不是烂好人 十来年时间 不说间接死在她手上 单说直接被她亲手杀了的人 也有二三十个 杀一个女人 对她来说 就跟眨眼一样简单 但是这个玉兰姑娘 是胡子的女人 不管事情到了哪一步 她都不能连招呼 也不打一声 就把这个女人给杀了 直接说她伤重不治 就是把林虎当傻子糊弄 因此 她选择暂且搁置这件事 交给林虎去处置 这一次的事情中 林虎表现出了足够的忠诚 哪怕是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 她都没有辜负李信的信任 她做到了一个兄弟该做的 李信也应该做到 林虎闷哼了一声 眉头深皱 李信拍了拍她的手 叹气道 不急着做决定 有什么事情 等你养好了身子再说 林虎有些痛苦 她低头思考了很久 然后抬头看了看李信 声音嘶哑 哥 那个东西 对你很重要是不是 李信点头 最起码在未来十年之内 关系倒包括我在内 很多人的身家性命 林虎有些躯黑的脸庞 微微发白 她沉默了很久 才苦涩一笑 哥 我其实很喜欢玉兰 看得出来 李信笑着说道 不然也不至于在那个地牢里 你都没有忘记让我救她 林虎叹了口气 继续说道 如果我没有参与这件事情 我或许会娶她进门为妻 不做妾 从青楼出身的女子 哪怕托吉嫁人 也就是个妾室的命 除非嫁给同样身份低贱之人 不然不可能做正妻 林虎虽然不是什么大官 但是在锦城里的地位极为关键 可以预见的是 凭她与李信的关系 将来做个不大不小的官 总不是难事 因此就连李信 也说要她那玉兰作妾 林虎又看了李信一眼 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哥 你把她治好之后 就放她走吧 林虎闭上了眼睛 咬牙道 留她一条命 我以后不会再见她了 这个决定很痛苦 但是也很明智 要知道 天雷的事情 不仅关切到李信一家人的身家性命 穆英 赵家 以及西南千千万万人的身家性命 都牵在天雷上面 林虎这个人 足够让人放心 但是如果她身边跟了一个朝廷的奸细 那么不管是谁 恐怕都会放心不下 林虎这个人 平日里看起来有些憨直 但是她很懂事 也更懂得替别人着想 她明白 如果她把玉兰留在身边 李信会很难做 李信沉默了很久 拍了拍林虎的肩膀 虎子 这件事哥对不住你 从一开始 我就不应该把你牵扯进来 林虎咧嘴一笑 杏根能相信我 我很开心 也乐意替杏根你做事 两个人是从小在骑山里 一起打滚到大的交情 这份交情 没有任何利益成分 赶紧清澈 而且弥足珍贵 放眼整个天下 李信认识许多人 但是她与任何人之间的交情 都没有这么纯粹 哪怕是跟叶盛之间的师徒情分 多少都有一些利益 在其中牵扯 金安侯爷常常地叹了口气 从林虎的床边坐了起来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我会给你处理好 玉兰姑娘会好生生地活下去 林虎躺在床上 闭上了眼睛 谢谢哥 李信叹了口气 是我要谢谢你才是 林虎微微摇头 我虽然有些笨 但是并不傻 换作别人 早把他杀了 哥你能来跟我说这些 就不容易 说着 他睁开眼睛 对着李信咧嘴一笑 李信愣了愣 也对着他露出笑容 两个骑山里长大的少年人 在世俗权力面前 最终还是守住的心理 那份最纯粹的情分 李信弯腰 给他盖上被子 你好生谢谢 等你养好伤 哥给你找个好媳妇 林虎点头 勉强一笑 谢谢哥 李信微微叹了口气 转头离开了房间 在他关上房间门之后 躺在病床上的林虎 再也忍耐不住 眼睛先是发红 然后缓缓流下泪水 只是他强忍着 没有让自己哭出声音 不管他再如何懂事 他心里也还是很喜欢那个 叫玉兰的姑娘 奈何天宫作弄 有缘无分 离开林虎的房间之后 李信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简单洗漱之后 便躺在床上歇息了 为了救林虎 他也跟着忙碌了一两天 时间没有合眼 这会儿已经十分困乏了 但是躺在床上 他还是有些睡不着觉 翻来覆去接近一个时辰 才渐渐入梦 到了第二天早上 天色大亮的时候 李信才从床上爬起来 他平日里因为要练拳 都起得很早 今天已经是赖床了 照常在院子里 占了一个时辰全装 李信才收了架势 在下人的伺候下洗漱 在他用毛巾擦脸的时候 木鹰已经在他身后等着 见他洗漱完毕 才上前一步 笑着说道 侯爷的拳术 越发有火候了 李信把毛巾丢在盆里 呵呵一笑 能打你几个木大将军 木鹰眨眨了眨眼睛 脸上带着笑容 少说能打十个木鹰 李信白了这四一眼 梅花位的是 查得怎么样了 查到了时机处印记 都还在观望 大概明后天 就可以动手抓人了 李信点了点头 目光里满是寒意 不用顾忌 抓到直接杀了 木鹰低头秤势 然后开口道 侯爷 李硕公子正在来锦城的路上 估计今天傍晚 就该到了 李信笑了笑 他是该来看一看我 因为汉州军 接受了平南军之后 被一分为三 如今的西南 大致也被一分为三 其中木家一份 李硕一份 李信也有一份 只不过李信那一份的汉州军 被木鹰占领 也就是说 木家实际上掌握了 三分之二的西南军队 但是因为有了一个赵家 代替李信在西南主政 西南的这三个部分 实际上都是李信 通过赵家在遥控 而李硕的那部分 驻扎在最西南的宁州一带 距离景城 足有数百里之遥 李信到景城来 于情于理 李硕都应该来见他 李信要整合西南力量 李硕的宁州军 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必须要跟李硕说清楚 而且出身平南军的将士 这段时间 一直跟汉州军将士 有些不对付 这一次领虎失踪的事情 木家甚至一度怀疑到李硕头上 这其中的误会 也要说清楚 到了傍晚的时候 只带了两个清兵的李硕 赶到了景城的蜀王府 经手下通报之后 他在蜀王府的后院 顺利见到了李信 此时是元朝元年的夏天 天气闷热 蜀王府因为新建没有多久 冰窖里没有储冰 颇为闷热 李信让人在屋子的地板上 洒满了水 才稍微清凉一些 李硕站在李信面前 微微低头 见过兄长 李信指了指自己对面 轻声道 坐下说话 李硕规规矩矩地 坐在了李信对面 然后轻声道 兄长从京城赶到景城来 是为了林先生失踪的事情吧 林虎在西南无有职位 如果非要说有 只能说他是在替李信执掌天雷 因为没有职位 所以西南这边的人不好称呼他 只能称呼他为先生 李信点了点头 开口道 已经解决了 胡子被救了出来 现在在蜀王府里养伤 说到这里 他抬头看了李硕一眼 听说你成婚了 还生了个儿子 当年景城破城的时候 李硕才16岁 随后五年时间里 他带着平南军残步 在吐蕃边境苟延残喘 日子过得很不安稳 因此一直没有成婚 直到西南格局稳定下来之后 他对已驻扎在宁州 便娶了一个跟了他很久的女子 前几个月 生下了一个儿子 李硕微微低头 有劳兄长挂念 是生了个孩子 叫什么 单名一个虚字 李硕低头道 本来应该兄长来给这个孩子取名 但是兄长不在西南 千里迢迢送信去京城 也有些不妥 就自作主张地娶了 李信虽然没有正式认下李硕这个兄弟 但是李硕这么些年 一直称呼他为兄长 按照血缘关系 他算是那个孩子的大爷 家里没有别的长辈了 的确应该他来取名字 李信伸手 给李硕到了杯酒 儿子好 生了个儿子 你这一只 算是有后了 李硕苦笑着摇了摇头 日子过得风雨飘摇 能不能安稳还不一定 就不想着香火顺地了 金安侯爷眯了眯眼睛 意思是 木教人为难你了 李硕苦涩一笑 现在的这个格局 是兄长 你当初定下来的 小弟二话不说 就把平南军打散 编入了汉州军 驻扎到宁州之后 也一直本本愤愤 再也没有见过 宁州之外的 任何一个平南军旧部 但是木英大将军 一直嘟嘟逼人 说是小弟 窜夺着平南军旧部惹事 更过分的是 还说是小弟我 绑走了林先生 李硕摇了摇头 叹气道 再这样下去 西南恐怕 也没有小弟容身之处了 用不着诉苦 李信淡淡地说道 西南现在是 赵家在打理 他不会偏向木家 你只要没有做坏事 四万宁州军 就永远是你的 李硕恭敬低头 兄长放心 小弟从来都不是 什么有野心的人 否则当初 也不会把废太子 送出锦城交给兄长 小弟只想在西南 安安生生过日子 李硕这个人 总想着顾全 大多数人的利益 本质上其实有点圣母 的确没有太大的野心 李信自己给自己 倒了一杯酒 跟李硕碰了一杯 然后仰头一饮而尽 你可以安心在宁州生活 但是你手下的宁州军 也是西南的一部分 你们可以不听木家的 但是要听赵家的 这个没有问题吧 宥安先生 这一两年时间运筹帷幄 把西南打理得紧紧有条 宁州军自然听 从宥安先生调遣 说到这里 李硕皱了皱眉头 他抬头看着李信 兄长 想要做什么 李硕虽然有些圣母 但是毫无疑意 他是个聪明人 从李信的言辞 以及语气之中 他已经听出了一些不对 我想要西南同心协力 做一件大事 李硕有些紧张 深呼吸了一口气 他抬头看了一眼 自己这个深不可测的兄长 小心翼翼地问道 兄长你 该不会要重现大副故事吧 李信冷冷一笑 李甚是被人逼到造反的地步 我怎么会去学他 说着 李信自己又给自己倒了杯酒 养头一口干了 这一次 李硕有了眼色 立刻站了起来 拎起酒壶 帮李信倒满 静安侯也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闭上了眼睛 我准备让西南 彻底自成一体 不再受朝廷约束 李硕一时间没有听明白 他挠了挠头 兄长的意思是 罢税 李硕脸色骤变 所谓罢税的意思就是 不给朝廷交税了 要知道 哪怕是当年平南侯府割裂西南的时候 也没有停止过给朝廷的赋税 最多就是从中克扣 少交一些而已 而泰康九年 西南获封蜀王 名义上虽然是蜀王的藩国 甚至李信已经全盘掌握了西南的军政大权 但是西南还是要给朝廷上税 维系着朝廷最后的颜面 如果西南连税也不交了 那问题就大了 老实说 虽然西南几十个州府的赋税不少 可朝廷有江南附属之地在 未必就差这一点钱 可西南一天缴税 一天就还是大惊的番薯 要是罢了税 这最后的纽带也就断了 这是在打朝廷的脸面 李硕苦笑道 兄长三思 西南各地并不是交不起赋税 而且 兄长如果闲缴得多了 也可以让人从中做一座手段 就可以少缴许多 西南都在兄长手里 朝廷不会派人来查 也查不出什么 兄长实在是没有必要这么应来 李硕叹了口气 兄长非要这么做 就是在逼着朝廷被西南动兵 当然不会这么生硬 李信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西南各州府一起上书 说今年遭了灾 请求朝廷免赴也就是了 如果朝廷受不了这个 就让他们对西南动兵就是了 金安侯爷眯了眯眼睛 老实说 西南并不是很缺钱 现如今 李信在朝堂上的地位 其实很尴尬 他不是俯臣 还放手了兵部 除去一个金光闪闪的太富头衔以外 手上其实只剩下一个 不能动用的禁军诱营而已 而且 经过上一次的禁军调令之事 他跟几位俯臣 已经正式翻脸 俯臣里的宫阳书告老 上书又蒲叶赵明周霸相 文官集团表面上看起来损失惨重 但是信任的上书又蒲叶 其实也是文官 宫阳书空出来的中书令位置 也会使文官替补上 上书台核心的左蒲叶省宽 地位分毫未动 算来算去 也就是失了一个俯臣的位置而已 原本四位俯臣里 上书台就占了两个 现在剩下三个俯臣 上书台与使台各一个 大都督府一个 虽然上书台的确受影响不小 但是本质上 还是文官占据绝对优势 也就是说 他们的损失并不是很大 反观李信这一边 虽然在上一次的事情中 风光无限 但是他得罪了大都督府与上书台 还没有得到原昭天子的信任 就算继续留在京城里 日子恐怕也会很不好过 所以 他才干脆离开了京城 避一避那个漩涡中心 而这一次 他要组织西南罢税 一方面是为了让西南 完全独立于朝廷之外 另一方面 也是要跟朝廷轻轻地碰一碰 看看几位府城主长之下的朝廷 对于西南 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同时也看一看 双方的实力 还悬殊多少 与李硕吃了会饭之后 李信就把李硕 请到了蜀王府的书房 书房里 穆英与赵家都在 李硕走了进来 对他们两个人一一行礼 见过穆将军 见过幼安先生 赵家与穆英对视了一眼 也站了起来 对李硕还礼 李将军客气 李硕现在名面上的官职 是宁州将军 郑无品的武官 李信没有客气 大咧咧地坐在了主位上 开口道 关于罢税的事情 我已经与诸位都沟通过 如今已经是八月 再有一两个月 就朝廷征秋凉的时候了 按我的意思 现在西南三十一府的府尊 就可以给朝廷写奏书 请求朝廷免赴了 对于内政的事情 李硕与穆英都不太拿手 这一两年时间 主长西南的赵家 皱了皱眉头 陈生道 要我看 不用逼朝廷逼得这么紧 可以先有一半的西南官员上书 先看一看 朝廷做何反应再说 说到这里 他微微叹气 赴税是国之根本 也是朝廷的脸面 如果西南没有前两脚纳 朝廷恐怕也忍耐不住 要对西南动手了 动手便动手 李信坐在主位上 淡然道 从太康九年年初 朝廷就开始抽掉 禁军左营的人 进入汉中驻守 如今汉中守军一共五万人 其中大半都是禁军 汉中是西南出入的门户 这五万人 是用来做什么的 不言自明 太康皇帝的确是对李信妥协了 不过他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做 在他执政的最后一年时间里 开始抽掉侯敬德 禁军左营的人 进入汉中驻守 禁军左营 最少有两个折冲府以上 差不多三万禁军进入了汉中 要知道 禁军的战斗力 与前年裴靖带领的那些杂牌地方决 是天差地别的 现在的大禁 是皇朝初年 朝廷还没有烂到一定的程度 当年五皇帝时期 叶盛就是带着禁军 一路向北 硬生生啃下了北周 随后叶盛离开禁军 禁军的战斗力略微下降 但是裴靖 进入禁军之后 用了十来年时间 重新调教了禁军 别的不说 经济左右两营加在一起 差不多有三十万的禁军 都是大禁最顶尖的精锐 李信在太康元年 就在禁军任职 中间虽然断了几年 但是也算是老禁军了 他比谁都知道禁军的精锐程度 当年他带着禁军西征的时候 只要一声令下 禁军上下都可以 义无反顾地去战场赴死 浮城之战打了三天三夜 是叶茂带着禁军 用强攻的法子硬啃下来的 其中几乎没有禁军往后退 足见其军纪严明 假若太康八年的时候 裴靖是带着禁军攻打汉州府 就算是有火药 最多也就是勉强守住汉州城 根本不可能那样趁乱追出去 像杀小鸡一样 杀了裴靖挥下几万人 说到这里 李信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这次罢税 朝廷如果没有反应 那么从此西南自成一体 虽然名义上不是陈汉 但是实际上跟陈汉也没有什么差别 以后我们几人也都有了退路 靖安侯爷看了看书房里的三个人 继续说道 不过朝廷不做反应的可能性不大 朝廷现在主示的是几个府城 前不久在京城里 我把他们都得罪了一遍 他们估计正要找借口对西南下手 这次罢税送到他们手里 他们多半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想要打掉我的根基 禁军又赢的人 他们不会动 只会动用侯敬德左营的人 左营这两年 已经被抽掉了两个折冲府到汉中 虽然填补尽了新兵 但是战斗力还没有跟上 这一次 他们最多再从侯敬德那里 抽掉出一个到两个折冲府 说到这里 李信自嘲一笑 毕竟禁军又赢的将军还是我 他们怕我造反 要留下左营牵制禁军又赢 汉中有五万人 两个折冲府不会超过三万 再加上零零散散的地方军 加在一起估计差不多十万人 这是朝廷现在能够进攻西南的兵力 李信起身 看向了穆英 穆兄 有把握守得下来吗 穆英咧嘴笑了笑 正面打多半是打不过 但是守城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况且 我们手里还有剑门官 李信面色平静 穆兄 剑门官可以守一守 但是也不一定要死守剑门官 我的意思是 剑门官守上一段时间 就可以放朝廷的军队 进入西南腹底 然后跟他们碰一碰 赵家大咒眉头 但是没有说话 李硕摇了摇头 苦笑道 侯爷 剑门官天险不守 放他们进来 犹如隐狼入室 太过冒险了 如果打不过他们 西南就会被他们弄得一塌糊涂 他很懂事 在人前并没有称呼李信为 兄长 金安侯爷面色平静 现在剑门官 耗掉他们一部分兵力 然后再放进来 从今天开始 锦城这边全力生产天雷 到时候 你们借成而守 放他们进剑门官 也没有关系 穆兄与李说 现在就可以调兵去剑门官不防了 朝廷的人不来是好事 来了也是好事 此战要是赢了 对我 对西南都大有弊议 赵家终于忍不住了 肘眉道 侯爷你不在西南主持 李信摇了摇头 呵呵一笑 我要回永州给老母上坟 七小孩在那里等着我 西南与朝廷起冲突 李信当然是不能 也不应该在西南的 他在西南 这件事就是他主导的 脱不开这个责任 他不在西南 就给这件事留下了很多余地 他身上有很多职位 但是没有半个职位是关于西南的 不管西南出什么事情 他都可以说不关他的事 因此 商量了一整个晚上之后 李信第二天就要动身离开锦城 本来他现在也不应该在锦城 而是应该在永州给母亲上坟 他是半路离开的队伍 跑到锦城来的 但是这么长时间过去 朝廷那边的再蠢 也应该知道他不在永州了 不过没有关系 这些都是暗处的事情 只要不被摆到台面上 就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 天色亮起来的时候 李信伸着懒腰 从蜀王府的书房里走出来 李硕等三个人跟在他身后 也走出了书房 穆英走到李信身后 无奈地说道 侯爷一晚上没有合眼 就算要走 也休息一天明天再走 李信笑着摇了摇头 又不是我驾车 在马车里睡一会儿也就是了 我来锦城已经过了好些天 夫人还有两个孩子都在永州 我怕他们出事 穆英也知道李信的性格 只要做出了决定 轻易无法更改 他叹了口气 开口道 那我送侯爷出城 静安侯爷笑着说道 恐怕穆兄还要给我配一对护卫才成 咱们杀了这么多梅花卫 他们可能会寻我的麻烦 梅花卫是朝廷的人 按道理说 他们没有上面的命令 是不能抓李信 也不敢抓李信的 但是现在李信名面上是在永州 他们如果在西南补了李信 最多也就是个同名同姓而已 梅花卫也是人 他们这段时间 最少有几十上百人 死在了汉州军手里 说不定就会做出什么 狗急跳墙的事情 这个自然 穆英低头道 这几年 属下从汉州军中 也临选出了一批少年 按照雨林卫的标准训练 现在已经初见模样 可以分派五百人保护侯爷 李信摇了摇头 五百个太多 一两百个就成 几个人说这话 李信的马车 已经被沈刚给牵了过来 他对着李信深深低头 侯爷都准备好了 李信点了点头 弯身上了马车 上车之后 他掀开车帘 对着赵家招了招手 又安兄 上车一叙 赵家微微一愣 然后迈步走到了马车旁边 被李信伸手拽了进去 沈刚刚想上车驾车 就听到马车里李信的声音 沈刚 你回避一下 沈刚立刻点头 离开了马车 接近七八米的样子 开始警戒四周 马车里 只剩下李信与赵家两个人 李信很干脆地 从袖子里取出一张纸 递在了赵家手里 赵家皱了皱眉头 侯爷 这是何物 静安侯爷淡然一笑 天雷的方子 赵家被这一句话 吓得浑身一哆嗦 差点把这张纸给扔了出去 这是连天子 都梦寐以求的东西 如今 整个天下除了灵虎之外 也只有李信一个人知道 而现在 这个足以改变天下格局的东西 就这么被轻飘飘地 交到了自己手里 赵家深呼吸了一口气 平复了一番心情 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侯爷 这是何意 李信面色平静 大夫说了 胡子的伤势 至少要两三个月才能下床 完全恢复 估计要大半年的时间 眼下景城需要制作天雷 胡子下不了床 就只能交给幼安兄去做 胡子带到景城的那一百多个工匠 也都交给幼安兄 这些人是胡子 在永州带出来的 幼安兄要善用才是 赵家看了看自己手里 这张薄薄的纸 只觉得有千钧之重 他咽了口兔目 苦笑道 侯爷把这种东西交到我手里 便不怕我背叛西南 投向朝廷吗 用人不疑 金安侯爷微微一笑 手底下这么多人 要是疑心这个疑心那个 那就别想 睡个好觉了 说到这里 李信看了一眼赵家手里的这张纸 自嘲一笑 况且这东西 其实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厉害 天雷因为在最初的两次 亮相之中太过惊艳 以至于他的作用 在大多数人心里被放大了 事实上 这个东西 只有守城的时候 用处比较大 攻城的时候 或许也有奇效 但是如果两军拉锯战 或者在战场上正面交锋的时候 他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了 绝对赶不上公母之类的冷兵器 换句话说 他不足以改变一场正面战争的结果 即便如此 李信把这个东西交给赵家 也是担了一些风险的 赵家虽然不长兵 但是基本上 已经是西南的最高行政长官 位高权重 他手里掌握了天雷 如果再跟穆英李硕勾连在一起 西南其实就没有理性什么事情了 但是这种担心有些多余 就像是担心 沈刚会不会其实是梅花味的人 回头一刀罢理性捅了一样 人生在世 心眼多一些 当然是好事 但是如果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摆弄心机 疑神疑鬼 不仅会固步自封 还会一事无成 赵家低头沉默了很久 还是没有打开这张薄薄的纸 他低头说道 侯爷其实可以换一个人来做这个事 我是最不好的一个选择 李信眯了眯眼睛 怎么 幼安兄不愿意担这份责任 赵家微微摇头 我不太合适 每天井城里 不知道有多少事情要处置 我不可能白天处置完正午 晚上再去弄这个天雷 时间来不及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看了这张纸一眼 侯爷 这个活还是交给其他人比较好 比如说 一直跟着您的沈刚 就是个非常不错的人选 李信摇头道 沈刚我考虑过 但是他跟着我 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不能一直留在井城 沈刚负责李信的人身安全 以及李信的情报网 他如果不在李信身边 李信恐怕就很难在耳聪目明了 毕竟培养出一个绝对信任的人 不容易 赵家犹豫了一会儿 缓缓开口 要不然 我帮侯爷选一个人选来做这件事 这张纸我就不看了 李信无奈摇头 幼安兄何至于小心到这种程度 我也不是那种心胸狭窄之人 君子应当时进退 我在西南的权柄已经够重 不应该 也不能再进一步了 赵家叹了口气 对着李信抱了抱拳 我与侯爷相识一场 不想以后因为这件事离心离德 还是善事善终比较好 李信不再坚持 开口道 那幼安兄的意思是 侯爷身边似乎有一个独臂的大管家 陈十六已经跟了李信十多年了 早先还是成的年间的时候 李信领着他的兄长陈初一 送东西去北江 死在了小陈级一战之中 后来李信为了补偿陈家 让只有十五岁的陈十六 顶了他哥的位置 进入雨林卫做事 然后就赶上了仁臣宫变 那天晚上 连李信本人都豁出性命冲杀了 陈十六自然也没有逃 结果虽然性命无余 但是却在那场宫变之中 丢了一条胳膊 被李信安置在了静安侯府里 随后十余年 一直是李信的左膀右臂 陈十六是个话不多的人 但是办事很牢靠 也值得信任 不过因为他断了一条胳膊 李信不太愿意 让他去做什么危险的事情 因此 这一次把沈刚带在身边 没有带陈十六 他微微皱眉 十六他在永州 赶到景城 恐怕来不及 来得及 赵家开口道 景城到永州差不多两千里 走得慢一点半个月 也到了 侯爷让人快马去永州送信 最多二十天也就到了 西南这边请求朝廷免赴的奏书 送到朝廷那里再送回来 也要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陈管家到景城来 无论如何 时间也够了 李信缓缓说道 十六他只剩下一只胳膊了 恐怕不太方便配药 那就让陈管家 再带两个人过来帮忙救世 左右都是侯爷府上的人 不会出什么岔子 方子交给陈管家 他只要居中指挥 带来的两个人 各负责一部分 应该就不会出什么错落 赵家开口道 我会给他们安排 让他们虽然一起做事 但是永远见不到面 这样当可以保证安稳 李信思索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如此 就按幼安兄的意见办 回头我让沈刚派人去永州 把十六接到景城来 说到这里 李信顿了顿 继续说道 十六他有些不太方便 幼安兄帮忙照顾照顾 这么多年下来 李信早已经把陈十六一家人 当成了自己一家人 陈十六就跟他的兄弟 没有什么分别 赵家笑着说道 这个是自然 说着 他把那张宝纸 放回了李信手里 笑着说道 这张纸侯爷 还是收回去 拿在手里 我觉得渗得慌 李信若伸手收回这张宝纸 塞进了袖子里 无奈道 幼安兄太过小心翼翼了 这东西你看了又如何 我还能与你翻脸不成 赵家笑呵呵地说道 以侯爷现在的性格 肯定是不会与我翻脸的 但是人总是会变的 史书上不知道多少大人物 到后来失去本心 谁也不知道 将来的侯爷 会是在什么位置 又是个什么模样 他坐在马车里 对着李信拱了拱手 赵家与侯爷 也差不多认识十年了 十年以来 互乘互信 有势感激 幼安兄太客气了 李信也面色肃然 对着赵家拱手还礼 幼安兄这些年 帮了李信甚多 无有幼安兄 西南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模样 赵家转身走下马车 然后对着李信的马车 弯身一移 但愿再过十年 还能与侯爷拔酒言欢 李信也跳下马车 笑着拍了拍赵家的肩膀 那幼安兄 要好好练练酒量才是 两个人说了几句话之后 李信便重新上了马车 朝着景城的城门走去 赵家等三个人 都起码跟在李信的马车身后 要去城门处送李信离开 三个人并马而行 穆英与赵家相处了许多年 感情颇好 这个黑脸大将军 有些好奇地看了一眼赵家 幼安先生 侯爷与你说什么了 一身白衣的赵家淡然一笑 侯爷把天雷的方子 写在了纸上 要交给我 让我主持景城天雷制作之事 听到天雷这两个字 不管是穆英还是李硕 眼皮子都跟着跳了跳 他们两个人心里都很清楚 西南如今之所以有底气 独立于朝廷之外 有六七成都是因为 这个如同神物一样的天雷 在此之前 李信一直视天雷为禁忌 甚至专门派了自己的发小兄弟 来景城负责天雷之事 但是现在却放手给了赵家 穆英沉默了一会儿 对着赵家笑道 那要恭喜先生了 先生得侯爷如此信任 真是让人艳羡 话不是很多的李硕 也跟着拱了拱手 恭喜先生 赵家摇了摇头 我没有要 穆英愕然道 为何 隐瞒则亏 这时候天气有些闷热 赵家从袖子里 取出一把折扇 扇了扇风 我一届书生 连个功名也没有 能够主政西南 已经足够了 再想拿更多东西 就是不知足 很容易出事 说到这里 他左右看了看李硕与穆英 笑着说道 况且谁知道侯爷递过来的那张纸上 有没有写字 李硕与穆英同时一愣 然后都额头冒汗 穆英擦了擦汗水 摇头道 不至于 侯爷虽然有聪慧 但是不怎么会对自己人使心机 又安先生想多了 赵家不置可否 只是瞇了瞇眼睛 我想的是多了一些 林先生还在卧床养病 怕不能主持天雷制造 再过一段时间 侯爷身边的大管家 应该就会到西南来 暂时代替林先生 主持天雷一事 说到这里 赵家回头看了李硕与穆英一眼 两位 侯爷对这件事期望甚重 要靠这件事打开局面 如果朝廷对西南用兵 无论如何 你们也要把这场仗给打好了 否则我们也不要再经营西南了 都把自己绑了 压到京城里请罪就是 穆英面色肃然 开口道 先生放心 一定不会出什么差漏 咱们练兵练了这么些年 也是时候下场了 李硕话不是很多 只是对着赵家低头拱手 又安先生 末将已经发令 调动宁州军 向剑门关靠近 末将今日送完李侯爷之后 就动身去间隔部房 赵家看了一眼李硕 颇为欣赏 李将军也是人杰 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先生夸奖 几个人说话的功夫 李信的马车已经到了锦城门口 一身黑衣的李信 从马车上跳下 朝着他们三个人走来 三人连忙下马 朝着李信走了过去 静安侯爷双手插袖 一阵大风吹来 把他身上的衣服吹得烈烈作响 诸位 西南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们了 如果真打起来了 打得赢自然好 打不赢也没有关系 总之一定要让朝廷 看到西南的战里 尽量少死人 三个人都低头还李 属下听命 李信点了点头 好了 锦城诸事繁忙 你们就不要送了 回去忙你们的吧 他再次上了马车 回头看向这三个人 有什么事 让人送信到永州来 沈刚马边挥洞 马车缓缓远去 锦城距离京城 足有四千里地 而距离处在 大静正南的永州 就只有两千里了 两千里说近不近 说远也不算太远 如果骑马赶路 差不多十来天时间 也就到了 不过李信是坐着马车 相对就要慢一些 差不多要大半个月 时间才能到 大概二十多天之后 他才到了永州的 祈阳县城 本来他这个级别的官员 到祈阳县这种小地方来 不管是祈阳县牙 还是永州府牙 都得恭恭敬敬地 把他迎进去 但是现在真正的金安侯 早在一个多月前 就到了祈阳县 自然没有人迎接他 沈刚驾着马车 从祈阳县城的西城门 入城 走到了祈阳县里的礼府 这个老家的宅子 是李信十年前 回祈阳之后 托人在老家修的 出钱是金安侯府出的钱 位置距离祈山不远 占地差不多有二十多亩 他当年请人 修这个宅子的时候 跟太康天子 还是蜜月期 那时候也没有想过 将来有一天会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修这个宅子的打算 就是哪天做官做匿了 就回老家种种花 带带孩子 不过以李信现在的级别 这个占地二十多亩地的宅子 相对来说是有些寒酸的 不过这么大的地方 住他们一家人 可以说是绰绰有余 这十年时间 李信不在祈阳县 这个宅子是灵虎在帮忙打理 灵虎离开祈阳之后 宅子暂时空置 一个多月前 当朝的金安侯府 以及大长公主 带着家人回乡 住了进去 一时间 不管是县衙还是府衙 每天都不知道 有多少人要来李府 求见李侯爷 与清和大长公主 不过这尊贵至极的一家人 进了李府之后 除了上山给萧夫人扫墓了一次之后 就再也没出来过 哪怕是永州府的知府 也没能见到郑主 沈刚的马车 在李府的后门停了下来 李信在沈刚的搀扶下走下马车 迈步走向了李府的后门 负责看守后门的 是金安侯府 从京城带来的部曲 都认得李信 看到是李信之后 立刻低头抱拳 侯爷 李信点了点头 走进了这个宅子 左右打量 这里虽然是他的产业 但是他还一次都没有来过 当年这个宅子开建的时候 他是朝廷的金安侯 三平的兵部侍郎 因此 宅子就按着三平官的家宅修建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院子里趋近通幽 各种花草经过十年时间 也都长得很是繁盛 很适合居住 金安侯爷左右看了看 还是觉得很满意的 他们是从后门进的李府 穿过后花园之后 就进了李府的后宅 这个时候 九公主已经收到了下人的通报 牵着大女儿 阿涵迎了上来 李信弯下腰 把这个已经五岁的大女儿抱在怀里 笑着说道 阿涵 有没有想爹爹 在这里住的习惯吗 小阿涵搂着自己父亲的脖子 轻腻地蹭了蹭 这里就是地方小了点 其他都挺好的 阿娘还带着我跟弟弟 去山上给祖母磕头了 小阿涵眨着大眼睛 脆声声地说道 阿娘还带着我们去看了看 山上的那个小木屋 说阿爹小的时候 就是跟祖母住在那个木屋里长大的 李信伸手摸了摸这个小丫头的脑袋 笑着说道 阿爹是在那里长大的 骑山山上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明天阿爹带你去山上抓野兔 好不好 好 阿涵出生的时候 李信在京城复闲 他又喜欢女儿 因此小时候 阿涵几乎是李信亲自抱大的 很是亲近李信 父女俩腻歪了一会儿之后 九公主才把阿涵接回了自己怀里 然后看了一眼李信 路上还没有吃饭吧 我让人去准备了 说着 他叹了口气 埋怨地看了李信一眼 也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连十六也被你调了出去 没有他在家里 什么事情都要我亲自操持 麻烦得很 提起陈十六 李信微不可查地皱了皱眉头 然后开口道 十六时去帮我做事去了 过些日子就回来 九公主点了点头 走 我领你去吃饭 夫妻两个人抱着孩子 朝着李府的客厅走去 李信一边走一边问道 在这里住 有没有碰到什么麻烦 大麻烦倒是没有 就是永州比京城要湿热一些 阿涵身上起了一身的肺子 他还受不了养 一直要去挠 有些地方都出血了 李信伸手捏了捏自己大女儿的脸蛋 笑着问道 怎么不听阿娘的话 不许挠 会越来越严重的 阿涵有些委屈地低着头 可是很痒吗 除了这件事之外 还有一件事 九公主继续说道 从我们来永州之后 永州各级官员一直要见你 甚至金湖南路的金略也来了一次 不过都被我挡了下来 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 基本上 那些当官的都散了 说到这里 长公主微微皱眉 不过有一家本地的乡绅 仍旧每日派人上门 求着要见你 听到这里 李信皱了皱眉头 肖家 长公主点了点头 叹气道 肖家的大家长肖明里 前些年已经去了 现在的肖家 是肖修琪主事 这位肖家的家长 已经来府上求见了好几次了 昨天还曾经来过 都被我给拒绝了 肖明里是李信的外公 而这个肖家的新家长肖修琪 就是李信的大舅了 他因为早年母亲与肖家的矛盾 十年前曾经大闹肖家 逼着他们一家人改了姓 如今十年过去 当初逼自己母亲出走的肖明里 已经撒手人寰 但是肖家 还是一如既往的 这么屈炎覆势 再怎么求怎么求 我懒得见他们家人 九公主点了点头 拉着李信的手 轻声问道 你要在永州待多长时间 李信先是愣了愣 然后笑着说道 不出意外的话 咱们一家要在永州待上许久了 这里也很好 咱们可以在这里享受享受亲近 九公主不轻不重地 白了李信一眼 你呀 总是不愿意跟我说实话 你一个当朝太妇 即便是回老家 又能在老家待多久 金安侯爷 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夫人 这一次朝廷不来请我 我是不会回去了 九公主轻哼了一声 走得远了 就在李信夫妻两个人 在永州打情骂俏的时候 来自西南的数十封奏书 已经通过驿站 送到了京城里 这些奏书会先送到上书台 再送到天子手中 很快 朝廷就会因为这些奏书 掀起又一波风浪 西南各府 送到上书台的奏书 一共是31份 也就是说 西南31个州府 全部给朝廷上了书 奏书里的内容 差不多重口一词 一起说 西南遭了旱灾 今年秋天 恐怕要颗粒无收 再加上前些年 平南侯府在西南作乱 冰灾让西南大伤元气 请朝廷减免三年的赋税 这是很没有道理的 按规矩 哪里遭了灾 最多也就减免当年的赋税 没道理 今年遭灾 明年也遭灾 而且 就算是当地遭灾了 也应该是请求朝廷赈灾 而不是要朝廷一下子 减免三年的赋税 31份奏书 背对的老高 摆在了上书台 左向省宽的面前 这位平日里 风度翩翩的左向 此时肺都要气炸了 愤怒之下 他狠狠地拍了拍桌子 这是何等的胆大妄为 他脸色仗红 怒声道 便是整个西南都遭了旱灾 也不至于31个州府 同时送奏书到朝廷里来 这些人不仅重口一词 连奏书里的说辞 都一般无二 他们想干什么 这是造反了 省宽是上书台的主官 他这一拍桌子 整个上书台都静若寒蝉 过了片刻之后 才有继任宫阳书位置的 新任中书令徐顾站了起来 对着沈宽拱手道 沈相 西南的官员串联勾结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眼下的当务之急 是要弄明白 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以及应该如何应对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还有 要不要智慧陛下 徐顾原先是中书侍郎 老宫阳的副手 宫阳书被迫告老之后 他就顺理成章地 接任了中书令的位置 进入上书台拜相 他虽然是新晋拜相 但是资历并不低 年龄比沈宽还要年长几岁 因此才敢站出来说话 自然是要知会陛下的 沈宽冷笑一声 那位李太傅 刚刚离京不过两个多月 西南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背后到底是谁在主使 不言自明 我与陛下不止一次地说过 李长安此人割裂西南 居心不轨 陛下念在旧日情分上 一直装作听不见 今日这位静安侯 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 当然要告诉陛下 是他的罪过 说着 他回头对上书台里 一个书立吩咐道 立刻去御史台 请御史大夫严司空 来上书台议事 再去大都督府 请大都督进上书台议事 这个书立点了点头 立刻招呼了一个同伴 去请另外两位府城去了 几个衙门都在皇城里 因此没过多久 两位宰府就被请到了上书台 沈宽亲自抱着一堆 西南来的奏书 走出上书台 看了看两个府城 冷笑一声 两位 随我一同去为阳公告状去也 大都督机灵 经过上一次的事情之后 谨慎了不少 尤其是对上书台 提高了不少警惕 他看了看沈宽手里抱着的奏书 皱了皱眉头 没有说话 严守着笑了笑 开口道 什么事情 惹沈相这么大火气 沈相要去告谁 自然是静安侯李长安 沈宽抱着一堆奏书 一边走一边冷笑道 主公都是老陈 他李长安在京十年 是个什么性格 主公应该清楚 这次仗着当年的功绩 向来嚣张跋扈 是绝不肯吃亏的 怎么可能甘心离开京城 灰溜溜地回老家去 他离京两个月 西南各州府一起上书 要朝廷免赴三年 沈相闷哼一声 西南自泰康九年开始 朝廷就已经很难约束 这一次 他们连赴税也不想交了 哪怕是当年造反的平南侯 在西南的时候 每年的赴税 也是分毫不少 他回头看了一眼大都督姬林 微微欠身 大都督 朝廷恐怕要立刻动手 收回西南了 大都督府可以调动天下兵马 您是大都督府的大都督 不能不问世 必须要跟我们一起去见一见陛下 吉林脸皮子抖了抖 他闷声道 沈相 如果朝廷或者陛下有什么吩咐 派人送到大都督府就是了 大都督府不便参与政事 上一次进军又赢的调兵令 是他应审所请 从大都督府开具的举荐 结果被李信大闹一番 上书台又甩锅给了大都督府 弄得他这个刚做了几年的大都督 里外不是人 差点就要滚回家养老了 这件事 至今让他心里还有些后怕 决心不跟这些大头书生打交道了 如李信所说 他是个武官 与文官私混在一起 的确不太合适 说吧 吉林就要转身离开 吉林看了一眼 这位宗室出身的大都督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大都督 你也是俯臣 遇事退三分 如何对得起先帝的信任 大都督闷哼了一声 大都督俯视调兵的 如果朝廷决定要打仗了 本都自然会去卫阳公议事 商量怎么打 至于要不要打 不关我的事 说吧 这位大都督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沈宽有些愤愤地看了吉林一眼 怒道 亏他还是大静的宗室 先帝一命的俯臣 居然这样不计事 他回头看向御史大夫严守卓 开口问道 严司空司长御史台 负责监察百官 不会也要临时缩一头吧 严守卓本来也不想参与这件事 等天子的态度明确之后再说 被沈宽这么一击 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我与沈相同居为阳公 好 沈宽将手中的西南奏书 分了十几本给严守卓 两个老头子 一人抱了十几本奏书 气冲冲地朝着魏阳公去了 沈宽如今主持政事 他想见还未亲政的皇帝 自然是随随便便的事情 元昭天子本来正在听讲师授课 听到沈宽来了之后 连课也不听了 直接换了衣服 在书房接见了两位俯臣 两个老头子见了天子之后 先是把一堆奏书放在地上 然后下跪对天子行礼 严守卓没有说话 但是沈宽却声音吭腔 陛下 西南诸州府 同时尚书要求免赴三年 公然开始罢税了 此等行径 分明是在向陛下示威 向朝廷起信 靖安侯里信 出京不过数月 西南就有此大便 臣请陛下立刻派近卫前往永州 拿李长安回京问罪 另外 西南诸州府 怕都已经不是跟朝廷一条心了 如今的西南 比起平南侯府主政西南之时 有过之而无不及 平南侯府尚且在太康年间造反 依老臣看来 如今的西南恐怕距离举气造反也不远了 朝廷当先下手为强 即刻往西南调兵 宁可一时剧痛 也要弯掉西南这块烂窗 否则再这样下去 西南就要自成一国 成为大静将来的后顾之忧了 五皇帝披荆斩棘 才创下的锦绣江山 绝不能给贼人道了去 他对着元昭天子 深深叩头 请陛下圣断 如果是旁人对天子说出这番话 天子说不定会亲自把刀砍了这人 但是说话的是朝堂三府城之中的两个 三十多本奏书都捧了上来 放在了他的预案上 天子翻开其中一本 细细看过一遍之后 和尚微微皱了皱眉 然后翻开了第二本 总共三十多本奏书 哪怕是沈宽本人 也没有耐心一本一本地看完 到后来只是简单扫一眼了事 但是元昭天子 就这么一本一本地详细看了一遍 等他和尚最后一本奏书的时候 已经是半个时辰过去了 天子叹了口气 主公 西南那边的情况 朝廷应该派人去西南核实 如果西南真的闹旱灾了 朝廷该免赴的就免赴 该震灾就震灾 没必要这么一副 不共戴天的样子 元昭天子看了沈宽一眼 沈相以为呢 话说到这个份上 如果是太康天子说出来 那么下面的大臣 已经可以听出 其中掩齐西谷的味道 多半就不会再说下去了 但是说出这话的是 年幼的元昭天子 沈宽等人又是府城 理论上 现在是几位府城在执政 而不是这个年幼的皇帝 于是 沈相微微皱眉 陛下所言极是 的确应该派人去西南核实情况 但是朝廷应当做的准备 也必须要做 不然再这样下去 西南便会再也无法控制了 他低头道 再有 远在永州的李侯爷 也应该抓到京城里来问罪 就算不问罪 也要带回京城来看着 不能让他继续留在永州了 天子苦笑着看了一眼沈宽 沈相准备用什么罪名 带太傅回京 沈宽愣住了 的确 李姓明面上与西南一点关系 也没有 这会儿 他正在永州老家尽孝 朝廷无论如何 也不能把西南的事情 扣到他的头上去 就算朝廷瞒不讲理的去做了 那位李太傅 也不是吃亏的主 到时候会发生什么 谁也想不清楚 沈宽默然无语 御史台的御史大夫严首桌 对着天子拱手行礼 拱声道 陛下的圣意是 元昭天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这个年仅14岁的少年人 学着理性的模样 两只手揣进袖子里 走到了两位俯臣面前 微微叹了口气 如今朝廷是沈湘与严司空在主政 朕有什么意见 两位能听吗 哪怕是天子轻政之后 尚书台都有制衡君权的权力 更何况如今的元昭天子尚未轻政 事实上 沈宽大可以跳过皇帝 直接对西南动兵 不过那样做 无疑会引起天子的嫉恨 两年以后 天子正是轻政 就难逃牢狱之灾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几位府城对这个少年天子的意见 还是很尊重的 沈宽低头道 陛下玩笑了 无论是江山还是朝廷 等自然遵从 元昭天子点了点头 很痛快地说道 义震的意见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西南汉灾了 就派人去查就是 查个一年半载也没有关系 反正到最后 都会查出来西南遭了灾 道理很简单 如果朝廷真派御史去西南查明汉灾 那么无论是哪个御史去 只要回来 多半都会对朝廷报汉灾 因为如果说实话 多半走不出西南 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声道 两位的意思 朕心里都明白 但是现在不是跟西南翻脸的时候 咱们君臣且忍一忍 尽等时机 说到这里 天子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再有 西南与朕的老师有没有关系 没有真凭实据之前 两位还是不要到处乱说比较好 两位还在朝廷执掌中书 朕那个老师却黯然离京 交出了手中一切的权柄 回家乡赴贤去了 他既然已经认输 二位当宽容一些 沈宽眉头大皱 他低着头 对天子沉声道 陛下 李侯爷与西南有没有勾连 朝廷上下的人 但是西南的事情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若再不 加以遏制 将来便更加艰难了 他低着头 咬牙道 陈寝增兵汉忠 就算暂时不对西南动兵 也要守住西南门户 以备不时之虚 朝廷总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不然西南的那些人 将会更加猖獗 哪怕是元昭天子 被人顶撞了几句之后 心里也有些恼火 他甩了甩袖子 闷横道 罢了 两位是先帝一命的俯臣 朕尚未亲政 不便参与国事 沈湘与严司空商量着半旧事了 何必来问朕 说着 这位少年天子也来了脾气 转身副手离开 他这一发火 沈刚跟严手捉两个老头 立刻跪在地上 扣手不语 元昭天子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静止从书房 走向魏阳宫的请殿 他刚走到自己的请殿 便愤怒地摘下了自己头上 刚患上不久的天子朝天官 随手丢在了地上 两个老皮夫 以为朕什么对西南都不知道 这两个人 一点也不了解老师 他发了一通脾气之后 又摔碎了几个瓷器 然后坐在请殿的台阶上 不住地喘着粗气 父皇不止一次要对西南动兵 甚至已经让裴静对西南动手了 到头来 西南安然无恙 老师也安然无恙 这两个老皮夫 论手段远不及父皇 如何就有这么大的胆气 元昭天子痛骂了几句之后 从台阶上坐了起来 有些颓然地 坐在了自己的软榻上 老师说 他现在的权力 远不如几位俯臣 如果几位俯臣要西征 他甚至没有办法阻止 想到这里 他看向了正南方的永州方向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喃喃自语 老师 你到底要干什么 不管什么事情 都可以慢慢谈 天子喃喃自语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恢复了一些精神 从软榻上坐了起来 深呼吸了一口气 他闭上眼睛 思考了一会儿之后 睁开了眼睛 萧正 大太监萧正 立刻恭恭敬敬地 对着天子低头 奴婢在 天子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你去一趟大都督府 把大都督请进宫里来 就说 正找他一事 萧正立刻低头 奴婢这就去办 大都督机灵 论辈分 是跟承德天子积满同辈 也就是元昭天子的爷爷辈 不过血脉相隔得远 机灵很懂事 从来不拿辈分说事 只认自己是大静的臣子 他回到大都督府之后 没多久 就收到了宫里的召见 这位大都督毫不犹豫 换了一身巢服之后 就赶到了魏央公的书房里 毕恭毕敬地 跪在了元昭天子面前 按理说他是府臣 又是天子的长辈 更是大都督府的大都督 在朝中的权柄 可以说无人出其诱 不应该是这个姿态 但是正因为他是宗室 对待小皇帝的态度 要比其他大臣恭敬得多 因为在他面前的 不只是大静的天子 还是姬家的家主 至于两个人之间的血脉 已经隔了四五代人 书诞很多了 陈姬林 叩见陛下 元昭天子本来坐在椅子上 文言起身看着姬林 微微叹了口气 大都督起身罢 一家人 不用这般客气 姬林站了起来 垂手道 陛下赵臣进攻 不知道是 天子缓缓开口 今日左仆叶与严司空 一起进攻的事情 大都督应该知道了 回陛下 臣知道 姬林低头道 沈相还想拉着臣一起 进攻奏势 不过臣支掌大都督府 不方便干预政事 便没有掺和进来 少年天子皱了皱眉头 沈相与严司空 想要出兵西南 他看向姬林 沉声道 这件事朕不同意 最起码不能这么急躁 没有一点准备 就对西南动兵 姬林恭敬低头 陛下圣明 朕圣明没有用 天子缓缓说道 如今朕尚未亲政 朝政大权位在朕的手里 如果沈相与严司空 执意要出兵西南 朕恐怕 也不好多说什么 大都督抬头看了一眼天子 开口道 陛下如果不答应 另外两位俯臣 想必也不会执意去做 扶了陛下的面子 谁知道那帮大头书生 会不会犯倦 大头书生这个称呼 还是他从理性嘴里学来的 越长大 就越觉得这个词贴切 元昭天子冷笑一声 那些读书人 自以为自己惊天伟地 有平定天下之才 向来以鼻孔看人 自视清高 如今政权在他们手里 上书台里比较沉稳的老公杨 也知识回乡了 他审宽如果犯驴 谁能拦得住他 姬林低着头 没有说话 天子骂几句宰相 自然没什么问题 人召天子看了看姬林 咒眉道 大都督 如果朝廷要再一次争稀 你怎么看 大都督掌管大进调兵之权 大都督的位置 更是被坊间称呼为大司马 对于战士 他自然最有发言权 姬林咒眉思索了一会之后 开口道 论兵力 我大进朝廷 自然远胜西南 当年李侯爷只带着一个进军右营 就可以扫平西南的十数万平南军 足见我荆基进军之勇武 但是如今的西南 并不比十年前的西南 好打多少 京城附近的两营进军 也不可能像十年前那样 进出一营 再加上西南有了那个神秘莫测的天雷 到现在 朝廷还对他一筹莫展 总而言之 臣觉得西南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 如果硬啃 朝廷恐怕要进出权力才行 所谓进出权力 就是荆基进军进出八成 只留下两成守卫国都 剩下的全部上战场 当年武皇帝一统天下的时候 荆基进军就差不多是全出 在夜盛的带领下 才一举攻破北州国都 但是眼下朝廷不可能也不会这么做 元昭天子虽然年纪小 但是他从济世开始 就是大靖储君 十几年来受的教育 也都是把他作为未来的皇帝培养 因此对于大靖的局势 他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小皇帝看了姬林一眼 微微叹了口气 我大靖 已经没有叶老公爷那种利剑了 此事可以从轻 从缓 不可从重 从疾 天子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看向姬林 大都督的意思呢 姬林毫不犹豫 跪倒在地上 臣 一切听从陛下吩咐 天子挥了挥手 大都督不用如此 正照你进宫 是与你商量事情的 不是看你磕头的 姬林身为府城 本来是没必要 做这么低的姿态的 但是眼下已经是 元昭元年的秋天 眼见再过一年多的时间 天子就要清正 因此这个府城的位置 最多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了 姬林坐上大都督的位置 才两三年时间 他这个时候 是在跟天子表忠心 想着天子清正之后 府城自然是做不成了 但是大都督府的大都督 还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 要知道 大都督府的前任 大都督基平 在这个位置上 足足坐了二十多年 姬林立刻起身 恭恭敬敬地站着 少年天子坐在椅子上 皱眉思索了好一会儿之后 陈寅道 大都督 沈相与严司空 多半要召开庭议 朕也会到场 到时候 你要站在朕这一边 这个自然 姬林低头道 陈宇陛下是一家人 自然不会与外人站在一处 年轻的天子 面色严肃 朕的底线是 可以对汉中增兵 但是绝不可以轻易 对西南动兵 西南的局势 不是一天两天 能够解决的 要用十几二十年时间 慢慢来 轻举妄动 可能就会动摇国本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再有就是李太傅那一边 朝廷不可能派人 去把他抓回京城 一切尽可能温和 他与李姓的感情很深 而且太康天子 也不止一次地跟他说过 自己这个老师的可怕之处 在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 他不想 也不可能与理性为敌 机灵沉默了一会儿 低头道 陛下的意思 陈明白了 陈一定全力 站在陛下这一边 但是 你只是一个俯臣 天子皱眉道 四俯臣原本可以互相节制 老公杨是个老臣谋国之相 但是如今老公杨走了 朝廷只剩下三个俯臣 那两个大头书生 可以强行施政 说到这里 天子看向机灵 大多多 你听好了 机灵神情一领 低头道 陈公听圣语 如果停一之时 沈宽宇严守卓 执意要西征 我等都拦不住他们的时候 朕便准备飞向 提前轻政了 机灵文言 只觉得头皮有些发麻 他重新跪倒在地上 低头道 陛下 此举太过冒险了 陛下三思 飞向 确认是一个很冒险的举动 必须要前刚独断的皇帝来做 才能做得成 一个为轻政的天子 是做不成 也没有权利这么做的 反倒是 如果几个府城统统觉得小皇帝不行 是可以废了皇帝 再立一个天子的 少年天子 面色肃然 朕已经想了很多遍了 元昭天子神情坚毅 他面容严肃 三晋卫都在朕的手里 京城动荡不起来 不管怎么 这个仗打不得 内卫一直是肖正在打理 肖正是内庭大太监 也是皇帝身边的左右手 因此 内卫算是在元昭天子手中 剩下的千牛卫和羽灵卫 都是谢家人在打理 这两个晋卫 是京城城里最重要的武装力量之一 其他像是金吴卫 寻城司 皇城兵马司 加在一起也不是三晋卫的对手 更何况这些衙门里 也有尊奉天子的人 天子如果废相 他们不太可能动弹 不过即便如此 这个举动 还是要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 毕竟太康天子不止一个子嗣 还有叶家那位德妃娘娘所出的皇子 以及崇家皇妃所出的皇子 都因为年纪幼小 没有出京就翻 如果有有心之人 借着这个机会闹事 那么皇权就真有不稳的可能 本来 新帝即位初期 一切都要求平稳 保证皇权顺利成帝 这个过程一般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皇帝才能彻底接过朝政 就连太康天子出即位的时候 面对裴靖 以及宰相张渠的时候 也是靠着理性的帮忙 才在最短的时间里 掌控了禁军 从而坐稳了地位 元昭天子下决心这么做 一方面是因为他毕竟年幼 不太清楚其中的危险 另一方面是因为 他打心底不愿意在这个时候 征伐西南 机灵低头叹了口气 陈声道 陛下的意思 陈已经明白了 如果真要提议 陈一定距离力争 大都督府永远站在陛下这一边 元昭天子毕竟才十四岁 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 但是他心里多少有些害怕 按理性教他的法子 深呼吸了几口气之后 开口道 大都督有这个心就好 既如此 大都督就先回去准备准备 正还要见一个人 机灵起身告辞 陈告退 这位大都督离开魏阳宫 之后没有多久 一个身材高大的粗壮汉子 就在太监萧怀的带领下 进了魏阳宫 他在魏阳宫的书房里 见到了天子之后 二话不说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声如雷震 陈侯敬德 叩见陛下 作为当初太康朝的 从龙三功臣之一 侯敬德表面上 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 但是实际上 他已经悄悄地执掌了 进军左营很多年 在地位上 虽然不及理性 但是在职权上跟理性 其实差不到哪里去 比起在兵部 刚刚升任尚书的 叶林叶四少 还要混得好一些 侯敬德这个人 虽然有些聪明 但是不适合混迹朝堂 不然容易被人 吃得尸骨无存 早在太康初年 侯敬德刚刚 被调到进军的时候 李姓就跟他说过 让他专心深耕进军 不要想着插手 朝堂上的事情 这十年时间 他一直按照李姓的叮嘱 在进军兢兢业业的做事 朝廷只要不照他进京 他就一直住在 进军大营里 安守本分 进军左营 距离京城只有三四十里 但是他有时候 甚至好几个月 都不会回京一趟 因此 虽然这位忠永侯 在大靖朝廷里 不显山不露水 但是他的实权 在培靖下野之后 已经是大靖军方 最顶尖的几个人之一 除了大都督基林 和李姓之外 也就是他侯敬德了 元昭天子 对侯敬德极为热情 他亲自把侯敬德扶了起来 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侯将军一路从城外赶来 辛苦了 进军是拱卫京城 最有力的力量之一 也是天子手中的利剑 不然太康天子生前 也不会把一半 进军交给李姓 让他帮忙扶持 自己的太子 坐稳地位 如今李姓不在京城 进军右营是贺松在带长 那么元昭天子能够依靠的 也就只有进军左营了 因为太康初年的时候 进军右营 征伐西南大获全胜 右营里不少将官 因此升官发财 颇为风光 而同为进军的左营 这些年就有些沉寂 一直本本分分 没有什么声音 但是事实上 大靖朝廷以左为尊 左营各折冲府的精锐程度 甚至还要胜过幼营一些 侯靖德身材高大 比起还有些瘦小的元昭天子 就像个巨人一样 他在天子的搀扶下 站了起来 恭敬道 陛下相照 臣不辛苦 太康天子笑呵呵地说道 李太傅回乡继母的事情 侯将军应该知道了 侯靖德犹豫了一下 低头问声问气地说道 回陛下 臣听说了 李姓回乡已经两个多月了 这个时候 侯靖德如果说不知道 未免有些不切实际 天子点了点头 开口道 阵出即位 京城里恐有小人作祟 阵的意思是 禁军派出几个折冲府 往京城靠一靠 太傅不在京城 禁军又赢暂且不好动 所以只能动用侯将军的禁军左营了 三四十里的距离说远不远 说近其实也不近 当年仁城宫殿的时候 魏王府是差不多子叶十分动的手 随后禁军收到消息 禁京秦王 等他们到达皇城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 京城里已经尘埃落定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元昭天子才会想着调动禁军 向京城靠拢 侯敬德神色微变 他抬头看了一眼眼前的小皇帝 有些迟疑地问道 陛下 京城里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需要禁军禁城 接掌城防吗 天子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没有多大的事情 只是以备不测 侯将军按阵说的 向京城靠拢二十里就是了 侯敬德深深低头 陛下 无有朝廷文书 臣擅自调动禁军便是死罪 臣需要大都督府的文书 才称 其实除了大都督府文书之外 朝廷的圣旨 甚至皇帝的重旨 都可以调动禁军 但是眼下天子还年幼 不曾轻正 他发不出 不用经过上书台的终旨 放心 元昭天子笑着说道 大都督府那边 朕打过招呼了 侯将军等会从魏阳宫出去 去大都督府 寻大都督讨要就是 尽管程序不太对 但是皇帝 都已经说出这种话了 侯敬德自然不敢多说什么 他恭敬低头 臣 领命 天子又跟侯敬德 说了几句勉励的话 才放这个大个子 离开了魏阳宫 天子甚至亲自相送 把他送到了书房门口 站在书房门口 元昭天子看着侯敬德 离开的背影 心里没来由 出现了一股悔意 若李师在京城 这一切 他应该都可以安排妥当 不需要镇这个少年人 跟他们勾心斗角 想到这里 天子看了看南方 悠悠地叹了口气 但是 老师你比他们 更让朕害怕呀 庭义 是大进朝廷 一直就有的规矩 朝廷十日一次的大朝会 主要是将一些大事 奏报皇帝 但是真正碰到 连皇帝也难以决定的事情 天子就会在宣政殿 召集大臣 开始庭义 所谓庭义 就是朝中众臣 才能参与的会议 除非皇帝特批某人与会 否则就只有三平以上的官员 才有资格参与 如今天子尚未亲政 庭义就是上书台来主持 在上书左仆叶沈宽 与御史大夫 严守捉状告理性 未果之后的第三天 上书台果然在宣政殿 召集重臣停议 这一次停议 要讨论的问题也非常简单 就是现在朝廷要不要 对西南动兵 一大早宣政殿中的朝堂大佬们 就差不多到齐了 朝中九卿 以及六部的侍郎 再加上大都督府 以及各个衙门 三平以上的官员 差不多有二十人左右 统统奉召前往宣政殿议事 以往停议 多时由皇帝召开 目的是一起商议 决定一些不太好处理的事情 但是这一次 却是由上书台发起的停议 也是元昭朝改元以来 第一次停议 早知道 哪怕是个八九品的小官 对于小民百姓来说 都已经是头上的天 这些位列三品的朝堂大佬 每一个人跺跺脚 都能够镇死一波离术 而且三品官以上 还有一个说法 这些三品以上的官员里 除了礼部上书之外 其他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加上一个参之正式的头衔 正而八经败相 进入中书 成为载府 所以国家大事 才会有这些最顶层的官员 一起商量着解决 新任的兵部上书叶林 也在此列 这位叶上书赶到宣政殿之后 左右看了看 发现包括大理四卿在内的九卿 已经悉数到齐 上书台的五个载府 也已经全部到了 御史台的严司空 垂手站在最前面 闭目不语 最出奇的是 宣政殿里 占了一个黑脸的大个子 竟是进军左营的将军侯敬德 叶林微微皱眉 手捧朝护 脉步走到了侯敬德旁边 开口低声问道 侯兄怎么来了 那里说不应该参与静庭义才是 叶林与侯敬德是老相识了 承德17年的时候 承德17年的时候 侯敬德在宇林卫任左郎将 而那时候的叶林 已经是宇林卫中郎将 是侯敬德的老上司 而且尽管侯敬德现在混得不错 手里掌握了进军实权 但是叶林不仅仅是叶林一个人 那位当今的陈国公叶绍宝 以及叶家这些年曼开的枝叶 都不是侯家一个忠永侯府能够比拟的 坦白来说 当年仁臣宫变 出力最多的其实是叶家 叶林之所以手里没有兵权 是因为叶家本身太过庞大了 侯敬德听到叶林的声音 高大的身子微微低了低头 低声道 叶尚书是陛下换我来一试 具体因为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叶林点了点头 便站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不再说话 很快 元昭天子就在宦官的簇拥下 进入了宣政殿中 这位天子坐在了宣政殿的主位上 左右环顾了一遍 声音清脆 朱卿都到了 诸位大臣毕恭毕敬地对着天子行礼 臣等参见陛下 元昭天子驾轻就熟地挥了挥手 淡淡地说道 不是大朝会用不着这么多礼 朱卿都坐下来说话 开始议事吧 大朝会是在卫阳宫里 不管什么品级 都要老老实实地站着 但是亭一是小型会议 而且到场的都是有身份的人 因此一般都是坐着谈室的 那时间的宦官们 搬来了二十多把椅子 摆在了诸位大臣们的身后 大臣们对着天子谢恩之后 便坐了下来 元昭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陈生道 这次庭议是上书台发起的 就由沈相主持 正旁听就是 说着他闭上了眼睛 不再说话 坐在左侧第一位的沈宽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对着众人拱了拱手 陈生开口 朱公 今日上书台召集朱公议事 乃是因为西南诸州府出了一些问题 因为奏书太多 不好一一传看 本官就代为转述 数日之前 西南三十一州府齐齐上书 说是西南遭了旱灾 要朝廷免赴三年 西南自先帝赤丰蜀王以来 便有些不受朝廷约束 此番上书 更是居心叵测 上书台无法决断 只能召集朱公庭议 朱公以为 朝廷当如何 说完这句话 他便重新坐了下来 这几句话一说出口 这些朝堂大员 纷纷交头接耳 一时间宣政殿里 颇为吵闹 如同市集 兵部上书夜灵 微微皱眉 没有说话 时间大约过去了一炷香左右 沈宽健时间差不多了 天子就已经提前开口 他看向兵部尚书夜灵 夜尚书执掌兵部 以为此事当如何 天子既然问话了 沈宽就不再好问话 只能有些尴尬地坐了回去 夜灵站了起来 恭敬低头 回陛下 征税之事 似乎是户部的职份 陛下应当问户部卢尚书才对 如果朝廷要对西南动兵 才是我兵部的差事 天子不露声色地问道 那夜尚书觉得 朝廷应不应当对西南动兵吗 夜灵沉默了一会儿 再次低头 回陛下 兵者国之大事 不可妄动 臣以为要查清楚 西南旱灾是否属实 如不属实 也应当下旨意 惩罚西南各府官员 而不是对西南妄动刀兵 西南是我大进疆土 若西南官员谎暴灾情 朝廷当降旨论罪 而不是妄动刀兵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子 恭敬低头 陛下 没有自己打自己的道理 的确 西南现在虽然实际上 已经不归朝廷管辖 但是名义上 还是归属朝廷的 就算有错 也不应该喊打喊杀 沈宽站了起来 看了一眼叶灵 闷声道 敢问叶尚书 若朝廷降旨论罪 西南各府拒不听从 又当如何 叶灵不卑不亢地 看了一眼沈宽 淡淡地说道 沈相 西南各州府 有没有谎报灾情 还是未知之数 就算他们谎报了 会不会认罪扶诛 也是未知之数 沈相如何 就一口咬定 西南会公然反抗朝廷呢 六部归属尚书台管辖 也就是说 沈宽其实是叶灵的上官 但是叶家家大叶大 跟叶繁茂 不是一个流水的宰相 能够动摇的 因此 叶灵并不害怕 这个当朝主政的左相 沈宽面带冷笑 泰康八年秋 李太傅奉命北征的时候 朝廷对派遣 时任禁军大将军的裴进 蒸发西南汉州府之事 虽然后来密而不谈 但是在座的诸位 应该没有不清楚的 西南在那个时候 就公然反抗朝廷军队 还杀了朝廷数万将士 这一件事 在座的诸公 心里也应该明白 西南是什么态度 在那个时候开始 就已经很明朗了 怎么到现在 叶尚书还以为 西南是奉公守法之地吗 裴进在西南大败 后来朝廷被迫 给西南封了一个蜀王 这都是泰康朝的丑事 事后一直没有人敢提起 就当做没有发生过 如果沈宽这话 在泰康朝说起 少不得要被修脑的泰康天子 拉下去 打个二十亭仗 也就是到了元昭朝 他才敢华明正大的说出来 坐在主位上的元昭天子 脸色也有些不好看了 这件事公然提起 就是打他父亲的脸面 他这个做儿子的 自然有些不太舒服 沈宽对着天子拱了拱手 低头道 陛下 西南现在是个什么模样 今日宣政殿中诸公 大多心知肚明 如今他们要得寸进尺 朝廷必须要表露态度 臣的意思是 即便不对西南动兵 也要向汉中增兵 以震慑西南 对西南动兵 小皇帝无疑是接受不了的 一旦几个宰府强行要这么做 他就要着手罢相亲政了 不过向汉中增兵 他还是可以接受的 按照现在的情形来看 朝廷不去打西南 西南也不太可能 主动出建门关攻打朝廷 因此 朝廷增兵汉中 既可以稳固西南门户 也不太会引起太大的震动 元昭天子坐在主位上 沉默了一会儿 抬头看向殿中诸位大臣 朱卿的意见呢 相较于沈宽 御史台的御史大夫严守卓 态度就没有那么强硬 他上前一步 对着天子拱手道 陛下 陈以为派人去西南查明 到底有没有汉情 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不管西南有没有汉情 这三十多份奏书 一份也不能批 他沉声道 朝廷不会给西南免付 在有几个月 就是朝廷征收秋凉的时候了 如果到时候 西南拒布那副 朝廷不管怎么做 都是理所应当 陈的意思是 现在可以向汉中增兵 有备无患 如果数月之后 西南拒布那副 朝廷当可以从汉中 兴起王师 讨伐不成 严守卓的这个方案 相对来说要温和一些 也是把皮球 踢还给了西南 到时候 如果西南那边 要强行罢税 便真的会打起来了 元昭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环顾殿中诸大臣 朱卿可还有别的想法 宣政殿里寂静无声 现在的朝堂 毕竟是几位府臣在主政 如今三府臣之中的 两个府臣都说了话 剩下的人 自然不敢再多说什么 就连大都督府的大都督姬灵 张了张嘴 也没有说话 坐在地座上的天子 微微皱眉 他挥了挥手 既如此 就按照沈湘与严司空的法子 交给兵部拟定章程 具体的章程出来之后 送到魏阳宫来 朕要先看一看 说吧 这位天子起身 转头对着萧正说道 回魏阳宫 大太监萧正立刻低头 带着一群宦官 簇拥着天子离开了宣政殿 留下了一群大臣 面面相去 让他们愕然的 不是天子要过问这件事 而是天子 已经在提前参政了 官场上 任何一个风吹草动 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比如说 元昭天子短短的一句话 底下的大臣们 心里就会琢磨 皇帝是不是要提前亲政了 宣政殿里的这些人 最少也是三品官 说他们是人中龙凤 一点也不为过 只这一句话 其中有些人 已经在暗中打起了算盘 朝堂里 是有俯臣的呀 天子提前参政 是不是对这几个俯臣 不满意 瞬间 他们看向三位俯臣的眼光 就有些不太对劲了 沈宽微微低着头 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兵部尚书叶林说道 叶尚书 陛下要你兵部拿章城出来 明日日落之前 具体的章城 要送到尚书台审核 叶林皱了皱眉头 不过还是低头拱手 下官遵命 沈相大秀一挥 今日停意到此为止 主公各回之私 散了吧 他这一句话 宣政殿里的大臣 就都开始慢慢离场 没过多久 所有的官员便都散去 宣政殿里 只剩下包括 姬林在内的三个俯臣 他们能坐到俯臣的位置上 自然有过人之处 旁人能听出来的意思 他们不会听不出来 沈宽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看向了严守卓与姬林 二位 陛下已经参政了 本来停意 应该是他这个左相来主持 问话之类的 也该是他这个左相来做 但是方才 年仅14岁的元昭天子 基本上算是掌控了全场 完整地主持了这场庭议 姬林面色平静 陛下是天子 陛下如果要执政 我等还政于陛下就是了 他看向沈宽 呵呵一笑 怎么 沈相舍不得 沈宽微微皱眉 老夫本就是上书省左仆叶 多一个俯臣的头衔 权柄未必多到哪里去 但是责任却多了不少 若能归正天子 老夫也是乐意去做的 说着 他看了姬林一眼 但是现在 大事未定 陛下年纪又小 恐会意气用事 感情用事 不以设计大局为重 姬林冷冷一笑 沈相的大局 未必就比陛下高到哪里去了 他对着两位 俯臣拱了拱手 潇洒告辞 大都督府的意见很简单 一切听从圣意 两位俯臣如果想要折腾 就尽可能折腾去吧 本都还有军务要办 不奉陪了 说吧 姬林扬长而去 留下来的严司空 也微微叹了口气 对着沈宽拱手道 沈相 眼见就是秋天了 就算陛下无意参政 我等的俯臣也坐不了太久 沈相谋国日久 也要想一想谋身了 说吧 他叹了口气 也离开了宣政殿 与此同时 已经回到魏央宫的元昭天子 让人把母族的两个舅舅 都请到了魏央宫里密谈 京城里风云涌动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一个月时间就过去了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朝廷从禁军左营 调派了足足三个折冲府 用来增兵汉中 恶守西南门户 与此同时 朝廷拒绝西南免赴的文书 也早就从京城送到了西南 文书在赵家手里走了一圈之后 就被快马送到了 远在两千里之外的永州府 与这封信一起送到永州的 还有一封来自宁林的书信 正在齐阳县离府里 陪老婆孩子的静安侯爷 手里拿着这两封书信 没有急着拆开朝廷的那一封 而是先拆开了来自宁林的书信 这封信 是陈国公叶明亲底所写 信里的内容也很简单 大意是 这位陈国公在宁林守灵的时候 听说了西南的事情 劝李信不要把这件事闹大 见好就收 西南再起刀兵 对谁都不好 信的末尾 这位陈国公 添了最后一句话 西南已经自成一国 且给朝廷留些面子 李信扫视了几眼这封书信之后 就找了个火折子 把他点了 烧成了灰烬 他现在与朝廷一敌一友 不太好跟叶家人有所牵扯 更不能留下书信 牵连到叶明 静安侯府复案给叶明 回了一封问候身体的书信之后 才拆开了第二封 赵家寄过来的书信 信里的内容 是朝廷拒绝给西南免赴 以及朝廷要对汉中增兵的事情 大概扫了一遍之后 静安侯爷脸上就露出了冷笑 他随手把这封信 也扔进了火炬里 到了这个时候 还想着 尽量两边都不得罪 结果两边都逃不了好 先帝可以这么做 但是你年纪太小了呀 转眼间 又是两个月过去 这个时候 已经到了元昭元年的十月 秋收一般在八月底 差不多收完 这个时候 已经结束了一个多月 到了朝廷争秋粮的时候了 户部一如既往地 派了赴税官到西南 各府监查赴税 但是赵家那种滴水不漏的性子 自然不可能让这些人 把西南的粮食带走 红也好 骗也好 拖延 聚而不见 总之户部的官员 到了西南大半个月 愣是没有从西南 带走一粒粮食 而且 西南各州府的态度 都出奇的一致 不是不想给 是实在没有 任这些户部官员怎么搜查 各府的粮仓是干干净净 一粒粮食也没有 这种软罢税 又把皮球踢回给了朝廷 朝廷那边也没了办法 只能就这样拖延下去 到了十月底的时候 有一行十余骑 赶到了永州府 在齐阳县里问了路之后 来到了齐山山脚下的李府 与门房通报姓名之后 没过多久 金安侯爷李姓 就带着一家老小 亲自出正门迎接来人了 李侯爷走在最前面 对着站在最前面的中年人 拱手行礼 见过叶师兄 这十来个人 为首的正式大进宁林侯 兵部尚书叶林 李姓行礼之后 九公主还有她的一双儿女 也跟着对叶林行礼 叶林连忙还礼 长安客气了 她又对着九公主身身作衣 不敢当大长公主李树 因为经历的三代天子 如今的九公主 是天子的姑母 因此从长公主 升级成了大长公主 看着李姓身后的一双儿女 叶林又弯下身子 从怀里取出两块翡翠 挂在两个孩子的脖子上 作为师伯的见面里 客套完之后 李姓拉着叶林进了 自家的宅子 笑着说道 叶师兄不是长了兵部吗 按理说 应该事务繁忙才是 怎么有时间 跑到我这穷乡僻壤来了 叶林跟着她 走进了这座宅子 左右看了看 只见庭院幽深 满院子的赤黄落叶 颇为雅致 她叹了口气 京城里这几个月暗流涌动 长安 你倒是在这里逍遥快活 静安侯爷半眯着眼睛 只能到这穷乡僻壤 来躲清静了 她看向叶林 笑着说道 师兄还没有告诉我 你来永州做什么 叶林叹了口气 沉声道 咱们坐下来说 李姓点了点头 给九公主打了个招呼 然后领着叶林一起 走向了李宅后院的一间近市 近市里有一张矮桌 两个蒲团 这是平日里 李姓与九公主喝茶的地方 师兄弟两个人 各自跪坐在蒲团上 李姓伸手给叶林倒了杯茶 笑着说道 这些年不曾与师兄好生亲近过 叶林端起来 李姓给她倒的茶水 苦笑道 维兄是奉了黄命来的 李姓手上的动作顿了顿 然后接着给自己的杯子 倒满茶水 呵呵一笑 天子不曾亲政 哪里有什么黄命 叶林微微摇头 天子准备亲政了 她抬头看着李姓 沉声道 所以她才会让维兄 亲自赶到永州来 请长安你回京 朝中尚有三个府城 天子如果提前亲政 恐朝局不稳 因此 天子想请长安你回去 主持局面 说到这里 叶林顿了顿 继续开口道 天子说了 西南的赋税免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都没有关系 只要长安你回京 过往一切都再不提起 这位叶尚书叹了口气 静安侯府 与我叶家同气连之 维兄也不想看到 长安你 走到平南军的老路上 此时你回京城去 仍旧是大静的太父 李叶两家互相扶持 不用惧怕任何一个人 李姓端起茶杯 自己喝了一口 然后笑着说道 师兄能保证我回京之后 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 叶林面色肃然 维兄以和府性命作宝 静安侯爷咧嘴一笑 这样不过是多死一家人而已 叶林苦笑一声 长安 不管那些府城是怎么想的 最起码 陛下对你绝没有恶意 我来之前 陛下把我请进卫阳宫里 详谈了一个多时辰 他还是个少年人 但有什么坏心思 我不至于看不出来 如果陛下要害你 维兄绝不会来这一趟 李姓自己又喝了一杯茶 然后沉饮了一会儿 抬头看向叶林 师兄 最近一段时间 我是不会回京城了 叶林皱眉 为何 我夫人怀孕了 李姓呵呵笑道 上个月才发现的 大夫说 已经有三个月身孕 我要在永州 等着这个孩子出世 朝廷那边的职份 能辞的小弟都已经辞了 只有进军又赢的差事 交给了贺松 贺松是叶家的家将出身 做事很是牢靠 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至于陛下亲政的事 李姓哑然一笑 现在已经是元昭元年的十月底 马上到十一月 眼见就是元昭二年了 再有一年多时间 陛下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轻正 这么短的时间 没必要铤而走险 陛下年纪还小 慢慢等着就是了 师兄且写封信给陛下 把这句话说给他听 一年时间很短的 一眨眼也就过去了 叶林苦笑着 对着李姓拱了拱手 恭喜 李姓对着叶林眨了眨眼睛 微笑道 师兄就在我这里多住几日 叶林深呼吸了一口气 摇头道 我想不明白 事情怎么会到现在这个局面 先帝与你起冲突 是因为西南 唯兄还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 陛下已经同意不再约束西南 长安你为什么 他话说到一半 就被李姓给打断了 静安侯爷面色平静 淡然道 若叶狮还在 我这就可以收拾东西 跟你回京城去 但是 叶狮现在不在了 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就没有人真的能够护住我 李姓看向了叶林 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我是如何得罪几个俯臣的 师兄也应该明白 当时只要陛下点一点头 半年前 他就已经轻症了 我与俯臣起了冲突 大闹一通之后 俯臣仍旧在位 我应当如何自处 说着 他的脸上露出一个玩味的笑容 师兄不妨猜一猜 自我回汽阳之后 永州府与汽阳县里 莫名其妙多了多少人出来 叶林沉默不语 金安侯爷再度伸手 给叶林倒了杯茶 骑山不说山清水秀 但是也算是个风景不错的好地方 小弟在这里住得很习惯 暂时就不回京了 等我那第三个孩儿出生之后 再考虑回不回京城 李姓从京城离开 已经有差不多半年时间了 他中间去了一趟西南 京城那边恐怕也都知道 但是最近几个月 尤其是在他回到永州之后 齐阳县里就多了来路不明的人物 或明或暗地盯着李家 齐阳县是李姓的老家 沈刚带着手下 还在这里长住过一段时间 县城里有什么风吹草动 自然瞒不过他的眼睛 不过对于这些人 李姓没有怎么在意 只是装作没有看到 这些人 九成九是朝廷的人 如今朝廷对李姓的态度晦涩不明 具体是个什么模样 李姓也拿捏不准 在局势没有尘埃落定之前 他是不可能回京城的 九公主刚怀孕三个月 等孩子出生 至少也是来年的五六月了 到时候距离元昭天子亲政不远 西南那边的局势 也该稳定下来了 叶尚书微微叹了一口气 他抬头看了李姓一眼 陈生道 长安 老爷子生前带你入柚子 你也是我妇如老妇 帮着忙里忙外不说 这些年对爷叶家颇多照顾 你我两家人 可以说是一家人 为兄貌没问你一句话 提起叶盛 静安侯爷的脸色也严肃了起来 他微微低头道 师兄请问 叶铃满脸严肃 此时指你我兄弟二人 我不是兵不上说 而是叶家的老四 我只问一句 他看着李姓 陈生道 你想要做什么 想要做皇帝 李姓愣了愣 低头沉思了一会儿之后 自嘲一笑 师兄围观比我早不少 对于大进朝廷的了解 也比我深得多 师兄看来 如果我想要造反做皇帝 有几成胜算 我不知道 叶铃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李家李之杰 李慎两代人杰 经营西南三十多年 把西南经营的牢不可破 就连父亲也觉得 西南很难再重新打下来 但是你偏偏打下来了 收复西南之后 先帝可以说是历经图治 大进在太康朝到达盛世 按理说 没有人能够在盛世 抵抗朝廷天威 更不要说 从朝廷手里 硬生生割裂出三十余府 但是你还是做到了 叶铃苦笑道 事到如今 不管是大兄还是我 都不知道 你将来能做到什么地步 也不清楚 你将来要做什么 他深呼吸了 一口气之后 开口道 我临来永州之前 回宁宁见了一趟大兄 大兄要我问清楚 你想要做什么 然后他在考虑 叶家应该做什么 金安侯爷沉默了一会儿 端起茶杯刚抿了一小口 突然把手中的茶杯 随手丢在了青石地板上 砰的一声摔得粉碎 杯中的茶水和茶叶 洒了一地 叶尚书吓了一跳 差点以为理性 这是要摔杯为号了 金安侯爷笑了笑 喝茶无趣 师兄陪我喝两杯 叶玲松了口气 没好气地说道 维兄还以为你在家里 埋伏了几百刀俯手 要出来把我绑了祭旗 金安侯爷哈哈一笑 看不出来 师兄还挺有想象力 茶杯很快撤了下去 礼府的下人们 只用了不到一炷香时间 就在矮桌上摆了一桌韭菜 理性提起酒壶 给叶玲倒满了酒 也给自己满上 两个人碰了一杯 这是京城玉酒司出产的 祝容酒 全天下最烈的烈酒 理性府上的 还是八年以上的陈酒 整个大镜都不剩下几坛了 毕竟满打满算 这祝容酒也就十年历史而已 一杯烈酒下肚 理性心里畅快了不少 他放下酒杯 再一次倒满 打了个酒格 成了十七年 我静静寻亲 那时候 小弟是靠着卖假寿炭 给秦淮河边上的青楼 才勉强在那个冬天活下来 当时心里想的是攒点钱 等来年开春之后 带着小小还有他爷爷离开京城 找个附属一些的江南城市定居 做点小生意 过点好日子 成了十七年的时候 理性差点冻死在了那个冬天 那时候他每天进城卖炭 并不觉得 自己能跟平南侯府相抗衡 他那个时候 想的就是靠卖攒点钱 然后等开春暖和一些了 带着刚认识的卖炭翁 还有卖炭妞离开京城 跑到姑苏或者扬州去 挣点钱好好过日子 说到这里 理性顿了顿 又跟叶玲碰了一杯 后来 阴差阳错卷进了 昭皇帝与李慎之间的争斗之中 当时的情况 外人看不明白 但是小弟自己是清楚的 理性回想起当年的旧事 闭上了眼睛 那时 不管是昭皇帝 还是平南侯李慎 都不曾把我看在眼里 我只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还是昭皇帝闲来无事 在边角上落下的一颗无用子 在那种风雨飘摇的局势之下 他们任何一方不高兴了 我都会死 那个时候我心里想的 是走一步看一步 尽量保住性命 把我家里那个妹子带长大 说到这里 都是知道的 叶玲沉默着点了点头 与李慎碰了碰杯 两个人又把一杯烈酒饮下猴 喝完酒之后 金安侯也吐出了一口酒气 继续说道 人成功变之后 我在京城里 才算说话有了一点声音 做事也不再被动 不再受制于人 算是摆脱了棋子的身份 那时候我就在想 能不能给母亲讨回一些公道 李慎一边喝酒 一边说话 这之后就是西征 具体的事情师兄也都知道 西南平南侯府覆面 李慎死在了昭陵 与昭皇帝在地下相伴了 说着 他抬头看向叶玲 笑了笑 按理说 李慎死了之后 我差不多已经未及人臣 那时候 我才二十岁出头 这辈子该做的事情 就已经做完 又迎娶了公主 下半辈子 只要安心躺在功劳部上 享福就行了 师兄弟两个人再次碰杯 一个说话 另一个静静地听着 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西征归来之后 叶师劝我不要拘公子 也不要那么张扬 我就乖乖地在家 带了五年孩子 哪里也没有去 可是我不该在西南留下誓礼 金安侯爷呵呵一笑 西南汉州府的人 是当年南鼠的旧部 是我出面 让他们归降了大径 我如果撒手不管 他们这些与朝廷 做对了三十多年的鼠人 没有几个人 会有好下场 当时我也没想这么多 心里的私心 就是留一个后手 也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他这一次 没有敬业零酒 而是自顾自地喝了一杯 目的是可以均让臣死 臣不太想死 叶尚书欲言又止 李欣笑秘密地说道 我知道这个想法 在师兄看来 可能有些大逆不道 但是我这个人 与别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对朝廷 或者说对天子 没有太死心塌地 他用筷子夹了口菜 又跟叶玲喝了一杯 再之后 先帝就死了 提起这件事 李欣叹了口气 老实说 他死了我 还是挺难过的 我本来以为 要跟他重复 昭皇帝与李慎之间的故事 相爱相杀个几十年 谁知道 故事刚刚起了个头 他就去了 金安侯爷面色平静 对着叶玲温和一笑 这些都是我曾经想做的事情 如今先帝已经病天大半年 新帝登基 俯臣设政 师兄问我要做什么 李欣仰头喝了一杯酒 年初 几位俯臣不由分说 就要对禁军诱营下手 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当时我想的是 如果陛下能站在我这一边 提前清正式朝 废了这几个俯臣 以后我就安安心心地 想我的福 不再操心其他事情 喝到这里 金安侯爷的脸色 已经有些潮红 他端起酒杯 与叶玲碰了碰 我算是半个叶家人 与师兄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既然他不信我 李欣说了半句话 仰头喝了口酒 打了个酒格 那我也不信他 哪怕到现在十多年时间过去 就连李欣自己也分不清 自己究竟是哪个李欣 但是另一个世界的记忆 依旧深深地影响着他 尤其是影响着他的价值观 在这个地质时代 人人都觉得 忠君是道德标准之一 一个好人一定是要忠君的 否则就是反贼 逆贼 但是李欣不太一样 他从骨子里 就跟这个世界的普世观念有些冲突 比如说 这个时代 人人都觉得 天子是九五至尊 就应该高过所有人 贵不可言 虽然李欣在朝廷里 也经常贵皇帝 但是在他的内心里 不管是承德天子 还是泰康天子 亦或是现在的元昭天子 都是活生生的人 并不真的是老天的儿子 因此 他在内心深处 是把自己跟几个皇帝 摆在对等的位置上的 也就是说 皇帝对他不好 他绝对不会委屈自己 也正是因为这个观念 在泰康年间 李欣就一直有意无意地 在培养自己的势力 沈刚手底下的人 是一股势力 西南是他手下的另一股势力 无一例外的是 这两股力量 都是独立于朝堂之外的 其他在兵部 或者在禁军 这种要冲的位置上 李欣并没有插手太多事情 甚至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做起了甩手掌柜 到如今 他虽然暂时 还没有推翻大进朝廷的能力 但是已经足以做到 在朝廷这个国家机器面前 自保 比如 他现在从永州跑到西南去 立刻就可以在西南 做他的土皇帝 别的不说 至少他这一代人 朝廷绝对拿他没有办法 将来土皇帝做烦了 甚至还可以自立为帝 直接建立一个 类似大理国的小国 而且 以西南现在的实力 如果他的后代不怎么蠢 这个小国维系个两三代人 问题应该不大 这也是 他能潇洒离开京城 这个权力中心的底气 毕竟他现在随时可以另起炉灶 不用非要跟朝廷的那些人一起玩 叶玲没有说话 而是埋头吃了几口菜 又自己喝了一口酒之后 叹了口气 长安 叶茂还在寄门关 依你看北边的事情 北边估计不会有太多进展了 李信也喝了口酒 笑着说道 当初我与宇文昭约定 一起攻打宇文浮屠部 后来我有事离开了寄门关 是叶茂替我完成了这个约定 那时候定下这个约定的目的 是为了消耗宇文部整体的力量 等宇文昭与浮屠部两败俱伤的时候 云州城的崇家军 再出点血 吃下起归部 这样只要朝廷能下点狠心 死个四五万人 就能够换来北江数十年太平 说到这里 静安侯爷自嘲一笑 当初小弟把目光看向北边的时候 曾经很是花了一番心思 研究北边的这些语文残部 常常跑去陈国公府请教 把叶师凡的不胜其扰 丢了不少关于北江的地理制 和有关语文部的书籍给我 本来事情都已经做成一半了 说到这里 李信微微摇了摇头 举起酒杯 不说了 来师兄 喝一杯 当初他在北江 计划都已经做好了 不过还没有来得及开始运作 朝廷就拍了裴静对西南下手 他不得不丢下计门关的事情 紧赶慢赶跑到西南救场 北江的事情 就这么搁置了下来 后来 虽然叶茂帮着他 做完了蒸伐浮屠布的事情 但是如果他本人来做 会做得更精细一些 而且叶茂多半叫不动云州城的崇家军 而李信的面子 要比他大一些 而李信说不定就可以 如果顺利的话 只需要三年时间 李信就可以把北江打扫干净 让大进制势免去五十年外患 但是很可惜 到如今 其实朝廷仍有平定宇文部的实力与机会 这会儿宇文昭还在消化浮屠布 而且前两年战死的兵力 想要完全恢复 也还需要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这个时候 是宇文部的虚弱期 如果继门关的镇北军 能够与云州城的崇家军和兵 就算灭不掉宇文昭 双方狠狠地硬碰一下 宇文部就会再一次元气大伤 最起码二三十年不会动弹 但是很可惜 这基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叶林喝了一杯酒之后 苦笑道 你的意思我明白 朝廷如今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西南 不太可能再有余力北征了 靖安侯爷微微一笑 如果浮屠布刚灭的时候 朝廷趁势进攻 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价 就可以重创宇文部 换来北疆太平 但是宇文昭攻打浮屠布 是泰康九年的春天 如今元昭元年都已经快入冬 接近两年时间过去 宇文昭多半已经恢复了不少元气 这个时候 再想打个大胜 恐怕镇北军或者总家军两家 两家都要把自己打残 才有机会 现在朝廷向汉中派了大概三个折冲府 相应的粮草补给 也已经送到了汉中 按我收到的情报 恐怕足够汉中那边的军队 吃三年以上 说到这里 李兴自嘲一笑 当年我西征的时候 朝廷的补给 都没有送得这么勤快 朝廷调动了这么多力量 看住西南 自然就不可能再有精力北顾 况且天子尚未亲政 那几个大头书生 都是能想一日服 便想一日服的人 半点也不会往后看 他们更不会在意宇文部的隐患 尽管埋着头做他们的宰府 等到天子亲政 掌握朝政 又要一两年时间 到时候 宇文昭部 已经把浮屠部吃干抹净 全部消化进了肚子里 金安侯爷眯了眯眼睛 那时 只要宇文昭再吞并掉贺兰部 宇文珠部就会彻底一捅 到时候 当年北州入关时 纵横天下的铁骑 距离腹线就不远了 曾经的北州 是一个强大到可怕的国家 这些鲜卑人入关之时 便是八岁小儿 也能飞马拉宫 极为汉勇 他们入关之后 铁骑横扫 一路打到了淮水边上 才被浩浩伤伤的天嵌拦住 从此与大靖隔淮水而至 之后的百年时间 南靖一直被北州压着打 两国的战力 是有很大一届差距的 但是那些鲜卑贵族 享过百年之后 迅速腐化堕落 只三四代人下来 上层贵族 基本全部上不了马蹄不动刀了 以至于被卧心肠胆的五皇帝 派叶盛北伐 一举杀进国都 把这些鲜卑人 重新赶回了关外 这段历史并不是很远 到现在也不过四十多年 叶林很清楚 北州铁骑的可怕之处 他无奈道 语文诸部就算一统 也远不如当年入关之时 横扫天下的语文部 长安你用不着威严耸听 不过 这的确是一桩大麻烦 他叹了口气 奈何 如今朝正在你口中 那几个大头书生手里 咱们这些丘巴 插不上话 李姓哈哈一笑 我是丘巴差不多 师兄你现在 是兵部尚书 是文官之中的大九卿 可算不上是丘巴 叶林微笑道 我父是丘巴出身 他老人家生前常说 在官场上 也要有做丘巴的脾气 不要缩手缩脚 到头来 咱们这些后人里 只有你李长安 继承了他老人家身上的脾气 李姓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事实上 初代创业之人 身上多多少少 都会有一些脾气在 因为本就一无所有 自然就敢打敢拼 反而像叶林之类的第二代 因为家大业大了 就会有一些顾忌 不管再洒脱的性子 做起事情来 都会束手束脚 师兄弟两个人推杯换战 不知不觉之间 已经一个时辰过去 李姓酒量不是很好 这会儿已经满脸通红 而叶林早年 是京城里有名的浪子 在酒厂里打混了十多年 身上又有一些叶老头的遗传在 这会儿 脸色虽然也有些微红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他拉着李姓的袖子 开口问道 长安你 是准备在老家待上几年 好生歇一歇 李姓虽然头有点疼 但是神志清醒 他开口道 如今京城局势不明朗 那几个大头书生 多半觉得我是乱臣贼子 千方百计要寻我的麻烦 我也瞧不上他们 懒得回京城跟他们斗 且在老家躲一躲 等陛下清正了 我再看一看 如果合适 会考虑回京的 叶林点了点头 然后又叹了口气 他犹豫了一会儿之后 对着李姓开口说道 长安 为兄以为 如果你不愿意回京 他咬了咬牙 那就干脆带着大长公主 一起去西南去 不管怎么样 西南那边还要安全一些 你待在永州 朝廷里要是哪个人 想要对你不利 只要派一个校尉营过来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 攻下齐阳县城 到时候再推脱到山贼头上 干脆就躲到锦城去 这样不管怎么样 最起码长安你一家老小 都不会有什么危险 叶四少作为这个世界 土生土长的土著 能够说出这番话 已经十分难得了 毕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这是在窜多李信 与朝廷散伙 自己单干 李信笑了笑 师兄放心 我是个谨慎的信子 我敢带着一家老小在这里住 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除非有几个都卫营来打齐阳县 否则 我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雨林卫里一个校卫营是200人 一个都卫营是400 进军要稍多一些 校卫营250人 都卫营500人 早年沈刚手底下的人数 就不止500人了 如今就算还有一些 留在京城里探听消息 但是剩下的几百个人 也足以保护齐阳县的礼宅 而且 齐阳县里李信的人手有不少 就算真有人要掀桌子杀他 他也可以离开齐阳县 更何况 在李信看来 朝廷明面上 是绝对不可能公然派人杀他的 只要没有公文调动大批军队 京城里没有哪家人 有实力调私兵到永州来 一旦动手 就算是彻底撕破脸皮 小皇帝现在两边都不想得罪 他不可能有决心干出这档子事 至于上书台里的那些大头书生 他们手握朝纲的时候 自然厉害 但是一旦调不动朝廷的兵力 他们基本威胁不到李信 而大靖的军方 与李信有仇的不多 也不会有人敢派人来杀他 叶尚书摇了摇头 罢了 我劝你不动 他抬头看了一眼李信 面色复杂 长安 我此来永州 不是专门看你来的 静安侯爷虽然脸色通红 但是神志清醒 他对着叶灵笑了笑 师兄是要去汉中上任 叶灵先是愕然看了李信一眼 随即苦笑一声 你都知道了 我猜的 静安侯爷摇头晃脑地说道 朝廷对汉中增兵 三个折冲扶哨说有四万多人 再加上汉中本来就差不多有五万人 加在一起 接近十万的兵力 朝中没几个人有资格来带 裴靖被先帝打了五十板子 赶回了老家 崇家军总和年龄身份都够 但是他没有功劳 带不了这么多兵 思来想去 也只有师兄这个叶家的四爷 有资格去汉中带兵 师兄仁成功 变中从龙有功 又在北江带过几年镇北军 去汉中带个几万的汉中军 还不是轻而易举 叶尚书微微摇头 莫要取笑为凶了 这些年东奔西跑 论功劳 不及你十之一二 李信举杯敬了一杯叶灵 笑着说道 没有猜错的话 师兄身边应该还跟了一个监军 叶灵也跟着笑了笑 举杯与李信碰了碰 不是监军 是副将 叶家在北江有兵马 陈国公叶明位列少保 而且叶家还跟李信这般亲近 朝廷虽然无将可用 让叶灵带兵汉中 但是不可能不加以约束 两个人说说笑笑 气氛轻松了不少 叶尚书看了李信一眼 长安你这般能掐会算 不妨算一算 这个副将是谁 我又不是神仙 哪里算得出来 静安侯爷半眯着眼睛 微笑道 不过多半新鲜 是不是 叶尚书没有说话 只是对李信 竖起了一个拇指 要不 怎么你李长安这些年风水生日 唯兄只能南北奔波 还不讨好呢 他叹了口气 开口道 是如今正儿八经的国舅爷 太后娘娘的包地谢敬 李信吃了口菜 淡淡地说道 我不太喜欢这个国舅爷 既不聪明 又喜欢装聪明 谢家的那个谢代 比他要强得多 不喜欢也没有办法 叶灵苦笑一声 没有这个亲娘就跟着 陛下绝不放心 我叶家人在统兵了 说着 叶尚书抬头看向李信 脸上的笑意 已经完全消失不见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长安 尚书台那边已经有了决断 年前 如果西南仍旧拒不缴富 西南三十一州府 就都是反贼了 他微微低头 默然道 不管是陈国公府的家人 还是我宁林侯府的家人 此时都在京城里 言下之意 已经很明白了 叶家的家人 都在京城里为之 叶灵被派出来 推到风口上 一旦西南仍旧不缴富 叶灵硬着头皮 也要对西南动兵 打得赢自然是皆大欢喜 打不赢朝廷 也要拿叶灵问罪 李信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无奈地笑了笑 上书台的大头书生 还真是有点门道 他伸手拍了拍叶灵的肩膀 面色平静 师兄 真要是打起来了 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不用留手 叶灵这个兵部上书 不远几千里 从京城南下 说他专门来永州看望李信 是不太现实的 兵部总览全国军机要事 每天兵部里的文书 多得像山一样 前些年李信任兵部上书的时候 如果不是做了甩手掌柜 恐怕他未必能很好地 处理兵部那些山一样的事物 叶灵将门出身 坐这个位置绰绰有余 但是他也不可能 说出京城就出京城 他是受了朝廷诏命 到汉中任汉中将军的 一旦西南有什么异动 汉中驻军首当其冲 就会第一个与西南冲突起来 到时候 这位叶四少 就不得不与李信正面冲突了 所以他才在去汉中之前 绕道来了永州 代表叶家 也代表元昭天子 劝李信回京 平息这一场局面 这是个很难解的局 汉中如今加上 禁军调过来的三个折冲府 恐怕有接近十万兵马 但是如果真的 跟西南打起来 他们攻不破建门关 如果西南按照先前的计划 放汉中军队入属 把这支汉中军打残 甚至打掉 那作为主将的叶灵 一定会吃罪过 甚至会被人说是串通西南 故意将汉中军带入死地 如果这个罪名落实 连叶家的身份都护不住他 宁灵侯府都要家破人亡 更为关键的是 还有一个跟他一起到 汉中的副将谢敬盯着 这场仗该怎么打就要怎么打 这是朝廷里那几位相公 给李姓 或者说给西南处的难题 师兄弟两个人 在禁室里 喝了足足两三个时辰 两个人都喝得不省人事 四仰八叉地 睡在了这间禁室里 到李姓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快中午 他揉了揉 自己有些疼痛欲裂的脑袋 倒吸了一口的凉气 左右看了看 是在自己的房间里 没过多久 九公主就端了一碗 醒酒汤过来 放在了床边 轻声道 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你 喝成这个样子 李姓端起白碗 喝了一口之后 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开口问道 叶师兄呢 一大早就走了 九公主摇了摇头 拦都拦不住 非要说自己有什么事情 我与她说 怎么也要等你醒了再走 她也不听 留下一张纸条之后 就离开了 静安侯爷摇了摇头 苦笑道 论喝酒 还是喝不赢夜嫁人 她抬头看了一眼九公主 问道 纸条呢 九公主从袖子里 取出一张白纸 递在了李姓手里 我亲自收着的 没人看过 她看了李姓一眼 轻声说道 肖家的肖休旗又来了 最近几个月 她几乎隔两天就来一次 见不到人就坐在门口等着 要不你就见她一次 有什么话跟她说清楚 省得她每日过来烦人 说话间 李姓已经把一碗醒酒汤喝完 她揉了揉自己的脑袋 闷声道 我一会儿见见她 夫人把沈刚叫过来 我有事情让她去办 九公主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了 她走了之后 李姓才展开 叶灵留下来的纸条 纸条上的字不多 只短短几行 大兄身体日衰 孔年命不永 几位俯臣命我出任汉中 意图不善 叶茂只占领镇北军 叶家风雨飘摇 天下局势如何 全在长安一念之间 只短短几行字 似有千军之重 陈国公叶明的身子 一直不太好 回老家宁龄 一来是给老国公叶胜守孝 二来也是将养身体 现在看来 这位叶少宝 也坚持不了太久了 叶茂虽然在计门关主事 但是她资历不够 只能暂待 镇北大将军一职 也就是说 如果朝廷愿意 是可以再派一个 大将军过去的 叶灵留下这个纸条 意思是 劝李姓再稳重一些 尽量不要让 西南与朝廷起冲突 静安侯爷 看完这张纸条之后 微微叹了口气 随手找了个火折子 点燃之后 扔在了房间里的火炉里 这种东西留下来 没有什么用处 她是无所谓 但是对叶灵不好 她正在闭目沉思的功夫 沈刚已经低头走了进来 沉声道 侯爷 李姓抬头看了沈刚一眼 缓缓开口 去一趟景城 告诉赵家和穆英 如果打起来 让他们守住建门关 不要放朝廷的人进来了 沈刚很利落地低头道 卑职这就去 沈刚走了之后 李姓起身洗了把脸 换了一身干净衣裳 醒了一会儿酒之后 晃悠悠地走到了前厅 对着下人招呼了一番 开口道 去把那个姓萧的叫进来 不一会儿 就有一个家丁 把身材微微有些发福的 萧修奇带了进来 萧修奇是萧家的长子 也就是李姓的大舅 萧明李死了之后 她作为大宗 继承了萧家的家主 几年时间下来 她已经有些发福了 进了正厅之后 萧修奇有些色缩了 抬头看了李姓一眼 随即恭恭敬敬地低头行李 萧明李见过静安侯爷 李姓坐在主位上 动也没有动 淡淡地说道 有什么事情快说 我没有太多时间 如果是十年前 李姓说不定会把他给赶出去 再派人打他一顿 但是十年时间过去 当初的怒气怨气 都已经消散了七七八八 他在看向这些萧家人 只觉得像是路人 与十年前大不一样了 萧修奇深呼吸了一口气 咬牙道 侯爷 我萧家有一个子弟 前年 高中了近视 但是在京城等了两年 一直补不到缺 侯爷您看 李姓抬头看了萧修奇一眼 你儿子 萧修奇低头 涉地的儿子 泰康八年侥幸高中 竟然侯爷眯了眯眼睛 三甲 萧修奇苦笑点头 近视分三甲 第三甲就是最差的近视 不过一般也可以补到关缺 像这种等了两年补不到缺的 要么是缺钱 要么就是倒霉 萧家虽然不富 但是也不穷 那么这个萧家子 多半就是运气不好 李姓本来以为 这个萧修奇 是来找自己要关的 但是萧家主跪在了地上 苦笑道 李侯爷 当年的事情 已经过去十多年 萧家该改姓也改姓了 您也曾经说过 不再追究我们当年的过错 李姓这才反应过来 他皱着眉头 看了萧修奇一眼 你该不会以为 是我给谁打了招呼 才让你们家的人 补不到关缺吧 萧修奇瞪大了眼睛 看着李姓 两只眼睛里都是迷惑 他的意思很明显 难道不是吗 静安侯爷 又好气又好笑 一来 我不管吏不得是 二来我根本不知道 你们萧家出了的近视 赶紧滚蛋 再过来搅闹 夺了他的近视功名 大惊历经三代天子 都可以算是明君的情况下 城里找到癥结所在 比如说 如今西南错综复杂的局势 就是因为朝中的几位俯臣 尤其是尚书台 以沈宽为首的几位宰府 对待西南的强硬措施 这与还没有正式亲政的新天子 发生了强烈的理念冲突 比如说 这一次派叶林出京任汉中将军 就是天子强烈反对的 他很清楚这个举动 很可能会进一步激怒 自己那个远在永州的老师 导致局势更加恶化 不过三位俯臣中 有两个定下了这个决定 特意把叶林召进了宫里 嘱托他去汉中之前 先去一趟永州 见一见李信 劝李信冷静 所以这才有叶林赶往永州 去见李信的事情 叶林与李信说 天子要提前亲政 李信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 只说 要天子在安心等一年 但是实际上 天子等不了这么久了 这位年仅14岁的天子心里很明白 一旦汉中与西南真的打起来 那么且不说双方胜负 从此朝廷与西南 就彻底处在了对立面 而且有天雷的原因 朝廷再想要像太康三年那样 短时间内推平西南 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到时候 西南泥足深陷 而北边的宇文部又在飞速壮大 南北千志之下 大静的国势将会急转直下 两代人甚至一代人 就会出天大的问题 所以他才想让叶林请李信回京 有李信在京城 天子亲政十拿九稳 因为有这么个军方大佬站在身后 再有叶家人的支持 京城里没有人会动歪心子 但是李信拒绝回京 叶林离开永州之后 用六百里加急给京城送了一封信 把李信的答复 送到了魏央宫里天子的桌案上 年轻的天子手里捧着这封书信 发呆了很久 两久之后 他才喃喃自语 再等一年 就不可收拾了呀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从桌案旁边站了起来 对一旁的工人说道 去把萧正喊过来 萧正作为内侍间大太监 并不是一天到头都在魏央宫做事 他需要在内侍间处理事情 不过内侍间距离常乐魏央两宫都不远 几乎是随叫随到 很快 萧正就跪在了天子面前 陛下换奴婢和事 元昭天子看了萧正一眼 随即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萧公公 你执掌内侍间应该有十多年了吧 萧正摇了摇头 恭敬道 回陛下 奴婢是在太康三年 正式执掌内侍间 到现在七年有余了 太康三年的时候 前任大太监陈举卸任 萧正才正式接过内侍间 天子皱了皱眉头 开口问道 那位可在朕的手中 竟是天子语义 内侍归内侍间掌管 但是内侍间受内侍间截至 内侍间的太监 还是萧正的干儿子之一 天子问萧正这句话 是要肯定 内侍是在他手里的 元昭天子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开口道 萧正 你听好了 从现在开始 天目间全力搜查沈宽 严守桌 以及上书台诸相的罪行 最多十天时间 朕就要在卫阳宫里看到 在朝廷里做官 不管是谁 屁股就没有几个是干净的 毕竟 如果众人皆贪 哪怕你不贪 都是罪过 像沈宽还有严守桌这些人 能够爬到这么高的高度 屁股上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不干净 天目间负责监查天下 京城里的大半官员 在天目间里都有案底 元昭天子冷声道 如果追查不到罪过 就查一查 他们有什么丑事说出来 查明之后 统统送到镇这里来 再有 去京城里寻一个补缺的官员 送到御史台里去 过些日子 镇要用它 萧正在朝堂里 沉服了这么多年 他叹了口气 低头道 陛下 朝政在那几位手里 如果妄动 可能会有风险 况且 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陛下不用着急 元昭天子沉默了一会儿 瞥眼看向萧正 朕已经想清楚了 让你做事 你自去做事就是 萧正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转身下去安排去了 皇帝想要罢相 自然要搜罗这些宰相的罪过 不然就无从罢气 就连太康天子 也不好无缘无故的罢相 更何况 一个还没有亲政的天子 但是 罢相是有风险的 他虽然即位 但是母族根基太浅 理性又不在京城 身边还没有亲信的重臣 贸然对几位宰府动手 可能会出问题 萧正叹了口气 难难自语 三进位都在陛下手中 进军与大都督府 应该也是站在陛下这一边的 只要拿住了这些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说到这里 他有些担心地 看了一眼上书台方向 能在众多读书人里脱颖而出 爬到那个位置上的人 论行军打仗 或者天下大事 可能看不分明 上书台里的那些人 可都是老祖宗级别的 一个十四岁的天子 当真能够逗得过他们 不过尽管心里这么想 皇帝交代的事情 他不能不干 还是让人把天目间 还有内卫间的两个干儿子 叫到了那时间 一场核心权力的争夺 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 一边是十四岁的天子 一边是几个加在一起 超过两百岁的老头 就这样 到了四五天之后 上书台里的气氛 终于有些异常 不过还是没有人敢说话 太阳落山 上书台里的几位宰府们 也都放下了手中的毛笔 伸了个懒腰 准备放班回家 左向沈宽最后一个起身 走到上书台门口的时候 他左右看了看 笑着问道 今日是谁在上书台轮值 门下市中房子微起身道 是老夫轮值 沈宽眼睛眨了眨 笑着说道 有房兄在 明日我等 当会轻快许多 前些日子 某位兄台在这里轮值 听说睡了一晚上大叫 第二天早上一堆事情堆着 弄得我等四人忙碌不堪 新任的中书令 面色尴尬 都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 沈相且放过我吧 众人哈哈一笑 一起走出了上书台 到了上书台门口 沈宽眼珠子转了转 笑着说道 听说严司空今日过寿 同朝为官 我等一同去严司空家里 给他注意祝寿如何 三位宰府对视了一眼 都对着沈宽微微低头 自然要去 严司空今天自然是不过寿臣的 他身为御史台御史大夫 又是三府臣之一 如果他要是过寿 那是轰动朝野的大事 闻五百官都要去严府诸寿 沈宽只是随口一说 目的是暗示这几个宰府 让他们一起去一趟严府 这些人都是人精 一点就透 自然纷纷应从 几位宰府结伴出了永安门 在永安门门口上了轿子 朝着永乐坊附近的柳树坊走去 御史大夫严守卓 出身不是太富贵 只能算是中人之家出身 因此 哪怕他坐到了司空的位置 依旧不能住在永乐坊里 只能在柳树坊安家 不过柳树坊距离皇城也不算太远 没过多久 上书台四位宰府 就到了严府门口 下人通报四位宰府驾到之后 严司空立刻亲自迎了出来 对着四位宰府拱手行礼 几位宰相驾到 严某有失远迎 沈宽带头还礼 笑着说道 严司空客气了 今日是严司空受淡 我等同朝为官 自然应该过来庆贺一番 严守卓微皱眉 他的确是本月生辰 不过生辰 距离今天还有六天才对 如果说一个宰相 记错那还情有可原 没有道理 四个宰相一起记错 他反应极快 伸手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哎呀 这些日子忙于朝政 沈相不提 老夫差点都忘了 今日是老夫生辰 现在都将日落 恐怕也来不及办寿宴了 沈相微微一笑 人多反而不美 我等来给严司空助寿 岂不是好 严守卓让开身子 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几位宰相大驾光临 严府不胜荣幸 很快 四位宰府加上严守卓 一共五个人 就在严府的书房里坐了下来 严府的下人摆好韭菜 五个人各自坐在一张矮桌旁边 举杯同意 一杯烈酒下肚之后 严守卓左右看了看四个人 沉申开口 诸公携手同来 不知事 四位宰相对视了一眼 还是左相沈宽 第一个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淡淡地看了严守卓一眼 司空最近几天 没有察觉到不对劲吗 严守卓微皱眉 摇了摇头 未曾 沈宽左右看了看 对着其他三个宰相问道 三位呢 新任的右相诚意皱了皱眉头 开口道 是有些不对劲 有人已经给我写信了 沈宽深呼吸了一口气 缓缓开口 我与主公不太一样 我是礼部出身 在礼部做了许多年的侍郎 任了三任春围主考 朝堂里有不少我的学生 礼部与其他五部不太一样 其他五部是隶属上书台的 但是礼部多少有点超然无外的意思 直属皇帝 因为礼部主长科考 所以礼部上书 门生顾立无数 所以有默认礼部上书 不败相的规矩 沈宽在礼部做了十几年侍郎 也做了几届主考官 也就是说 但凡是在他任主考的那一届中了进士 那就都可以算是他的学生 以后在朝廷里 也不得不与自己的老师一派 不然就是大逆不道 因此 这位沈相在朝野上下 人脉极广 而且他入上书台 是继任张渠的位置 也就是说 在太康八年 他就已经成为了大晋的宰相 这几年时间 他的门生 各自都得了不少的好处 自然心里都向着这位诗相 如今京城上下个直思衙门里 几乎都有他的学生在 这就是文官集团的抱团行为 上书台里的宰府 仅仅只有五个人 但是他们背后用师徒关系 同乡关系 同科关系织起来的利益网 是非常庞大的 这五个人 最少可以牵动六七成 甚至更多的文官 沈宽深呼吸了一口气 微微闭目 朱公都是三朝老臣 也都共事多年 老夫也不拐弯抹角 有话就直说了 他瞥了一眼这几个人 开口道 近几日有人在查一些旧事 沈宽低眉道 不只是在查我 包括在座诸公早年的旧账 看来那人也想翻出来重新细算 说着他看向严守卓 淡淡地说道 其中也包括严司空 严司空大皱眉头 沈相 老夫是严官出身 一辈子都在干御史 哪里有什么旧账 那就要问严司空自己了 沈宽叹了口气 记得严司空早年不是金官 而是负责监查地方的御史 可能那个时候 与地方官有些不清不楚吧 严守卓脸色一黑 眉头皱得更深了 他早年是负责江南东路的监查御史 那时候三十多岁 在地方上行走 有太多诱惑摆在他面前 难免会犯一点错误 不过他在调回京城 做到大理寺少卿之后 为了官场上的前途 做事就收敛许多了 基本不再拿明面上的任何东西 他做监查御史 都是承德朝的事情了 想到这里 严司空抬头看向沈宽 苦笑道 沈相 这里没有外人 朱公既然找到了我的府上 有什么话直说就是 沈宽声音沉重 他缓缓开口 应该是 宫里的人在查 他们的目标很明显 主要是严司空与我二人 上书台里的朱兄也都在其中 但是只是顺带着查一查 沈宽缓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现在 那位的意思已经很明朗了 严司空先是瞪大了眼睛 然后看向沈宽 有些不可置信地说道 沈相的意思是 是 那位在查 已经有人往江南东路去了 沈宽看了眼手桌一眼 缓缓开口 事情已经很明朗 就看严司空如何应对了 现在摆在咱们面前的 有两个选择 沈宽不紧不慢地说道 第一个选择 就是趁现在那位还没有拿到证据 我们率先认输 直接上书请那位亲政 然后再上书请辞 这样虽然保不住官位 但是性命或许无余 说到这里 他自嘲一笑 当然了 这还要看那位是不是个人君 以及日后金安侯回京 肯不肯放过我们 说完这句话 在场的其他四个人 脸色都跟着一遍 皇帝是不是人君倒还不一定 但是那位金安侯爷 可不是什么好人 还是个牙子逼爆的性子 你得罪他一下 他就要狠狠咬回来一口 以那一次 他们得罪金安侯的程度 如果试了官位 恐怕性命难保 严司空脸色殷勤不定 过了许久之后 他才抬头看向沈宽 色声道 沈相 那第二条路呢 沈宽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举杯喝了一口茶 这第二条路 可以让我等再多做几年的俯陈 如果事情顺利 这件事当有七八成的把握 只是不知道 诸公有没有胆量 袁昭元年十一月初七 距离大朝会 还有三天时间 天幕间的工作 做得极为顺利 只十来天时间 就有满满一大堆罪证 堆在了魏阳宫里 这其中严守着的罪证最薄 只有一张薄薄的册子 是六百里加急 从江南东路 送到京城里来的 其他的宰府 包括沈宽在内 每个人的屁股都不干净 最离谱的是 那位新上任的中书令徐顾 这些年累积贪末 有数百万贯 激进朝廷调拨给种家军 足足一年的军费 沈宽虽然没有那么过分 但是差不多 也有十万贯以上的滥涨 而且他基本上不收钱 只收一些古董字画 笔墨纸燕之类 也就是说 这十万贯的账 比其他拿的东西 不值一提 其实 这算是官场上的常态了 大晋自成德朝开始 开始慢慢消化掉了 五皇帝打下来的江山 变得一天比一天附属 这些朝中重臣的日子 也就慢慢好过了起来 不要说这些位列中书的载府 就是拿兵部来说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六瓶主事 如果是五选私的 一年拿个四五万贯 十来万贯轻而易举 也就是说 沈宽这种 还属于清白如水的类型 这些东西 极代天子都是心知肚明的 成德天子自然不用多说 就连太康天子 也对这种事情心知肚明 早年兵部负责 送往云州城的三百万贯物资 太康天子也只是对理性说 让兵部不要过分 一般只要不踩红线 或者说不得罪人 这种都是在朝廷允许的范围之内的 但是 如果有人想要搞你 这些东西 就是天大的不是了 元昭天子 看着摆在自己面前的这些罪证 兴奋地直搓手 他对着萧正夸奖道 天幕间还真有一套 这么快就把真要的东西找齐了 萧正恭敬低头 都是奴婢等分内之士 天子毫无形象地 坐在了魏阳宫的台阶上 手里翻看着这些罪证 一边看 一边嘴里嘖嘖有声 这些老家伙 表面上一个个道貌黯然 背地里没有几个干净的 除了一个眼手桌 还算洁身自好 上书台里的几个人 一个比一个黑 全是贪腐之臣 萧正苦笑道 若以贪腐计 朝中便无有成功了 这个朕知道 元昭天子摆了摆手 淡然道 父皇与我说过用人的学问 该用能处用能 该用闲处用闲 如果有人二者皆备 说到这里 元昭天子就没有再说下去了 太康天子的原话是 如果有人二者皆备 就要事用之了 少年天子摇了摇头 把手里的罪证丢到一边 开口道 让内世间的人 把这些东西 都给朕整理出来 朕三日之后的大朝会要用 传令 让羽灵魏中郎将懈怠 千牛魏中郎将基础 来魏阳宫见证 千牛魏的中郎将 原本应该是天子的亲舅舅谢靖 但是谢靖 被朝廷派去汉中做副将去了 因此 天子从宗室之中的年轻一代里 选了个人 暂待了这个位置 萧正点了点头 功声殷势 天子闭目沉思了一会儿 继续吩咐道 从现在开始 内魏与千牛魏日夜轮值进攻 与灵魏在皇城外城警戒 如发现有什么异动 可以就地正法 先掌后奏 再有 传阵旨意给城外的侯敬德 让他带两个折冲斧 驻扎在京城城外二十里处 随时待命 说到这里 天子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在传令给禁军又营的贺松 告诉他 从现在开始 不管是谁的命令 没有朕的喜张 禁军又营 不得妄动一兵一卒 唯令遮以 图谋不诡论罪 萧正听完了之后 恭敬低头 奴婢这就去办 说完 他恭敬退了下去 老实说 这一次元昭天子做的准备 已经足够充足了 他先是掌握了几个俯臣的罪证 有了霸相的由头和借口 又牢牢地掌握了 城里城外的主要武装力量 就算那几个老头子不服 有禁卫与禁军阵场子 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理性不在京城 一个年仅14岁的天子 能够做到这个地步 已经十分不易 接下来 就看这一套王八拳 能不能打死上书台的 这几个老师傅了 吩咐完这一切之后 天子坐回了自己的床榻上 按着从理性那里学来的办法 闭上眼睛 把整件事情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捋清楚 哪里有没有出现什么疏漏 突然 他睁开了眼睛 想到了一个错漏之处 他把在魏阳公伺候的萧怀 换了过来 吩咐道 去一趟大都督府 请大都督机灵进宫一趟 萧怀恭敬殷士 奴婢这就去 说吧 萧怀也退了下去 天子重新躺回了自己的软榻上 一个少年人 在几乎没有外人参谋的情况下 要独立谋划这一场大事 无疑是非常费心费力的 天子躺在床榻上 闭目休息了一会儿 没过多久 就进入了梦乡 而在他入梦的时候 一桩天大的事情 正悄无声息地 在魏阳公里发生着 魏阳公的后殿 是天子请殿 也是整个皇城里最核心的区域 这里的宦官 大半都是来自于内世间 也只有内世间的宦官 才有资格在魏阳公里伺候 不过因为天子 已经到了适婚的年纪 魏阳公里除了宦官之外 还有不少宫女 这些宫女大多是 十三四岁到十五六岁 最大也就是十七八岁 负责天子的饮食起居 如果这个少年天子 有了什么冲动 这些宫女 也就负责帮天子解决 一旦被天子灵性 就会被记下来 从奴婢变成了宫里的贵人 因此 在魏阳公里做宫女 是一件很抢手的差事 而负责领选宫女 进入魏阳公的内世间 管事太监 自然也就是个天大的肥缺 在这天 一个中年宦官 领着一个看起来十七八岁的宫女 给管事太监 递了五万贯的汇票 雁明正身之后 成功把这个原本在后宫 一个贵人身边伺候的宫女 送进了魏阳公 天子才十四岁 不曾娶妻 后宫里的贵人 自然是先帝的女人 一个六品的贵人 连贫也不适 在后宫里非常不起眼 跟在贵人身边没有前途 能进魏阳公 自然是前途无量 这个宫女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进了魏阳公 前些天有人告诉她 只要能够博取新天子欢心 就不用待在后宫那座 类似冷宫的宫殿里 守一辈子火寡 她只考虑了一会儿 就毅然决然地答应了 她今年才十八岁 没理由要永远待在那座 不起眼的小宫殿里 所以 行走在魏阳公里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卷进了一件 天大的漩涡之中 还是漩涡的正中间 天子只在软榻上 睡了一个时辰左右 就醒了过来 她睡醒之后洗了八脸 才知道 大都督姬林 还有千牛魏中郎将基础 羽林魏中郎将懈怠 已经在宫门外等候许久了 事关大事 她连忙振奋精神 在书房把这三个 分别执掌了京城敬畏 与大都督府的重要人物 见了一遍 嘱托他们三天之后的大朝会 一定小心仔细 不要让有心之人 有可乘之机 三日之后 朕要做一件大事 京城内外不能有任何异动 千牛魏与羽林魏 负责京城防卫 一定要稳住京城局面 三个人都是聪明人 天子这么一说 他们三个都明白 三天之后的大朝会 可能会发生大事 于是都郑重点头 陛下放心 无论发生何事 京城绝不会有任何异动 大都督也恭敬低头 陛下 大都督府始终站在天子这一边 再三确认之后 天子才放心了下来 对着这三个人开口道 既如此 正便放心了 忙碌了一整天 这会儿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天子有些疲累地挥了挥手 罢了 今日就到这里 你们都先回去吧 三个人都毕恭毕敬地对天子拱手 沉等告退 三个人离开之后 天子也离开书房 回到了自己的寝殿 今天忙碌了一整天 他才十四岁的身子 有些经受不住 直接就躺在了床上 他闭上眼睛 把这件事前前后后思量了一遍 然后睁眼缓缓吐出一口气 喃喃自语 老师 朕已经按着法子 你教得来来回回推算了许多遍 应该不会有什么疏漏了 他微微皱眉 至少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疏漏了 想到这里 小皇帝只觉得一身轻松 他对着旁边的小宫女招了招手 但然到 打盆水来 朕要泡脚 小宫女有些笨拙地点了点头 手忙脚乱地下去打水去了 他今天晚上能在寝殿里伺候 是那个老宦官 花了五万罐买来的 自然应该珍惜 于是 这个年仅十八岁的宫女 慌慌张张地打来了一盆热水 蹲下身子 为小皇帝洗脚 天子有些疲累 也没有怎么在意 这个面生的宫女 洗完脚之后 便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小宫女就站在床边伺候着 按照卫阳宫的规矩 她要在床边站一整个晚上 虽然辛苦 但是却是整个皇宫里 所有宫女都梦寐以求的差事 不过小宫女 显然没有吃过这种苦 只站了一两个时辰 便有些承受不住了 她偷偷地看了一眼 已经熟睡的天子 从那个偏僻宫殿里来的时候 有人曾经告诉过她 天子曾经在后宫见过她一面 一见钟情 于是 天子派了一个老宦官 去后宫寻找她 找到了之后 就让她先扮作宫女 混进卫阳宫 她并没有犹豫很久 毕竟是在那个冷清的宫殿里 守一辈子火寡 还是出来拼一拼前程 是个很好选的选择题 本来她答应了之后 还是将信将疑 她这才放下心来 信以为真 不过此时的小宫女有些费解 怎么这位新天子 似乎完全不认得她 并且对她完全无动于衷呢 她皱着眉头想了想 最终在心底微微叹了口气 可能是她太累了 于是 她就这么在天子寝殿里站着 到了子夜时分 她已经开始打哈欠了 不过 这一天晚上 注定不会平静 到了后半夜 刚过子时 一个一身红衣的大太监 突然迈着碎步 走进了天子寝殿 跪在了天子床边 轻声开口 陛下 两位俯臣 还有上书台的几个宰府 在外面要见您 任谁大半夜被人吵醒 多少都会有些不高兴 天子睁开睡眼惺忪的眼睛 看了看跪在自己床边的萧正 皱眉问道 谁要见朕 萧正跪在地上 重复了一遍 天子微微冷笑 这几个老家伙 大半夜的不睡觉 跑到宫里来做什么 萧正苦笑道 奴婢不知 袁昭天子摇了摇头 开口道 放他们进来吧 两位俯臣 还有几位宰府一起前来 不管什么时候 皇帝都不得不见 早年武皇帝指挥南征北战的时候 只要有军报送来京城 不管是什么时辰 武皇帝都会爬起来翻看军报 后面的成德太康两代天子 也都可以说是勤奋 萧正低头问道 是在这里见 还是在书房间 天子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就在这里吧 懒得跑了 奴婢遵命 萧正恭敬退下 没过多久 就领着宰相沈宽 御使大夫严守卓 以及上书台的另外几位宰府 到达了卫阳宫请殿 他们恭敬跪在地上 对着天子行礼 元昭天子坐在软榻上 看着这些贸然闯进来的老头 心里冷笑 最多 你们也只能再得一三天了 当然 这会儿明面上不能这么说 天子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开口问道 这么晚了 诸公进宫何事啊 沈宽等人互相看了看 最终还是由沈宽咬了咬牙 走上前去 低头沉声道 陛下 沉等冒死进宫禁言 请陛下念及宗庙设计 顾及祖宗德信 早日回头 元昭天子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他皱眉问道 沈相这话是什么意思 朕何时败坏祖宗德信了 沈宽看了一眼眼手桌 后者叹了口气 上前跪在地上 长叹了一口气 陛下 我等今天晚上各收到一封书信 信里说了一些陛下的坏话 说吧 他把袖子里的书信取了出来 然后双手捧在手心里 恭敬道 请陛下预览 元昭天子大皱眉头 让萧正把这书信递了上来 只简单扫了一眼之后 少年人便一把把这张纸丢在了地上 直接拍了桌子 他雷霆大怒 胡说八道 朕何时以子欺慕 淫乱后宫了 他愤怒地看了这几个老头一眼 怒声道 这东西是谁写的 朕会让天目间去查 查出了究竟之后 朕要一塌三足 陛下息怒 诸位宰相俯臣一齐下拜 沈宽低头道 陛下纯粮 自然不会做这种事情 只是如果这信在坊间流传 将会大为影响陛下的圣誉 他转头看向沈宽 低头拱手道 大公公 这信里说陛下寝殿里有先帝妃嫔 后宫的事情大公公熟悉 请大公公把他们都找来 任一人 也好还陛下清白 萧正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沈相多虑了 我大敬的后宫不比北周 一直都井井有条 不可能 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回头突然看到了 天子床边不远处站着的一个 妾生生的宫女 这位大公公目瞪口呆 他瞪大了眼睛 声音都颤抖了 楚 楚贵人 大京是正统的中原王朝 无有一子夺母的先例 但是北周却是有的 北周立国百多年 多有皇帝霸战乃副妃嫔之举 甚至还有一个被立为皇后 因为当年的北周太过强大 这些故事 一度被作为风流运势 在大景流传 因此 这个年仅18岁的楚贵人 才会听信了旁人的话 偷偷进了魏阳宫 她是14岁选秀女入宫 入宫之后 只侍奉了先皇一次 就被封了个六品贵人 随意扔在了后宫之中 不起眼玉秀宫里 一直苦苦等待 泰康天子的第二次灵性 谁知道没有等到 泰康天子的灵性 反而等到了泰康天子的死讯 让她在17岁就做了寡妇 这个年纪的女人 自然是不安分的 但是她的前途 随着泰康天子的病逝 已经宣告结束 不出意外的话 她这一辈子 都只能待在玉秀宫里 做一个无人问津的前朝贵人 一辈子再也见不到半点光亮 但是前些日子 有人跑到玉秀宫里 与她说当今的新天子 对她一见倾心 北周那位侍奉了两代皇帝 后来被封为皇后的女人 故事至今还在大境流传 这种诱惑摆在面前 没有哪个少女能够拒绝 就算做不成皇后 做一个普通的妃子 也比在玉秀宫里 守一辈子寡要强 她才18岁 这辈子还很长 因此她就勇敢地来了 但是现在 站在她面前的大太监 脸色已经难看到了 出奇的地步 楚贵人也愣住了 这个时候 元昭天子还在发呆 那时间的大太监肖正 已经反应了过来 上前抄起一个烛台 直接走到了楚贵人身边 他下手裹掘 朝着这位贵人后脑勺 直接砸了下去 顿时鲜血横流 少女连哼也没有哼 直接软倒在了地上 血流了一地 几位宰府脸色骤变 纷纷站了起来 怒喝道 肖公公 你做什么 肖正脸色阴沉 缓缓转过头 看着几个宰府 微微低头 诸位 方才是咱家认错了 这人应该是 玉秀宫里的一个宫女 不知道为什么 跑到了卫阳宫中 咱家田长进宫 是才只是行驶宫里的规矩 让几位相爷见笑了 沈宽脸色发黑 上前一步 怒喝道 宫里出了这等事情 肖公公身为天子近视 不仅不加以劝谏 反而当着我等的面 抱起杀人 全然没有把我等看在眼里 他正气凛然 喝道 肖公公既然想毁灭证据 何不把我们几个一起打杀了 今日的事情就干干净净 再也不会 有外人知道 杀宰相自然是不可能的 这些人不仅仅是在 朝卫官的宰相这么简单 他们背后 都是一个个利益集团的核心人物 有些还是文坛大宗师 用正当的理由 把他们罢官夺职 甚至抄家灭门 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他们不能死得不明不白 今日在宫里的 不只是上书台的宰府 还有沈宽与严守卓两个府城 一旦他们出了什么事情 大进的官场立刻大乱 到时候 事态只会更加严重 萧正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几位 宰府恭敬低头 诸位相爷 咱家处理宫里的事情 似乎没有触碰国法 就是触犯了 至多咱家一命 抵他一命就是了 这位在任何人面前 都狠守规矩的大太监 这一次出气的强硬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诸位都是治国的相公 区区一条人命 交给三法司来查办好了 用不着几位相公亲自过问 严守卓上前一步 看了看倒在地上的楚贵人 又看了看党 在天子面前的萧正 陈声道 萧公公 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楚贵人 你抱起杀人 总是我们亲眼所见 我等几人都是 在朝为官几十年的人 我与沈相 更是先帝任命的俯陈 你当着我们的面 抑郁销毁证据 将大进国法置于何地 今日这件事 若是没有一个说法 我等的官 不作业吧 他掌御史台 平日里管的就是贤事 更何况这件事 已经不是贤事 他开口喝道 本官便不信了 你一个烟患 还能颠倒黑白 指路为马不成 这个时候 站在萧正身后的元昭天子 终于反应过来 这位少年天子气得满脸通红 他一把推开萧正 恶狠狠地看向这几个俯陈 朕从不知道 自己的宫里 还有这么个楚贵人 今日几位宰府一起到了 这楚贵人就莫名其妙地跑了出来 可真是巧得很啊 听到这话 萧正皱了皱眉头 政治上的东西 有些是即便知道了 也不能直接说出来 要给自己留下一些妥协的余地 比如说 现在这个局面 完全可以向几位宰府妥协 付出一些代价 把这件事压下去 但是天子这句话一说出口 妥协的余地就没有了 沈宽手捧朝户 沉声道 陛下 我等都是外臣 宫里的事情 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今日不是旁人送信 我等对此事 根本毫不知情 他左右看了看其他几个人 继续低头道 今日我等结伴来 本意也不是来找什么楚贵人 而是来劝谏陛下 修身修德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陛下反而把事情 推托到我等头上 实在是让人心寒 臣者建军 本分也 此事五皇帝胜训 陛下尚未亲政 就要背逆五皇帝吗 这个时代讲究尊卑有序 也就是说 地位比你高的人 你是没有办法直接说他的 天子永远没有错处 所以文官们 在跟皇帝兑现的时候 就会拿老天 还有祖宗来说事 老天就是天子师德 苍天震怒 至于祖宗就更简单了 他们会把历代先帝的语录 给背下来 然后或者掐头去尾 或者摒弃背景 单独拿出来用 这样这些语录的解释权 就掌握在了他们文官手里 一个孝字 一个德字 就能压得皇帝动弹不得 更何况 如今的元昭天子还没有亲政 他甚至没有办法 对这几个宰相动用武力 小皇帝气得满脸通红 他愤怒地指着几个宰相 怒喝道 你们今日来 是要逼宫吗 几位宰相一起跪了下来 其声道 臣等不敢 严手捉扣手道 陛下 今日之事一定要有一个说法 否则大进公道何在 说着 他看了那个躺在地上 还在流血的楚贵人一眼 陈声道 那个女子 陈等要带出宫去 我三法司 会把这件事插个明明白白 萧正默默上前一步 面无表情 严司空 这不可能 这个楚贵人 现在生死不知 但是不管他到底死了没有 萧正都不能让他离开皇宫 一旦离开 皇帝以子乱母的罪名 就会坐实 如果这几个宰相 在天游加醋一番 说不定楚贵人受伤的事情 都能推到元昭天子头上 元昭天子的母族并不强势 金城里除了谢家人 是天子死党之外 另外的势力 虽然也靠拢天子 但是并不能算是死忠 这种事情一旦曝光 怕是永乐坊里的每一户人家 都需要对地座上的人 重新考量了 金城最少八成以上的权贵 住在永乐坊 进军 金吴卫 金兆府 以及皇城兵马司 还有金城里各个衙门 都要重新思量 自己到底要站在哪一边 先帝不止这么一个儿子 崇家的淑妃 叶家的德妃膝下都有皇子 这两家背后 是数以十万计的兵权 到时候 如果几个宰府宣布废地 金城里到底 会有多少人 站在皇帝这一边 还真不太好说 毕竟这一次战队 是道德问题 做实了罪名 恐怕所有的读书人 估计都不会站在元昭天子的这一边 如果公开支持元昭天子 被人指着鼻子骂一句 你也要做遗子乱母的禽兽吗 那些读书人 就要钻到地底下去了 因此无论如何 这件事情的影响力 要止不在宫里 肖政不可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几个人 把楚贵人带出去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诸位相公 内庭不干涉朝政 外臣也不得干涉进宫 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 咱家田长内侍间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咱家会派人去查 不劳三法司费心 三日之内 这件事会查得明明白白 一定给诸位相公 一个圆满的交代 本来自然是 应该交给肖公公去查的 沈宽看了一眼 躺在地上的楚贵人 闷哼了一声 但是肖公公当着我们的面 都要杀了这个女子 恐怕不是查案的态度 我等一走 肖公公还不把她活吃了 肖政抬头看了一眼沈宽 沈相 这个女人犯下的罪过 恐怕不会指不到 她一个人身上 咱家要是真的查出什么东西了 对谁都不好 依咱家的看法 这件事到此为止 诸公没有来过 也没有看到过 只当是宫里死了一个宫女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说着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诸公几十年官场沉浮 自此清白如水 如何 这是要跟几位宰相谈生意 这件事大事化小 天幕间查出来的罪证 也一笔勾销 大家各退一步 两两相安 这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提议 肖政回头看了一眼天子 深深弯腰 陛下 元昭天子脸色铁青 咬牙切齿 他身为人主 被这些人像耍孩子一样 设计陷害 心里岂能不弃 不过这个时候即便再生气 也不好 真的跟几个宰相翻脸 他咬牙道 就依你 如果这件事 只是普通的朝征 元昭天子不是皇帝 只是朝中的一个大臣 大家势均力 敌各退一步 这件事 或许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很可惜 他是皇帝 几位宰府对视了一眼 都对着皇帝拱手行礼 陛下 苍天在看 列祖列宗在看 这件事必须要查一个清楚 还所有人清白 绝不能不了了之 否则将来百年之后 后世之人 也会借此诽谤陛下 疑惑无穷 几位宰府一口同声 显然不愿意罢手 他们当然不愿意罢手 他们的对手可是皇帝 这件事只要做出来了 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言 即便今日达成妥协 将来皇帝清正之后 他们这些人 还是要被一个一个清算 到时候 可能会死得更惨 只有在这个时候 一鼓作气 才能有生路可言 事实上 他们本来不会 走到今天这一步 如果元昭天子 没有表现出这么强势 老老实实地等待时间 到了之后清正 他们便不会这样冒险 偏偏这个14岁的少年人 就要着手对他们动手 而且 南边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静安侯爷 在死死地盯着朝廷 身家性命不能顾全 这些人才会冒死心险 做出这种类似逼宫的事情 元昭天子雷霆大怒 他拍了拍自己的桌子 怒喝道 那就去查 把这件事查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查到了罪魁祸首 不管是谁 朕一定一塌三足 这就是少年人的薄弱之处 做事经常容易热血上头 不顾全后果 元昭天子心里想的是 反正自己没有做 不管怎么查 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种皇室丑闻一旦宣扬出去 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 都会对皇帝的声誉 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为不管最后怎么处理 老百姓都会往坏的方向去想 哪怕最后 查出来这件事 跟皇帝没关系 是几位宰府设计陷害天子 把这几个宰相都拉出去砍了 老百姓也会觉得 是皇帝的特权 强行冤枉了忠肝义胆的大臣 而且这种桃色新闻 是老百姓最津津乐道的事情 一旦传出去 很快就会变传天下 甚至还会衍生出 不知道多少版本 到最后 可能还会传出 小皇帝与楚贵人之间 跌宕曲折 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 因此 萧正才极力反对 这件事情扩大化 萧正一下子跪倒在地 对着天子叩首道 陛下三思 这件事情不宣扬 一定要控制在宫墙之内 传出去大损陛下圣语 况且 此时本就不应该是什么大事 一个后宫的宫女 无意闯到了卫阳宫而已 稍后奴婢 就会整顿内庭 把内庭里一些 吃里爬外的畜生 统统拎出来 交给陛下治罪 说着 他回头看了几位宰府一眼 至于几位相公 就不要过问内庭的事情了 这个女子绝不会 是什么楚贵人 过几天 奴婢会把事情经过 送到上书台去 交给几位相公 严守着微微皱眉 给萧公公去查 无非是死伤一些人命而已 到最后 什么事情都会变得模糊起来 什么也查不出来 想要知道这个女子 是不是楚贵人 那也很简单 我与沈相两个人 亲自跟着萧公公一起 去楚贵人的宫里问一问 事情就一清二楚了 萧正满脸寒霜 外臣响入后宫 诸位相公 莫不是觉得 内位的钢刀不利 沈宽闷闷哼了一声 那就请萧公公 把楚贵人宫里的人 请到卫阳宫里来 当面认一认 萧正爽快点头 咱家这就派人去玉秀宫 请人过来 沈宽闷闷哼道 萧公公派人去 带回来的人 恐怕只会按照 萧公公的意思说话 我等要与萧公公同去 只在玉秀宫外等着 不进去就是 场面陷入了僵持之中 无论如何 楚贵人不能被燕民身份 最起码不能在这几位 宰府面前被燕民身份 不然袁昭天子的声誉 就全毁了 萧正沉默了一会儿 往后走了几步 走到了天子近前 低声道 陛下 今日事不能善了了 无论如何 这个女子不能被认出来 也不能被他们带出宫去 奴婢 准备调动内位 请陛下圣议 天子看了看萧正 莫然道 他们是府城 如今朝廷里有三个府城 理论上来说 这三个府城代行王室 天子为清政之前 就是他们代理军权 京城里所有的衙门 都要归属他们节制 萧正咬了咬牙 陛下 事已至此 没有犹豫的余地了 今日不管怎么样 不能由这几个人在宫里乱来 奴婢用内卫 把他们看管在上书台 只要一个晚上 这个女人的事情 奴婢就能查出来的究竟 到了明日 陛下震动招中 提前举行大朝会 罢了这几个人的相位 到时候这件事 就能被弹压下去 天子闭上眼睛 深呼吸了一口气 你 去办吧 萧太监深深低头 回头对着几位宰府 深深低头 沉声道 几位相公 内宫的事情 外臣不可能插手进来 否则咱家这个内侍间太监 就该撞死在这未央宫里了 今日之事 姿势体大 诸位相公且委屈 在上书台一天 咱家今夜连夜 把这件事查出个究竟 明日一早 一定给诸位一个交代 沈宽面露冷笑 萧公公全然不顾 大进规矩了吗 萧正微微躬身 拍了拍手掌 没过多久 几十个身着红衣的内卫 就涌进了魏阳宫 把这几个老头 团团围了起来 萧太监缓缓开口 诸位相公自然是文章锦秀 妙笔生花 都是金氏治国的大才 但是不管在哪里 手中执刀的人 讲的话才是规矩 匪类巧言 左仆叶大意凛然 抬头看着萧正 冷声道 这天底下 最大的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圣贤留下来的道理 刀枪之力 或可以逞一时之能 杀伤性命 但是终归是下流小数 不足挂齿 我等今日 赶来魏阳宫直见天子 早就不惜一身身家性命 萧公公如果想杀 尽管来杀就是 左相冷笑一声 我等皆有门生顾立 今日入宫之前 已经把前因后果 悉数留给了门人 若是我等今天晚上 走不出皇城 天子乱母之事 就会招之于众 我等若是死在了皇城 这桩公案 便会被写进史书里 一百年一千年 也洗脱不掉 沈宽面无表情 天子乱母 拒不受箭 陆大臣于未央公 这就是文人的可恶之处了 他们大多时候 的确很有用 可以目途安民 但是如果 他们存起心眼使坏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 没有多少人能玩得过他们 尤其是这些读书人之中的佼佼者 他们进宫之前 恐怕不知道 给自己想了多少条后路 此时一身都是刺 摸不得 碰不得 这几句话一说出口 不只是袁昭天子 就是萧正也被气得不轻 他闷哼了一声 沉声道 只是请诸位相公去上书台坐一坐 明日一早真相大白之后 自然就会放诸位 相公回家 说着 萧正大手一挥 冷声道 请诸位相公去上书台 内卫受制于内卫间 内卫间又受内侍间节制 因此 萧正算是内卫的间接领导 他一句话说出口 这些如狼似虎的内卫 立刻把几位宰相 带出了卫阳宫 严守卓被带走之前 对着袁昭天子深深一依 陛下 大靖开国以来 无有宦官干政 陛下不听陈言也就罢了 事事绝于燕幻 要开大靖用宦官之先例吗 严司空自自血泪 西年北州宦官专权之力 数不胜数 陛下要做大靖第一个昏君吗 袁昭天子被气得脸色战红 愤怒地拍了拍桌子 给朕把他们带下去 带下去 内卫的人立刻上来 拉着严守卓离开 这位御史大夫 由自挣扎着不肯离开 几个大汉架着他的肩膀 把他抬出了卫阳宫 这些宰府都离开之后 坐在主位上的袁昭天子 满脸铁青 他坐在软榻上 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仍然不能平息心中愤怒 咬牙切齿 这些人 欺振太甚 欺振太甚 萧正走到倒在地上的 储贵人身前 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 然后抬头看向天子 缓缓探了口气 陛下太心急了 还有一年多时间 陛下就可以清正 不管陛下要做什么 一年多之后 都可以慢慢去做 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 得罪这些读书人 现在 事情很难收场了 袁昭天子咬着牙 没有说话 他想起了理性给他的答复 让他再安心 再等一年半 平稳清正 不要心急 但是他没有听 执意要提前清正 如今果然出事了 想到这里 袁昭天子抬头看了萧正一眼 苦笑道 去岁礼师跪在镇的面前 要镇清正 那个时候 只要镇点一点头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 把这几个俯尘全部废掉 顺理成章地清正 李师做得太容易了 天子闭上眼睛 苦涩一笑 容易到镇以为 镇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 镇以为只要像李师那样 抓住他们的一些把柄 放到大朝会上 就可以顺理成章地 拿掉他们身上俯尘的位置 提前清正 镇 想得太少了 听到天子提起理性 萧正一面指挥着工人 把楚贵人抬走 一面微微叹了口气 李侯爷他十几岁 就亲手杀了两个男鼠的刺客 后来更是相助先帝登基 十几年时间 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没有吃过任何亏 有些事情 他可以毫发无损地顶下来 但是陛下宁 年纪还是太小了 元昭天子颓然地坐在软榻上 有些不知所措 萧正 现在怎么办 先请大都督进宫来 萧正缓缓开口 宫里出了这种事情 奴婢身上有推不开的责任 这件事明天一早 奴婢就会给陛下一个交代 不过朝局 还需要大都督这个府城去安稳 尽量不要生乱子 进军左营的侯靖德 右营的贺松 都要请进宫里来 陛下要尽量争取到他们的支持 有他们站在陛下身后 京城就不会有太大的动荡 说到这里 萧正顿了顿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再有 陛下还是给李侯爷写封信罢 您是他的学生 也是大长公主的亲侄子 李侯爷不可能看着 您被一群老头子欺负 做事不管 如今的天子 心里其实有些后悔了 早知道事情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即便朝廷对西南动武 他也会忍了这一年多的时间 等到清政之后 再做他想做的事情 那样虽然难以收拾了一些 但是总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进退两难 这天晚上 天子派人连夜 把大都督机灵请进的宫里 同时派人看住了沈宽 严守卓 以及其他两位宰府的宅子 禁止任何人出入 宇林卫与千牛卫 开始严密监视京城 严防可疑人等 同时 还有几个内卫的人连夜出京 到禁军的左右两营 赵敬军左营将军侯敬德 与暂领右营的贺松入京进宫 这天晚上 内庭大太监萧正 亲自领着十来个梅花位 以极为血腥的手段 把内庭上下清洗了一遍 从内侍间 到负责后宫事务的上世间 最少有五十个以上宦官与宫女 都死在了这位大太监手底下 他执掌内庭十余年 内庭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要他有心过问 就都能问得出来 到了下半夜 事情的起因经过 萧正就已经了解得七七八八 于是第二轮屠杀开始了 楚贵人所在的玉秀宫 从上到下 连楚贵人养的那只大白狗 都在一夜之间死得干干净净 至于这个异想天开 被萧正亲自砸伤的楚贵人 则是被投进了井里 只一夜之间 所有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人 统统消失不见 整个内庭 被萧正清洗得干干净净 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等他把事情全部办成了之后 天色已经蒙蒙亮 萧正揉了揉有些胀痛的眼睛 来到了卫阳宫里 跪在了天子的书房门口 书房里灯火通明 一身朝服的大都督姬林 正坐在魏阳宫的书房里 神态恭敬 而元昭天子 则是一脸疲惫地 看着眼前的大都督 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开口道 大都督 事情的前因后果就是如此 那几个老头子 勾结内宫见人 构陷于朕 实在是罪无可恕 如今 他们已经被那位 关在了上书台里 他们是府臣 不能无缘无故 关他们太久 否则将会朝堂动荡 他看向姬林 沉声道 朕 需要大都督相助 姬林是宗室出身 他没有背叛天子 背叛皇室的理由 况且 元昭天子先帝 嫡长子 顺未继承合理合法 于是这位大都督 深深低头 陈曾经说过 大都督府 永远站在陛下这一边 陛下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就是 天子转头看了看窗外 天色已经慢慢亮了起来 他从书桌上 取来一个箱子 放在了姬林面前 深呼吸了一口气 大都督 这些是沈宽与严守卓等人 这些年犯下的罪行 等一会儿 天色稍亮一些 朕就震动招中 召集百官举行大朝会 届时 大都督 便用这些上朝 参奏这些人的罪过 请朝廷罢相 姬林微微皱眉 低头道 陛下 如果举行大朝会 沈宽等人 恐怕也要在场吧 用不着他们在场 天子冷着脸 咬牙道 明日一早 定了他们的罪过 便直接拿他们下大理寺 绝不能再放他们出去 这些人一旦出去 就会胡说八道 事情就不好办了 大都督微微皱眉 开口道 陛下 那些人不是府城 就是宰相 连说话的机会 也不给他们 朝廷里的人 恐怕会 风言风语 顾不得许多了 天子满眼血丝 脸色有些猙獰 事到如今 只能快刀斩乱麻 否则这样下去 越来越不好处理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咬牙说道 大都督 须得帮政 姬林面色严肃 起身跪在天子面前 好 天子闻言 精神振奋了许多 他从软榻上坐了起来 门声道 朕这就让肖政 震动朝中 召集大朝会 大静的皇城里 有一口巨大的铜钟 这口铜钟足有数千斤 只要一敲响 最起码永乐方 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原来是 悬挂在常乐宫门口 太康天子 搬到魏央宫之后 这口中 也被挂在了魏央宫门口 大钟平日里是不响的 但是只要响动 就说明是出事了 联想三声 就是天子紧急召集大朝会 如果联想十二声 那就是有天子死了 原昭天子走出书房门口 看到了跪在地上 身上还有一些血腥味的肖政 开口问道 事情查出结果了 查出来了 肖政宫敬低头 是有宫外的人进入玉秀宫 与那位楚贵人说了什么话 说动了楚贵人之后 又使前让他进入魏央宫 只要是参与这件事的人 奴婢都按宫里的规矩处置了 其中有我那时间的主事 说到这里 肖政宫敬叩首 请陛下降罪 宫外的人 原昭天子冷声道 能查到是谁吗 肖政低头道 天目间的人已经去查了 需要一些时间 不过不管查得出来 还是查不出来 意义不大 就算是查出来了证据 拿出去旁人也不会相信 那也要给朕去查 天子冷哼一声 开口道 肖政 那时间的事情 暂且放开不谈 你现在去震动魏央宫的昭中 召集京中大臣义士 朕要立刻召集大朝会 原昭天子闭上眼睛 沉声道 千牛卫与与临卫 盯紧京城各衙门 还有各个人口密集之处 如果发现有人胡说八道 立刻补了 肖政皱了皱眉头 随即叹了口气 低声道 奴婢这就去办 天子现在尚未清正 如果他清正了 这种封锁京城的事情 其实可以交给金兆府去做 他没有清正 就只能暂时动用自己的敬畏去办 这么做 很有可能引起朝野的议论 毕竟他才14岁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都还是个孩子 不管他做什么 只要是有些过火了 别人就会觉得 他是小孩子胡作非为 只能咬牙去办了 然后想办法请南边的某人回京 稳定局势了 肖政亲自走到魏阳宫门口 指挥手底下的小宦官 敲响朝钟 大钟震动 联响三声 声音震聋发聩 三声大钟一响 还没有完全睡醒的永乐芳 立刻被钟声敲醒 许多大臣慌慌张张地 从床上爬起来 就让下人们给他穿戴巢服 有些人饭都来不及吃 就从府里奔了出来 十几台轿子 一起走在得胜大街上 差点就撞在了一起 年轻的天子 静静地站在魏阳宫门门口 看着脚下足足八十一层的台阶 满脸严肃 他这把刀 能不能斩断这些乱麻 就看惊天了 京城无凭以上的官员 听到朝中震动 就必须要立刻赶到皇宫上朝 于是文武百官 从永安门渔冠而入 缓缓走到了魏阳宫 此时 天色已经差不多亮了起来 魏阳宫门大开 朝中九卿级别的官员左右看了看 除了门下市中 房子威还在之外 其他四位宰相 连同御史大夫 严守卓统统不在 这些各部尚书觉察到了不对 纷纷皱眉 其中 已经接近六十岁的礼部尚书孔玉 迈步走到唯一一个宰府房子威面前 低头问道 房相 怎么不见诸位相公与严司空 房子 威是新入尚书台拜相的宰府 与其他几位宰府尚未混熟 因此 为了保险起见 沈宽就没有带着他 此时这位房相 也是眉头紧皱 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 不过听说昨夜他们几人结伴进宫来了 今天一早 陛下就震动了昭忠 想来是他们几个与陛下说了什么要事 才引得昭忠震动 孔尚书微微低头 开口道 如此 等近了卫阳宫再说吧 他这句话话音刚落 一身大红衣上的肖政 已经站在了卫阳宫大殿门口 他肃容 高声道 百官入殿 文武百官纷纷攻着身子 走进了卫阳宫大殿 还是按着从前站班的位置站好 于是左侧文官一列最前面 直接空出了四个位置 只剩下房子威 一个人站在最前面 这位门下始终也深深皱眉 转头看了一下 站在右侧的大嘟嘟机灵 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已经隐隐觉察到了不对劲 百官入朝之后 元昭天子也在宦官的簇拥之下 走进了卫阳宫 随着肖政一声高唱 文武百官纷纷跪在了地上 山呼万岁 元昭天子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微微抬手 但然道 朱卿平身吧 此时卫阳宫大殿中朱臣都是吴平以上的官员 其中有不少是沈宽严守卓等人的门生顾立 也大概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没有人带头 为了自家的身家性命 这些千辛万苦 才混到吴平以上的大臣 不会轻易开口 那时间大太监萧正 上前一步 高声道 奏事早奏 吴氏霸朝 这句话在平日里是再正常不过的话了 大朝会的时候 如果没有什么大事 就是走个过场就霸朝了 但是今日不一样 今日是卫阳宫主动震动朝中 召集的群臣啊 怎么可能无事 门下势中房子 微心里微微一沉 左右看了看 他心里明白 一定会有人出来奏事 果然 萧正话音刚落 站在五官第一位的大都督姬林 深呼吸了一口气 上前迈了一步 对着天子深深攻深 陛下 陈友本奏 元昭天子也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 陈生道 大都督合适啊 这本来是提前安排好的剧本 但是这些官员买账不买账 还是未知之数 他毕竟才十四岁 这会儿 内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安 机灵犹豫了一下 声音隆隆 陛下 陈参上书台左蒲叶沈宽 又蒲叶孙存希 门下势中寒警 中书令徐顾 御使大夫严守拙 贪赃枉法 收受贿赂 训私舞弊 结 本来他是想说结党因私 但是几位宰府的门生顾力甚多 都可以算得上他们的党羽 这个时候 只能追究守恶 不能牵扯到这些党羽 否则谁也讨不了好 大嘟嘟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臣已经查识了这些人的罪过 尽数写在了奏书了 具体的证据也已经放在了殿外 随时可以抬进来 陛下 这些人身为辅臣 宰相 不思报效国家 反而贪赃枉法 图谋私利 机灵跪在了地上 臣声道 臣请陛下轻政 废除辅臣 将这几个宰相革职查问 这话一出 朝堂哗然 要知道 在昨天 这几位还是宰治天下的宰府 只短短一天 就被人用这种不起眼的罪名给参了 更重要的是 参奏他们的 还是府臣之一 大都督府的大都督机灵 这就表明了 不管这件事 到底是不是皇帝的意思 军方已经知识废相了 机灵话音刚落 还不及天子说话 上书台里 唯一一个幸存的宰相房子威 便上前一步 躬身道 陛下 臣有话说 元昭天子心里有些紧张 他看着房子威 缓缓开口 房相有什么话 稍微等一等 朕还要询问大都督细情 房市中微微摇头 陈声道 陛下 大都督本是武官 不应该插手文官之事 但是大都督也是府臣 他参奏谁都没有问题 臣就不多说了 房相深呼吸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如果几位宰相 还有严司空 真的触犯了国法 就交给大理寺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但是现在几位宰府 严司空都不在这里 未免有些不合规矩 房子威贵在地上 公声道 臣请陛下 赵几位宰府入殿 当场对质 元昭天子皱了皱眉头 且看一看大都督呈上来的罪证 如果罪证属实 一正看也不用当庭对质 直接送大理寺茶办就是 房子威大皱眉头 不过没有多说什么 这件事对他来说 其实是有好处的 他是新入上书台 没有多久的新宰相 如果按照以前的规矩 他要在上书台 熬上十几二十年 才有机会 坐到首府的位置上去 但是如果上书台 剩下的四个宰相全没了 那么他理所当然的 就会成为首府首相 后来的宰相 都要叫他一声前辈 但是 这样做文官阶级 将会遭受巨大的打击 一时间房子威 竟然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处理了 在这个时候 礼部的一个郎中 削兆站了出来 手捧朝护 对着天子深深低头 陛下 我大敬弹劾官员 如果是金官重臣 应该交由三法司一同查办 况且 被参奏的几位 都是我大敬的宰府 有两个 还是先帝留下来的府城 且不说两位府城 有没有贪赃王法 就是有 也不至于 直接将他们罢官夺职 理论上来说 天子没有亲政之前 几个府城代行王室 他们是不沾罪过的 想要拿他们问罪 也要先拿掉 他们府城的位置 才成 更重要的是 贪污的罪名 不足以拿掉府城的身份 因为罪过太轻了 年初理性尚书 参奏几位宰府的时候 用的也不是贪污 而是夺权禁军 图谋不轨 薛兆恭敬低头 臣请陛下 召几位宰府上殿 审宽的门声 又是审宽的顾礼 元昭天子坐在笼椅上 脸色有些不太好看了 这个时候 几个老头 还被关在上书台里 自然是不可能 让他们上朝的 否则 一旦他们乱说几句话 局势就会变得极不稳定 连他坐了大半年的地位 也会变得不太安稳 少年天子 深呼吸了一口气 沉生道 贪赃王法 便是德行浅薄 德行浅薄 如何辅国理政 薛兆深呼吸了一口气 跪在了地上 叩首道 陛下 沈相与严司空 都是先帝一命的俯臣 无论如何 总不能凭借大都督的几句话 便罢了他们俯臣的位置 这样太过儿戏了 天子皱了皱眉头 依薛郎中的意思呢 薛兆深深叩首 先召几位宰相入位央功 然后交给三法司查证 查识之后 在京庭义 方可罢了俯臣之位 薛兆说的话 每一句都在里 也是俯臣应该有的待遇 但是听在元昭天子耳朵里 却是句句刺耳 这位年仅十四岁的天子 冷冷地看了一眼薛兆 呵呵冷笑 薛郎中的意思是 朕无权罢相亲政 陛下当然有权亲政 薛兆跪在地上 不敢抬头 但是 即便陛下恶要亲政 几位宰相也不能不明不白地说没就没了 国有国法 陛下如果纵意行事 丝毫不把大臣看在眼里 将来天下读书人 还有谁肯为天界出力 他深深叩首 陛下天资聪颖 今日由此举动 不是受人蛊惑 就是暗藏内情 薛兆咬牙道 陈请陛下三思 不管发生了什么 一位隐瞒总是瞒不住的 陈听说几位宰府 是昨晚上连夜入宫 便再也没有出来 他这话一出 满朝哗然 此时的未央宫中 大家都很好奇 几位宰府去了哪里 现在被薛兆这么一说 他们才知道 几个人昨晚上进了宫中 昨夜入宫 今天天子就要霸相 这其中一定出了什么天大的事情 元昭天子终于按捺不住 满脸都是怒容 昨夜沈宽等人已经威胁说了 已经在把这件事传到了宫外 那么很显然 这个沈宽的学生薛兆 知道这其中的前因后果 他说出这番话 分明是有威胁天子的味道 天子怒喝一声 沈宽与严守卓等人昨夜入宫 抑郁图谋不轨 犯上作乱 朕原本想给他们一个台阶 也给读书人一个台阶下 才假借贪财之名霸相 薛兆 你要你的老师满门抄斩吗 薛郎中咬了咬牙 低头道 恐怕不是恩师范上 是陛下 读书人是个很奇怪的群体 他们相互之间勾心斗角 同窗同乡同科同僚 都可以互相算计 踩在别人的尸体上往上爬 但是有时候 他们有极其团结 比如说 这种官场上的仕途关系 就是一种牢不可破的联盟关系 因为双方会互相影响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如果沈宽被罢向 甚至被问罪 他的这些门声顾利轻 则止步不前 贬官 众则被牵连罢官 甚至一同问罪 就拿沈宽这些年 收受的古玩字画来说 其中就有不少是薛兆送的 所以 这个时候 他必须站出来 而只要他说了第一句话 就必须要咬牙说完 坚持到底 否则最少也是抄家流放的下场 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元昭天子就勃然大怒 何道 你一个小小的礼部郎中 就敢在经殿之上大放厥词 左右 把他带下去 关起来 魏阳公附近轮值的 都是内卫的人 这些人不归朝廷约束 乃是天子的私兵 文言立刻上前 把薛兆给压了下去 元昭天子从龙椅上站了起来 看了看玉阶之下的文武百官 这些官员各个手捧朝户 漠不作声 很显然 这些人里没有几个人 是支持皇帝 无缘无故霸相的 天子看了两久之后 不得不缓缓开口 朱青 今日大都督上书参奏之事 正会派人想查 等查明白之后再以 没有别的事情 今日就霸朝吧 这个时候 自然没有人敢在多事 文武百官恭敬下跪 再一次珊瑚万岁 年轻的元昭天子 从龙椅上站了起来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 回到了后殿之中 天子龙颜大怒 玉桌上的百剑 被他扔了一地 摔得粉碎 他面孔都有些扭曲了 这些人 没有一个与朕是一条心的 朕是皇帝 是天子 肖正垂手站在天子的旁边 低头道 那些文官 总是想着守规矩 虽然有时候很可恶 但是打理天下少不了他们 有些事情 也只有他们才做得成 他们根本不可能让朕霸相 天子满脸通红 怒声道 这样下去 朕就不得不放了那几个老家伙 到时候 他们便会为所欲为 天子发了一通火之后 又跟肖正商量了一些具体的对策 比如说 禁止崇家与叶家的人 与宫中有任何往来 禁止任何人出入内宫等等 再有就是 可以尝试着与沈宽等人接触接触 两个人说完这些事情 差不多就已经中午了 肖正正要怎怎么处理 上书台里的几个宰相的时候 他的干儿子肖怀 急冲冲地闯了进来 直接跪在了地上 五体投地 陛下 干殿 天子坐在龙椅上 没有理他 肖正把肖怀扶了起来 皱眉问道 在陛下面前 这么没有规矩 出什么事了 肖怀上气不接下气 颤声道 干殿 大事不好了 国子剑里有太学生 在说宫里的坏话 此时已经有几十个太学生 正在国子剑门口 说 说 说什么 肖怀声音颤抖 低头道 说陛下 宫里藏了先皇的贵人 然后 几位宰相进宫劝谏 被陛下给 肖正闻言 心里也知道戈登 他回头看向身后 年轻的天子 已经脸色铁青 咬牙切齿 让千牛卫 与雨林卫去抓人 有一个抓一个 把这些造谣之人 给朕统统抓起来 扔进京兆府 问罪杀头 天子眼睛都红了 还有沈宽严 手桌这些老头 都给朕拉出去杀了 朕直接让侯靖德 把禁军左营 开进京城里来 看谁还敢说朕半句不是 陛下息怒 肖正跪在地上 苦笑道 陛下 杀人不难 梅花卫在京城 有几百人 陛下相杀谁都很容易 问题是 杀了人之后 怎么收场 宰府可以杀 但是不能无缘无故地杀 不然今后 大进朝廷历时就要大乱 陛下您年纪太小 恐怕镇不住京城 天子咬牙切齿 就这样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 抹黑镇不成 肖正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低下了头 先拖着吧 他看向南方 苦笑了一声 奴婢六百里佳吉 送出去的书信 再过几天 应该就可以送到 李侯爷手里 他如果肯回京 就没有人能动得了陛下了 就目前而言 尚未亲政的元昭天子 权力极其有限 基本上不可能从朝堂上 给几位宰府论罪 也不太可能拿掉 他们身上的府城的位置 现在想要解决这个困局 其实也不难 京城三进位 都掌握在皇帝手中 金吴卫与金兆府 还有皇城兵马斯等衙门 暂时不敢跟皇权作对 这时候 只要小皇帝啃下决心 大开杀戒 直接把几个宰府砍了 再用三进位 把闹事的人全抓起来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就地杀了 在这种高压之下 基本就没有什么人 敢再乱来了 但是到时候天子乱母 暴虐尸杀的名声 也就会传出去 他才十四岁 兄弟颇多 而且他的输败辈 也大多健在 如果背上一个 适得的名声 只要有人有了歪心思 那么地位一主 只在请客之间 说白了 他的母族山鹰谢氏的 势力太小了 如果不是太康天子 在最后几年 有意提携谢家的人 元昭天子 现在手底下 就极无可用之人 在这种情况下 他背不起 杀这么多人的锅 其实 就算理性回京 想要稳住局势 能够做得差不多 也就是这些 只不过 理性能够扛得住 小皇帝不行 大朝会之后 萧正让人在皇城里 收拾出了一间藏书的宫殿 把原本关在 上书台里的几位宰府 从全部请了进去 禁止任何人探望 与此同时 元昭天子 召见礼部上书孔玉 得到礼部的支持之后 派与临卫 驱散了太庙的太学生 并且张贴告示 再有闹事的太学生 隔出公民 以及太学生身份 能够在太学上学的 多半是秀才 或者是举人 公民是他们的死学 告示张贴之后 这些太学生 立刻掩气息鼓 不敢再胡说八道 不过暗地里的闲言闲语 还是免不了的 就这样 年轻的元昭天子 与朝臣们对峙了起来 而元昭天子 让肖政送给李姓的书信 也在六百里 夹急送往永州 永州距离朝廷 差不多两千四百多里 六百里夹急一时 一人三马 路过驿站 便换马或者换人 昼夜不停 一天差不多能跑五六百里 到了第四天 一身封城的京城一时看看 来到永州城下 他并未进城 而是朝着骑阳县的方向 飞奔而去 到了下午快黄昏的时候 一时来到骑山脚下的 李宅门口 翻身下马 扣响了房门 京城六百里夹急 这个一时声音有些嘶哑 连续高喊了几声之后 终于有门房过来开门 询问清楚来意之后 门房并没有让他进去 只是从他手里 接过了这封京城送过来的书信 转身找到了 正在后院亭子下面 与妻子孩子 一起支着烤架烤若的李姓 恭敬弯身 侯夜 京城六百里 夹急送过来的 李姓转了转手 李已经烤成金黄色的羊肉串 递到了大女儿手里 笑着说道 来 阿韩 这个可以吃了 小阿韩继承了 他母亲的吃货属性 文言立刻接了过去 对着李姓甜甜一笑 谢谢阿爹 九公主则是白了一眼李姓 仿佛在埋怨她偏心 李姓这才用手帕 擦了擦手上的油字 回头接过了这封信 淡淡地问道 谁寄过来的 有资格用六百里 夹急送信的人不多 因为一天跑六百里 伤人又伤马 经常有跑死马的情况发生 一般只有兵部的军报 陈生道 那人说 应该是宫里送过来的 李姓这才来了信纸 拆开信封之后 从中抽出足足三页的信纸 他半眯着眼睛 把三张纸从前到后 一一看了一遍之后 脸上渐渐露出笑意 好啊 我前两天还在想 怎么稳住西南局势的问题 这才过了几天 京城那边就给了我 这么大一个惊喜 李侯也把信纸叠好 塞回了信封里 微笑道 人家说秀才造反 三年不成 没想到这些大头书生 不是大将军 却要做霍光故事 听到李姓的这几句话之后 九公主也放下了手里的羊肉串 好奇地看了李姓一眼 霍光是谁 京城里出什么事了 李姓把信塞进了自己的袖子里 呵呵一笑 没什么大事 就是有人不想让你那个大侄子 做皇帝了 九公主神色微变 她十三四岁还没有出宫的时候 就经常在魏王府玩耍 元昭天子是她看着出生 看着长大的 跟自己亲儿子也没有什么区别 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 这些年 元昭天子常住静安侯府里 九公主也常常带着她一起玩耍 只是做了皇帝之后 两个人才慢慢疏淡了一些 到底出什么事了 目前还不清楚 静安侯爷又重新坐了下来 淡定地拿起刷子 往肉串上涂抹酱料 说不定是编读了故事 要哄骗我回京 九公主也擦了擦手 伸手道 给我看看 静安侯爷很痛快地把这封书信 递到了九公主手里 她只看了一遍 就生气地把信纸丢在了一边 怒道 亏得这些人还是宰相 平白无故冤枉皇帝乱母 传扬出去 她这一辈子的名声便毁了 静安侯爷弯下腰 把几张随风飘摇的书信 捡了回来 重新塞进了信封里 笑着说道 哪里是坏人名声这么简单 如果信中所言属实 他们分明是想废利皇帝 先帝一共八子 兄弟有十几个 宗室子弟甚多 你这个大侄子一旦失德 不知道多少人会目不转睛地 盯着这个位置 这些人的背后势力错综复杂 再这样闹下去 一个山鹰谢氏 恐怕守不住地位 乙子乱母 乙子乱母 静安侯爷琢磨了一番 则则道 还是这些读书人心思恶毒 能够想到这种脏到甩不脱的罪名 九公主从考驾旁边起身 拉着李信走到一边 有些紧张地开口问道 长安 你要是回京 能帮得了皇帝吗 李侯爷眯着眼睛笑了笑 多半可以论杯黑锅 为父最有经验了 九公主深呼吸了一口气 轻声问道 那你要回去吗 还没有想好 静安侯爷淡然道 首先我要确认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不能被别人一封信 就哄回了京城 再者 我还要细细思量一番 不能就这么直冲冲地回去了 他低头沉吟了一番 然后抬头看着九公主 乘声道 我这几天 可能要去一趟景城 夫人在家里 带好阿涵跟瓶儿 九公主面色有些复杂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夫君 轻轻地叹了口气 皇帝毕竟是我看着长大的 他年纪还小 不是那些老头子的对手 长安你 不管怎么样 也要让他活下来 市集费力皇帝 就是足以改天换地的大事了 不管从宫还是从司来说 李信都是要站在皇帝那一边的 从司来说 他是皇帝的老师 姑父 从哪个角度来说 他都应该去拉一把这个小皇帝 从宫来说 如果小皇帝真的被那几个老家伙给废了 那么沈宽与严守卓等人 迎奉谁登基 这几个人一定会执掌朝政 一直到他们死了 或者与新登基的皇帝起冲突为止 到时候 作为这些文官的对头 大进朝廷将会不遗余力地打击西南 甚至会派梅花卫这种暗中的势力 开始无所不用其极地刺杀李信与他的家人 这种情况 显然是李信不愿意看到的 不过他虽然不能不管 但是也不用着急 毕竟京城三进卫 还掌握在元昭天子手中 京畿的左右进军 多半也是支持皇帝的 哪怕他再蠢 坚持一段时间总不是什么问题 如果元昭天子 真的在短时间内 被那几个老家伙给废了 那么他也的确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 活该给人赶下来 接到书信之后的第二天 李信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 牵出了父贤许久的大黑马墨锥 赶往景城 永州距离景城不近 不过大黑马墨锥与他的兄弟乌云 都是大冤马 在不爱惜玛丽的情况下 奔行一天一夜 真的可以日行千里 李信带着几个护卫 一天赶路四百余里 在路上奔行了五天 就到了景城城下 到了景城之后 沈刚立刻进去通报 没过多久 仍旧一身白衣服的赵家 就出城相迎 李信跳下墨锥马 揉了揉自己 因为赶路有些酸痛的腰杆 对着迎面走来的赵家笑了笑 数月不见 又安兄似乎风雨了一些 听到李信的调侃 赵家低头拱了拱手 苦笑道 人到中年身不由己啊 李信与他并尖行 笑着问道 穆英与李硕怎么不在 都在剑阁呢 侯爷下了命令之后 他们两个在剑阁就没有离开过 日夜在那里练兵备战 赵家开口道 我已经让人给他们送信了 知道侯爷来了 估计后天大后天 他们就会回景城了 说着 他看了李信一眼 开口问道 侯爷不是说 要在永州待个一两年吗 怎么这么急着来景城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 李信身后那匹高大的大黑马 缓缓开口 还是骑末追马来的 骑马是很苦的事情 不仅颠簸 时间长了 还会腰酸背痛 平日里 如果事情不紧急 李信一般都是坐马车 只有行军打仗 或者有急事的时候 他才会骑马 金安侯爷摇了摇头 这里说话不方便 去你府上说 赵家会一点头 带着李信到了自己的府上 李信抬头看了看 发现还是景城府的府衙 他眯了眯眼睛 笑着说道 右安兄至今还是一个知府 太委屈了 有机会给右安兄 弄一个西南到金略史做一做 赵家苦笑道 侯爷摸要开我玩笑了 眼下这个局势 朝廷得封什么关 全然没有用处 咱们还是说是吧 怎么没有用处 李信一边迈进府衙大门 一边笑着说道 起码听起来威风一些 而且西南诸州府 也都成了你的下属 现在他们也得听我的话 赵家笑了笑 把李信引进了后宅 他的儿女们 本来要过来 拜见李信这个叔叔的 都被他挥手拒绝 两个人走到了 后院的书房里 各自落座 李信左右看了看 发现书房里 堆满了西南各地 送过来的公文 他随手翻了翻 大部分都是一些 无关痛痒的事情 他又抬头看到 已经有不少白头发的赵家 摇头道 右安兄 你是西南大总管 只要拿捏一些钢领就行了 没必要势必公亲 太过劳累了 赵家摇了摇头 不是我要势必公亲 是西南这个地方 有些人阳奉因为 骨子里跟咱们不是一条心 必须要准确地告诉他们 应该怎么办 否则他们就不好好办事 不是拖着就是乱来 侯爷把这么大一个摊子交给我 我自然要给侯爷办好 李信摇了摇头 在赵家对面坐了下来 从袖子里 取出那封京城送过来的书信 缓缓说道 这是京城内侍兼 用六百里加急 送到永州给我的书信 右安兄看一看 赵家双手接过 取出书信之后 只扫了一遍 就塞回了信封里 赵家在读书这方面很有天赋 一幕十行或许夸张 但是一幕三四行问题不大 三页纸的书 只几眼就能看完 侯爷 这封信 可信佛 我已经让沈刚去查了 李信迪梅道 京城那边 还有我们不少人手 这么大的事情 应该很快就可以核实 估计这两天 京城那边的消息 就会送到景城来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陈生道 依我看 这件事六七成是真的 尚书台里的那些老头 真的干得出来这种事情 赵家皱了皱眉头 这种因害天子 私谋废利之事 不像是俯臣能做出来的事情 反而像是赌徒所为 信里也说了 是小皇帝先要废相 静安侯爷眯了眯眼睛 呵呵一笑 朝廷对汉中增兵 就是尚书台的这几个老头所为 如果皇帝废相 这几个人就成了庶民 而我还是当朝太傅 可以随意拿捏他们 多半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些人才会这样抱成一团 同进同退 赵家把信放在了李信面前 轻声问道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侯爷准备怎么做 回京秦王救驾 谈不上秦王救驾 那些大头 那些读书人 手里没有兵权 最多就是骂一骂人 然后被地里联络一个宗室 想要用天下人的口水 把皇帝骂下来 但是实际上 只要皇帝脸皮够厚 心思够黑 他还是可以坐稳地位的 赵家也是读书人 自然不能当着他的面 骂大头书生 不过赵家并不在意这些 只是哑然一笑 李信顿了顿之后 微微一笑 我回京城去 最多就是力挽狂澜 赵家沉吟了一会儿 抬头看向李信 如果是德妃与淑妃 所出的两个皇子呢 李信皱了皱眉头 这两个皇子 背后一个是叶家 一个是崇家 如果几位宰府 要扶持这两个皇子 手里就有了兵权 到时候 还真的就难说了 赵家深呼吸了一口气 看着李信 继续问道 假使侯爷回京 力挽狂澜 到时候 侯爷是要再一次离开京城 还是要在京城主政 静安侯爷沉默不语 赵府尊悠悠地看了一眼李信 或者侯爷 您是不是也可以 像上书台里的大头书生一样 也去找一个宗室扶持 大静朝廷 历经三代天子 在短时间内 基本上可以说是牢不可破 如今元昭天子虽然遭遇困境 地位风雨飘摇 但是 就算元昭天子真的出了问题 也只是换一个皇帝而已 大静朝廷 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不过如果元昭天子真的被废 大静稳定了四十多年的朝局 毫无疑问将会立刻混乱起来 到时候 国运可能会急转直下 四十多年三代天子积攒下来的家底 可能也会被不稳的朝局逐渐耗空 而如果李信这个时候进京 其实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自然是力挽狂澜 帮着那个小皇帝坐稳地位 把暗中跳动的牛鬼蛇神 全部弹压下去 整肃朝纲 清明设计 而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如赵家所说 自己成为狂澜 先帝有诸多皇子 李信也认识不少 比如说 那位受封岳阳王的八王爷 以及叶家德妃娘娘 所出的四皇子基盈 听到赵家的这句话 李信沉默了一会儿 看向赵家 又安兄觉得呢 赵家淡淡地说道 依侯爷现在的处境 最好的选择 自然是宫里德妃娘娘 所出的皇子 这个皇子身上有一半叶家的血 只要侯爷从中穿针引线 叶家几乎一定会参与进来 到时候 凭借西南与北疆两处兵权 以及李叶两家在京城的影响力 并不难从这场乱局之中脱颖而出 设到元昭天子所失之路 说到这里 赵家顿了顿 然后继续说道 这个选择最是保险 但是也不是没有后患 叶家与侯爷太过亲近了 而且势力也足够庞大 叶家的皇子上位之后 新帝不需要经过侯爷 也能掌握住京城局势 到最后侯爷 可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什么也捞不到 毕竟在皇权面前 侯爷与叶家的勤奋 也支撑不住太久 赵家对人心看得很透彻 叶家与李姓 现在同其连知 关系好到 几乎是穿一条裤子 但是这种关系的前提是 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利益冲突 而且互相之间有结盟的关系 一旦有皇权冲突在内 李姓与叶家的关系 恐怕会急剧恶化 毕竟在皇权面前 有时候父子勤奋 都不一定靠得住 更不要说这种香火勤奋了 赵府尊沉默了一会儿 继续说道 另一个选择 就是挑选一个无权无势 年纪又小的宗室出来 虽然捧他尚未会很吃力 但是只要侯爷做到了 将来就可以完全主掌朝政 主政十几年之后 改朝换代 也就是侯爷一念之间的事情而已 金安侯爷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默默地喝了一杯茶之后 皱了皱眉头 我原本只是想 借着这个机会 一举扫屏审宽那些政敌 没想到又安兄能够想得这么深远 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赵家闷声道 侯爷只需要去一趟宁陵 说动叶国公 等到金中诸相废地 或者是皇帝杀了几位宰相 之后再回京 到时候 京城局势必然大乱 只要李叶两家同时登高一呼 事情便可以成功 他看向李信 陈生道 元昭皇帝已经对侯爷不太信任 就算侯爷帮他坐稳地位 也只是暂时压下矛盾而已 再过五年 十年 元昭天子执政之后 无非朝廷再来一次牺牲而已 侯爷 自古皇权不可悖逆 你想着 要在皇权之下开辟一片天地 但是皇权绝不可能容得下你 不管哪一个皇帝 心里想的都是天下无敌 李信皱了皱眉头 最终点头道 又安兄说的是 皇权自有他的霸道之处 这一点 我在承得太康两朝 已经看得分明 接下来应该如何做 我还要细细思量思量 且等京城的确切消息送到景城 穆英等人回来之后 再做决定 赵家揉了揉自己的脑袋 开口问道 如果京城的消息属实 侯爷准备什么时候进京 再等上半个月 京安侯爷面色平静 不能他让我回去 我就回去 等到京城局势 不可收拾的时候再回去 才能拿到最大的好处 赵家抬头看了看天色 开口道 这个时候 家里的饭差不多弄好了 不过都是我夫人下厨所做 远比不上蜀王府 如果侯爷不嫌饭菜粗糙 就留下来一起吃个饭 京安侯爷笑呵呵地点头 正要叨扰又安兄 顺便看看扫夫人的手艺如何 转眼间 李信在景城 已经待了差不多两天时间 这个时候 穆英与李硕 就在回景城的路上 差不多还有半天时间 就要回到景城来了 李信住在景城的蜀王府上 静静地等着两人回来 不过他还没有等到穆英回来 就有一个蜀王府的下人 向他汇报 说是外面 有一个自称姓姬的年轻人 要见他 这天下 年轻人很多 姓姬的年轻人也不少 但是姓姬又能到处乱跑 甚至跑到西南来的年轻人 就是少之又少了 金安侯爷皱了皱眉头 开口道 让他在后院候着 李信不仅是蜀王府的客人 还是当代树阳殿下礼修的干爹 下人连忙恭敬低头 是 李信洗了把脸 收拾了一番之后 就迈步朝着蜀王府的后院走去 走到后院之后 才发现一个差不多十八九岁的年轻人 已经等在了后院许久 见到李信走过来之后 年轻人二话不说 扑通一声跪在的地上 对着李信深深叩手 只而见过姑父 静安侯爷大皱眉头 分辨了半天 才分辨出来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是姑苏齐王府的世子姬凯 这个姬凯 曾经在京城里 拦过李信的车架 要见李信 还被赶车的陈石六撞伤过 随即就不了了之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 他还能出现在景城里 齐王殿下是当年的四皇子 也就是九公主的四哥 他的儿子含李信一声姑父 是应当应份的 李信瞇了眯眼睛 看了看这个跪在地上的年轻人 嘴里嘖嘖有声 听说藩王就藩之后 不得离开封地半步 就是世子公子吴赵 也统统不能离开 齐王世子 是如何做到满天下乱跑的 姬凯跪在地上 脸色朝红 低头道 回姑父 侄儿从小身子弱 常年服药 几次闲死还生 大夫说 侄儿活不过二十五岁 因此 父王向朝廷求情 求朝廷许我四下寻访名医 因此 得以来到近城 拜见姑父 你别喊我姑父 李信呵呵一笑 大长公主这个姑姑 你都没有去磕过头 哪里能见面就喊我姑父 说吧 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家里还有一些事例 多少听到了一些消息 父王猜测 姑父这个时候 一定会在景城 因此令侄儿前来拜回姑父 姬凯抬头看了李信一眼 目光热切 姑父 父王请您去一趟姑苏 他有事跟您商议 老实说 李信还是有点佩服 这位齐王殿下 曾经的四皇子饥还的 如果是一般人 夺敌失败之后 能够捡回一条命 多半就在封地 踏踏实实地 做自己的富家翁的 就算不踏实 大镜对于 藩王条条框框的约束之下 也没有太多蹦搭的余地 但是这位齐王殿下 硬生生地折腾了十年 仍旧不死心 太康天子病逝的时候 这个齐王世子 借着在京城吊丧的机会 就想见李信 结果被李信驾车撞伤 聚而不见 没想到到了现在 他还是贼心不死 想要借着这个动荡 寄予皇位 金安侯爷眯着眼睛 看了一眼姬凯 笑着说道 没记错的话 另遵齐王殿下 今年差不多 已经接近不惑之年了吧 身体可还好 当年夺嫡的时候 太康天子是23岁 齐王殿下是27岁 十多年时间过去 这位曾经的四皇子 已经人过中年了 姬凯恭敬低头 回姑父 家父今年39岁了 李信走到姬凯面前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一把年纪了 让他老老实实地在姑苏养老 如果精力旺盛 就多娶几个女人 给你多生几个兄弟 一把年纪了 整天想着怎么折腾 那天把姑苏的齐王府 也折腾没了 齐王殿下登基 恐怕不管是老三赵王 还是老七卫王 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三尺白铃可能都是好的 齐王殿下 能够苟活这么多年 甚至熬死了太康天子 那是因为太康天子仁德 这个时候 他还想要折腾 就是自己做死了 就连李信自己也有些感慨 一个人的痊愈心 怎么可以大到这种地步 姬凯跪在地上 对着李信叩手 咬牙道 姑父 父王说了 您这个时候 最是欠缺一个名分 我齐王府可以给姑父 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分 事成之后 西南从此千秋万代 永远都跟您姓李 父王年纪大了 不会再干预朝政 到时候 姑父您可以再朝独揽大权 基于李 供天下 李信看了看这个激动不已的年轻人 痴笑一声 得了吧 你们父子的痊愈心 都已经大到天上去了 真给你们家做了皇帝 谁敢跟你们争权 还不被你们给活吃了 静安侯爷 双手拢在袖子里 淡淡地看了姬凯一眼 回去告诉姬环 当年是我把他赶出的京城 该记恨就记恨 没必要忍辱负重 来这里求我 求我也没有用 静安侯爷笑眯眯地说道 不过你父王有一件事 看得非常清楚 那就是 现在的确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你父子要是实在想做皇帝 那也简单 现在从姑苏起兵 奉天照命 清君之策 到时候 他饥还做北朝南 得封大宝 李信一定去京城 给他好好地磕几个想头 说完这句话 李信不再搭理 这位齐王世子 淡淡地说道 看在你年纪还小 又是我外职的份上 这一次就不为难你 该去哪里去哪里 转告你爹 他这辈子命好 但是不代表可以一直做死 先帝已经容忍了他许多次 他还不知收敛 到时候 朝廷不收他 老天也会降解给你们家 说吧 静安侯爷拂袖而去 齐王世子 仍旧跪在地上 看着李信的背影 目光中有愤怒 也有阴狠 颇销乃富 这个时候 齐王府不顾当年的怨仇 求到李信头上 是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当年的四皇子姬桓 输得太不甘心了 这十来年时间 他一直在想着 如何翻盘 如何回到京城 坐在那个原本 应该属于他的位置上 但是很可惜 一直到太康天子病逝之前 他都没有等到机会 太康天子病逝之后 元昭天子顺利继位 本来姬桓都已经放弃了皇位 但是京城的事情闹开之后 在京城颇有眼线的姬桓 立刻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于是开始四下奔走 他没办法离开姑苏 就让儿子装病 带自己四处奔走 如今 京安侯李信 算是除了叶家与崇家两家之外 最大的一股军事力量 另外两家基本不可能 姬桓自然会把目光 看到李信头上 十多年的执念 不可能一天两天就烟消云散 李信果断拒绝的姬桓之后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等了一会儿 一身戎装的木英 就兴冲冲地冲到了他的门口 敲开房门之后 这个留了落腮大胡子的黑脸将军 对着李信深深抱拳 末将木英 见过侯爷 李信起身 看了看他身后 笑着问道 怎么 李硕没跟你一起回来 他还在剑阁 木英咧嘴笑道 汉中那边的动静越来越大 剑阁那边离不开人 必须要有人看着才行 我跟他商量了一下 他留在剑阁看门 我赶回景城来见侯爷 老友相见 木英很是高兴 笑着说道 侯爷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不声不响的就到景城来了 修儿来给侯爷磕头了吗 磕了 静安侯爷笑着说道 来的第一天 那小子就来给我磕头 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 实称得很 那是 木英拍了拍胸脯 咱们属人 从来都是实称人 两个人说了几句客套话 李信把木英拉进了房间里 开口问道 木兄 剑门关那边会不会打起来 不知道 木英先是摇了摇头 然后开口道 不过汉中那边的动作频繁 这段时间一直在练兵 怕是有超过十万人以上的规模 今年秋天的秋复 西南一分钱也没有上缴给朝廷 朝廷那边抹不开颜面 多半就会打一打 说到这里 木英再次拍了拍胸脯 不过侯爷放心 现在西南天雷充足 又有剑门关这种天险在 只要不是京击左右两营的进军一起来 末将都有把握守得住 守得住就好 李信笑眯眯地说道 既然守得住 那过段时间 木兄你回剑阁之后 想办法起信朝廷 最好让汉中的驻军 来正面打一打剑门关 木英有些不解 挠了挠头 这是为何 因为我很快就要进京去了 金安侯爷眯着眼睛笑道 我差不多半年没在京城里了 许多人可能不一定认我这个太傅 这个时候 我在京城 说话的声音大不大 取决于西南能不能干净利落地赢了朝廷 木英文言 脸色一下子严肃起来 皱眉道 侯爷您又要去京城 金安侯爷早知道他会如此反应 淡然一笑 放心 我这次去 尽量一劳永逸 解决以后所有的麻烦 木英既然回来了 蜀王府自然会热闹起来 到了晚上的时候 赵家也被从府衙 请到蜀王府吃饭 不过饭桌上没有太多人 就一个小桌 只他们三个人坐在桌子上 七八个小菜 两壶从京城放过来的烈酒 木英是主家 主动站起来 帮着李信与赵家道满酒 然后坐下来开口道 侯爷打算何时进京 方才 他已经大致从李信那里知道了 京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也明白 这个时候 西南必须要掺和进京城的乱局之中 所以 眼下的问题 不是要不要进京 而是何时进京 以及怎么才能保证李信本人安全 现如今 他们几个人 已经有了西南这块基本盘在手里 只要李信还在 西南就能凝聚成一体 不管是赵家还是李硕 都会踏踏实实地在西南做事 因此 在京城能不能拿到最大利益 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保证李信的人身安全 如果李信死在京城 或者被关在京城里 那么在宁州的李硕 估计用不了多酒 就会跟穆家两两相宜 赵家也不太可能继续在西南主政 李信是西南 能够对抗朝廷的先决条件 金安侯也举起酒杯 敬了这两个朋友一杯 喝完酒之后开口说道 京城那边 已经有确切的消息送过来 小皇帝的确碰到了大麻烦 说到这里 他笑了笑 而且下午的时候 我还在蜀王府 见了姬桓的儿子 这位曾经的四殿下 就翻十多年 还是不肯死心 闻到婚心味 就想掺和一脚 也不掂量掂量 自己还剩下几斤几两 他话音刚落 赵家就毫不犹豫地开口道 就算侯爷要挑选一个宗室 其王也是绝对不考虑的 仅皇帝有子 而且多子 这种上一辈的皇子 早已经被朝野忘记 十年前 他或许还有机会争一争 到现在还有这种妄念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哪怕是景皇帝最小的儿子 也比他齐王殿下好用得多 泰康天子 一共有八个儿子 元昭天子是嫡子 又是长子 最小的那个儿子 今年才刚满四岁而已 本来也没有想过 跟姬桓有什么交集 景安侯爷笑着说道 这次有才无德 做皇子的时候 就心胸狭窄 还跟我有仇 他能活到今天 纯粹是先帝仁德 换做我是先帝 他现在也死了 其实泰康天子生前 也想过对他的几个兄弟动手 甚至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 不过泰康五年 开始他突然得病 就把心思放在了西南跟北江上 不再把当年夺敌的兄弟放在眼里 后来又因为李信的事情 分去了他的大半经历 齐王饥还 才得以逍遥至今 李信吃了几口菜 继续说道 眼下京城的局势 尚在皇帝控制之中 不过他很不下心动手杀人 又没有主政 那些文臣用不了多久 就会占据主动 如果皇帝再唯唯诺诺下去 京城里上在观望的势力 可能就会有一些别的心思了 元昭天子最大的问题 就是还没有清政 没有法理上的统治权 不能掌握朝局 他现在掌控京城 全靠手里的三晋卫 这种天子清军独立于朝堂之外 不受朝堂约束 但是如果时间长了 金吴卫 金兆府 皇城兵马司 甚至城外的晋军 都可能会动摇阵营 到时候 就是天子地位真正不稳的时候了 整个京城各方势力错综复杂 而且叶林从京城离开前往汉中之后 兵部也落在了文官手中 如果兵部真的彻底倒向沈宽等人 就可以制衡兵权了 而且 这时候京城诸皇子身后的势力 说不定已经开始联系沈宽这些宰府 最多再有一个月 天子不杀人 便震慑不住人心了 赵家沉吟道 侯爷还要再观望观望 先看看崇家与叶家两家的家主 会不会回京 李星淡然道 北疆现在不怎么太平 总玄通回京的几率不高 不过他的长子 云州城的副将总务 说不定会回京主持重家 而我那位叶师兄 金安侯爷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开口道 叶师兄骨子里算是个文人 尊敌长 尊正统 他或许会从宁陵回京支持皇帝 不过 他说到这里 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了 默默地喝了一口酒 赵家微微叹了口气 接着李星的话继续说下去 不过皇帝未必会信他 李星呵呵一笑 举起酒杯 不说了 喝酒 李星在景城喝酒的时候 一辆青色的马车 从京城西门进城 马车进城之后 禁止驶向了永乐坊 最终在陈国公府的正门口停了下来 然后马车里走下了一个 一身普通不一的老人 老人走进了国公府之后 国公府的下人 立刻对着他毕恭毕敬的行礼 公银公爷回府 老人自然就是现任的陈国公叶明了 老国公叶盛 是在太康八年春夏之交病逝 算日子到如今 已经过去了两年半有余 本来还差几个月 叶明在宁陵就守满三年了 按照他的脾气 就是天大的事情 他都不太可能离开宁陵 但是京城出了这么大的事 还是惊动了这个 在宁陵老家守校的老人家 叶明回了陈国公府之后 换上了一身素白的长服 重新上了那辆不怎么起眼的马车 缓缓开口去皇宫 下人立刻驾车 带着他到了永安门门口 通报之后 叶明很快在魏阳宫 见到了天子 他是叶家的家主 就军方地位而言 比起理性 甚至还要高一些 是整个大境最有影响力的几个人之一 他要见皇帝 小皇帝自然不可能不见 进了魏阳宫之后 头发已经白了大半的叶明 就要跪在地上 对着小皇帝行礼 元昭天子连忙抬手 开口道 老国公年事已高 不必多礼 萧正给老国公搬把椅子过来 叶明知晓叶胜十几岁 今年已经六十五岁了 他这几年老得很快 脸上勾壳纵横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老太 叶明坐下来之后 元昭天子有些小心翼翼地 看了一眼这个老人家 开口道 老国公这个时候 进宫见镇 不知道是 叶明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老臣 这时本应该在宁陵与老父守孝 但是在宁陵听闻京城里出了事情 就赶回京城看一看 老臣虽然年迈 身子骨也大不如前了 但是多少还有些用处 说着 他抬头看了一眼皇帝 又低下头 深呼吸了一口气 陛下 可有需要老臣效劳之处 言下之意 天子不方便杀人 他可以帮着天子杀人 小皇帝坐在地座上 看着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大将军 手微微有些颤抖 老实说 如果现在有一个跟李信同等级的大将军 站在天子面前说出这番话 元昭天子一定会喜不自胜 把京城三进位 甚至能够掌控的禁军 都交到这个人手里 让他帮自己背了这口黑锅 而叶明单纯论资历 论军功 比起李信 甚至还要多一些 毕竟当年禁军西征的时候 他叶明才是主帅 李信只是一个副将 他只要愿意站在天子身后 京城的局势 几乎立刻就可以稳定下来 暗地里的有心之人 也不会敢再蠢蠢欲动 但是叶明不行 原因很简单 他的女儿嫁给了太康天子 还生下了一个皇子 被分为德飞 这是元昭天子 最有威胁的竞争者之一 血脉亲情 毕竟更重一些 元昭天子的四弟 就是叶明的亲外孙 有这种关系在 他是无论如何 也不敢用叶明的 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看了一眼叶明 勉强一笑 老国公 京城没有什么大事 只是一些小小的波折 出乎叶明的意料 老将军叹了口气 开口道 陛下 臣此次进京 无有半点私心 老臣如今再朝无职 也不统兵 也活不了几年 没有野心了 如今京城动荡 陛下心力不曾轻正 再这样闹下去 恐怕会生出更大的动荡出来 陛下用臣 臣当替陛下扫清妖分 还朝堂以清明 身后骂名 老臣可以禁数单了 如陛下不用老臣 臣也要向陛下敬言 老将军站了起来 缓缓地跪在地上 叩首道 陛下 此时会到一块不一蔓 一早不一迟 再有半点拖沓 事情会越来越麻烦 只要禁军支持陛下 死一个独书人 大禁还是大禁 叶明前些年 一直在北疆镇守进门关 后来回京也是处理夜圣后事 之后就在宁领守孝 元昭天子与他并不熟 甚至只见过一两次 此时看到这位老将军 跪在自己面前 天子也有些慌了手脚 他上前 把叶明搀扶了起来 开口叹了口气 老国公公中体国 朕心里清楚 但是朕登基不久 若是成了一个暴君 以后动歪心思的人会更多 小皇帝登基不满一年 地位不稳 如果擅自杀戮大臣 名声直接就坏了 到时候诸多宗士 还有他的诸多兄弟 就都有了机会 机会就机会在这里 叶明因为身体不好 嗓子有一些沙哑 陛下 朝廷只在刀枪上 而不在名声里 当年先帝 他说到这里 就没有继续说下去了 不过话里的意思 已经非常明显 当年先帝人成功 便夺权继位 也是千古不义的骂名 但是他掌握了政统 掌握了禁军 十多年来政权 稳如泰山 元昭天子有些痛苦地 揉了揉自己的额头 苦笑道 老国公 此事容正想一想 正一时间还下不了决心 叶明低头道 老臣会在国公府里 等候陛下圣意 说着 他就要起声告辞 天子亲自把他送到了 魏阳公门口 临分别之前 他开口道 李师在永州不肯回来 老国公能不能给他写封信 劝他回京一趟 帮一帮朕 叶明回头看了皇帝一眼 然后默默点头 陛下开口 臣自然遵命 不过就算长安肯回京 等他回来的时候 京城就是另一种局势了 元昭天子低眉道 朕明白 叶明弯身告辞 然后缓缓迈步 走下了魏阳公 足足81层的台阶 少年天子 就这么站在宫门口 静静地看着叶明远去 过了片刻之后 他叹了口气 不无羡慕地说道 若朕有这么个母族 那该多好 他身后的萧正低着头 开口道 大门大户 不能成为后族 这是五皇帝立下来的规矩 因为北周有不少外妻干政的先例 所以五皇帝灭了北周之后 就定下了这么个规矩 皇子的正妻家族 不能是四品及以上的大家族 防止外妻做大干政 元昭天子看着叶明 渐渐走远的背景 又叹了口气 方才只要震点一点头 叶家就可以帮着震 把京城里的麻烦统统解决 那些讨厌的文官 叶家也都可以帮着震杀了 可惜啊 天子转过头 走回了魏阳宫里 可惜震有一个四点 京城的局势越来越不好了 几位宰府被软禁在家中 朝廷又增补了几位 宰府进尚书台暂待相位 但是皇帝不曾亲政 进尚书台的人选 就只能靠着廷义 停推来完成 到最后进尚书台的 还是这些文官 以门下适中房子 威带着四位新人处理国事 而京城的舆论场 在有新人的运作之下 越发沸腾 京城各方开始流传一些 绘声绘色的故事 比如说 那位楚贵人 如何如何美貌 比如说 元昭天子乱母的一些细节 有些人说的如同真的一样 好像他爬位阳宫的窗户 亲眼看到的 而沈宽与严守卓等人的门声顾利 也开始发力 不少人联名上书给朝廷 也不提天子乱母的事情 只是要求朝廷释放几位宰府 而这个时候 已经有一些有心人 开始想办法 越过禁卫的封锁 想要进入几位宰府家中 跟他们谈事情了 元昭天子那边 就如同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那样 每天一如既往的 该做什么做什么 十天一次的大朝会 也在如常举行 不过楚贵人这三个字 在朝廷里成了忌讳 有一个官员提起 这三个字之后 直接被禁卫 扔进了大理寺里 罪名是诽谤君上 明面上的京城 平静了下来 但是地下的暗流 越来越汹涌 为了应付这个局面 那时间召回了 几乎所有的梅花位 元昭天子也三天两头地 把侯靖德跟贺松两个人 喊进魏央宫里谈话 并且赏了不少东西给他们 以及左右禁军 以笼络人心 而李信 此时依旧在锦城观望 就在这个时候 一桩大事发生了 元昭元年11月27 京畿立阳县一处民宅里 发生了一桩灭门的命案 一家老小三十多人 除了一个在外游学的儿子 其他禁术死于非命 立阳县衙赶到这户人家的时候 看到现场的惨状 都吓傻了 他们连忙马不停蹄地进了京城 把这个案子 原原本本地上报给了金兆府 金兆府的人也吓得不轻 金兆英本人立刻进攻 直接把事情上报给了尚书台 尚书台的几位临时宰相 看了这份案子之后 各个目瞪口呆 因为这户被灭门的人家 姓楚 的确 楚贵人做出了这种错事 他自己死了 威抵不掉这个弥天大错 迟早他一家老小 都会被拉出来清算 来抵偿他犯下的错事 元昭天子恨透了这个蠢女人 早晚会对他的家里人动手 但是 不应该是这个时候 就算元昭天子要动手 满门抄斩也好 一三族也罢 都应该是通过朝廷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莫名其妙一家人一夜之间被杀了 宰相房子威 拿到这桩案子卷宗的时候 也是大皱眉头 表面上看起来 这几乎肯定是皇帝为了掩人耳目 动手杀人灭口 但是实际上 皇帝这个时候 不太可能做这种蠢事 因此 一定是别有用心之人 做下了这桩案子 他是如今上书台里 唯一一个正式的宰府 拿到这宗案子之后 也没有声张 就塞进了袖子里 看向眼前的金兆尹 沉声开口 周府君 这件事背后牵连重大 非是一桩灭门案这么简单 你金兆府现在就带人赶往立阳 全面接手这件事情 一方面追查凶手后 另一方面 尽量封锁消息 要把事情尽量控制住 如今的金兆尹姓周 明顺德 是继理业之后的第三个金兆尹 从泰康七年开始 执掌金兆府 如今已经四五年时间 也算是老福尹了 他也明白其中的厉害 不然也不会把一桩命案 着急忙慌地送进尚书台 文言低头道 房相 下官已经派人去丽阳查看情况 不过这件事牵连太大 而且 怕也是有人故意为之 想要封锁消息 太难了 楚贵人一家老小 死在了自家家宅之中 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 其中有问题 但是这一招歹毒之处 在于他算是个阳谋 因为 哪怕所有的聪明人 都可以一眼看出 这件事不是皇帝干的 可聪明人太少了 不可否认的是 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 蠢人的数量 都要远远胜过聪明人 也就是说 到时候 京城里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 这件事是皇帝干的 再经过有心之人挑拨一番 舆论立刻就要沸腾 再有人推波助澜一番 事情就闹大了 房子微皱了皱眉头 微微叹了口气 周府军 现在只能尽力去做了 不管结果如何 朝廷不会怪罪金兆府 周顺德立刻点头 拱手道 那下官这就去办 房子微沉声道 这件事多半会从立阳 冒到京城里来 经兆府职责慎重 周府军这几天 怕是要好好忙一忙了 周顺德深深低头 叹了口气 下官明白 说吧 这位府军大人 就退出了上书台 在他离开之后 房子微也长叹了一口气 起身离开上书台 朝着魏阳公方向走去 如今他在上书台主政 自然很容易见到天子 见到元昭天子之后 房子微上前跪拜在地上 恭声道 城门下势中房子微 参见陛下 元昭天子这个时候 正在看梅花卫 与天幕间送上来的 京城各个大臣的情报 正看得入神 闻言看了房子微一眼 开口道 房向不用多理 起来说话吧 房子微站了起来 看了一眼面前上 带着稚气的天子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陛下 出大事了 这段时间 小皇帝本就已经被朝局 弄得不胜其扰 闻言皱了皱眉头 问道 又出什么事了 房子微低头道 荆棘立阳县 一处信人家三十余口人 在昨夜一夜之间 被人灭门 满门上下 没有剩下一个火口 命案 元昭天子满不在乎地 摆了摆手 这是经兆府的差事 实在不行 让刑部也去帮着查救世了 这等答案抓到凶手之后 直接砍了救世 送到镇 他一句话没有说完 脸色突然变了变 你 方才说 这户人家姓什么 回陛下 房子微咽了口唾沫 低声道 姓楚 元昭天子 脸色有些不太好看了 你 把话说完 房子微声呼吸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这被害的人家 正是楚贵人一家 他家一家上下三十多口 除了在外游学的兄弟之外 其余统统死于非命 房子微 重新跪倒在地上 扣手道 陛下 这件事 金兆府已经去查了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坐在龙椅上的元昭天子 脸色已经极为难看 他用手捏着椅子的把手 因为过于用力 手上几乎没有血色 轻筋蹦出 反了 虽然声音还有些稚嫩 但是天子口中 已经满是杀气 朕心存人念 念及先帝遗诏 不曾对这些犯上 作乱的贼子下杀手 熟知他们 还是不肯安分 元昭天子咬牙切齿 低贺道 肖正 大太监肖正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深深低头 陛下 传令羽林卫 把沈宽 严守卓等人的宅邸 统统围围了 直接进府里拿人 抓到人之后 直接给朕一刀砍了 给侯敬德传信 让他调集一个 折冲府的禁军 接管京城城防 凡有异动 杀无赦 让姬林进宫来 朕有事情与他谈 几句话下来 魏央宫里 已经是杀气腾腾 就连已经黏过 花甲的房子威 也觉得浑身一凉 背后汗毛倒数 幼龙也是真龙 尽管天子还年幼 但是有人得罪到 他头上的时候 这头幼龙 也可以让京城血流千里 肖正低着头 声音沙哑 陛下 这样杀下去 京城就全乱了 楚贵人一家 不曾出事之前 您可以这么来 但是如今 刚出了一桩血案 如果再开杀戒 恐怕 这位大太监顿了顿 最终开口道 陛下 要不然请叶大将军 进宫一趟 这件事情 只有叶家有能力担得下来 而且那些人敢算计陛下 未必没有后手 狗屁后哨 少年人有些歇斯底里了 他低吼道 朕是天子 岂能任由他们 柔缘搓扁 肆意抹黑 朕今天就要让他们看看 什么叫天子一怒 他回头怒视了一眼萧正 怒吼道 你去是不去 你不去 朕就让懈怠去了 就目前而言 京城仍旧在天子的控制之中 羽灵卫与千牛卫所到之处 几乎无人可挡 很快 沈宽 严守卓等五人 就统统被羽灵卫的人抓了出来 用麻绳死死地捆住 不过他们 还是不敢直接动手 把这几个相爷给直接杀了 因此要押抚皇城问罪 沈宽等人的家人们 这都被抓了起来 关进了金兆府大牢里 不过 就在几位宰相 被押往皇城路上的时候 已经有人跪在了魏阳宫里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大都督府的大都督机灵 这位大都督 跪在天子面前 叩首道 陛下 我既是以德德天下 以仁治天下 今番陛下要是不由分说 杀了几个宰府府城 大近百多年的法度 历史就会荡然无存 祖宗法度一坏 国运也就摔颓了 元昭天子冷冷地看着这个 跪在自己面前的大都督 大都督的意思是 任由这些人欺辱于朕 他们前番弄出了一个什么储贵人 栽赃陷害于朕 说朕无德乱母 今朝储贵人一家老小 彤彤死于非命 朝野又会把这顶帽子 扣在朕的头上 朕时任人拿捏的倪人不成 是非公道 自有金兆府与三法司察时 机灵跪在地上 恭敬叩首 陛下宁 不能刚登基 就留下一个暴君的名声 先帝九泉之下 若有之 也会 他话说到一半 元昭天子 此时就应该想雷急了你们 机灵跪在地上 叩首道 陛下 先帝遗留四府城 恭阳先生已经回家 只剩下三个 如今陛下 抓了其中两个 无有罪证 就要对他们痛下杀手 既如此 陛下便连陈这个府城 一道杀了就是 说吧 他跪在地上 一动不动 此时 元昭天子仿佛明白了什么 他背负双手 绕着机灵走了一圈 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朕说那些人板上鱼肉 怎么敢这么惹恼于朕 现在朕明白了 原来大都督也倒向了 那几个大头书生 元昭天子冷声道 说吧 你们是要支持哪一位皇子 替了朕这个位置 机灵 是大晋宗室的人 也是皇帝身边最后一张底牌 那两个府城再怎么权重 毕竟也只是文臣 而且还是外人 咬咬牙说杀 也就杀了 但是机灵大不一样 他手里有大都督府 是大晋的大司马 几乎可以调动天下所有的兵马 包括京畿进军在内 如果他也倒向了那几个府城 麻烦就大了 况且 如果三个府城一起支持另外一个宗室 费利皇帝也就不是一句空话了 机灵仍旧跪在地上 低头道 陛下 陈蒙先帝信任 对朝廷一片忠心 乌有半点私心在 陛下如信不过臣 此时在卫央宫里 就一刀罢臣给杀了就是 他抬起头 看向皇帝 苦苦劝慰 陛下 今日屠刀一旦落下 以后就百悔难熟了 元昭天子深呼吸了几口气 最终咬牙怒声道 你不用跪在这里求朕 朕还没有亲政 你们三个府城 既然同气连之 此时去与太后商议 把朕废了就是 说吧 元昭天子拂袖而去 大都督府已经表了态 皇帝就杀不得沈宽等人了 不过大都督府这个时候的态度 的确非常怪异 三位府城背地里 好像真的达成了什么默契一般 此时沈宽等人 在押送皇城的路上 那时间的少奸萧淮 亲自骑马出宫 拦住了羽灵卫 并且让他们把几位宰府 押到金兆府关押 羽灵卫没有办法 只能乖乖掉头 前往金兆府 沈宽与严守卓等人 此时都破为狼狈 头发散乱 身上还沾了不少脏东西 不过 当他们看到了 来宣旨的萧淮之后 脸上都露出了一抹 微不可查的笑容 几位宰相被关到了金兆府 但是立阳楚家的事情 却是越闹越大 虽然金兆府已经极力隐瞒消息 但是这件事 还是很快在京城里 传得沸沸扬扬 京城各个茶馆酒楼里 都开始传说楚家的故事 有些人不明就里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时候 就有些穿着书生服色的读书人 摇摇手中的扇子 开始给大家解说 一个轻衣书生 胸有成竹地说道 立阳楚家的案子 虽然金兆府已经去查了 但是相信我 最后一定只会查出 是山贼匪类所为 查不出什么东西的 没有谁敢查下去 书生说到这里 就有另一位书生打断了他的话 面色严肃 胸台近身 莫要再说下去了 这种事情 看破不说破 还是不要疑惑他人的好 一家三十多口人 连反抗的声音都没有 一晚上被无声无息地灭了门 江湖上的匪泪 哪里做得出来 更何况 又哪里会这摇桥 偏偏就落到了楚家头上 真狠啊 轻衣书生拍了拍手中的扇子 感慨了一句 没有记错的话 金上财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旁边的一群读书人立刻散开 离他离得远远的 胸台 小心祸从口出 轻衣书生摇了摇扇子 于是乎 几乎读书人又聚在了一起喝酒 他们相视一笑 仿佛是一群看穿了 事实真相的智者 京城里远昭天子的名声 一天一天地坏下去 而在这个时候 远在景城的金安侯爷 也翻身上了自己的大黑马 对着送行的沐英 还有赵家摆了摆手 要安兄 沐兄 不用送了 都回去吧 沐英对着李信深深低头 侯爷 我在景城等你回来喝酒 金安侯爷哈哈一笑 如果顺利的话 用不了多久 我就可以在京城 请沐兄喝酒了 赵家面色肃然 对着李信深深一一 侯爷一定保重 西南三十一州府的安危 全在侯爷身上了 李信坐在马上 温和一笑 有安兄放心 我这个人最是擅长保命了 赵皇帝与景皇帝 都没能杀了我 京城里的其他人 不值一提 他正要掉转码头 突然想起了什么 回头对着赵家抱了抱拳 开口道 十六 他一只胳膊不太方便 有安兄记得帮忙照看照看 几位宰相虽然被关了起来 但是并没有被刀斧加身 经过这件事情 京城里的人 多少已经看出了一些风向 察觉到了天子的懦弱 因此 更多人开始蠢蠢欲动 楚贵人一家老小的案子 逐渐发酵 这种事关天界的事情 向来是京城老百姓 最喜闻乐道之事 很快就传遍京城 几乎家家户户都知道了 与新天子有染的楚贵人 一家老小死于非命 这个时候 御史台的人 也开始有所动作 有一些年轻的御史 已经开始上书执剑 在奏书里明说这件事 并且把矛头 隐隐约约地指向了天子 如果不是侯敬德 带着禁军 接掌了京城防卫 让某些人投鼠忌弃 此时小皇帝的处境 将更加糟糕 不过即便如此 这位新登基不过一年的天子 名声一天比一天差 哪怕金兆福已经查明 楚贵人一家 是被贼寇所杀 并且拿获了一部分贼人 这些贼人 也如实交代的事情 舆论仍然没有半点削减 在楚贵人的事情 发生十天之后 朝堂里 已经有不少人 联名尚书天子 要天子释放 关在大牢里的几个宰府 与此同时 崇家家主种玄通的 长子种武 也从云州城回京 不过回京之后 他只是进宫拜见了一次天子 就躲在了崇府里不肯出来 于是乎 有些人的胆子就越来越大 御史台最少有十个御史 给尚书台上书 要求尚书台释放 被关起来的沈宽 以及严守桌等人 国子健的太学生们 在旁人的挑拨之下 甚至为了金兆府的大门 要求金兆府放人 这些太学生 是最让官员头疼的一批人了 普通的平民 直接让补房的人补了 或者吓唬一番打散了就是 但是这些太学生身上 都有公民在 轻易拿捏不了他们 很多也是沈宽 或者严守桌等人的徒子徒孙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作为金兆尹 他只能去面见天子 把金兆府的情况报上去 这位府军大人 跪在魏央宫的大殿里 以头触地 把事情说了一遍之后 开口道 陛下 此时金兆府门外 最少有一百多个太学生哄骂 臣请陛下圣意 元昭天子这个时候 已经憔悴了不少 两只眼睛里都是血丝 不过却没有了 十几天之前的愤怒 文言只是淡淡地 看了周顺德一眼 开口道 既然金兆府解决不了 那就把沈宽 还有严守桌 他们都放了罢 周府军被这一句话下的不轻 他跪在地上 扣手道 陛下 是臣无能 臣回去再挡一挡他们 朕说了 叫你放了他们 元昭天子的脸色 出奇的平静 声音也很是平淡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朕不怪你 金兆府也没有办法 回去把他们给放了 要他们各自回家去 若再有太学生吵闹 直接补了 宋敬礼部 隔出公民 发还原籍 周顺德擦了擦 额头上的汗水 声音有些沙哑 陛下 只要臣还是金兆尹 金兆府就永远 站在陛下这一边 是吗 元昭天子 双手拢在袖子里 似笑非笑地说道 那些人的目的很简单 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进行 等朕把沈宽等人放回家 用不了多久 这些大头书生 就能协调京城内外 再联系种家或者叶家 就可以上书 逼朕退位了 他看着周顺德 微笑道 到时候你周府君 要站在哪一边 周顺德咬了咬牙 跪在地上 陈声道 陈中兴侍君 若朝中有人要窜逆 陈自然是站在陛下这一边 最多一死而已 天子不置可否 面无表情 好了 你回去吧 一阵说的 把那些人给放了 周顺德对着天子低头扣手 然后退出了魏阳宫 他走后不久 魏阳宫里又来了一个 高大的黑脸将军 他跪在了天子面前 恭敬行礼 陈侯敬德 叩见陛下 天子面色平静 看了看这个黑脸汉子 这段时间 禁军左营接掌京城 侯将军也经受了不少压力吧 侯敬德身材高大 他低头道 回陛下 禁军中军之事而已 没有什么压力 元昭天子眯了眯眼睛 呵呵一笑 朕听天目间的人说了 说你侯将军的忠勇侯府 都被人在半夜泼了大份 不少人 说你这个禁军将军 助纣为虐 侯敬德跪在地上 连连摇头 陛下 只是有些小人所为而已 臣从未放在心上 陛下是天子 臣中心是君 天经地义 天子自嘲一笑 但是朕没有轻政 无权调动大军 这些天侯将军 应该收到了不少大都督府的文书 要求侯将军退出京城了吧 不管是皇帝轻政 还是不轻政 通过大都督府 还有兵部这类朝廷的程序 才能行使军权 毕竟从理论上来说 大静的军队是大静朝廷的 而不是皇帝私人的 就比如说京畿禁军 想要调动京畿禁军 不只要朝廷的文书 还要大都督府的文书 与兵部的文书 侯敬德收到了天子传令之后 不由分说就驻军京城半个月 已经是极其的中军了 侯敬德沉默了一会儿 低头道 陛下 只要朝廷一天没有 撤掉臣志的禁军将军 禁军就永远听从陛下调遣 大都督府也应该是 陛下的大都督府才对 罢了 元昭天子缓缓吐出一口气 开口道 朕 现在无法掌握朝廷 再这样下去 你这个禁军将军的职位 可能就真的没了 等会你下去 就带着禁军左营 撤出京城 仍旧回左营大营去罢 侯敬德满脸愕然 他跪在地上 咬牙道 陛下 京城里如今暗流汹涌 臣还是觉得 禁军接掌京城为好 这样 一旦京城里有什么异动 禁军可以随时测移 不会有什么异动 天子淡然道 朕还有三禁位在手里 就算有人要动手 也仅可以支撑到禁军入城 朕让你撤出去 你就撤出去 侯敬德这个人 虽然不能说是直肠子 但是的确不善言辞 他直直无无的几声 也说不出什么话 只能叹了口气 低头道 臣 遵命 说吧 他就缓缓退了出去 他走之后 魏阳宫里安静了不少 过了一会儿 大太监萧正出现在天子身后 恭恭敬敬地对着天子弯身 陛下 侯爷已经距离京城不远了 元昭天子有些疲惫地闭上眼睛 坐回了自己的龙榻上 缓缓问道 还要几天 萧正垂手道 最多三天 侯爷就能进京 好 天子点了点头 半躺在床榻上 闭上了眼睛 那就让他们尽量去闹罢 此时京城里的情况 元昭天子基本上已经无力掌控 再这样硬撑下去 即使这样 不如让那些人随便去闹 不管闹得再大 都会有人来收场 于是乎 经兆府释放了沈宽等人 侯敬德也带着进军撤出了京城 沈宽等人被释放回家之后 京城的文官一阵欢呼 以为皇帝已经开始服软 沈相等人被关在经兆府里半个月 虽然说没有怎么吃苦 但是也是形容狼狈 出了经兆府大牢之后 也不顾前来迎接他们的太学生 而是各自回家沐浴休息 休息了两天之后 两位府臣和两个宰府一起 不约而同地来到了永安门门口 以府臣的身份进了永安门 不过他们并没有去卫阳宫面见天子 而是一起来到了后宫的昆德宫门口 静静地等着谢太后的召见 这一路上 宫里的那位也没有阻拦 任由他们到了昆德宫门口 几位府政大臣到了 谢太后虽然不怎么管事 但是也不好不见 他先是派人去通知皇帝 然后就把几位宰府 请进了昆德宫里 沈宽与严守卓走在前面 上书台的另外两位宰府 紧随其后 四个人进了昆德宫 面见了皇太后之后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深深扣手 臣等扣见太后娘娘 谢太后性格温婉 不是掌权的性子 因此这一年多时间 他基本上没有怎么参与国事 不过多少也听说了 朝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微微抬手 笑着说道 诸公快快起身吧 几位宰府 慢慢从地上爬了起来 谢太后略带歉意地说道 听说诸公被关在经兆府里 关了半个月 天子年纪小 唐突各位了 沈宽其身之后 对着谢太后深深低头 太后娘娘 如今天子所作所为 已经不是年纪小 可以演过去的了 我与严司空 据是先帝一诏 任命的俯臣 先帝一诏 至今还在太庙之中摆着 陛下不由分说 没有定下任何罪过 就把我等格职下狱 此事不孝 这位身材受削的宰相 深呼吸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在有天子乱母之事 尚且没有查清楚 魏阳公就直接把楚贵人给杀了 事后楚家三十四口人 更是全部死于非命 楚家唯一剩下的男丁 回京之后夜夜哀嚎 眼睛之中甚至流出血泪 此事不然 我大敬以仁治天下 自太祖皇帝开国定顶 五皇帝横扫天下 一统还愈以来 仁宗昭皇帝 牧宗谨皇帝两代人均历经图治 以仁德代天下 代世人 才有如今我大敬之盛事 说到这里 沈宽跪在地上 低头不再说话 而严司空 则是接过了沈宽的话头 对着谢太后深深拱手 太后娘娘 臣等冒死劝谏陛下 只为陛下能够痛改前妃 回头施案 但是陛下非但不肯纳建 还把我等先后 关在宫中与经兆府中 陛下尚未亲政 就有暴虐誓杀之举 刚毕自用之相 非是人主所为 说到这里 这位严司空沉默了一会儿 也跪在地上 另外两位宰府 也齐齐跪在地上 对着谢太后深深叩手 四个人一口同声 臣等请废天子 立先帝第六子为新君 坐在主位上的太后娘娘 眉头挑了挑 先帝一共有八个皇子 五个公主 因为夫妻两个人关系很不错 先帝经常睡在皇后宫中 因此谢太后一共有两子两女 大儿子自然 就是如今的元昭天子 小儿子在诸皇子之中 排在第六位 也就是他们口中的先帝第六子 这位六皇子 与元昭天子一样 都是嫡子 理论上来说 如果元昭天子暴毕 六皇子就应该是 第一顺位继承人 但是现在 这位六皇子 才六七岁年纪 如果按照这几个载府的意思 元昭天子退位 六皇子四位 那么他们最少 还可以做接近十年的俯臣 太后娘娘凤眉微皱 她淡淡地看了一眼 这几个载府 声音轻朗 主公是受了一些委屈 但是陛下并没有把你们怎么样 还是好生生地站在哀家面前 至于那位储贵人的事情 哀家也去了解了 是不是与陛下有染 还是未知之术 只凭这两件事情 主公就想废地 未免有些而戏了 跪在地上的沈宽没有抬头 开口道 娘娘 我等是臣子本没有废天子的念头 也不敢做此想法 但是如今京城内外 朝野上下 无疑不再说天子失德 说着 她抬头看了一眼太后娘娘 咬牙道 况且 先帝不止陛下与六皇子两个儿子 德妃娘娘与淑妃娘娘 膝下俱有子 而且 娘娘也应该知道 叶家的家主叶明 与崇家家主的长子宠武 此时都已经回京 叶国公不惜放弃在老家守孝 总大也不顾北疆战士 慌慌张张地赶回了京城 他们心里作何想 字不用沉多说 沈宽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德妃娘娘膝下的四皇子 是叶国公的亲外孙 叶家在外长兵也就算了 偏偏进军又赢 还是在李太傅手里 李太傅与叶家是个什么样的交情 朝廷内外无人不知 叶老国公在世的时候 曾公开说 李太傅是叶家的老五 他们两家实是一家 沈宽叹了口气 沉声道 太后娘娘 如今李太傅随时可能回京 等她回京 与叶国公联合在一起 借着天子失德的名头 逼迫天子退位 到时候再继位的 可就不是六皇子了 沈宽贵福在地上 叩首不已 娘娘 此时若无决断 进军又赢 与镇北军内外呼应 大靖朝堂 立刻就要沦落到五人手里 换六皇子登基四位 旁人就算基于地位 也没了由头 大靖仍然是天界的大靖 四位大臣 再次对谢太后叩首 一口同声 臣等貌似 请太后娘娘明见 谢太后坐在自己的软榻上 深深皱眉 过了片刻之后 他才站了起来 缓缓说道 此事事大 哀家需要仔细思量 一番其中厉害 主公先回去等候 哀家过两天 就给主公答复 话说到这个份上 再纠缠下去 也是无用 几位宰斧慢慢地爬了起来 对着太后娘娘行礼之后 连妹退出了昆德宫 等沈宽等人都走了之后 一身淡蓝色长腹的天子 才从昆德宫的屏风后面 走了出来 他走了几步 在太后娘娘身边坐了下来 然后抬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母亲 苦笑道 阿娘 你看他们 何等的狼子野心 难为你了 谢太后叹了口气 拉着自己儿子的手 轻声问道 我儿打算怎么办 元昭天子沉默了一会儿 轻声回应 恶人自有恶人魔 几位宰斧在昆德宫 碰了个软钉子之后 并没有气馁 他们心里也很清楚 这种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 因此 这些人出了宫之后 开始四处游说 上书台的两位宰斧 朝着朝廷九卿 以及金兆颖的府上走去 而严守卓 则是去了忠永侯府 也就是侯敬德的家中 沈宽去了一趟崇家 去见回京不久的中午 这些人都是有大面子的人 他们亲自上门见谁 一般没有见不到的 而只要他们见到了人 不管谈成还是谈不成 朝野上下都会认为 他们谈成了 到时候大事建成 就谁也挡不住了 皇帝挡不住 太后挡不住 那个孱弱不堪的山音谢氏 更是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面对这些宰相的奔忙 元昭天子 似乎已经放弃了抵抗 他就静静地待在卫阳宫里 每日仍旧赵汉林进宫讲学 除此之外 每天该吃吃 该喝喝 内庭八间里 除了天幕间的人 还在奔走之外 那时间似乎也不再有所动作 更重要的是 京城里的三进卫 也各回其思 雨林卫回了城南的雨林卫大营 千牛卫回了城西的千牛卫大营 那位仍旧日常轮值进宫 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过了两天 天空中阴云密布 元昭元年的第一场雪 从乌云之中缓缓坠落 这场雪下得很大 整整下了三天 京城的老人都连连感慨 说上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雪 还是承得17年的时候 已经十几年 不见这么大的大雪了 到了第三天 漫天大雪终于稍稍停了一些 不过京城内外 还是有厚厚的积雪 京兆府的差役 开始组织各方的方钉 出来清扫积雪 扫了一整天 大部分路上 也只是清扫出了一条不怎么宽敞 只能容忍行走的小路 不过京城的主干道 也就是德胜大街 被京兆府花了大力气 清扫出来了一条路 到了下午的时候 一辆通体黑色的马车 从永乐方出发 一直走到南城门 然后马车就停在了南城门门口 静静地等着 似乎是在等人 南城门直守的兵丁 都有些不太理解 眼下京城里的路 才勉强清了出来 城外的官道被积雪覆盖 走不了车马 连续好几天城外都不见人 哪里可以等得到人进城 不过这马车里的人 有公里的令牌 他们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陪在这里等着 冬天昼短夜长 很快天色就暗了下来 黑色的马车仍旧不肯走 在城南静静地等着 马车里 一个中年人的声音叹了口气 轻声道 陛下 大雪风道 估计走不了路 而且按照平常 就算李侯爷这个时辰到了城门 城门也关了 他们今天多半不会来了 我们先回宫里去 明天再来迎李侯爷吧 一身黑衣的少年人 缓缓摇头 李氏在信里说了 今天会到 今天就一定会到 他没有骗过我 萧正有些无奈地守在这个少年天子身边 又往马车里的铜炉里 添了几块银泻炭 很快 天色就完全黑了下来 马车外面又开始飘起了小雪 寒风凛冽 元昭天子仍旧守在城门口 静静地等着 一百多个红衣那位 已经接掌了南城门 南城门依旧敞开 而不是像平日那样 日落闭门 到了虚实出客 外面已经越来越冷 马车里的炉火 也有点挡不住寒意 萧正又添了几块炭 看着有些执拗的天子 心里暗暗叹了口气 他心里明白 天子之所以这么执着地 等着理性回京 是因为他已经盼了太久太久了 这些天他一个人在京城里 独自面对那些老狐狸 可以说是孤立无援 毕竟是个少年人 心里多少有点坚持不住了 他迫切地需要理性回京 帮他撑场子 虚实三刻 萧正正要再次劝说皇帝回宫的时候 远处的关道上 突然出现了火光 火光越来越近 渐渐可以看清楚 是七八个火把 火把下面是十来个人 这十来个人都是不行 不过中间那个人 牵着一匹高大的大黑马 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走 小皇帝立刻掀开车帘 跳了下去 跳下去的一瞬间 寒风冷雪扑面而来 不过天子全部在意 踩着几乎没膝盖的积雪 朝着几个人奔了过去 萧正没有办法 只能跟着跑了过去 他穿着一身大红的衣裳 在纯白色的雪地了 颇为惹眼 天子还是个少年人 本来就身子灵活 这会儿又有了心气 在雪地里奔得极快 很快距离那一拨人 只有五六米的距离 他终于看清了来人 十几个人里 李信被簇拥在最中间 他牵着一匹大黑马 穿着一身厚重的球子 因为赶路 头发还有眉毛上 已经沾了一些冰晶 脸还有鼻子 都已经冻得有些发青了 天子眼睛有些发红 他从小在静安侯府长大 自然知道自己这个辜负 天不怕地不怕 就是特别怕冷 一到冬天 屋子里必须要点炉子 身上还要佐过一层 又裹一层 很少有人能让他在大雪天出门 天子走了上去 在一行人面前站定 规规矩矩地一一到地 学生 见过老师 本来李信两天前就能到京城 但是大雪风道 不得已在路上耽搁了两天 因为京城里情况紧急 今天雪稍稍停了一些 他就立刻带着手下人赶路 积雪太厚马不能骑 就只能牵在手里 这会儿还在下着小雪 眼前这个深深作依的少年人 身上还有头发上 也落了一层薄薄的雪花 金安侯也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越过众人 上前把少年人扶了起来 被冻得发青的脸庞 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身为大镜天子 怎么能这么实态 不管他们两个人之间 因为身份存在了 有多少猜忌跟心眼 但是十来年时间 养成的情分总是真的 少年人这大半年时间 被那些老狐狸欺负得太惨 此时听到李信唇厚的声音 眼睛立刻就红了 李信扶他起来 他就是拉着李信的袖子 声音有些哽咽 姑父 他们欺负我 金安侯爷先是一愣 随即从腰里取下一个酒囊 自己先喝了一口 然后递在了小皇帝手里 这是太康二年产的注农酒 最烈的那一种 喝两口屈屈寒 元昭天子接过酒囊 仰头喝了一大口 烈酒很冲 呛得他咳了两声才缓过来 不过也很好用 周深的寒意立刻散了不少 金安侯爷牵着他的手 朝着前方的南城门走去 一边走一边开口说话 你是天子 只有你欺负别人 没有别人欺负你 寒风吹来 让李侯爷的声音变得飘渺起来 我来教你如何做天子 漫天风雪之下 金安侯爷牵着 比他矮了大半个头的少年人 在夜色之中走进了京城 权力场上 没有什么感情能够真正存在 父子之间尚且会因为地位刀兵相向 师徒之间自然也不成 天子与李姓之间 现在之所以这么亲密无间 是因为双方彼此需要 天子需要李姓来给他占场子 将京城这个烂摊子 重新收拾干净 而李姓也需要借着这个机会 重新回到权力中心 拿到他想要拿到的东西 当然了 两个人之间也不是单纯的利益关系 撇开这种需求以外 天子毕竟是李姓看着长大的 李姓把他当成晚辈 他也把李姓当成长辈 毕竟不管坐在什么位置上 大家都是人 十多年相处下来 就是快石头也捂热了 因为德胜大街 已经被清理出了一条路 进了京城之后就好走多了 李姓坐进了天子的马车里 围着火炉烤火 他的确很怕冷 这是成德17年留下来的毛病 从那年大雪之后 他就见不得寒比常人更加聚冷 这些年每年冬天都不太好过 师徒两个人在马车里说了一路的话 马车最终在永乐坊停下 李姓围着火炉搓了搓手 开口道 陛下 我到家了 先回家歇一携 明日再进宫 元昭天子这会儿 已经不像刚才那么激动 他看了李姓一眼 开口道 姑母不在京城 您府上也没有什么人 老师您干脆跟我一起 进宫住一晚上 那可不行 静安侯爷笑着说道 君臣之间有君臣之间的规矩 陛下已经吃了礼法的亏 总不能让陈明天 也被那些大头书生参奏一本 说成会乱后宫罢 元昭天子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问道 那老师 你明日可要早一些进宫 沈宽他们这段时间准备了许久 朝廷上下的官员 也被他们说动了不少 明日就是大朝会 静安侯爷眯了眯眼睛 开口问道 上书台的意思是 要废了陛下 立六皇子 天子点了点头 有些无奈地说道 六弟与我一母同胞 但是今年过了年 也才六岁 我明白他们的想法 立了六弟 他十六岁才能亲政 这些人又可以做十年的俯臣 识人说梦 静安侯爷呵呵一笑 朝堂可以约束天下 但是天下也不仅仅是在朝堂 天下那么大 哪里是那几个大头书生玩一玩 心眼就能够拿捏在手里的 都有哪些人 倒向了省宽 因为天冷 元昭天子吐出了一口白气 他缓缓开口 崇家与叶家 他们都派人去过 具体谈得怎么样 天幕间的人也查不到 不过大都督机灵 多半是倒向了他们 朝堂上下的文官 最少有半数以上 是支持省宽他们的 这些文官抱团 裹挟了朝廷中大半的位置 如果不是这样 弟子自己也可以处理掉他们 陛下不了解这些读书人 静安侯爷呵呵一笑 他们的骨头 远没有陛下想得那么硬 最开始的时候 只要杀上几个人 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不过现在发展到这个地步 这些人已经到了 不成功变成人的地步 就不太好办了 最开始的时候 如果元昭天子果决一些 直接动手 把省宽等人给杀了 或许会留一些骂名 但不管省宽等人 有多少门生顾虑 这些文官 是不会因为自己的老师 或者上官冤死了 就嗷嗷叫提着刀 来寻皇帝报仇的 很少人会有这种骨气 他们多半会忍辱负重 继续做自己的官 明面上当做什么事情 也没有发生过 不过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又跟开始的时候 不太一样了 如今有不少人 已经参与到了废地 知识当中 事情成了他们飞黄腾达 一飞冲天 是拜他们 自然满门抄斩 一败涂地 这个时候 身家性命已经压了上去 他们就会死死抱团 此时杀人 就不是杀一个两个 那么简单了 元昭天子看向李姓 开口问道 老师的意思是 明日大朝会 臣也会去 金安侯爷面色平静 开口道 到时候 陛下只要一如往常就好 剩下的事情 交给臣来办 说到这里 李姓顿了顿 再有就是 天目监与金照府那里 关于楚贵人一家的案卷 请陛下找人送到我家里来 元昭天子立刻点头 一会儿我就让肖正 送到老师府上去 金安侯爷笑了笑 掀开车帘 弯身走下了马车 马车停在永乐坊的巷子里 距离金安侯府不是很远 李姓裹了裹身上的球子 对着天子的车架微微低头 天色不早了 陛下回宫去罢 元昭天子掀开车帘 看了李姓一眼 咬牙问道 老师 我把三进位都交在你手里 李太傅笑着摇了摇头 用不了那么多人 进军不方便进城 陛下从雨林卫里 抽出一个校尾营给我就行 元昭天子决然道 明天一早 我让谢代来老师府上听用 谢代执掌雨林卫 天子这句话 就是把雨林卫 重新交到了李姓手里 李姓文言 只是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天子的马车缓缓离开 李姓也在沈刚等人的簇拥之下 回到了静安侯府 此时 李姓的家人多半都在永州 京城这边的侯府里 只留了不到一百个下人 负责日常维护 李姓一回来之后 侯府里立刻热闹了起来 李姓脱掉了身上 满是冰雪的球子 随手扔在一边 让下人烧了热水之后 美美地洗了个澡 然后上床闭上了眼睛 这几天大雪封路 本来是回不来京城的 强行赶路颇为辛苦 他洗完澡之后 刚躺在床上 一阵困意袭来 就闭上了眼睛 因为很是劳累 这一觉睡得很香 甚至连梦也没有做 一觉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 天色大亮 这天大雪出庭 阳光扑洒下来 爬了起来 下人连忙端来热水 给他洗脸 李姓洗漱完之后 抬头看了看天色 对着伺候的丫鬟皱眉 问道 什么时辰了 丫鬟连忙低头 恭声道 回侯爷 四十出了 李姓闻言一愣 随即连忙起身 更衣 换朝服 下人们连忙 把他的朝服取了上来 围成一圈 给他更换 颇为繁琐的朝服 李姓一边换衣服 一边看向皇城的方向 心里暗自摇头 大镜的大朝会 明日里生物中极准 一大早天 不亮就能睁眼 今天也是 累得很了 竟然睡过了 李姓现在有些担心 小皇帝能不能 在那些人的手底下 坚持一个时辰 睡懒叫害人啊 魏央宫里 已经有大半朝臣 跪在了地上 伏地不语 为首的 正是沈宽等人 他们不是府城 就是宰相 不曾亲政的皇帝 可以把他们关起来 但是很难把他们霸职 因此 大朝会的时候 这些人还是可以来上朝 况且今日 元昭天子心里有了底气 也没有想再躲着他们 本来他以为 李姓一大早 就会出现在魏央宫里 震慑朝堂 澄清玉宇 到时候 这些乱臣贼子 统统都会被李姓 一个人挡在外面 但是没有想到 陈时初开始的大朝会 李姓一直没有到 于是乎 就有了现在的这个场景 沈宽等人 列举了天子失德之处 尤其是把楚贵人一家的死 全部推托到了皇帝身上 不过在魏央宫里 他并不敢直接 要求皇帝退位 而是要求皇帝修养德性 还政于朝 由朝中俯陈礼政 太后监国 皇帝本人在宫里好生 接受圣人教会 等德性完备之后 再行轻政 如今元昭天子的名声 已经坏到了极点 在朝野上下看来 废地都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沈宽等人的要求 已经是非常合理的要求 天子没有理由不答应 但是坐在地位上的元昭天子 始终没有松口 于是乎 就有了现在大半百官 跪在魏央宫里请愿的场景 没有跪下的人 只有寥寥七八个人 其中包括了金兆福尹周顺德 严守桌跪在最前面 他扣手道 先前陛下用天幕间 查出了 臣等历年所犯之过错 都交由三法四论断 无论判法如何 臣等悉数都认 该贬官的贬官 该霸职的霸职 上书台和御史台的位置 臣等也都可以让出来 交给房相 他们打理 臣等 非是求权之人 严司空扣手道 陛下登基一年 却有失德之处 如德行不修行完善 为人君父 天下恐将大乱 臣等恳请陛下还政于朝 事后陛下要杀要寡 臣等引颈救路 沈宽与另外两位宰府 带着他们的一众门声顾力 跪倒在地上 声音沉重 臣等 愿引颈救路 元昭天子坐在地位上 脸色战红 他咬牙道 楚贵人一事 经兆福已经查得明明白白 至于宫中之事 也许朕无关 而等不分青红皂白 就把这件事情 硬扣在了朕的头上 可有半点 把朕这个君父放在眼里 今日殿中下跪诸臣 据是不忠不孝之徒吗 无人应答 殿中沉默许久之后 沈宽抬头看了一眼 仍旧站着的 金兆福尹周顺德 门声道 陛下 这位金兆福尹 恐怕已经被权欲 蒙闭了眼睛 全不记得圣人教会 金兆福查出的东西 只会是陛下愿意看到的东西 周顺德对着沈宽怒目而视 沈宽 本官原尽你是宰府 也是金兆福的上官 从未对你恶言相向 我金兆福所查之事 向来人证物证俱全 你空口白牙 就想抹黑我金兆福 那日 我金兆福审查那些山贼匪类 讯问得知 他们去杀害楚家 一门三十余人 乃是有人指使 这背后到底是谁指使的 沈相心里比谁都清楚 沈宽跪在地上 门声道 自然是有人指使山贼所为 总不能要大进的敬畏 去屠杀大进的子民 听说 楚贵人之事事发之后 陛下曾经亲口说 要以楚贵人三足 说到这里 他就没有再说下去了 当日楚贵人莫名其妙 出现在卫阳宫里之后 元昭天子被气个半死 的确说过 要以楚贵人三足的话 但是这话 只是私下里说的 从未传出去 天子被气得咬牙切齿 沈相真是耳目通天 正在宫中的私语 也能落入沈相的耳中 此时已经撕破脸皮 沈宽也不再避讳什么 他沉声道 陛下既然说了 便不应该怕人知道 宫人向宫外传话的事情 并不少见 不管是在承德朝 还是太康朝 都会有大臣向天子 进士打听皇帝说过什么话 从而揣摩圣意 这是内侍兼工人 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当年承德朝的时候 承德天子就自嘲说 他在宫里放了一个屁 半个京城的人都能闻得见 元昭天子怒哼了一声 咬牙道 朕尚未亲政 朱卿便逼朕还政 那按照你们的意思 朕什么时候亲政才算合适 严守朱跪地叩首 开口道 先昭皇帝24岁四位登基 锦皇帝23岁四位登基 据是一世明君 臣等商量过了 陛下年纪尚幼 因18岁之后 在清政礼朝 天子今年15岁 原本再过一年 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清政 但是严守捉轻飘的一句话 就要让他再等上三年时间 现在 这些文官基本跟元昭天子 已经撕破脸皮 他们绝对不会让元昭天子 真正清政 否则到时候 他们全部都要人头落地 现在提出18岁清政 也只是缓兵之计 如果计划成功 这三年时间 都是这些文官在朝理政 到时候朝廷内外 都会被他们安插上自己的人手 届时费力皇帝 就要比现在容易得多了 元昭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勉强平复心情之后 转头看向大都督基灵 冷着脸说道 大都督也是这个意思 基灵跪在地上 叩首道 臣掌军务 不宜插手正式 一切都由陛下与太后娘娘抉择 这个时候 大都督府不反对 就已经是支持了 大都督府与理性 有过一段不愉快 而且如今舆论 已经完全不在天子这一边 再加上那些文官每日游说 如今这位大都督 屁股多少已经歪向了文官那一边 元昭天子冷笑一声 朕如何抉择 你们还听得进去吗 基灵跪在地上 沉默不语 气氛再次僵持了下来 这个时候 一个一身淡紫色衣裳的太监肖怀 小鹿小袍跑到了干爹肖正面前 富尔说了几句话 肖正皱了皱眉头 走到天子面前 低头道 陛下 李侯爷到了 元昭天子脸色一洗 正要宣李信进来 就听到肖正继续说道 陛下 李侯爷他 带了四五十个雨林位过的永安门 这会儿已经到了魏阳宫门口了 您的意思是 按理说 不管是谁 上朝都不可能带着敬畏一起 元昭天子先是皱了皱眉头 然后闭上眼睛 开口道 直接让李诗进来 肖正点了点头 对着肖怀打了个手势 肖怀会议 跑到了魏阳宫门口 高声唱道 宣太夫敬见 这一声高唱 声音间隙 非常有穿透力 同时 魏阳宫里 跪在最前面那一排的人 心里都是一惊 沈宽更是转头 看了眼手桌一眼 目光惊疑不定 严司空也是大皱眉头 此时所有的文官心里 都只有一个念头 他怎么回来了 正在众人思索的时候 穿着一身紫色巢服的静安侯爷 已经迈步 走进了魏阳宫 因为这几天吹了不少风雪 脸色有些发红 皮肤略显粗糙了几分 不过身材高大的他 穿着一身高大的巢服 走在魏阳宫里 很是有一股气势在 静安侯爷走进魏阳宫 先是跪地对天子行礼 元昭天子连忙站了起来 示意他平身免礼 李太傅起身之后就 回头看了看跪了一地的文官们 脸上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诸位 好久不见啊 十余年前 人成功变之后 李姓就已经是静安侯 只不过那个时候 他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人 虽然位高权重 但是京城里的这些老人 只当他是一个爆发户 明面上虽然尊重 但是难免把他当成个孩子 但是如今的静安侯爷 已经二十八岁了 他在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开始叙叙 十多年朝堂臣服 再加上官场战场的磨练 如今的静安侯爷 不说气势害人 但是身上已经有了一些 老国公夜圣的影子 整个朝堂 不管是谁 包括天子在内 没有人再敢轻视他半分 他只是轻轻地问了一句好 沈宽与严守卓等人 眼神都微微有些闪烁 李侯爷笑容和善 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众多文官 微笑道 昨天赶了一天的路 今天起晚了 没能一早来参与朝会 诸位在商量什么呢 怎么都在地上跪着 我大静 似乎没有跪着异政的规矩吧 沈宽沉默了一会儿 从地上站起来 开口道 李太傅不是回乡给老母扫墓去了吗 何时回经来的 李姓面色平静 淡然开口 本来是在永州老家 准备歇个两三年再说的 但是在老家听说西南那边出了事 好像是蜀王府与朝廷起了争端 要打起来了 就想着回经来问一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昨天刚到的京城 沈相与严司空都跪在地上 不知道是因为 沈宽沉默了一会儿 微微欠身 太傅身份尊贵 但不是先帝一命的俯臣 我等受先帝之命辅政立国 今日之事 是及我大静设计钢筒 还请太傅不要插手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然后看向了魏央宫里跪了一地的官员 陈生道 否则就是与朝堂百官为敌 这些文官并不怎么怕皇帝 一来是因为皇帝没有亲政 二来是皇帝要顾及民生 但是他们却害怕 李信这种不讲道理的丘巴 这位李侯爷 十多年在朝廷里 做事从来都是肆无忌惮 从不吃亏 偏偏他手里还掌握了禁军 如果他真的要插手进来 站在天子那一边 今天的事情就很难办了 静安侯爷不再理会沈宽 而是转头看向元昭天子 微微躬身 陛下 陈出回京 不知道京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陛下可否未成解惑 元昭天子点了点头 对肖正开口道 去把前因后果 说给李氏听 肖正立刻点头 走下御街 来到李信身边 躬身低头 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一说给了李信听 静安侯爷听完之后 往前走了两步 走到了百官最前列 然后转过身子 面朝百官 脸上的笑意已经收敛不见 他面无表情 看向这些跪在地上的官员 诸位 这是要公辩 还是要造法啊 沈宽怒哼道 天子失德 我等只是请求天子暂缓清政 修养德行 殿中诸臣都已经点头同意 到时候 陛下仍然是陛下 如何就是公辩了 李太夫莫要血口喷人 百官跪地 胁迫天子 如何不是公辩 静安侯爷冷笑一声 一群胆大包天之人 这个时候不思悔改 以为人多势众 朝廷就奈何不得你们了 他回头看向天子 低头拱手道 陛下 沈宽与严守卓等人 公然在朝劫棚挡 互相裹挟 到如今魏央宫中臣子 竟有半数以上 目无君上 大尽祖宗立下的规矩 天子十六岁清政 五皇帝十三岁登基 十五岁就已经执掌朝政 今日他们能联合在一起 逼迫陛下暂缓清政 明日就能用同样的法则 费力天子 说到这里 金安侯爷转头看向沈宽 声音冷烈 先帝立府臣 立的是辅佐天子之臣 不是费力天子之臣 今日你等公然捧党胁迫天子 意欲何为 李信对着天子 恭敬抱拳 臣请全权彻查此事 这番话可以说是 说到皇帝星坎里去了 天子等了一上午 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声音都微微带着颤抖 朕一有此意 就请李师赞领与临卫 牵牛卫 彻查此事 李信得了旨意 转过头 看向跪在地上的文武群臣 然后走到了右侧 第一排的机灵面前 瞇了瞇眼睛 机灵这会儿还是跪着的 李信就半蹲了下来 低声跟他说话 大都多 年初我在京城的时候 就与你说过 你是武官 不要与文官私混到一起 差不多一年时间过去 大都多半点都没有 把我的话听进去 机灵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闷声闷气地说道 李太傅 这件事没有文武之分 如果陛下没有错 我是大静宗士 自然会站在陛下那一边 静安侯爷半眯着眼睛 呵呵一笑 说句大都多不爱听的话 像你这种手术两端 朝三暮四之辈 不仅比前任大都多鸡评差得远 就是比起裴静 也要逊色良多 如果你不是宗士 给你一百年 你也做不到这个位置上来 安生在家做国公 靠着姓氏 想一辈子服多好 何苦出来做官 出来做官也就罢了 海尔龙眼瞎 哪怕是机灵 也被李信这番话气得不轻 他怒视了一眼李信 怒声道 李长安 你不要欺人太甚 李信呵呵一笑 看着吧 看着这一次 你身上这个姓氏 能不能保住你的身家性命 说吧 静安侯爷长生而起 转头看向店中的文武百官 声音冷烈 上书左仆叶审 上书又蒲叶孙几周等人 甲公祭司 广结朋党 来人 与本官把他们绑了 送到大理寺大牢去 几十个羽灵位 已经在外面等候了许久 文言也不顾忌什么 直接冲进了魏阳宫 按照李信先前的吩咐 用把这几个文官魁首 用麻绳绑了起来 蛮横地勒住嘴巴之后 压出了魏阳宫 他们离开之后 李信并没有走 而是面无表情地 看向跪在地上的这些群臣 我大进去岁春围 娶了两百多个进士 再过两年 又可以开春围 甚至于今年就可以开恩科取士 从来就不缺愿意做官的人 你们跪在地上的 现在站起来 这件事就当做没有发生过 如果仍旧执迷不悟 身家性命都搭进去 也不够赔的 文官的联盟本来就脆弱 更何况几个宰相 被李信完全不讲道理地 直接给绑走了 魏阳宫里剩下的人 顿时人心惶惶 被李信这么一下 不少人就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 静安侯爷半眯着眼睛 扫了一眼仍旧跪在地上的二十多个人 呵呵冷笑 他回头 对着地座上的天子 躬身抱拳 声音很是平静 陛下 臣去杀人了 元昭天子恶然点头 李信慢慢退出了魏阳宫 转身副手离开 大袖飘飘 控制魏阳宫的局势 只是第一步 如果只做到这一步 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 关键是要敢杀人 敢杀皇帝 也不敢杀的人 杀到他们都怕了 风波自然就平定了 这是元昭天子不敢背 也背不起的骂名 不过对于李信 却无关痛痒 他这些年经常给皇帝背黑锅 已经驾轻救赎 静安侯爷副手走出魏阳宫 行走在宫墙里的时候 回头看了一眼 身后的魏阳宫大殿 有些不懈地撇了撇嘴 五皇帝上午雄风 指三代人 就丢得一干二净 杀人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三岁小儿手持戾气 一样能一击杀人 但是怎么杀 去杀谁 就是很讲究的事情了 李信出魏阳宫之后 没有回家 直接奔着大理寺大牢走去 他刚到大理寺 还没有见到 被压在大理寺大牢里的沈刚等人 现任的大理寺亲韩雍 便从魏阳宫赶了过来 这位大理寺亲 跑得气喘吁吁 好容易赶了回来 对着李信连连拱手 太父 太父 您不是要在 我大理寺大牢杀人吧 静安侯爷面无表情 开口道 韩亲正不许 韩雍苦笑道 非是下官不许 但是几位宰相的罪过 一来罪不至死 二来 既然进了大理寺 好歹也要我大理寺的人 去查一查才对 您不能这样 全部讲道理不是 什么是道理 静安侯爷上下 打量了一番这位大理寺亲 冷笑道 没有记错的话 如今的御史大夫严守卓 曾经也是大理寺亲 是韩清正的老上司 韩雍面色肃然 太父 我大理寺长平绝预送 就是刑不断死的犯人 大理寺也可以否了 更何况几位宰相 还没有进刑不断死 您是当朝太父 又是几朝的老臣 总不能带头 坏了朝廷的规矩不是 下官与严司空的确有救 但是三法司里无有私情 大理寺一切按着章程办事 今日要是太父 在大理寺里把人杀了 下官这个大理寺亲 将会是大经最无能的一人 大理寺亲 韩雍对着理性深深低头 太父 且容大理寺审查几日 静安侯爷面无表情 冷眼看了看自己面前的中年人 方才未央宫里 韩清正应该已经听到了 陛下说的话 陛下说让本官专权此事 怎么你们这群文官 到了这个时候 还想着抱团无视天子圣意吗 理性挥了挥手 身后四五十个羽灵位 立刻围了上来 站在了理性身后 听好了 本官今日只是借用大理寺大牢 非是把他们几个交给了大理寺 如果韩清正觉得不合章程 本官也可以暂时接掌大理寺 韩雍看了看理性身后 如狼似虎的羽灵位 咽了口唾沫 李太夫 你 静安侯爷冷冷一笑 方才在未央宫里 你韩清正也是贵地众人之一 是 你后来站起来了 本官也说过 可以不予追究 但是你也是严司空捧党之一 查与不查 只是本官一句话而已 给我让开 韩雍是正儿八经的读书人出身 二十多岁重镜时入朝为官 是一个连公母都没有摸过的文人 被李性这个大将军一鹤 立刻吓得退后了几步 让开了与灵位大牢的路 李性迈步走了进去 回头看了一眼韩雍 韩清正 你脑子里的朝堂规矩 现在没有用了 你这个时候 还妄想护住严手桌 你还是回家想一想 如何自保吧 这件事绝不会止于牢中这五个人 大静成平四十多年 朝廷里的文官越发放肆了 如今这个京城 不用鲜血清洗一遍 你们这些读书人 便不知道什么叫做敬畏 能做到大理寺卿 韩雍自然不是蠢物 李性这几句话 他已经明白了 这位太父想要做什么 韩清正咬了咬牙 对着李性的背影怒声道 五皇帝一统天下之时 便定下了与士大夫共天下 太父若是善杀文臣 定然遗臭万年 被后人世代唾骂 静安侯爷头也没有回 声音冷漠 万般醉过 老子单了 说吧 他大踏步走进了大理寺大牢 他身后的雨林卫 跟进去了五六个 剩下的雨林卫 则是留在外面 看守住大牢的门户 禁止任何人 再进入大理寺大牢 方才在卫阳宫里 被押进大理寺大牢的四个宰相 还有一个御史大夫 都被关在大理寺最深处的大牢里 一般普通的案件 都是刑部处理 只有有争议的案件 大理寺才会过问 由大理寺负责的 一定都是有关身的人 因此 大理寺大牢条件很不错 没有太多难闻的味道 牢房里的甘草 也是全新的 没有太委屈几位宰府 几位宰府 被分别关在五个牢房里 不过都在一起 静安侯爷来到这五个牢房门口的时候 让人搬了把椅子过来 在五个牢房的中间坐了下来 此时几位宰府已经知道理性到了 但是他们都面向墙壁 不愿意看着理性 静安侯爷坐在椅子上 也没有说话 而是让人泡了一杯茶过来 端在手里 不急不慢地喝完一杯茶之后 他随手把手里的茶扔在了地上 轻瓷的碗一碰到地面 立刻摔成了粉碎 大牢里本来没有什么声音 随着这一声轻瓷破碎的声音 五个人身子都被吓得不自觉颤了颤 静安侯爷坐在椅子上 两只手插在袖子里 淡淡地开口说道 从前看过一个故事 故事里有一个大臣 与诸位一样也是俯臣 用意估计 与诸位也是大差不差 皇帝在位二十八天 他就觉得皇帝不太行 于是直接废了天子 又换了一个 说到这里 理性笑了笑 但是那位大臣 是掌管天下兵马的大将军 而诸位 只是掌管御史台 与尚书台的文官 五位最顶端的读书人 都寂静不语 没有理会理性 理性也不生气 继续开口说话 几位一没有拿到三进位 二没有拿到京畿进军 只凭这一个可以调兵 但是不能长兵 而且还手术两端的大嘟嘟机灵 就要阴谋废地 未免太过天真了一些 此时 诸位的谋算 很明显已经失败了 金安侯爷脸上的笑意收敛 继续说道 眼下剩下的问题是 几位想要京城里死多少人 你们五位是一定跑不掉的了 现在 我会给几位准备笔墨 各位各自写下一份名单 作为平息这一场正乱 至于纸上写多少人 全看各位诚意 说到这里 理性站了起来 背负双手 声音冷烈 但是 如果几位写的名单 不能让本官满意 本官可就要行五皇帝眼镇就是了 五皇帝时期 有人抑郁眼镇天子 被发现之后 天子震怒 命库里 周园里行瓜万钞 顺藤摸瓜 摘瓜扯藤 一年多时间 京城里光死人 就死了一万多 被抄家流放的 更是不计其数 五位宰相 都是把历朝典故 盗背如流的人 自然知道 眼镇就是什么意思 听到李信这句话之后 都忍不住颤了颤 一直沉默不语的沈宽 回头对着李信 怒目而是 卖探贼 你要毁了大晋三代人证吗 当一个朝代太平久了 风气自然就会慢慢偏向文人 大晋开国的时候 只是一个偏安王朝 几代皇帝饱受北周欺凌 到了五皇帝时期 王朝风气上午 这才有了李治杰与叶盛 这种猛难的出现 五皇帝一招 彻底解决了外患 不管是南暑还是北周 都被那一代君臣 打得灰飞烟灭 但是天下一统之后 脾气暴躁 酷爱武功的五皇帝 并没有继续推崇武力 而是为了巩固统治 宣布与士大夫共天下 正是因为这句话 当时北周的不少详臣 进入了大晋朝廷 为大晋尽心尽力 时至今日 大晋朝堂里 还有不少北周旧臣 或者北周旧臣的后人 五皇帝之后 承得天子修养生息 施行人证 废除了五皇帝时期 一些不合理的科政以及规矩 还赦免了不少 五皇帝时期的冤案 随后的太康朝 也基本继承了 承得天子的政策 没有太多改变 所以 沈宽才会说 大晋三代人政 正是因为 从大晋一统之后 朝廷对这些读书人太好了 在张曲还储 这些承得朝时期的 贤相走下朝堂之后 沈宽这些上书台后辈 才会心大到如此地步 妄想控制朝政 改天换日 直到现在 沈宽依旧不肯低头 对着李信张口就骂 这个时代 直呼对方姓名 已经是很不尊重 更不要说接对方短了 李信当年卖探的旧事 从他发迹之后 基本就没有人敢再提起 像这种当面 骂一句卖探贼的 更是从未有过 如果是这个时代的人 这个时候 说不定就抱起杀人了 但是李信不太在意这些 他半眯着眼睛 当然道 还是第一次 听到有人这么称呼我 沈相倒是很有创造力 已经翻脸了 沈宽也不顾及太多 怒骂道 你借攀附先帝 才得入朝廷 发迹之后 更是包藏祸心 勾结西南反贼 图谋不轨 如今居然要对我 被载府大开杀戒 大近四十余年 向来后代士大夫 你李长安一见南蛮爷子 卖探饭夫 要坏我大进国运吗 骂得好 李太傅府长微笑 早知道你们这些大头书生 明面上一口一个太傅 心里一直瞧我不起 不过瞧得很 我也瞧你们不起 承得朝时浩然功与还相 才是真正的读书人 你们这些后辈 嘴上一口一个大进设计 被地理那个不是 哪天做宰府做得厌了 你们是不是要 再来一次废地 自己坐到那个位置上去 我南蛮爷子 静安侯爷冷冷一笑 从身后雨林卫的腰里 抽出明晃晃的长刀握在手里 狠狠一刀披在牢房的木头上 冷声道 要不要给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野蛮 沈宽已经豁了出去 昂首道 你现在便动手杀了本相 百年之后 你李长安必然被后人唾骂 挖坟鞭尸 一臭万年 这位尚书台左相 因为内心过度恐惧 这会儿已经有点歇斯底里了 他嘴里喷着口水 对着李信咒骂道 我等阴谋废地 你李信就是圣人了 你眼巴巴地从永州跑回京城来 指不定内心里藏什么阴谋 你 他话说到这里 便戛然而止 因为一柄长刀 已经从他胸口插了进去 没入树齿 鲜血从他胸口喷涌而出 这位左相大人倒在地上 在地上抽搐 眼见就活不成了 刚动完手的静安侯爷 冷眼看了看沈宽 再次把双手插进袖子里 面无表情 到现在还看不清形势 真以为我不敢杀你 静安侯爷冷哼了一声 老子十六岁动手杀人 杀你就跟杀鸡一样简单 沈宽在地上抽搐了一会儿 就慢慢不动了 睁着大眼睛死不瞑目 静安侯爷脸色古井无波 便宜你了 说吧 他回头看向另外四个人 淡然道 诸位是与我合作 还是要像沈相这样 死在大理寺大牢里 然后一家老小 弟子门人 彤彤因他而罹难 眼手捉相比较沈宽 严司空也有些坚持不住了 他有些畏惧地看了一眼李信 咽了口口水之后 声音有些颤抖 李 李太傅 你杀了先帝一命的俯臣 那又如何 李信坐回了椅子上 冷声道 我回京城来 就是做这件事的 你们无非是欺负陛下懦弱 不敢动手杀人 现在我可以把杀人的罪责 都揽到自己头上 严司空觉得朝廷的律法 能落得到我的头上 眼手捉紧咬牙关 浑身都在微微颤抖 两久之后 他才颤声道 太傅 我等罪不至此 李信对着身后挥了挥手 开口道 给严司空和三位宰相 弄些纸笔过来 大理寺的牢房 算是豪华型的 牢房里就有笔墨纸燕 很快几个羽林卫 就把纸笔递到了 几个人的牢房里 现在写 李信坐回了自己的椅子上 面无表情 你们虽然已经难逃一死 但是只要你们交代出党羽 本官可以做主 放你们各自家人一条生路 让他们去北江充郡 如果你们不配合 沈宽就是你们的下场 静安侯爷声音冰冷 沈家会被满门抄斩 沈宽的门声顾力 一个也跑不掉 瓜万钞的故事 诸位应该比我熟 绝大读书读书人 都是没有什么骨气的 生死临头的时候 这些人很容易低头 不管前一刻如何大意凛然 刀斧加身的时候 很少有人能坚持下来 或许当年的浩然公张渠 与门下适中还处可以 但是现在这几个人 显然不行 这四个人当中 甚至有人被吓得贪软在地 勉强捡起手中的毛笔 也抖得厉害 颤巍巍写不成字 李信也不着急 让雨林卫去收拾沈宽的尸体 她自己则是坐在椅子上 闭目养神 静静地等着 差不多到午后 严守桌终于最后一个停笔 这四个人里 每个人都写了一串长长的名单 最少的一个也有二十多个人名 金官与地方官都有 李信让人把这四份名单都收了上来 看也不看就收进了袖子里 然后面无表情看向这四个人 冷声道 现在开始写认罪书 严司空咬牙看向李信 李太傅要我们写什么认罪书 自然是结交捧党 阴谋废地 包藏祸心 图谋不轨 再有就是你们先前各自的罪行 全部都写在纸上 静安侯爷半眯着眼睛 不带感情地笑了笑 当然 写不写随你们 李信是在上午从卫阳宫出来 到的大理寺大牢 等他从大理寺大牢走出去的时候 已经是午后了 此时的他 手里还拿了一叠几位宰府 写满名字的纸张 其中有名单 也有认罪书 临走之前 他让二三十个羽林卫 看守住大理寺大牢 没有他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进出 其实李信这么个做法 的确干脆利落 而且非常痛快 但是实际上是很不合规矩的 比如说 不管沈宽有多大的罪过 他也不能这么直接一刀罢他得捅了 这是犯了大忌讳的 先古一个个部落组成文明 此后诸夏数千年经久不衰 最大的原因就是 规矩 两个字 各种各样的规矩 组成了这个社会 到了王朝时代 朝廷这种国家机器 更是由一层层的规矩堆砌而成 不管是谁身处在这个国家机器之中 都必须要按规矩办事 除非你有先桌子重来的能力 否则哪怕是皇帝 都得按规矩办事 否则 必然会为整个群体所验 被群友人合力踢出这个圈子 就拿这一次的事情来说 李信得了皇命 可以审问几位宰相 也可以按规矩去查 去办 最后证据确凿之后 想怎么杀 就可以怎么杀 但是他不能就这样二话不说 把一个先帝任命的府城给杀了 这么做 必然会遭到朝野的反噬 既得利益者 最是讨厌不守规矩的人 李信也算是国家机器 或者说这套规矩里的既得利益者 他本来不该这么做 但是他这么做了 内心里也有他的考量 出了大理寺大牢之后 差不多已经过了五十 这个时候也顾不上吃饭 他直接走向了魏阳宫 魏阳宫里 元昭天子已经等候许久 听到李信来了之后 立马让萧正把他请进了书房 李信进了书房之后 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问道 老师 情况如何了 差不多已经解决了 李信让萧正把手里的一叠纸 递到了天子的桌案上 然后淡然开口 这是除审宽之外 另外几个人的供词 和他们写出来的名单 他们既然已经认罪 那么朝臣逼迫陛下延迟亲政的事情 自然就成了无稽之谈 贼手已经认栽 剩下的人不会有什么大动静了 至于这些名单 李信微微低头 陈声道 这些名单上设计的官员 大多都是朝廷有关有品的人物 可以大做文章 元昭天子把这些纸拿在手里 差不多翻了一遍之后 抬头愕然看向李信 声音都有些发抖了 老师您 要把这些人全杀了 自然不是 李信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文官势力盘根交错 这几个人写的名单 差不多涉及到了京城各个衙门 甚至各个地方 且不说陛下尚未完全掌握朝政 不好动他们 就是真的能把他们全杀了 大进朝廷也历时就要大乱 祸害远比这些人要大得多了 元昭天子挠了挠头 有些疑惑不解 那老师说的大做文章 这就要看陛下怎么用了 金安侯爷缓缓说道 这些名单里 有些是各衙门的主官 陛下如果要提拔他的副手 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把他杀了 拔着他的副手上位 届时那人一定对新朝忠心耿耿 再没有半句怨言 如果陛下不愿意杀他们 也可以 把他们请进宫里来 先给他们看一看这份名单 以及几个宰相的认罪书 这些人一定吓得屁滚尿流 陛下只要当着他们的面 把他们的名字 从名单上划了去 或者当着他们的面 随手把一张纸丢进火炉里 告诉他们名单已经烧了 那这些人 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 都会感动得痛哭流涕 陛下收容人心的目的 也就达到了 元昭天子越听 眼睛越亮 最后看向自己手里的这份名单 如获至宝 老师真是大智慧 三言两语 就把如此复杂的事情里顺畅了 没有什么大智慧 静安侯爷淡然一笑 只是一些拿捏人心的小手段 这种小手段 先帝常常拿来用 跟着先帝久了 自然能跟着学一些 其实 早年李信刚刚进入京城的时候 面对一滩浑水 他能够在夹缝中存活下来 就是靠着这一手拿捏人心的本事 太康天子登基之后 许多事情 还是李信给他参谋的 元昭天子崩了许久的神经 终于轻松下来不少 他让萧正把这些纸张收好 然后抬头看向李信 老师 那沈宽他们几个人 应该如何处理 他们都得死 静安侯呢 理所当然地说道 守恶必须要诸厨 不然不足以震慑人心 不过他们几个 除了沈宽之外 其余几个人的家属 可以免去死罪 至于沈宽 李信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道 方才在大理寺大牢里 陈已经把他给杀了 天子惊得啊了一声 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老师 沈宽可是俯臣 先帝朝的首相 就说 他在牢里 畏罪自尽了就是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这个时候 不用雷霆手段 那些读书人 不知道要扯皮多久 论嘴皮子 京城里哪有几个人 是他们的对手 这朝堂上下各个衙门 哪个衙门里没有读书人 哪个衙门里 没有他们的徒子徒孙 不这样快刀斩乱麻 这事情永远了结不了 说到这里 李信对着天子拱了拱手 陛下放心 这事情就算以后传了出去 也是陈一人所为 陈杀人之后 蓄意隐瞒 与陛下无关 天子愣了许久 最终苦笑了一声 老师 正不是这个意思 老师本来没必要管这件事情 是正拖累的老师 李信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心里却不以为然 天子无错 因此不管什么过错 都要有人给他背下来 这件事传不出去还好 一旦传出去 一定是李信来背 这个大黑锅 说不定眼前的这个少年天子 还会把这件事记下来 作为日后拿捏自己的手段 政治场上 就是这么冷酷无情 想到这里 李信微微低头 继续说道 陛下 这些人的认罪书里 少了沈宽的 所以这件事需要流的血 就要从沈宽那一边流 他的家人 门生 顾力 只要牵扯到这件事情中来 都要严查严办 当杀则杀 可杀可不杀的 也要杀 两代人君 已经让这些读书人 忘了天界威严 陛下不借此立威 此事就还会在大静朝廷里复现 或许是本朝 或许是陛下的子孙 还会如同今日一样 被文臣步步相逼 袁昭沉默了一会儿 看了看李姓 这件事 老实去办 这件事情 袁就需要李姓去做 因为除了他之外 没有人敢去大肆杀戮文臣 也没有人有能力 真正办到这件事 毕竟朝堂里 各种关系错综复杂 哪怕是陈国公叶明 家里也难免会有 几个做文官的亲戚 难免会因为家大业大 产生一些顾忌 也只有李姓 这位太康朝位高权重的孤臣 才可以毫无顾忌地 去做成这件事 虽然事情是这个样子 但是听到小皇帝这句话之后 李姓还是微微皱了皱眉头 然后开口说道 臣需要一道圣旨 然后需要与灵魏配合 这种事情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成的 少说也要一两个月 到时候 京城里多少会有些动荡 陛下在这段时间里 要想办法控制京无谓 京兆府 以及皇城兵马司 然后稳固京城各方势力 告诉他们 京城还是原来那个京城 不会有什么变动 只要证据稳固 死一点人 不会出什么问题 袁昭天子点头道 老师说的这些 朕都记下了 朕一会儿就着手去办 京养侯爷低头道 再有就是尚书台的事情 尚书台的宰府 只剩下房子为一个人 暂待宰府的几个人 陛下可以自己看着用 但是先前被霸向的 中书令老公扬 陛下要想办法 把他请回京城里 来主持朝政 公扬书是承德朝的老臣 做事老臣持重 有他在 陛下可以跟他 学到很多东西 袁昭天子对着理性 眨了眨眼睛 有些诧异地说道 老师 公扬书似乎是因为 进军又赢周青阳一事 与老师有了矛盾 才自己上书请辞的 那不算什么矛盾 李姓淡然一笑 当时臣也没想 把这几个大头书生怎么样 只是想 拿到他们身上 俯臣的位置 他们该做宰相 还是做他们的宰相 几个宰府之中 也就公扬老头 最让人看着顺心 省宽那些人 小肚鸡肠 蜀目寸光 半点没有大国宰府的模样 袁昭天子对着李姓 微微低头 主持上书台 说到这里 李姓半眯着眼睛 看了天子一眼 接下来 就是比较要害的大都督府 与陛下的那个包弟了 说到这两处 袁昭天子脸上的笑意收敛 他叹了口气 开口道 老师 机灵是肯定不能再做大都督了 但是朕还没有彻底主掌朝政 一时半会拿不掉他身上的位置 不过老师放心 朕会想法子 让他主动辞去这个职位 他如果辞去 应该会主动上书 那机灵之后 陛下准备 让谁坐上这个位置 袁昭天子看了李姓一眼 笑着说道 老师来做这个大都督如何 臣做不成的 李姓摇头笑道 臣一不信机 二又在外领过兵 我要是坐上了那个位置 恐怕宗室的宗老们 要跪在陛下面前哀嚎了 那就只好等机灵词官之后 在宗室之中挑选一个了 说到这里 天子皱了皱眉头 至于朕那个包弟 他说的那个包弟 就是谢太后的幼子 先帝的六皇子基传 他也是先帝的嫡子之一 是除了袁昭天子之外 最有资格坐上地位的人 袁昭天子沉默了一会儿 随后开口道 等一会儿 朕去一趟昆德宫 与母后商量商量 看能不能把六弟 送去山英外祖家中长大 等他到了年纪 就把他封在山英就是 这个处理方法 还是很不错的 李姓点了点头 开口道 如此 陛下与太后商量就是 臣的意思是 如果真要把六皇子送出宫去 那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离京 但是不能让人知道 他到底去哪了 最起码这一两年 不能让人知道 袁昭天子站了起来 对着李姓深深作音 老师字字朱击 朕受教了 李姓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对着天子躬身道 陛下 臣还有许多事情要去忙碌 便告退了 天子叹了口气 辛苦老师了 朕送老师出门 他亲自把李姓送到魏阳宫门口 李姓才弯身告辞 袁昭天子看着自己的姑父 苦笑道 朕年纪太小了 这一次不是老师回来 朕就真的一点办法 也没有了 金安侯爷笑了笑 陛下 京城里的事情都是小事 只要陛下能狠下心来 自己也可以处理干净 陛下 身在这个位置上 要着眼看得更远一些 不要只着眼于京城之中 比如说 西南蜀王府 最近有些不太安分 应当如何解决 再有就是 北疆的宇文部 竟来越发强盛 是不是要想个办法遏制 还有 陛下的位置 要想做得更稳一些 就要拉拢一个匠门 站在自己身后 陛下虽然现在不能大婚 但是可以找一个匠门 先定下婚事 等先帝丧妻结束 就可以成婚了 元昭天子深深低头 弟子受教了 李姓又跟皇帝 说了两句话之后 便动身离开 这个时候 已经差不多到了傍晚 李姓从永安门出宫 准备回家吃个饭 然后好好休息休息 他前天才从外地赶路回来 今天又耗费了不少心力 此事已经有些乏了 他刚回到京安侯府 就有一个下人 一路小跑过来 对着李姓低头道 侯爷 叶公爷来看您来了 京安侯爷连忙问道 在哪 下午就到了 等侯爷有一两个时辰了 这会儿在客厅奉茶呢 小的们本来想着 去吃位侯爷一生 但是侯爷在宫里 小的们进不去 罢了 李姓也来不及换衣服 开口道 我这就去见叶师兄 让家里人多准备几个菜 从酒窖里搬一坛 猪容酒出来 我与叶师兄喝两杯 下人恭敬点头 是 李姓就这样 穿着一身一品巢服 急匆匆地赶到了自家的正堂 正堂里陈国公 叶明老神在在地坐着 闭目养神 李姓走了上去 笑着说道 师兄有什么事情 让人招呼一声 小弟就去上门拜见了 哪里用师兄亲自跑一趟 叶明睁开眼睛 呵呵一笑 从老夫走后 捏李大侯爷 去陈国公府的次数 可就是屈指可数了 李姓对着叶明恭敬拱手 然后开口问道 叶师的陵目都弄好了吗 弄好了 叶国公呵呵一笑 为兄亲自在老家盯着的 修得很是气派 还给自己也留了一个位置 过几年为兄死了 也能躺进去 跟着老夫想想服 李侯爷连忙摆手 师兄春秋正盛 可不能说晦气话 叶明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他看向李姓 淡淡地开口问道 听说 你今天在朝堂上 把那沈宽他们直接抓了 不止把他们抓了 因为是客人 叶明很自觉地 坐在了客座之上 李姓跟他客套完几句之后 也没有坐到主位上 而是坐在了叶明下手 他淡然一笑 方才小弟在大理寺大牢里 把最为嚣张的沈宽 一刀给杀了 另外几个吓得战战兢兢 生怕我把他们一家老小 连带三族全杀了 于是就很干脆地 全部交代了罪行 现在罪证 已经送进了魏阳宫里 只他们四个写出来的名单 差不多就有近百人 听到李姓说完这句话 白发苍苍的叶大将军 并没有太过惊讶 他抬了抬眼皮 看了李姓一眼 多年相处 为兄多少了解一点你的性子 整个朝廷里 也就只有你能做出这种事情 叶国公奔声道 你此举一定会惹恼 所有的读书人 但是坐在那把椅子上的人 未必会领你的情 你李长安冲在最前面 为那位扫清所有障碍 说不定 人家拿了你递上去的名单 转头就去做人情 到最后 那把椅子上的人是圣君 人君 只有你一个人 是万事不易的大奸臣 后世给你著书立传 千千万万的人 都要吐你的口水 李侯爷灿烂一笑 不瞒兄长 刚才在宫里的时候 我已经主动与天子说了 让他拿着这名单去做人情 一百多个人不可能全杀了 杀了朝纲便大乱了 在此之后 审宽一戏的人 也要被朝廷清洗 用来当作这一次 用来紧猴的那一只鸡 说到这里 金安侯爷自嘲一笑 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兄弟我 就是杀鸡的那把刀 叶国公深深皱眉 你今日罔顾法度 在维阳宫里 拿了先帝任命的俯陈 已经是那些文人的眼中钉 如果再动手屠戮读书人 此事之后 你金安侯的名声 将会是我大晋开国之后 最差的一个 甚至大晋朝堂 都会容不下你 说到这里 他深深地看了李信一眼 随即缓缓摇头 这种事为兄肯做 但是你李长安是不肯做的 你十多年没有吃过亏 怎么可能主动去背下 这口天大的锅 李信哈哈一笑 师兄你肯做 天子也不让你做 叶明沉默了一会儿 随即自嘲一笑 自老夫打烂北周之后 历代天子便没有信过叶家人 我有个女儿在宫里做皇妃 还有个外孙 天子不信我也是正常的 说着 他看了李信一眼 你大有古怪 太康八年 你因为西南的事情 就不惜舍掉与先帝多年的勤奋 差点就要跟先帝彻底翻脸 骨子里绝不是什么忠君之人 你跟金上虽有师徒名分 但是勤奋还没有与先帝身后 不可能就突然变成了一心为君 不惜己身的忠诚 叶大将军端起桌子上的茶水 抿了一口之后 看向李信 你想做什么 李信眨了眨眼睛 笑着说道 如果是小弟 是要给朝堂正风气 师兄姓是不信 我不信 叶明淡淡地看了李信一眼 京城这件事 你原本是不必管的 只要躲在永州看着就好 不管是省宽他们赢了 还是天子赢了 跟你都没有多大关系 你静京相帮故人之子 维兄可以理解 但是帮到这种地步 就大有问题了 你带先帝 也不会这么好 静安侯爷笑了笑 师兄 人都是会变的 小弟在老家待了半年 深切体会到了 朝廷这些年对我的恩德 因此回京京中报国来了 在我面前 你也不说实话了 叶明微微叹了口气 随即看了李信一眼 长安 维兄与你商量一件事 李信笑了笑 师兄请说 杀鸡这件事 维兄带你去做 叶明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道 你做到现在这个地步 已经足够了 这口锅太大 你一个人扛不下来 剩下的部分 叶家帮你一起扛 然后 不管你想要做什么 都到此为止 静安侯爷半眯着眼睛 呵呵一笑 师兄这话就不对了 审宽严守卓 已经定性为祸国奸臣 小弟替朝廷铲除奸臣 顺天应人 哪里来的黑锅 叶明闷哼一声 大进自武皇帝以来 未有文人大案 况且 此事一旦做下来 全天下的人 都会以为天子乱母之后 杀了楚贵人全家 群臣禁见不成 反被禁数诛杀 其中审宽因为直见天子 一家被宜三族 没有人敢骂皇帝 也没有人会把皇帝的错处 写在史书上 但是这件事 总要被记下来 你李长安只要做了 就一定会扛下这口大锅 叶明深呼吸了一口气 老夫曾经说过 长安你的心思 比叶家所有人都通透 也比叶家所有人都看得远 这些微兄都能看得到的事情 你不可能看不到 你该做的事情做完了 接下来的事情 叶家替你去做 明日起 审宽一系的人 微兄替你去杀 你就静静地待在府里看着 叶明声音平静 开口道 我活不了几年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随老夫而去 我去杀人 也会被骂 但是等我死了 看在我叶家这些年功劳的份上 他们便不会再骂我了 兄长替不了 金安侯爷含笑道 人成功变之后 如今大静的将门家中 都没有多少家将在 陈国公府的家将部曲也都散了 师兄一没有圣旨 二没有人手 如何去杀人 师兄该不会以为 金上会愿意 把敬畏交到叶家手里吧 李信伸手端起茶壶 对着叶明笑了笑 再有就是 兄长如果做了这件事 叶家不管有再大的功劳 也要被那些读书人唾骂 到时候 就连叶师的功绩 多半也会被他们抹黑 诋毁 叶师容骂一声 师兄就让他老人家 在史书上光亮一些吧 听到李信这句话 叶明心中大为触动 他满是皱纹的脸 也有些动容 这位老人家 嘴唇动了动 最终缓缓叹了口气 叶家这么多人 都不如长安你有孝心 维兄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也没有办法管你 这位叶国公站了起来 对着李信抱拳作一 维兄只能求长安你一件事情 李信连忙站了起来 伸手扶住了叶明 兄长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就是 这样就是哲晓弟的寿数了 叶明抬头深深地看了看李信 然后沉声道 将来不管长安你要做什么 一定要跟叶家知会一声 我在 你跟我说 我不在了 你就去与老四说 在不行 你也要跟叶茂说一声 叶家与金安侯府 永远同气连之 李信没有犹豫 立刻点头 李信受叶师大恩 一直就是半个叶家人 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 下人们就已经把韭菜准备好了 叶明难得地留下来吃了一顿饭 等他离开的时候 差不多已经是虚实症了 李信亲自把叶明送到了侯府门口 李信的旁边对着李信说道 长安 最近叶茂给我来了不少信 信里说 北边的宇文部看起来安分 但是势力越来越大 前不久 宇文昭还娶了贺兰部首领的小女儿 那个姑娘才15岁 叶明缓缓开口 贺兰部已经被逼到这个份上 想来被宇文昭吞并 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很快北边会一统 这件事 长安你要多上心才是 宇文昭今年已经40多年 强行娶了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 的确有点不太要脸 而宇文贺兰部愿意嫁 说明宇文昭已经差不多 把浮屠部消化干净 这个宇文四部之中 唯一一个幸存的贺兰部 恐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李信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这件事是朝廷的事情 不过能帮忙的地方 小弟还是会帮的 叶明咳嗽了几声 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他看着李信面色严肃 长安 为兄 恐没有多长时间了 老四已经跟国公府分家 我若是跟着父亲走了 叶家就只剩叶茂一个人 那孩子 长安你也知道 开口问道 师兄身子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我去给师兄 请大夫看一看 老毛病了 叶明笑了笑 我身子本来就不如父亲 先前一直担心自己 死在父亲前头 让他老人家伤心 现在能多几年时间 安排好父亲的后事 尽了一点为人子的本分 为兄心里已经很开心了 叶明不算是叶胜那种传统的武将 在人生的最初二十多年里 他是个读书人 后来是半道出家做了将军 身子骨的确没有老国公叶胜建硕 才六十多岁的他 已经垂垂老矣 看起来比起叶胜快死的时候 还要苍老一些 听到了叶明的话 理性也没有办法 苦笑道 师兄趁现在赴闲 好好养一养身子 叶茂是个纯孝之人 失了叶师 已经让他痛苦难当 若是师兄也走了 他估计接受不了 眼下 为兄大半都是在为这孩子考量 叶国公叹了口气 他娘早死 我又常年在外带兵 几乎没有怎么带过他 他是跟着他爷爷长大的 这辈子为叶茂做的事情极少 现在为了他 也要努力多活几天 为兄再十一日 他肩膀上的压力就要轻一些 所以我才会这么看重宇文部 叶明把目光重新放回李姓身上 淡淡地说道 照着这样下去 未来五到十年 宇文部与大晋必有一战 到时候 叶茂就会首当其冲 宇文昭这个人 算是鲜卑人里的枭雄 不可以小觑 长安一定要把他放在心上才是 这位叶国公的想法很简单 叶茂的性子 不适合在朝堂做官 天生合适在外带兵 而对他来说 人生中最大的困难 恐怕就是计门关外的宇文诸部了 宇文诸部如果一统 战斗力将会成倍提升 到时候 他们同时攻计门关和云州城 或许有些吃力 但是全力进攻一处 还真有打下来的可能 所以 叶明才想要李姓 帮忙照看北边 不说完全击溃宇文部 只要打退或者打败宇文部一次 叶茂这个陈国公 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一辈子了 当然 如果计门关被迫 叶茂也只能死在计门关 李姓看了一眼脸色不太好看的叶明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师兄放心 有我在 叶茂一定不会出什么事 有长安这句话 为兄就放心多了 叶国公在袖子里摸索了一会儿 终于摸索出一个棱形的铁块 铁块上刻了一个叶字 他面色正重 把这个铁块交在了李姓手里 父亲早年在战场上 常用弓 朔和长枪三种兵器 那把长弓 至今还挂在老爷子的小院子里 长安你也见过 马朔后来也用不到了 被老爷子丢在了库房里 叶明缓缓叹了口气 开口道 这个铁块 就是老爷子当年在战场上 用的那把枪的枪头 他在京城里闲来无事 就把他给磨平了 找人刻了个叶字 作为叶家的标志 也是叶家家主的标志 李姓眼珠子转了转 把这个铁块收进了自己袖子里 笑呵呵地说道 师兄 这不合适吧 如此贵重之物 怎么能交给我这个外人 叶明看了一眼 已经把东西收进大袖的李姓 有些无奈地说道 不是给你的 他叹了口气 开口道 我这个身子 基本上是很难在北上 也没法去寄门关建一件帽 只能托付给你了 哪天你去了寄门关 建到帽 就把这东西交给他 告诉他 他已经是叶家的家主了 李姓脸上的笑意收敛了 他对着叶明拱手道 师兄放心 这是小弟一定给你办成了 叶国公对着他笑了笑 这东西既然给你拿着 你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一用 李姓心里一动 明白了叶明的意思 这东西 可以算是叶家的家主令 拿着他不说 能指挥所有叶家人 但是叶家几十年下来 势力不小 说不定哪个衙门里 就有叶家人 到时候这个东西 就有大用了 叶明的意思是 这东西 在交到叶茂手里之前 李姓拿着也可以用 这就是情义的变态了 等于是把叶家的势力 借给李姓使用 意味着叶家 会一直站在李姓身后 金安侯也沉默了一会儿 对着叶明的马车 深深意义 师兄圣意 小弟敏感五内 互帮互助而已 叶明说完这句话之后 转身上了自家的马车 随着车夫的一声边响 马车缓缓离开 金安侯府 马车离去之后 李姓把袖子里 那块刻着叶子的铁块 拿出来看了看 然后又收进了袖子里 他心里有些感慨 叶家从叶盛开始 三代人带他都很好 虽然这种事情 都是相互的 但是叶家能做到这个地步 还是让他心里很感动的 都是人情啊 他摇了摇头 转身走进了自家府里 洗漱之后 就倒在床上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 他照常起来洗漱 占全装 不过一个时辰的全装 占了一班 就有人来到金安侯府等着了 李姓不紧不慢地 把全装占完 然后洗了把脸 看向了已经在这里 等了半个时辰的年轻人 谢狼将怎么来这么早 吃饭了呗 谢代对着李姓恭敬抱拳 末将谢代 奉皇命 前来听后太夫调遣 叶明的这个表态 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就朝廷地位而言 如果撇开西南不谈 叶家比金安侯府 是要高出不少的 叶家能坚定地 站在李姓这一边 那么以后 不管李姓想要做什么事情 都会容易许多 叶明的身体 已经每况愈下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位第二代陈国公 真的活不了太久了 到时候 就是叶家的第三代人叶茂 继承陈国公的位置 叶家的前两代人 不管是叶胜还是叶明 都是李姓的尊长 李姓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都是合作关系 甚至在大部分时间里 李姓在跟这两个人相处的时候 姿态都是放得很低的 但是叶茂不一样 他是李姓的晚辈 不管是在当年的征锡军 还是后来的郑北军中 李姓都是叶茂的上司 叶茂也对李姓 这个师叔十分信任 如果叶茂做了陈国公 在叶明不反对的情况下 叶家会向金安侯府全面靠拢 到时候 李姓在大进朝堂的声音 将会暴涨一大截 要知道 叶家的影响力 不仅仅是一个郑北军那么简单 叶老头当年带兵二十多年 北伐八年 麾下猛将不计其数 叶明这些年 做镇北军大将军 也带出了不少将领 叶家在整个大进军方的影响力 都是极为可观的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李姓送走了叶明之后 回家洗漱了一番 便倒在床上睡着了 第二天 依旧是天不亮的时候 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在自家后院里战权装 他刚摆好姿势 与林卫的中郎将懈怠 就感到了静安侯府 被下人带到李姓面前之后 这位中郎将恭敬低头 抱拳道 下官见过太傅 奉陛下之命 特来太傅府上听用 李姓仍旧坐着这个姿势 纹丝不动 开口道 我在用功 蟹狼将稍等一会儿 蟹带点了点头 就这么垂手 站在李姓旁边 等了大半个时辰 大半个时辰之后 李姓站满了今天的全装 用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然后对着蟹带笑了笑 早年在雨林卫里养成的习惯 现在每天早上不练一会儿 浑身上下不舒坦 有劳谢狼将久等了 蟹带连忙摇头 开口道 太傅身居高位 位及人臣 还能够不忘雨林卫的操练 令下官敬佩不已 也不只是这样 李姓笑着说道 这套全装 是早年雨林卫里 一个老校尉交给我的 当初他老人家说了 勤练不错 可以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 我这个人怕死 练这个是为了活得久一些 蟹带低头道 下官也有练过一些那家全术 方才见侯爷吐纳之间 已经颇有气象 显然是得了那家真传的 李姓很少跟别人打架 但是他练了这么多年 别人夸两句 他还是很开心的 文言笑道 听说是什么龙虎山的法门 瞎练的 不入方家之眼 他副手走在前面 开口道 谢狼将一个人来的 蟹带恭敬低头 下官奉命来太傅府上听用 带了一个校尉迎过来 这会儿在永乐坊门口候着 永乐坊是富贵之地 等闲之下各衙门的兵都是 不会轻易进入永乐坊的 哪怕是雨林卫 谢怠也让他们在方门口候着 知道干什么吗 谢怠沉默了一会儿 低头道 知道 听说是抓人 不只是抓人这么简单 静安侯爷舒展了一番筋骨 然后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咱们这一次要抓的人很多 而且抓了之后 三法四的人多半不敢审 需要咱们自己审 谢怠大咒眉头 太傅与林卫没有送案之权 现在有了 李太傅笑着说道 本官奉命全权负责此事 京城里的衙门 都要配合本官做事 我已经给金兆府去了条子 让他们 存放犯人 一半 谢怠瞪大了眼睛 他虽然是山鹰人 但是来京城也有几年年头了 自然知道 京兆府大牢 是个什么样的规模 京兆府乃是大京 最大最繁华的城池 没有之一 早在城的年间 京城人口就突破了百万 人多了 罪犯也就多 为此 京兆府的大牢一扩再扩 只在城德朝就扩建了两次 太康朝又扩建了一次 到如今 京兆府所有的大牢 如果全部塞满了人 最少能装下四五千人 谢狼将咽了口口水 颤声道 太傅您 要抓多少人啊 很多很多 李星笑眯眯地说道 而且 其中有不少 还是永乐坊里的人 谢狼将怕是不怕 谢代文言 头皮有些发麻了 不过他 还是咬牙说道 万事有太傅在前面顶着 下官只不过是一个 奉命办事之人 下官不怕 不怕就好 李星带着谢代一起 走进了京安侯府的前厅 这时候 下人 已经把早饭都准备好了 李星坐在饭桌上 指了指自己对面 笑着说道 我家人现在都还在永州 没人陪我一起吃饭 谢狼将赏脸 一起吃个早饭 李星都这么说了 谢代自然不敢不从 他硬着头皮坐了下来 小心翼翼 接过京安侯府下人 递过来的碗筷 李太傅吃饭 与京城里的那些贵人们 很不一样 他一只手端着粥 另一只手夹菜 一边吃一边说道 我已经让人去刑部要人了 刑部的老油条们 多半是不敢插手进来的 只能去找那些 新入刑部的立员 这些愣头亲为了立功 什么都敢做 让他们来帮忙审这些犯人 咱们才能忙得过来 再有就是 你一个校卫营200人恐怕不够 最少要一个都卫营 说到这里 李星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本官要提醒谢狼将一件事 这桩案子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甚至会持续好几个月 抓很多人 谢狼将既然被派来我身边 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进来可就抽不了身了 谢代是个心思通透的人 听到李星这么说 他已经大概知道了 李星要做什么 文言立刻低头道 太傅放心 下官一切听太傅吩咐 绝不临阵脱逃 很好 李星很快吃完了饭 带着谢代一起出了门 他们两个人走到永乐坊南门口 见到一个校卫营200个羽林卫 已经整整齐齐地等在了门口 李星先是看了这些人一眼 然后从袖子里 取出十来个信封 递到了谢代手里 这些是今日要抓的人 你交给他们 让他们去把这些人拿了 押进金赵府大牢 谢代一一接过这些文书 点头道 下官遵命 金安侯爷笑了笑 你不用去 你带十几个人跟着我 咱们俩去一趟永乐坊里的神府 不是所有的宰相 都能够有钱住在永乐坊 不过宰相沈宽 却是住在永乐坊里的 距离金安侯府并不算太远 沈宽 出身无心沈氏 无心沈氏 是典型的江南世家 早在大晋立国之前 无心沈氏便人才辈出 数百年间见史书者158人 其中38人有正转 太祖皇帝建立大晋之后 无心沈氏作为江南世家 便开始在大晋朝廷里做官 最初的一百来年里 无心沈氏这种江南世家 还要敌那些北周士族一头 但是随着大晋一统天下之后 类似于无心沈氏这种江南世家 顿时抬头挺胸 逐渐接过了北周士族手中的话语权 开始主导式临风向 像沈宽这种江南世家出身的人 在朝堂上平步青云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明40年来 江南世家的势力在飞速膨胀 坊间把这个叫做文脉难迁 无心沈氏不仅出读书人 本身就是江南大地主 无心一地差不多三成的土地 都是他们沈家人的产业 沈宽败向之后 无心沈氏更加兴隆 就算是江南东路的经略史 上门求见沈家人 沈家人都不一定赏脸刺剑 去岁 沈宽受风俯沉之后 无心沈氏的声望达到极点 四里八乡的读书人 甚至各地的官员 见不到沈宽 就去无心沈氏的大门求见 争相成为沈家的门客 有这个家底在 沈宽自然不会缺钱 事实上 他是大经这几十年来 家底最为丰厚的宰相 单单在永乐坊里 无心沈氏就有三处产业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沈宽一般只收古董文丸 或者孤本征集 前人字画等等 甚少收钱 被坊间戏称为雅相 不过这位雅相 已经被李信亲手给杀了 而无心沈氏 这一次就算不被灭族 也会因此元气大伤 甚至直接被打落到尘埃里 兴望了数百年的家道 就此终落 太康朝时期 邢阳正氏 以及赵俊李氏 那一批传承千年的北周氏族 在几代天子不屑挖坑 以及李信这个田土人的努力下 差不多已经被埋进了历史的坟墓里 而这一次 大经建国以来 就在本土的江南世家 也要因为沈宽一个人大伤元气了 永乐坊不小 但也不是很大 沈宽的乡府 距离静安侯府 只有两条街的距离 李信与谢代两个人 只走了小半炷香时间 就走到了沈宽的家门口 静安侯府双手藏在宽大的袖子里 淡淡地看了一眼眼前的沈宫 进去抓人 只要是这个宅子里的人 无论男女老幼 全部抓了 谢代微微叹了口气 躬身抱拳道 下官遵命 山鹰谢氏 与吴兴省是一样 都是江南世家 如今吴兴省是要遭难了 他这个江南世家的子弟看来 未免有些兔死胡悲 凡是世家大族 都有一个毛病 那就是 仆人多 李信的静安侯府 从前是齐王府 论战地 已经是永乐方黎 数一数二的存在 但是静安侯府的下人 加在一起 也就百来个 沈府的宅子并不大 最多只有 静安侯府一半不到的样子 但是前前后后 有数百个仆人之多 因为沈府人数太多 羽林卫的人手 甚至都有些不够用了 谢代抓人抓到一半 又调集了 三十多个羽林卫 过来帮手 前后进行了一个时辰左右 最后 沈府里的下人们 被召集在了沈府的后院 而沈宽的几十个家人 则是被彤彤绑了起来 送到了大理寺大牢 这一次要抓的 不只是沈宽的家人 还有他的门生 顾力 甚至同族 同乡 抓了不一定要杀 而是要摸清楚 到底谁参与了这一次谋逆之中 至于沈宽的这些家里人 是不必沈的 因为沈宽已经确定谋逆 沈家会满门抄斩 这些人必死无疑 细究下来 无形沈氏 也会受到牵连 早在元昭天子与沈宽 有冲突的时候 沈府就被禁卫盯住了 所以沈宽的家人 基本都没有能逃掉 全部被抓了起来 抓捕前后 进行了一个多时辰 这个过程中 李姓找了把椅子 静静地坐在沈府门口 闭目养神 这件事是要他去做 但是用不着他亲力亲为 只需要他露个面 把这口黑锅背下来就好 人全部抓完之后 屑带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走到李姓面前 低头拱手道 太傅 沈家的人 已经全部拿进了大理寺大牢 不过沈家还有数百个下人 沈家人藏在这些下人之中 你不嫌麻烦 那你就去查 把藏在里面的人找出来 丢进大牢里 李姓淡然开口 今日只是第一轮抓人 今日抓的人 我会让刑部的人去审 接下来与林卫宇刑部配合一下 他们审出一个人 你们就去抓一个人 说到这里 李姓顿了顿 要是碰到有什么阻力 就说是奉了我的命令 背黑锅 就要有背黑锅的样子 李姓从来就不怕得罪人 懈怠神情复杂地看了李姓一眼 然后深深低头 下官遵命 他心里还是很佩服 眼前这位当朝太夫的 论年纪 自己并不比太夫年轻多少 但是无论是见识手段 还是朝堂地位 甚至是智慧 他都要逊色理性太多 金安侯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明日张帖榜文 就说尚书台左仆叶审 阴谋窜逮 满门抄斩 三日之后 在西市街 把今日抓的这些人全杀了 找不到柜子手 就让金兆府的人去找 这个伙计他们熟悉 三日之后 我会去西市街监展 谢戴苦笑道 太夫 朝廷杀人 是要当地官府上报 刑不复合 再有天子勾红的 您不能这样说杀就杀啊 而且 斩首官员的地方 也不是西市街 而是柳树方北大街 金安侯爷微微一笑 西市街是斩首反贼的地方 承德一昭不知道有多少反贼 在西市街被腰斩示众 京城有东西两个市 也就是交易东西的地方 其中 西市的东西要便宜一些 因此 人流非常之多 鱼龙混杂 承德朝的时候 因为一统没有多久 不时有反贼 进京刺杀天子 这些反贼被抓了之后 就是在西市街被腰斩 目的很简单 震慑普通老百姓 让他们安分一些 李信面色平静 朝廷杀人的文书 我会去弄 谢郎将去做事就是 谢带无奈点头 下去带人操忙去了 而李信则是背着手 回静安侯府睡大觉去了 就在京城清算 如火如荼的时候 一封六百里家 即从西南送到了京城 然后静职送到了 皇宫天子的桌案上 信的内容很简单 只两三行字 我军与西南军 战于间隔之外 敌有天雷火器 我军大败 落款是汉中军的 副将谢敬 少年天子看完这封信之后 脸色瞬间难看了起来 李信离开西南之前 曾经嘱咐过穆英 让他想办法 主动与朝廷 在汉中的驻军打一打 汉中军的主将 是叶家的老四叶林 除非朝廷有诏命 否则他不会轻易 对西南动手 但是一旦西南那边 主动挑衅 就大不一样了 毕竟汉中军 还有一个副将 国舅爷谢敬 有谢敬盯着 叶林只能硬着头皮 跟出了间隔的 西南军队打了一仗 结果不言自明 双方主力虽然没有交手 只是各自的先头部队 碰了一下 但是天雷这种 未曾面试的东西 在战场上的效果 还是太惊人了 这种东西 虽然没有大规模的 直接杀伤力 但是只要往敌人阵型里 丢一颗 敌人的阵型 立刻就会大乱 一番接触下来 汉中军这边 阵亡了好几百人 重伤一千多 轻伤两千多人 而敌方那边 连伤待亡 最多不超过三百人 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 这一次汉中军都是大败 如果这一仗 是叶林指挥的 谢敬还可以说 叶林故意给西南放水 但是这一次局部战斗 是这位国舅爷亲自带队 只一两个时辰 就被西南军杀得大败 逃回了汉中 不得已之下 他只能亲自给朝廷写信 信得末尾 这位国舅爷 特意加了一句 西南有戾气 随手扔进人堆里 就有开山烈石之威 如敌人天雷数量足够 非三倍于敌不可当 元昭天子看完这封信之后 脸色十分不好看 非三倍于敌不可当 西南目前名面上 大概有十万人 也就是说 朝廷最少要有三十万军队 才有可能拿下西南 这还是正面碰撞的情况下 再加上剑门关天险 朝廷在拿到天雷之前 几乎没有可能拿下西南 更可怕的是 撇开那些边长莫及的边军不提 朝廷在京基的左右 两营禁军加在一起 也不过勉强三十万人 假如西南凭借这种戾气 杀向京城 禁军正面碰撞 可能也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元昭天子 把谢敬寄过来的书信 随手丢进火盆里 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 郑的这个老师 还有许多手艺 没有交给郑啊 他心里觉得有些无力 京城的乱局持续了几个月 他这个天子无力弹压 而李幸福一回京 就用雷霆手段 把京城的乱局处理得明明白白 只三天时间 朝堂里就再也没有了 之前废地的声音 元昭天子本来以为 自己手段上不如李幸 现在来看 他可能在力量上 也不是李幸的对手 其实这是谢敬那封信里 给了天子一个错误的信息 那就是一亿当三 西南军现在远远做不到一亿当三 首先就是他们对火器的作用 还不够纯熟 目前只指不于 扔简陋版土炸弹地步 这种土炸弹 威力非常有限 阵型一散开 几乎就没有太大用处了 再一个就是产量问题 现在为了保密 是陈石六一个人 在锦城里负责生产制作天雷 虽然他有一百多个帮手 但是这种速度制造出来的天雷 用来守卫城池还可以 是远远不过一场大型战争使用的 西南军只要赶出鼠 直老虎的模样 就会原形毕露 即便如此 也不影响这一次 西南军与汉中军碰撞的结果 穆英等人打出来成绩 完全符合了李幸 想要达成的效果 西南与朝廷在暗地里 早已经撕破脸皮 没有了缓和的余地 在朝廷眼里 西南越强 李幸在京城里就会越安全 说话的声音也会更大 元昭天子把谢金寄过来的书信 烧了之后 一个人坐在魏阳宫里沉默了很久 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之后 他才开口道 萧正 一直在附近伺候着的大太监萧正 立刻弯身小碎步走了过来 对着天子功声道 陛下吩咐 咱们在西南 还有多少人可以用 萧正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开口道 原先先帝 在西南安置了不少人手 加在一起有将近一千人 想要拿到西南的秘密 但是前段时间 他们办事出了差错 给人发现了根角 被清扫了许多 到现在景城里的梅花位 还有不到三百人 能够放心用 不会被发现的 恐怕只有一百多个 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传真的旨意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拿到西南天雷的方子 没有钱 正从内堂里给他们出 萧正有些心虚地点了点头 是 奴婢这就吩咐下去 梅花位的暗计 是他给李信的 如果不是这个 景城里的梅花位 不会被发现几个 甚至一个都不会发现 这时候说到这件事 哪怕是他这个心思 沉稳的大太监 心里也难免有些发颤 这桩事情 会成为那位李侯爷 拿捏他的把柄 而且是致命的把柄 只要轻轻一提 袁昭天子就会要了 他这个那世间 大太监的性命 萧正刚想下去办事 没退两步 就听到了袁昭天子的声音 让人 把李氏请到宫里来 就说 朕有事情跟他谈 是 奴婢马上派人 去请李侯爷进宫 永乐方距离京城很近 不到一个时辰 李信就被那时间的少监 萧怀请进了宫里 进了魏阳宫之后 李信公身行礼 然后从袖子里 取出一份名册 开口道 陛下 这是臣昨日 与今日在京中 拘捕的乱党名册 共有57人 据是朝廷官员 现在已经全部拿到了 金兆府大牢里去 如今从刑部借来的 几个审案主事 正在京兆府大牢审问他们 其中已经有十几个人 承认与审串通勾连 抑郁改天换日 天子深深地看了李信一眼 然后开口道 老师辛苦 臣不辛苦 李信面色平静 开口笑道 其实都是谢郎将 带着雨林卫在做事 臣只是跟着他们 站一站场子 没有出什么力气 老师 能跟着站一站 就是天大的力气了 李信的奏书被呈上去 天子随手翻了翻 发现大多是 五品六品的官员 偶尔有几个四品的大鱼 不过都不是要害衙门 大致翻完了之后 他抬头看向李信 开口问道 老师 这些人里 可有人说 与我六弟有联络的 静安侯爷愣了愣 随即开口道 陛下 六皇子与陛下同父同母 父祖母族都是一样的 除了山音谢氏 没有人会支持六皇子 而陛下尚在 山音谢氏 也不会有什么二薪 沈宽等人要立六皇子 多半是缓兵之计 要借用六皇子 敌出的身份 不是互相勾连 至于别的皇子 说到这里 李信顿了顿 然后继续说道 陈以为 这件事应该止于大臣 不应该涉及宗室 一切等朝局稳固之后 再提不迟 那就依老师 元昭天子从龙椅上站了起来 看了一眼李信 老师这次劳苦功高 非是老师 朕恐怕已经被人 从这个位置上赶下来了 天子面色诚恳 朕给老师升个官如何 官做到李信这个份上 老师说品级对他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论官品 他已经是郑义品的当朝太傅 再生无非是好听一些的太师 论官职的话 他先前的实职是兵部尚书 后来辞了兵部尚书 身上的职位 也只剩下一个进军又赢的将军 再往上升 只有两条路 一是做进军的大将军 就像当年的裴靖一样 全掌左右二营 总揽金鸡进军 成为真正的天子剑 再不然郑义品的五官实职 大就只有都督府又都督了 大都督府 有左右两个都督 左都督的使长大都督府 被坊间称之为大司马 这个位置一直被姬家人垄断 外人一次也没有坐过 而右都督就有不少外星人坐过 比如说 当年从政北州回京的叶盛 再比如说 太康初年的裴靖 这两个人被放在这个位置上 都是为了架空他们手里的权力 这个右都督的位置 可以理解为荣誉头衔 李信刚刚帮着元昭天子 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天子自然不可能 现在就过河拆桥 把他扔到大都督府养老 至于禁军的大将军 那就更不可能了 这个位置 只有深得天子信任的人 才能坐得上去 侯靖得已从龙之宫 深耕禁军十几年 尚且止步于禁军左营将军 不得更进一步 李信这个羽姬家 有举语的人 更不可能被放在那个位置上了 思来想去 天子要给李信升官 无非也就是把他这个太夫 变成太师而已 他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开口笑道 陛下 陈蒙先帝圣恩入朝为官 十余年时间 已经位及人臣 对于官职官品 已经没有什么奢望了 此次臣之所为 实乃分内之事 不敢与陛下要什么官了 元昭天子对着李信眨了眨眼睛 朕的意思是 要不给老师封个国公 大晋从开国以来 就对爵位非常吝啬 因为这玩意儿 一旦给出去 就要给钱给弟 如果是那种世袭的爵位 还不是给一代人 而是世世代代的给 到了五皇帝之后 大晋一统 对于爵位的封赏 就更加严谨 从五皇帝开始一直到现在 整个大晋 只有陈国公叶家 这么一个异姓国公 再没有第二个 侯敬德的父亲侯老将军 早年是叶盛的先锋 在北征之中 冲锋陷阵数十次 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点好肉 即便如此 他回京之后 受封的也只是一个终身的钟永侯 不能世袭 侯家的钟永侯爵位 还是在侯敬德从龙之后 才得以世袭往替 由此可见 姬家对于爵位吝啬到了何种地步 如今元昭天子能够主动说出这句 把李信尽为国公的话 已经是大反常态 李信先是沉默了一会儿 随即笑了笑 陛下 陈并没有立下什么大功劳 只是抓了一些人 杀了一些人而已 陈杀这些人 将来是要被骂名的 陛下这个时候 给陈声诀 将来轻史之上 就会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到时候 就不是陈在杀人 而是陛下在杀人了 元昭天子脸色一僵 然后缓缓说道 不碍事 老师做了事情 总要有些回报 他看向李信 开口道 老师说 如果老师您是宗士 这个时候给您封个王爵 都是应当应份的 可惜太祖皇帝 异性不可封王的祖训 犹在 不然 老师可以比现在光亮许多 天子眼珠子转了转 然后开口道 姑母倒是宗士 不如这样 老师让表弟改个姓 这样宗府的人便说不了什么 正便做主给他封个郡王 李信笑了笑 陛下 全子姓名已定 况且 陈当年是娶公主 不是上公主 还子自然随父姓 后世小孩跟父母姓都是可以的 李信的观念也没有说孩子 非要跟自己姓 但是这个时代不一样 假如他的儿子姓了姬 他难免要被人取笑 不过听到了元昭天子这个建议 李信倒是心里微微一动 见李信拒绝 天子心里也是松了口气 就算李信的儿子李平 改姓叫做姬平 给他封郡王的压力 也是非常大的 毕竟这是一个复习社会 姬家的宗士不会觉得 姓姬就是姬家人 那些祖老一定会强烈反对 天子也是笃定了 自己的老师不愿意接受这个 才会敢开出这个空头支票 他跟李信闲聊了几句之后 又跟李信聊起了沈宽的家人 以及吴兴沈氏应该如何处理 简单几句以后 结果就已经出来了 沈宽一家满门抄斩 吴兴沈氏有再朝为官者 朱连罢官流放 至于沈家在吴兴的产业 也要全部充公罚没 吴兴沈家子弟终大惊一招 不得再入官场半步 大致商量出了结果之后 天子眼珠子转了转 装作漫不经心地说道 老师 郑今日收到了一份来自西南的消息 消息上说 汉中的驻军 跟西南蜀王府的军队打了起来 双方互有伤亡 他用余光看了李信一眼 然后继续说道 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听说这件事 静安侯爷的反应很是迅速 他脸上立马显出怒容 怒声道 西南蜀王府好生放肆 当年是臣好说歹说 先帝才肯给 他们这些救南蜀移民一条活路 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 这些人就全不顾当年先帝的恩德 竟然敢对朝廷将士动手 李大侯爷义愤填膺 西年陈旧领兵戏争过 八百里蜀川 被陈领着王师一路踏破 陈寝再领禁军又迎戏争 让这些南蜀移民知道 什么是天威浩荡 元昭天子有些无奈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老师 微微叹了口气 老师 西南本就是蜀人的西南 先帝兴王祭爵 帮着他们重立宗庙 这是好事情 本朝也不能因为一点小事 与西南再起战事 坏了先帝的一片好心 李信有些不甘心地点了点头 陛下仁德 不过这些南蜀救人 太过不知好歹 此事陈氏中间人 陈回府之后 立刻写信赤骂蜀王一番 让他们向朝廷上请罪数 元昭天子叹了口气 看向了李信 开口道 老师 据汉中军副将谢敬送回来的军报 西南军的将士 似乎手中都有一个名为天雷的戾气 十分厉害 有开山猎食之能 丢进人堆里 种甲都有些扛不住 常人更是直接血肉模糊 朕一直想不明白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老师在西南待过 也带人打下过西南 不知道老师知不知道此物是何物 陈知道 李信回答得很是干脆 太康八年陈去过一趟西南 调停朝廷与西南之间的矛盾 那时候 西南的穆家送了陈几个小玩意儿 说是可以炸开 那东西陈留了两三个 现在还放在家里 陛下想看 天雷这个东西 虽然在太康二年就已经问世 已经存在了八九年时间 但是这东西一直被李信拧藏得很好 到现在使人 或者说朝廷还不清楚 他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这个物是 在太康朝末年被当作禁忌 没有人敢在皇帝面前提起 自然也就不会有人在李信面前提起 从太康八年的年尾 天雷正式暴露在朝廷的视野之下 到现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京城里没有人与李信正面提起过这个天雷 小皇帝是第一个提起这个事情的 而用这种半开玩笑的语气 当着李信的面提出来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李信毕竟是他的长辈 不管怎么样 不能跟孩子翻脸 这样也好试探一下自己这个老师 到底是个什么心思 听到李信的答复之后 元昭天子兴致盎然 他立刻开口道 早先只是听说了这个物事 从来没有见过 老师能不能送郑两颗 给郑把玩把玩 不管天雷再怎么保密 毕竟是人世间的东西 只要能有实物参考 再加上公布那么多能工巧匠 自然可以慢慢研究出来 金安侯爷深深低头 开口道 城府上有三个 明日就可以送两个进宫献给陛下 至于剩下一个 可以用来给陛下做演示 元昭天子大喜 拉着李信的袖子说道 郑巧朕今日无事 不如老师今日就演示给朕看 这会儿已经是下午接近傍晚了 李信抬头看了看天色 然后笑着点头 那陛下在这里等一等 陈回府取天雷过来 好 天子开口道 朕在宫里的轿场 等老师过来 李信恭敬低头 转身退出了卫阳宫 从永安门出宫 回了静安侯府 静安侯府的后院里 的确有天雷 而且不止两三个 足足有四五十个之多 这些是李信 从景城带出来的东西 一来是为了在路上防身 二来是 用来防止朝廷苟急跳墙 如果朝廷要对李信不利 或者要强行把李信扣下来 这些东西可以出其不意 再加上暗处的人手配合 或许就有机会逃出京城 五十多个陶罐 被整齐地摆在李信的书房里 此时书房里除了他以外 还有跟着他很多年的沈刚 静安侯爷皱眉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走出书房 没过多久 搬回了一个比人头 还要大出不少的酒坛 放在了书房里 他把酒坛打开 然后伸手招呼了一下沈刚 来 大把手 沈刚挠了挠头 蹲在了李信旁边 侯爷要属下做什么 把这些天雷都拆开 里面的药 倒进这个酒坛里 沈刚虽然不明所以 但是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听话 文言立刻开始动手 两个人一起努力之下 很快五十个天雷里的火药 最少有二三十个 被倒进了这个酒坛子里 天雷只比成人拳头大一点点 而且因为内部要用鱼胶封闭 操持密封性 所以火药并不多 二十多个天雷 勉强把这个酒坛子装满 李信又找来一张薄砂纸 卷成了一根影线 用余胶密封好开口之后 起身打量了一下这个酒坛 满意地拍了拍手 这个东西 应该可以吓那小子一跳了 眼下的火药 威力还很不够 单纯的天雷只能伤人 而不能杀人 但是几十个天雷的火药 塞在一个罐子里 再怎么也足够害人了 毕竟当量摆在这里 想到这里 李信又伸手招呼了一下沈刚 两个人跑到厨房里 搬回了两个 稍小一些的酒坛回来 把剩下的天雷药粉 分成两份 倒进了这两个酒坛里 不够很显然是装不满的 李信对着沈刚开口道 去找一些草木灰 面粉 干黄土 还有隔粉过来 沈刚毫不迟疑 立刻下去准备去了 第一个酒坛 自然是用来爆炸的 要制造出震撼一点的场面出来 剩下的两个 是献给皇帝的 自然不可能真的给他 这个世界上 不缺能人意识 单单太医院的几个太医 就能够靠闻一闻 问出药性成分 难免不会有匠人 把配方琢磨出来 但是只要加上 这些东西混进去 大罗神仙也很难把火药 从这堆混杂物里 完美地还原出来 在侯府准备了 一个时辰之后 李信用马车 带着这三个酒坛 从永安门进宫 一路到了宫里的轿场 此时的轿场中心 天子已经让人 摆好了两个牧人 以及两个稻草人 李信与沈刚两个人 从马车里 把那个大酒坛搬了下来 合力搬到了轿场中心 放在了四个假人的正中间 然后李信让沈刚拿着火把 在这里等一等 他转身 走到百步开外的天子旁边 低头开口道 陛下 西南送给臣的天雷 已经摆好了 陛下一声令下 臣就让家将把他燃了 虽然天子已经是一国之君 但是毕竟还是个少年人 见到这种新奇的事物 难免会生出好奇心 他有些兴奋地搓了搓手 开口道 老师 这能亲自去点燃这东西吗 这东西曾在西南见过 颇为危险 陛下是九五至尊 焉能以身射险 元昭天子 这才异性阑珊地摆了摆手 那老师让人把他点了罢 李信点头 伸手背着远处的沈刚 做了个手势 沈刚会议 用手里的火把 点燃了这个酒坛的影线 然后这个壮汉飞速跑开 只一会儿就跑了二三十步远 轰隆一声巨响 身后的酒坛 轰然炸开 如今的天雷 是灵虎在永州不断实验出来 威力比较大的配比 再加上这个酒坛里的 当量十分巨大 一惊点燃 瞬间的光亮照亮了整个轿场 也照亮了目瞪口呆的天子 聚想之后 天子愣愣地看着轿场中心 两个草人已经不知所踪 两个牧人满目疮痍 元昭天子 声音都有些磕巴了 他扭头看向李信 颤声道 老师 这个就是天雷吗 金安侯爷淡然点头 是天雷 不过西南的人奸华 给成的天雷 不一定是最好的 西南 恐怕还有更厉害的天雷 这个场面很是唬人 轰如雷鸣的响动 明亮的火光 以及骇人的威力 都让小皇帝瞪大了眼睛 他走下高台 在李信的陪伴下 走到轿场中心 两个牧人仍旧健在 不过其中一个牧人的左臂被炸飞 另一个牧人倒是没有残缺 就是浑身上下 到处都是焦黑 空气中 到处弥漫着火药味 天子左右看了看 然后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老师 深呼吸了一口气 难怪此物被称为天雷 威力如斯 即可以比你天威了 李信不智可否 淡然一笑 奇迹饮巧而已 称不得大道 朝廷当以圣贤道德教化天下 陛下以仁至府于万民 天下自然可以达安 元昭天子 依旧没有从天雷的震撼之中缓过神来 他难难低语 我大静要是有这种天雷 西边的吐蕃 北边的鲜卑与文部 就统统不是问题 天下可以治安万万年 这种就是纯粹的胡说八道了 另一个世界里 火药被大规模应用于军事上 少说从宋代就开始了 火气这个东西 更是贯穿整个明朝 然而 天下并不能治安 真正想要进入下一个社会层次 光凭火药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大量的基础理论支撑 然后才能自然而然地进入工业革命 火药是热武器时代的开端 但是在另一个世界里 几百年时间 也只是止步于这个开端而已 练武不练功 到头一场空 火药就是武 基础理论是功 这个时代 是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火药 才会被这种东西造成如此震撼 对于小皇帝的这句话 李姓只是笑了笑 开口说道 陛下 这东西陈家里一共有三个 另外两个也跟着马车 一起送到宫里来了 天子眼前一辆 立刻走到了李姓的马车面前 掀开车帘之后 果然看到两个酒坛 静静放在车厢里 他勉强压抑住自己内心的激动 开口道 萧正 快把这两个东西存放进库房 萧正也明白 这东西的厉害 立刻找了两个小宦官 把这东西给抱了下去 一阵整齐的脚步声 很快 一对身着赤衣的那位跑了过来 恭恭敬敬地跪在了天子面前 陛下 陈等听见教场巨响 特来查看有无意状 有没有惊着陛下 元昭天子看了一眼这些那位 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惊着了 这些那位惶恐不已 开口道 陈等万死 不干你们的事 元昭天子挥了挥袖子 开口道 该干什么 干什么去 这对那位立刻起身 缓缓退出教场 天子这才回头看向李姓 笑着说道 老师刚才想说什么 李姓低头道 陈方才想说 根据西南那些人的说法 天雷这东西存放不了太久 最多也就是半年时间 半年时间之后就会受潮 威力大减 陈献给陛下那两个天雷 陛下有时间可以点了 不然再放一段时间 可就不太顶用了 这段话 是为了云恍 除了刚才点着的那个大哥天雷 剩下的两坛 是被李姓加了料的 点着之后 能不能炸都还是个问题 就算能炸 威力恐怕也会小得离谱 所以 李姓提前给出了解释 因为你长时间不用 天雷受潮了 而且 他可以笃定 皇帝不会把这两坛天雷给点了 好容易拿到的天雷 朝廷一定会翻来覆去的 细致研究一番 这个研究 很可能会持续几年时间 绝不可能说点就点了 天子点头道 老师说的 朕都记住了 两个人在教场中间找了一会儿 又找到了一些草人的残枝断壁 这个时候 天色差不多已经黑了 李姓对着天子拱了拱手 就要告辞离开 天子亲自相送 师徒两个人在夜色之下 行走在工程里 老师 朕已经按照老师的建议 给老公杨去信了 起先这老头子还不愿意回京 朕先后写了三封信 他才愿意回京主持政务 静安侯爷点头道 有公杨相公回京主持上书台 如今有些动荡的潮局 很快就可以安稳下来 天子看了一眼李姓 开口问道 老师这几日 总共抓了多少人了 差不多有八九百人了 李姓淡然道 刑部的人还在审 用不了多久 就会牵连出来更多 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抓上几千 甚至上万人 说到这里 他笑了笑 到时候公杨相公回京 知道我抓了这么多文官 一定会跟我几眼 不过这样也好 经他的手就出去一些 他的声望会抬高不少 主持上书台 也就顺理成章了 天子沉声道 那就趁老公杨还没有回京之前 把该杀的都杀了 如老师所说 不杀不足以震慑人心 不杀不足以挣天子威严 那就如陛下所愿 李姓半眯着眼睛 微笑道 明日 陈便开始在西市街杀人 说到这里 两个人已经快要 走到永安门门口了 李姓停下脚步 对着天子拱了拱手 陛下送到这里就可以了 乘回家准备明日事宜 有劳老师 天子对李姓行弟子礼 李姓对天子行君臣礼 行礼之后 李姓抬起头 看向眼前的小皇帝 开口道 陛下 公杨先生回京 朝局稳固之后 陛下就要 把目光看向北边了 据臣所知 北边的语文昭布 已经开始着手吞并语文诸部之中 唯一剩下的一个语文贺兰布 他们双方势力悬殊 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 再不对北疆加以分化遏制 最多十年时间 大静北疆将再无宁日 如果朝廷的经历 前两被语文部拖在北疆 到时候就会矛盾四起 国运衰退 先帝在时 就已经在谋划北疆 我大静武皇帝平南扫北 此等雄风即便不能复现 也不能在本朝埋下隐患 陛下即将清正 此事心腹之患 请陛下多做思量 关于天雷的事情 李信十句话有七八句是假的 但是试射北疆 他就是句句属实了 从太康三年开始 他就在研究北边的鲜卑语文 如今对北边的局势判断得很清楚 现在的语文部 还有可以拿捏的地方 等到北边的鲜卑部真正一统 一定会想重现北周时的辉煌 到时候两边一定会发生矛盾 到那时候 可就不是云州军与镇北军两支长辈军 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天子微微点头 对着李信开口道 老师说的话 镇都记下来了 等老公杨回京 江湖恭敬低头 如此 陈就告退了 尽管已经一统天下四十多年 北周也早已经成为历史里的尘埃 但是先前下次多年 北周给南境留下了太多阴影 要知道 北周一百多年里 有三次差点打到南境京城 有一次已经兵临城下 北周急胜之时 正面战场上的骑兵 可以以一当五 攻马天下第一 正因为如此 尽管北周已经不复存在 继门关外 只有苟延残喘的语文诛部 从武皇帝到太康天子三代人 一直没有对北疆放松警惕 大境两个地位最高的匠门 一个叶家一个重家 都被摆在了北边 看守国门 太康天子临终之前 曾经特意嘱托过李信 要他帮着自己的儿子 料理好北疆的事物 就连李信本人 也是想要彻底解决掉 北边的隐患的 他也是诸夏子孙 对这片土地 是有强烈认同感的 上一个世界的历史 还历历在目 从五湖乱华 到靖康之意 再到后来的辫子南下 凡有外族入关 这片土地 就会承受太多苦呢 诚然 大境现在的国力强盛 而北边的宇文诸部 也还不够强大 即便放置不管 估计一直到李信闭眼 北疆的先卑部 都不会整整打进金门关 但是人生在世 不能只想着自己 李信来到这个世界上 总要替后人做点什么 大境武皇帝时期 一统天下之后 大境的国力 几乎被彻底打空 甚至整个成德朝 都在休养生息 无力看向国门之外 但是到了太康朝的时候 一代人已经长大 早年因为南征北战 打空的南丁也长了起来 该存的钱粮 成德天子也给攒下来了 因此到了太康朝 朝廷就已经有了 对北疆动手的本钱 而且从太康三年开始 朝廷也准备那么做了 如果 如果不是太康天子身体不好 如果不是太康天子 要分心拿掉西南 这个时候 北边的宇文部 即便不被打烂 也肯定被打残了 很可惜 这件事情因为种种原因 到了太康天子闭眼的时候 都没有能够做成 不过底子是攒下来了 只要朝廷政局稳定下来 随时可以对北边动手 眼下 只看这位即将正式亲政的 元昭天子 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李信离开宫里之后 回到家中睡了一觉 第二天上午 他练完拳 在书房翻看卷宗 大概四十正的时候 与林卫中狼将谢代 便来到静安侯府求见 进了静安侯府的书房之后 他对着李信恭敬低头 太傅 西世界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李信手里正在翻看一本书 文言随手丢在桌子上 开口问道 今天杀多少人啊 沈宽一家 说到这里 谢代眼皮子也抖了抖 颇有些不忍心 他伸手从袖子里取出一份名单 递到了李信面前 沈宽一家 还有严守桌 以及另外几个宰府 再加上这次审出来的一些主犯 总共一百一十二人 谢代深呼吸了一口气 继续咬牙说道 按照太傅的吩咐 这一次的案子要办成大案 这第一批要斩首的人 都是为央公亲自勾红的 后续审讯出来的案卷 会送到太傅这里来 由太傅决断生死 靖安侯爷伸手接过这份名单 看到了名单上 用朱笔勾掉的一个个名字 他指着名单上 一个个赤红色的红勾 对着谢代呵呵一笑 咱们这位陛下 自己不敢动手杀人 有人给他担下这份责任了 杀起人来 倒是痛快得很 你看这几勾 杀起疼疼啊 不管是作为老师 还是作为长辈 理性调笑 天子两句都没有什么问题 而同样是天子长辈的谢代 就不敢开口说话了 他只能支支吾吾地点头道 太傅说的是 走吧 再不走 该误了时辰了 因为是去奸斩杀人 而且这会儿 已经快到年关 天气颇冷 理性就没有骑马 而是坐在马车里 朝着西市街走去 谢代本来要骑马的 被金安侯爷拉着 坐进了马车里 马车里 理性随手取了一块碳 丢进了马车之中的火炉里 然后他伸手一边烤火 一边对谢代漫不经心地说道 这几天 陛下与太后 有没有找谢郎将进攻 谢代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他愕然道 陛下与娘娘 不曾照下官进攻 理性嗷了一声 淡淡地说道 那很快就会让你进攻去了 谢代皱了皱眉头 对着理性微微低头 太傅可否名言 金安侯爷 这才把目光从火炉 转移到了这位雨林卫中郎将身上 他笑呵呵地说道 先帝的六皇子 很快就要出京了 不出意外 应该是 送到山鹰谢家养着 到时候你这个堂舅 就会负责护送 这位六皇子回山鹰 不出意外的话 这位六皇子 还会养在你们家这一只 谢代是个聪明人 先前几个宰府在朝廷里闹事 要立六皇子为皇帝的事情 他也知道 此时听到李信这么一说 立刻就明白了 六皇子为何要出京的理由 不过他 还是有些疑惑 皱眉道 六皇子出京 下官可以理解 山鹰谢氏是六皇子的母族 去那里也不意外 可就算六皇子去了山鹰谢氏 也应该是去他的亲外祖家中 怎么可能落在下官这一只 因为这个皇子很棘手啊 静安侯爷 云淡风轻地笑了笑 他是先帝除了陛下之外的唯一嫡子 与陛下是包兄弟 理论上来说 是皇位最大的威胁 这么个人养在家里 就是个天大的隐患 说不定哪天皇帝不高兴了 就要降下雷霆 而且这么个人极其危险 不知道多少人在盯着看着 是个烫手山芋 太后娘娘 不会看着自己的家人承受危险 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他的叔叔 也就是谢郎将的父亲 谢代沉默了一会儿 随即低下头 沉声道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太父宁一侧天子 未免 静安侯爷拍了拍手上沾上的碳灰 笑着说道 六皇子出京折居山鹰 已经是定局 住在你们家的可能性 最少有八成 谢郎将不信 看着就是了 说着 他掀开车帘 看了看马车外面 西市街已经到了 驾车的沈刚 把马车停在了路边 对着李信公声道 侯爷 到地方了 马车里的李信 用手帕擦了擦手上沾染的碳灰 对着谢代微微一笑 走 谢郎将 本官带你去杀那些高高在上的大官去 连忙跳下马车 跟在李信身后 刚下车 他就听到了李侯爷爽朗的笑声 今日之后 谢郎将于我 恐怕都要一臭万年了 今日西市街上跪着的这些人 对于京城里的任何人来说 都是很难杀 甚至不敢杀的 就是皇帝本人 也是想杀 但是不敢杀 但是对于李信来说 杀他们是非常简单的 时辰到了之后 坐在主位上的李信 云淡风轻地丢出桌子上的斩令 跪着手眼睛也不眨一下 一口烈酒喷在了刀上 然后抬头看了一眼正当头的太阳 再对着犯人念叨几句 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接着一把钢刀飞过 犯人人头落地 围观的人们齐声叫好 毕竟西市街的人都是 小民百姓居多 他们不知道杀的人是谁 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杀 只是单纯地看得热闹 看见这些个杀人将手法熟练 一刀下去干脆利落 便就开始齐声叫好 不过围观的人堆里 也有读书人 这些人里有太学生 有京城的小官 还有一些不曾进入 国子间的普通秀才 见到这些人人头落地之后 纷纷仰天大呼 阎师 大宗师 这些人有的口称老师 有的口称师祖 还有叫师叔师伯的 读书人里头 各种关系纷繁复杂 京城里的所有文官 只要肯去追溯 就一定能互相追溯到渊源关系 看着西市街遍地星红 静安侯也只是瞇了瞇眼睛 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这种死人的事情 他见得太多了 早年西征的时候 一场工程持续三天三夜 每天都要伤亡一两千人 甚至更多 整个营帐到处都是血腥味 还有残肢断壁 见过那种血与火之后 现在这一百多个人头 根本经不起他心中的波澜 这些人里 固然有人是无辜被牵连其中 或者罪不至死的 但是归根结底 是沈宽严守卓这些人要作死 如今天子也想让他们死 那他们就该死 所有人都需要为自己做的事情 付出代价 权力场上从来都没有慈悲心 假使这一次是沈宽等人 成功废地另立天子 那时候他们杀的人 只会比现在多 不会比现在少 砍完头之后 现场很快有人收拾干净 不过那些义愤填膺的读书人 仍旧在大叫大嚷 有些直接对着朝廷 以及李信这个奸长官 破口大骂 金安侯爷面无表情 副手走到这些读书人面前 冷声道 今日西市街杀的人 统统都是反贼 你们一口一个老师 一口一个书白 是想跟他们染上关系吗 如果是 与林卫随时可以抓人 两句话一出 大家立刻就怂了 有些人已经开始偷偷离场 不过这个世界上 总是有不怕死的勇士 现在最前面的一个读书人 怒不可遏 对着李信怒喝道 严实一生清廉 这么多年来 不知道打掉了多少贪官污吏 他老人家掌御史台之后 大惊立志为之一轻 如今朝廷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就这么把他老人家杀了 全不念严实这些年的功劳吗 他口中的严实 是御史大夫严守卓 老实说 严守卓这个人 做官的确还算清廉 寻查御史的时候犯的一些错处 相比于朝堂上的大部分官员来说 严守卓甚至可以 算得上是清官楷模 但是很可惜 他没有站对边 面对这种情况 李太夫的反应很直接 严守卓要费力天子 等同谋反 他的文书都递到了卫阳宫 这还是莫须有 这个读书人脸色胀红 咬牙道 天子失德 自然要费 很好 金安侯爷对着身后的谢带招了招手 语气淡然 这人是严守卓同党 把他也补了 压进金兆府大牢 懈怠叹了口气 低头应了一声 然后带着四五个如狼似虎的雨林卫 把这个人直接给五花大绑 见他游字叫骂不休 便用布条 直接勒住了他的嘴巴 压了下去 金安侯爷面无表情 走到了高台上 看向了一群围观之人 诸位之中 估计有些认得我 但是大半是不认得我的 他两只手插在袖子里 语气平静 本官理性 蒙陛下信任 任太傅 晋军将军 全权负责这一次的谋反案 这一次的案子 是本官在查 人也是本官在杀 诸位之中的小民百姓 想来是懒得找我的 但是诸位之中的读书人 尤其是这些反贼的徒子徒孙 这会儿多半已经把我恨得牙痒痒了 你们有什么不满 仅可以来静安侯府寻本官 说到这里 李信冷冷一笑 我这个人 最擅长与读书人讲道理了 这话一出 场面立刻就安静下来不少 李信早年西征大盛 闻名天下 京城里的老百姓 或许没见过他 但是大半听说过他的名字 也知道他是老国公夜生的学生 如今见到真人 立刻欢呼不已 唯有一些穿着柿子衣装的读书人 咬牙切齿 恨不能一口把李信给吃了 这就是李信说 自己会遗臭万年的原因 他来西市街杀人 并不会得罪京城里的老百姓 只会得罪这些读书人 偏偏舆论权 大半是掌握在读书人手里的 大进的史书 也要这些读书人来编写 历史上名声极不好的人之中 最少有一半是因为得罪了读书人 李信这番话 可以说是毫不留情面地 打了这些读书人的脸面 甚至是在当着这些人的面 挑衅他们 说白了的话 可以理解为那个名场面 你过来啊 面对当朝太傅 这些人自然是不敢过去的 不过站在后排的人 却敢开口痛骂 李长安 你陷害文坛宗师 断我大进文脉 先帝所立四辅成之二 死在了你的手里 祸国奸臣 读书人们群情激愤 骂着骂着 就开始了他们最擅长的人身攻击 卖探贼 饭探卖火之辈 也想把持朝政 面对这些骂声 金安侯爷只是静静地听着 然后微微冷笑 他正准备开口说话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 在几个吓人的帮助之下 勉强分开人群 挤到了最前面 老人家穿着一身不衣 步履都有一些不太稳健了 还是在吓人的搀扶之下 才走到了高台之上 站在了李信前面 他对李信拱手行礼 金安侯爷愣了愣 也对着这个老人家 弯身行礼 老人家行礼之后 回头看向那些围在一起的读书人 微微叹了口气 主委 听老夫一句劝 现在立刻散了 该回家回家 该回国子见回国子见 这是不是你们可以参与的 就凭你们刚才一口一个老师 李太傅就可以把你们统统抓起来问罪 李太傅慈悲 没有跟你们计较 你们还在这里不知好歹 这话一出 立刻就引起了众怒 这些读书人 不认得这个老者 纷纷怒目而逝 分明是他李长安祸国乱政 老人家一把年纪了 也要为权势低头折腰吗 卖探贼杀戮俯陈 悖逆先帝 老贼 要袒护卖探贼吗 老人家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主委 老夫也是读书人 老夫 他想着与这些人争辩争辩 无奈声音太小 根本传不出去 金安侯爷 迈步走到这个老者面前 脸上露出笑容 老相公 本来他们只骂我一个 这下倒好 连你也一起骂 这个老人家 自然就是被天子从顿丘老家 请回京城来的老宰相公养书了 这位老公养 是五帝朝入室 在承德朝的时候就是宰相 太康朝 元昭朝也都是宰相 四朝元老 三朝宰相 他是跟浩然公张渠 以及宰相 环楚一个时代的人 如今环楚环相已经作古 浩然公张渠 也早已经离开京城 回了凤翔老家养老 不再入室为官 整个朝堂里 就属这位公养先生 辈分最高 比李信还要高出一倍 李信在这位老人家面前 同手行李之后 笑着说道 老前辈放心 李信不是什么小心眼的人 也懒得跟这些人计较 我只抓该抓的 杀该杀的 李信这句话刚说完 身后的懈怠 就已经带着雨林味 把这些读书人 强行驱散开来 老公养没有理会李信 而是回头看了一眼 西世界的法场 法场上的尸体 已经被人抬走 但是地上的血迹未干 依旧散发着浓浓的血腥气 老头子常常地叹了口气 本来老夫已经至世归乡 不想也不会过问朝中事务 陛下三封书信 老夫也都一一回绝 后来是听闻 要在京城掀起大案 老夫这才舍命进京 想要替天下读书人出一份力 说着 老人家摇了摇头 没有想到 还是迟到一步 天下读书人十年时间冒出来的奸 被李太夫一刀杀了个干净 朝廷三年一科考 一般来说 相差三科以上 就不能算是一辈人了 而这十年时间取重的近世 要在朝堂上辛苦攀爬许多年 才有可能名列九卿 乃至于登台拜相 李信今日所杀岩守卓等人 重镜式的年纪都是差不多的 他们就是 那十年冒出来的奸 辛辛苦苦爬到了文城的顶峰 再朝再也 都有巨大影响力 就像老公杨所说 这些人是读书人里冒出来的奸奸 只能说这一代的人家 太不像话 金安侯爷笑了笑 李信出入朝堂之时 朝堂里有浩然公 有桓相 还有公杨相公 各个都是人中俊杰 李信向来钦佩 浩然公那一代人 渐渐退出朝堂之后 后来入主上书台的人 越来越不成气了 公杨叔摇了摇头 没有多说什么 他回头看向李信 开口道 今日这些人死了之后 太夫还要杀多少人 我不知道 李信淡然道 李信并不是试杀之人 能不杀人 我也不想杀人 但是老相公应该也清楚 沈宽与严守卓等人 到底是犯了什么罪过 他们想要废利天子 李太夫半眯着眼睛 开口道 此事决定全部在我的手上 到底要杀多少人 是看宫里的那位何时消气 太夫少要哄骗老夫 老公养履了履胡子 闷声道 以太夫现在的影响力 只要一句话 陛下就会吸了杀人的念头 到底要杀多少人 只在太夫一念之间 李信呵呵一笑 老相公此番回京 应当是执掌上书台 不如这样 我把这勾红屠珠的权柄 转交给上书台 行不审出了名单之后 上书台要杀人我再去杀人 上书台说放了 我立刻就放了 公杨叔苦笑道 上书台做下这种谋逆之事 碰到了陛下的底线 到现在 上书台如何能再出面 去说这件事 李太夫 死的人已经够多了 点到为止吧 那这样 李信两只手插在袖子里 笑着说道 等刑部审出名单 我先把名单 送到老相公府上去 老相公看了给出意见之后 我这个晚辈一概听从 如何 公杨叔依旧皱眉摇头 有些是太夫能做 老夫做不得 上书台经此一事 几十年来 与天子养成的信任大受折损 非十年时间不可挽回 在此期间 上书台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本本分分 再不能犯什么错处 老人家常常地叹了口气 否则 我大进读书人的高楼便毁了 天下在无望上书台拜相 而发奋读书之人了 老夫一介老朽 无有李太夫这种力挽狂澜之能 此番进京 也只是想尽残年余力 尽量保住上书台这座高台 给后辈读书人 留下一些登台至天下的希望 沈宽等人 毕竟是上书台的宰府 他们要废利皇帝 而且还失败了 必然会让皇帝 对上书台留下戒心 清政之后 一定会着手整治上书台 甚至会改革官制 改变武帝时期定下来的 与读书人共治天下的局面 老公羊这番话说得情真意切 不过李星道有些不以为然 他笑着说道 老相公用不着想这么多 这天下终归是需要读书人来打理的 像我这种丘巴 丢进衙门里 恐怕连钱也收不上来 更不要说 你们读书人的修其置评了 公羊书摇了摇头 太夫过千了 太夫虽然无有功名 但是心思通透 手段也高明 就算把太夫丢到 上书左仆叶的位置上 太夫多半也能做得很好 说着老人家上下打亮了眼理性 感慨道 成德年间的时候 还相就与老夫说过李太夫 没记错的话 那时候李太夫是被派到了西南 做监军使 回京奏队之后 还相就与老夫说 李太夫以后是有大出息的人 当时太夫不过十六七岁年纪 老夫以为 怎么样也要二三十年时间 太夫才能够走到一个足够高的位置上 成为桓相口中的大出息 没想到只过了一年 太夫便封侯败将 到现在也不过十多年时间 太夫就已经是当朝一品 不仅比我这个老头子高 比当年的浩然公还要高了半级 浩然公张渠 早年在朝为相的时候 身上的头衔是太子少师 从一品 那年李信被派到西南 回京之后 宰相桓楚的确指点过他两句 此时听到这句话 李信心中也有些感慨 那时候 李信还是刚到这个世界没有多久 对于朝局正是一概不懂 全靠一些小聪明 在家缝里求生存 桓楚当年指点他那几句 让他受益良多 老公扬见李信失神 知道自己说的话起了用处 他退后两步 对着李信深深作依 李太夫 如今屠刀握在你的手里 老夫拦你不住 但是老夫还是想听那些无辜之人 求一求李太夫 老人家一一道地 声音诚恳 恳请太夫刀下留情 能不杀的便给留一条活 老朽带他们谢过太夫答案 李信连忙上前 把这个老钱被搀扶了起来 他也微微叹了口气 长安向来敬仰真正的读书人 老相公既如此说了 自当照办 能不杀的我可以不杀 但是当杀之人 也请老相公不要阻拦 这位老人家 是太康天子任命的俯臣之一 却在李信与俯臣起冲突的时候 自愿淡出朝堂 安心回到顿丘老家养老 要知道 那个位置可是俯臣的位置 而且他还是上书台的两个俯臣之一 坐上去之后 就相当于执掌了一半朝政 这位老公羊能够坐上去 又能淡然走下来 足见他痊愈心并不重 而且他今年已经七十来岁了 既然回了老家 本可以安安心心地在家里养老 但是京城里出了事情 老人家又回到了京城 走进了这个前途不明的漩涡之中 李信很瞧不起那些 满口仁义道德 被地里比谁都肮脏龌龊的读书人 但是不得不承认 承德朝的这几个仔府 从张渠到环楚 再到眼前这个 在承德朝猪箱里 并不怎么显眼的供养书 都是很值得尊敬的读书人 两个人在西市街 谈了一会儿话之后 就已经到了足够 李信邀请这位老人家吃顿饭 被他婉言谢绝 太夫的心意 老夫心领了 不过老夫刚到京城 还没有来得及进宫面圣 这会儿要去进宫一趟 金安侯爷恶然点头 既如此 便不担得老相公面圣了 来日得空 我再去老相公府上拜会 老夫恭候太夫大驾 说着 这个老人家转身 就要上自己那个不起眼的马车 李信亲自把他送上马车 对着老人家笑了笑 宫阳相公此次起父 定然是要执掌上书台 协助陛下打理朝政的 李信有一件事 要请老相公帮忙 宫阳叔坐在马车里 缓缓开口 太夫请说 一年 最多两年之内 朝廷一定要对北疆动兵 这是昭皇帝景皇帝 两代天子的夙愿 老相公为相三朝 自然比我这个丘巴要清楚 北疆的宇文昭 我与他接触过 这个人十分厉害 最多两年时间 他就能一同整个宇文部 到时候 再想要有所动作 付出的代价 就要成倍增长了 宫阳叔坐在马车里 缓缓闭上眼睛 国之大事 在四宇荣 是涉国战 非是老朽这种 酸如可以参与的 太夫是战无不胜的武将 又是陛下的老师 有什么话 直接与陛下说就是 李信摇了摇头 无奈一笑 老相公应该知道 从太康八年开始 不管是谁坐在地座上 都很难完全信我了 宫阳叔看着李信 反问道 太夫可信否 静安侯爷哑然失笑 然后耸了耸肩 罢了 你们爱打不打 天下非是我李信的天下 关我屁事 等这次事情结束 我被无数读书人 戳着鼻梁痛骂的时候 就上书朝廷辞官 还会永州老家去待着 这个天下随你们折腾去救世 说着 他潇洒转身 副手远去了 坐在马车里的公阳相公 静静地看着李信远去的背影 等李信走远之后 他才悠悠地叹了口气 北边有麻烦 南边也有麻烦 谁知道 你到底是个什么心思 西市街的事情结束之后 李信并没有立刻回家 毕竟现在的静安侯府 就只有他一个人而已 家人全在永州 回侯府也没有什么事做 他晃晃悠悠走到了秦淮坊 在路边买了几斤糕点 还有吃食之后 送到了崔九娘所在的小院子里 与九娘聊了一会儿之后 他才晃晃悠悠地漫步回家 这个时候 差不多已经是傍晚时分 太阳已经到了正西 眼见就要落下山去 一辆通体全黑的马车 停在了静安侯府的正门口 马车旁边笔直地站着雨林卫中 狼将懈怠 李信夺不上前 笑着说道 今天西市街杀了人之后 就不见谢狼将的影子 怎么 害怕别人认出你来 把你也一顿痛骂 李侯爷咧嘴一笑 放心 你逃不掉的 我被人骂一句 你懈怠多半也要被人骂一句 懈怠满脸苦笑 对着李信连连拱手 太富明鉴 下官不是逃了 是被人喊进宫里去了 说着 他对李信打了个手势 指了指旁边这辆通体黑色的大马车 金安侯爷大皱眉头 你不会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了吧 李信往后退了几步 陈生道 虽然咱们俩也算有些交情 但是你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 该带到哪里去 带到哪里去 说到这里 他又补充了一句 雨林卫抓人的事情 你随便派个狼将过来接手就成 不用跟我交代 你现在就带着他出宫 回山音好好歇息几天 谢代对着李信深深作依 无奈道 本来这件事情 是不该牵扯到太富 但是今日太后召见 下官与他提了几句太富 于是太后娘娘 便让下官带着来见太富 说到这里 他抬头看着李信 陈生道 太后娘娘请太父想办法 给六殿下一世安稳 不管是元昭天子 还是这位六殿下 都是谢太后的亲生骨肉 而且说不定 太后还要更疼 这个小儿子一些 朝廷出了这种事情 他一个父道人家 也不好插手什么 听到谢代提起李信 自然把希望寄托到了李信头上 谢代话音刚落 黑色马车的车帘被掀开 一个脑袋有点大的小朋友 从马车里探出头 他看了一眼李信之后 立刻认出了李信是谁 脆声声地开口叫了一声 姑父 因为九公主的关系 不只是谢太后的儿女 太康天子八子四女 见到李信 都要叫一声姑父 所以听到了这声姑父之后 李大侯爷无奈地 看向了这个天大的麻烦 你 先进去歇着 我跟你舅舅说两句话 九公主与太康天子感情很好 因此太康朝的时候 九公主经常进宫去 这个谢皇后的幼子 虽然没有她搁来的情 但是也曾经来过静安侯府三四次 自然认得李信 文言立刻点头 笨手笨脚地从马车里走了下来 然后蹦蹦跳跳地进了静安侯府 李侯爷目瞪口呆 我是让你进马车里歇着 很可惜 这位六皇子跑得很快 直接就跑进了侯府 李信在回头的时候 脸色已经有些发黑了 他神色不善地看着谢太 是不是我好心 只点了你两句 你就觉得 我是个烂好人 可以随意把麻烦带到我家里来 自然不是 谢太连忙摇头 神色复杂地说道 不方便赶路 明日一早 下官就带六殿下离开 太后娘娘让下官来 只是想请太父给指条路出来 让六殿下此生 能够无有性命之余 我又不是算命先生 静安侯爷冷笑一声 我还想一辈子性命无余呢 谁能来给我指一条路 因为有了沈宽等人 上书立六皇子的事情发生 所以这个才五六岁的小娃娃 此时就成了一个天大的麻烦 京城里除了李信之外 任何人跟他再有接触 恐怕都会沾染或是 哪怕对于李信来说 这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事 不过怎么说 也算是自己的外职 既然进了自己家里 而且只住一天 那就没有感人的道理 旁人拒黄泉如虎 现在的李信心里是不怎么怕的 站在门口毕竟不好说话 说了几句话之后 李信就迈不进了自家的宅子 他没有邀请谢代 不过谢代 还是厚着脸皮跟进去了 静安侯府里 六皇子已经转了一圈 在李信的吩咐下 下人给他安排了一个厢房住 不过这个小家伙 并不怎么安生 吵嚷着要找姑父 没有办法 下人只能带着他 朝李信的书房走去 书房里 金安侯也与谢郎将 正在坐着喝茶 谢代低头道 事情差不多与太夫预想的一样 太后娘娘 要把六殿下寄养在我家这一支 不过经过这件事 陛下一定会对六皇子有所戒备 甚至会起敌意 如果哪天这位六殿下 出了什么意外 朝廷一定会迁怒到我家 有些事情在政治上 就是没有道理的 比如说 等元昭天子坐稳了地位 哪天突然想起 沈宽等人要废地的 这件隔应室 便会想到这位六皇子 当然了 他不太可能明面上 对六皇子下手 毕竟这是他同父同母的胞弟 但是京城里有 神不知鬼不觉的梅花卫 梅花卫想要杀一个人 或者想要把一个人变龙变雅 或者让他染上重病 都不是什么难事 而如果六皇子 在山婴出了什么事情 地位上的元昭天子 一定会勃然大怒 然后迁怒一大批人 以显示自己 对胞弟的重视 贼喊捉贼的声音 永远是最大的 这就是朝堂上的虚伪 谢代带着这个六皇子 来到李姓家里 一来是给六皇子 求一条活路 二来也是给他们一家人 求一条活路 李姓喝了口茶水 淡然说道 担心他死在你家里 谢代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点头 放心 最近几年死不了的 现在朝廷里忙得很 上书台因为这场纷乱 积压了不少文书 这段时间 天子要跟老公养一起 把上书台积压的事情 处理干净 在之后 他要想法子 在禁军之中培植轻信 然后再进一步 掌控整个朝堂 这些事情 以当今天子的本事 没有两三年时间 是做不完的 这段时间里 他不会把六皇子怎么样的 谢代苦笑道 太父 我山音谢氏 也是几百年的世家了 总不能只在活两三年吧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李姓呵呵一笑 你们家又不是山音谢氏 太后父亲那一只 才是山音谢氏 谢代沉默了一会儿 随即缓缓吐出一口气 不瞒太父 原本应该是我家 这一只做家主的 但是没有办法 那一边出了个皇后 李姓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听说你们这些士族 最讲究敌长 没记错的话 令尊似乎是 太后娘娘的叔父 而不是伯父 谢代微微低头 开口道 太父想当然了 所有的江南士族 包括当初 圣集天下的北周士族 但凡是传家 两百年以上的 都不可能只立敌长 家不利贤 无以长久 李姓哑然一笑 算了 不与你争这个 山音谢氏的事情 我不清楚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谢代起身 对着李姓恭敬拱手 请太父指路 其实也没有什么 落好指的 李姓淡然开口道 无非是谨慎一些就是了 人待到山音之后 尽量不要让他 结交任何人 成年之前 更不要让他 与当地的士绅往来 不要让人知道 你家里住了个皇子 只要你能够 尽量不起眼 朝廷很快就会把你忘了 再有就是 如果你送他回山音之后 还要再回京做官 那就懂事一点 与林卫的差事主动交出去 这样大家都会放心一些 谢代深深低头 下官受教了 两个人正在屋里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依稀可以听到 姑父两个字 然后就有下人 在书房门口敲门 侯爷 这位公子非要见您 小的就把他带过来了 李姓坐在椅子上 对着谢代挥了挥手 让他进来 谢代立刻走到书房门口 打开了房门 一个大脑袋的小朋友 在门口探头探脑地看了看 然后走了进来 直接跪在了李姓面前 扣手道 折儿给姑父磕头了 李姓皱了皱眉头 起身把这个孩子扶了起来 开口道 谁教你的 母后教的 孩子看着李姓的眼睛 颇有些理直气壮的味道 母后说 姑父可以救我性命 李姓捏了捏他的脸蛋 笑着说道 又没有人要害你 哪里需要人救你性命了 孩子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看着李姓 有些色缩地说道 皇兄要杀我 金安侯爷皱了皱眉头 莫要胡说 陛下是你包兄 如何要杀你了 那几个老头 进宫见母后的时候 六皇子拉着李姓的袖子 开口道 那天我也在昆德宫 皇兄看我的眼神 就好像要吃了我一样 金安侯爷沉默了 几个老头 进昆德宫见太后的那天 是要上书废地 立六皇子 那个时候 六皇子就住在宫里 宫中的那位 竟在元昭天子掌握之中 如果天子 在惊慌之下 真的动了什么恶念 眼前的这个小朋友 可能已经死了 好在那个时候 元昭天子已经知道了 李姓要回京的消息 故而没有对自己的包地下手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伸手拍了拍 六皇子的肩膀 开口道 放心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你跟着你舅舅回山音之后 老老实实地待着 便没有人会害你 可万一有人要害我呢 小朋友紧紧地拉着李姓的袖子 开口道 母后让我来这里求姑父 姑父 我也是姑母的侄子 您不能厚此薄彼 这孩子现在才六岁 无论如何 自己是不可能说出这番话的 但是他偏偏说出来了 很明显是来之前 宫里的那位谢太后 教他这么说的 谢太后就这么两个儿子 自然不会忍心 看着小儿子立于危墙之下 而此时京城里 有能力保护六皇子的 也就只有李姓了 静安侯爷无奈一笑 他蹲了下来 瞥眼看了一眼谢太 谢太很知趣地推开房门 走了出去 并且轻轻合上房门 此时书房里只剩下两个人 李姓在自己的书桌上翻了一会儿 找出来一块悬黑色的铁牌 牌子上用传书写着李姓两个字 他蹲了下来 把这块铁牌 递在六皇子手里 开口道 这是早年我刚进雨林卫视后 做对付的腰牌 你收着 你去了山音之后 我会在你身边留个人 觉得有危险了 就让把这块牌子递给他 他知道怎么做 静安侯爷拍了拍着孩子的手 缓缓开口 你说得不错 你也是我侄子 无论如何 我尽量保你一条命 第二天一大早 天还没有全亮的时候 谢太就带着六皇子 离开了静安侯府 这时候就连李姓也没有起来 等他听到动静 披了件衣服走出来的时候 谢太已经牵着小皇子 准备上马车 六皇子看到李姓来了 走到李姓面前 跪在地上 给李姓磕了两个头 另一个头是给姑母磕的 小皇子爬了起来 对着李姓弯身作衣 要是还有机会相见 折再给姑父磕头 李姓伸手摸了摸着孩子的脑袋 微微叹了口气 你还是一辈子待在山音的好 以后等你长大成人了 我跟你姑母去山音看你 小皇子抹了抹眼泪 转身上车了 谢太后的两个儿子 大儿子在太康天子的刻意安排下 与静安侯府很是亲近 他身为太子 甚至每年固定要在 静安侯府住上几个月 但是这个小儿子 就不太能够出宫 他今年六岁 也只是来过静安侯府三四次而已 他这个时候抹眼泪 自然不是舍不得李姓 而是舍不得京城 舍不得昆德宫里的母亲 要知道 这孩子今年才六岁 而且已经没了父亲 他现在要一个人 去人生地不熟的山音 很有可能要一个人 在山音长大 换做一个普通的孩子 这会儿可能都已经崩溃了 他能忍到要走的时候再哭 已经很了不起了 李姓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默默地送了这辆马车两步 然后就转身回家了 对于天界来说 亲情固然是有的 但是并不是如何重要 在他们眼里 有远远比亲情更重要的东西 所以天子有时候会显得很寡淡 面对这种情况 李姓懒得去管 也不想去管 六皇子走后的第二天 朝廷正式下诏书 由治氏归乡的老公 扬任尚书又蒲叶 宰相房子威任中书令 三日之后的大朝会举行停议 以这两位宰相为核心 选出新一届的尚书台载府 至于府城两个字 朝廷里已经没有人敢再提起 而李大侯爷的工作 也一直没有停止 宇林卫在他的指挥下 仍然在抓人 不过因为老公扬的维护 以及元昭天子的施恩 除了第一波杀了一百多个人以外 后面的人大多就是贬官流放 或者是打进京兆府蹲大牢 严重一些的 也不过是发往北疆冲郡 很少有人在被真正杀头 总而言之 得罪人的事 被李姓跟宇林卫干了 尚书台与新天子 五个人的脑袋了 这时候李姓也懒得去 就在家里歇着 偶尔去一趟陈国公府 与白发苍苍的陈国公下下棋 很快 到了元昭元年的腊月下旬 这个时候 距离沈宽等人作乱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时间 元昭元年即将进入尾声 沈宽等人带来的动乱 也慢慢平息了下来 虽然宇林卫还在抓人 但是已经不像一个多月前那样 人心惶惶了 此时 朝局逐渐稳定下来 京城里的诸多势力 也慢慢变得老实起来 小皇帝在老公羊的教导下 慢慢接触正式 再加上新的上书台 很是得力 正式通畅 眼见元昭朝 就要慢慢步入正轨 这个时候 来自北边仙碑部的一个使团 差不多四十多个人 带着一百匹骏马 来到了京城 这些人是来黄兜 朝和新天子的 使团为首的人名叫宇文迪 是宇文昭的长子 新朝第一场外事 元昭天子自然颇为看重 他带领百官 在魏央宫里 接见了这位来自北疆的使臣 宇文迪恭恭敬敬地 跪在魏央宫里 对着地座上的天子扣手 臣宇文迪 扣见皇帝陛下 这个礼术行丸 包括恭扬书在内的一众大臣 各个皱眉 按理说外邦来使 不应该自称为臣 也不应该卑躬屈膝到这种地步才对 此时的天子 已经习惯了百官朝拜 倒也没有觉得哪里不对 挥了挥手 开口道 起身说话吧 宇文迪恭恭敬敬地起身 对着元朝天子鞠躬道 比帮地方偏僻 是在前不久才听说了陛下登基 父王知道之后 立刻准备了一百匹骏马作为鹤礼 命小臣送到黄兜京城里来 献给陛下 为陛下鹤 说到这里 他又补充了一句 公母各五十匹 一百匹马固然贵重 但是放到京城这么个地方 并不算如何出彩 但是五十对马就大不一样了 大镜马源匮乏 各军之中的战马都不是很好 有了这些 马就可以作为种马 改良大镜战马的质量 元朝天子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他从小 被当作储君培养 还是很明白战马的重要性的 文言点了点头 开口道 跪不有心了 宇文迪深呼吸了一口气 跪在地上 陛下 小臣临来京城之前 父王还有一个嘱托 要小臣请示大镜天子 元朝天子皱了皱眉头 你说 宇文迪恭敬开口 陛下 自四十余年开始 我先背 各部四分五裂 互相征伐不说 还难以管辖 以至于还有一些歹人 在大镜北疆劫掠百姓 祸害民生 以至于两乡不合 误会平平 父王一直想一同北边的 鲜卑诸部 安心木马放羊 替大镜拱卫北疆 两帮永相交好 无奈一直难成心愿 天可连见 前不久 贺兰部首领愿意 与老父和谈 如今北疆鲜卑部 终于要再次一统 小臣恳请陛下 赐予我鲜卑部王浩 从此北疆鲜卑部 勇为大镜藩属 年年上宫骏马肥羊 世代侍奉宗主 这番话 还是非常诱惑的 要知道 北疆不止鲜卑部 这么一支外族 鲜卑还是北州的时候 北边还有羌族 匈奴这些强横的种族 至今仍然存在在更北边 如果鲜卑语文部 向大镜俯首称臣 又愿意做大镜的翻平 替大镜拱卫边疆 那么冀州城与云州城的两部 看守国门的兵马 虽然不用撤掉 但是也可以压力大减 更重要的是 北边暂时没有隐患的话 朝廷就可以把精力 全部放在西南 专心解决西南的问题了 元昭天子坐在地位上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转头看向公阳书 老相国如何看 公阳书捋了捋 自己花白的胡须 开口道 陛下 老臣以为此种国之大事 急不得 需要慢慢商议 可以让这位先背部的使臣 先在京城住下来 等朝廷商量出结果了 再给他答复 天子点了点头 看向宇文迪 沉声道 贵使先去大通会馆歇着 等这与仲卿家商议出结果了 再派人通知贵使 这些宇文部的使者 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他们也知道自己需要时间发育 于是乎就带了礼物 摆出一副卑微的姿态 来到京城里 对大晋的天子卑躬屈膝 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争取到一个大晋臣子的名分 这样你天朝上国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没有理由 对自己的藩属帮国动手 而宇文部 却是可以随时撕毁合同的 这一招听起来有些天真 但是却非常有用 不管哪朝哪代 都讲究礼仪二字 一般只要你愿意低头朝贡 给足朝廷面子 朝廷不仅会赐给你很多东西 还会给你提供保护 历朝历代 有些小国用这一招 从诸夏王朝手里 拿走了不少东西 说白了 就是好面子 你向我俯首称臣 任我做爹 我就承认你的地位 而且还会出兵保护你 以后世代交好 为兄弟之邦 父子之邦 这是礼仪之邦的优点 也是礼仪之邦的缺点 正因为这种习惯 很多时候打蛇不死 而且 有些皇帝 真的会为了自己的面子 对藩属国尽心尽力 空耗国力 对于宇文迪的请求 元昭天子犹豫了 李信曾经让他准备北征 不止一次地对他说明 鲜卑宇文部的隐患 但是眼下宇文部 已经派遣使臣 对大靖俯首称臣了 退朝之后 天子在卫阳宫里 与公阳书等人商议了片刻 几位宰相的意见 大多是接受宇文部的朝贡 承认他们的王决 这样一来 大靖北疆从此安稳 再也没有外敌之忧 元昭天子听了几位宰府的话之后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说自己还要考虑考虑 几位宰府回上书台之后 天子一个人思索许久 最终还是派了萧怀 去靖安侯府请李信进宫 萧怀做事干练 只一个时辰 就把李信请到了宫里 这个时候 差不多已经是中午 卫阳宫片店里 摆了一桌子饭时 李信走进来之后 还来不及行礼 天子就走过去 拉着李信的袖子 笑着说道 没有外人 老师就不用行礼了 正许久没有去靖安侯府吃饭了 今日与老师一起吃个饭 靖安侯爷微微一笑 顺着天子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 师徒两个人隔桌对坐 一如当年太康天子与李信 在卫阳宫里喝酒吃饭一样 坐下来之后 天子还没有说话 李信就开口问道 陛下赵臣来 是要说鲜卑使臣的事情吧 天子笑着说道 老师虽然不上朝 天子的面 李信自然不会说 自己跟朝堂里某个人什么关系 缓缓开口说道 陛下可是要问臣 对此有何看法 元昭天子叹了口气 开口道 朕知道老师的意思 老师向来是朝中主战派 先帝在时 老师就曾经带兵北征过 朕北军还大败了 鲜卑宇文部立下大功 说到这里 天子抬头看了一眼李信 有些迟疑地说道 只是今日鲜卑宇文部的使臣 在卫阳宫里颇为谦宫 朝堂里的官员都看在了眼里 他们已经对我大进俯首称臣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不由分说 就对北疆动兵 恐怕会被人说是穷兵独武 静安侯爷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笑了笑 那陛下的意思是 元昭天子摸不清楚 李信到底是个什么想法 文言犹豫了一番 开口道 朕的意思是 总不好师出无名 眼下北疆有镇北军与云州军看守门户 也不太会出什么岔子 先帝部既然要对我大进年年朝贡 那不如等他们犯了错处 再对北疆用兵不迟 静安侯爷俯长微笑 陛下英明 如此一来 与大进对峙了几十年的语文诸布 终于在陛下的元昭朝 彻底归顺朝廷 以后使官记下此事 也会说 大进在元昭一招大兴 能逼得当年强盛的北周 对大进年年朝贡 足见陛下之神物 元昭天子脸色有些发红 他支吾着说道 老师有话直说就是 朕也不是不想打仗 只是考虑设计民生 不忍再动刀兵 那就不动了 静安侯爷淡然一笑 陈刚才也说了 陛下英明 北疆的鲜卑宇文部 既然对我大进俯首称臣了 那自然没有在北征的理由 宇文昭有一个女儿 叫做宇文雀 太康九年就到京城里来 要与天界和亲 这件事情 礼部应该知情 等陛下首满孝妻 就娶了这个宇文昭的女儿为妃 两家人世代交好不说 给宇文昭的这个王爵 也顺理成章 到时候大进北疆永远安宁 再也没有刀兵之祸了 元昭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头从矮桌旁边站了起来 对着理性深深作依 老师 朕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朕也不会因为宇文部的一白匹马 就对他们放下戒心 然而此时 朕清正不久 也需要一些好看一些的政绩声望 因此此时 朕想应承下来 老师放心 此事缓兵之计而已 元昭天子神情坚毅 沉声道 无论如何 北疆的隐患 一定会在元昭一招彻底解决 朕绝不会疑惑于后人 对于天子的这个态度 李姓并不怎么吃惊 一个刚登基一年的皇帝 心里想的最多的就是安稳 然后慢慢完成权力过度 这种别人跑过来 拼命往他脸上贴金的事情 哪怕是太康天子 放到这个位置上 也不会拒绝 况且 大静不止 只有北边 见识了天雷的厉害之后 元昭天子很难不对西南保持警惕 李姓缓缓吐出一口气 也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 他对着元昭天子拱了拱手 深深低头 先帝临终前 陈曾经应承过他 有机会一定替大静扫清 北疆语文诸步的隐患 如今陈与朝廷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陈随时可以北上 是陛下不愿北征 非是陈言而无信 说吧 李姓对着天子行礼道 陛下 今天这顿饭 陈是吃不下去了 陈先告辞 元昭天子抬了抬手 想要挽留李姓 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弯身对着李姓行礼 朕也是事出无奈 请老师体谅 离开卫阳宫之后 李姓一路不行 走出了永安门 并没有上自己的马车 而是一路走到了永乐坊 最后在陈国公府的正门停了下来 也不通报 就这么迈步走了进去 国公府的下人 大多都认得他 见到他来了之后 都低头向他问好 侯爷来了 扔到几个眼熟的老人 李姓也会微微低头 向他们致意 很快 李姓就到了陈国公府的后院 他轻车熟路地 走到了夜圣夜老头 先前住的小院子门口 院子门并没有锁上 轻轻一推 就可以推得开 不过国公府 一般没有人敢进去而已 李姓伸手推开院子的门 左右看了看这个极其熟悉 又有些陌生的院子 还有院子墙角摆满的酒坛 微微叹了口气之后 迈步走到院子里的凉亭下面 凉亭下面有一张石桌 两个石凳 石桌上刻着 储和汉界的象棋棋盘 桌子旁边 还有一个木制的棋盒 这是李姓早年 与夜圣下棋的地方 夜老头被李姓教会下棋之后 虽然棋品不太好 但是很是痴迷 三天两头 拉着李姓在这个亭子下面下棋 那些年时间里 李大侯爷没有少在这里挨揍 他坐在其中一个石凳上 默默打开桌子下面的棋盒 取出里面的棋子 一点一点地摆在了棋桌上 等到他把两面的棋子都摆完之后 一个穿着一身青色棉袄的老人 缓缓坐在了李姓对面 他微微有些失神 抬头看了对面的老人一眼 恍惚间 还以为是夜老头 重新坐在了自己对面 对面的陈国公 伸手捏起一颗足 往前进了一步 然后开口道 怎么 进宫一趟 心情不好了 今日朝堂上先被宇文部 进京朝贡天子的事情 还是夜明让人通知李姓的 后来李姓被叫进宫里去 这位夜大将军自然也是知道的 李姓也挪动棋子 然后缓缓地叹了口气 此时此刻 我才多少明白了一点 夜师当年为什么会离开朝堂 躲在这个小院子里 一躲就是几十年 此时我要不是身后 还有一大帮人要照顾 也想躲进家里去 再也不过问朝堂上的事情 所以他们怎么折腾去 不管怎么折腾 我闭眼之前也不太可能亡国 夜明眯了眯眼睛 陛下要给鲜卑宇文部封王了 是不是 李姓无奈地摇了摇头 多半是跟老公羊 他们已经商量好了 叫我进宫去 也就是打个招呼 安抚安抚我这个出了名的主战派 原本以为老公羊主政上书台 可以让我舒心一些 不成想 这些文官都是一路货色 着实让人气闷 读书人都是这样的 夜大将军虽然喜欢读书 但是也做了一辈子武将 深有同感 开口道 张口穷兵 闭口独武 似乎在他们眼里 只要捧着圣贤书与人为善 便不会有人来 声势一样 真有了什么事情 他们又一个个的不顶用了 且不说是他供养书了 就是张渠还处在 也是这个德行 脱不了这个读书人的模子 说到这里 夜国公看向李姓 当然道 不过这件事 应该难不倒你 李长安才对 你要是想要坏了这次的朝贡 只是举手之间 宇文部的使臣就在京城 住在大通会馆里 对于李姓来说 想要对他们下手太简单了 哪怕不动用官方的力量 李姓也可以轻而易举的 让这个宇文昭的儿子死在京城 再不然 北疆那边也大有文章可以做 让人扮成鲜卑部的人 冲击一次纪门关 朝廷就不得不跟鲜卑宇文部 再次对立了 金安侯爷 吃掉了夜明的一颗子 闷声道 这天下 是他们姬家的天下 姬家人都不着急 愿意在外面养下这个祸患 咱们这些外人 就没必要上蹿下跳的 李姓翻了的白眼 先帝的四皇子 还是师兄的外孙呢 这种都没有用处 不提也罢 倒是师兄的那个外孙 李姓走了一步棋 然后弟妹道 早知道是今天这个局势 还不如当初就把师兄的外孙 捧到地座上去 这时候还能舒心一些 可不要胡说八道 夜明皱了皱眉头 陈生道 夜家与德飞娘娘 基本没有联系 我至今只见过四皇子一面 如何能牵扯的道关系 不像李姓对于皇权 大大咧咧的态度 夜家在这方面 还是很谨慎的 此时棋盘上夜明的局势 已经落入下风 他一边思索 一边开口道 北江的事情 你打算就这么收手了 不像是你李大侯爷的性格呀 本来也就不关我事 李姓又吃掉了夜明一颗炮 淡然道 我是禁军的将军 北边的镇北军 与云州军 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不打便不打 我老老实实地 在京城做我的禁军将军 只是夜帽那小子没有军功 恐怕暂待大将军的代字 要持续很久了 夜明沉默了一会儿 淡淡地开口道 长安你要是不方便动手 事情夜家可以去做 明天一早 那个宇文部的使者 就会死在大通会馆 没有用处的 李姓淡淡地说道 现在是宇文部不想打 宇文昭才派了儿子过来 以宇文昭那个性格 他只要想忍 莫说死了一个儿子 就是死六七个 他也不会因为这个 与大进洞兵 说不定还会借此 勒索朝廷一笔 此时的关键 不在于这些鲜卑使臣死不死 而是龙椅上的那位 不想与北疆起战端 这才是最要命之处 棋盘上 夜明全面落入下风 棋子一个接一个死在李姓手里 夜大将军皱了皱眉头 不再看向棋盘 而是抬头看着李姓 那长安你就这么放弃了 不然还能怎么办 总不能我现在跑到北疆去 把宇文诸部给灭了 再回京禀告天子吧 夜明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开口 这个时候需要崇家开口说话 你已经在天子面前表了态 只要我夜家与崇家同时表态 朝廷与鲜卑诸部 就不可能会和解 崇家的总武就在京城 算了吧 你我两家有夜师的情分在 互相来往 还没有太大的关系 要是再带上一个总家 朝廷估计会觉得 咱们五人要聚兵谋反了 武将扎堆 本就是大忌 夜胜死了之后 李姓就很少来陈国公府了 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夜国公深深皱眉 那 长安你 不打了 朝廷不愿意打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 李姓漫不经心地走了一步棋 无奈地说道 总不能我偷偷摸摸 跑到北江去 领着夜帽 去跟宇文家的人拼命吧 且不说十万镇北军 能不能打得赢宇文部 就算打得赢 没有朝廷后勤补给 最多两个月 饭都没得吃了 天子与那些读书人 显然已经商量好了 事已至此 我也不想再跟他们吵什么 他们爱怎么办怎么办 说到这里 金安侯也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吐了一口气 可惜的是 北江这一大份军功 本来足够 让夜帽坐稳大将军的位置 镇北军闲置下来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这时候 齐局尚李姓已经大战上风 再下下去 最多五六个回合 夜明的将就再也没有生路 夜大将军默不作声 把手中的棋子放回棋盒里 咳嗽了一声 只顾着与长安说话 家里的饭做好好一会儿了 长安应该也还没有吃吧 咱们兄弟 两个人边吃边说 说着 他就开始收拢棋子 夜家人赖皮惯了 早年夜老头就是这个德行 李姓也不在意 哑然一笑 师兄与夜师虽然看起来不太像 但是骨子里还真是一模一样 夜大将军恍若不绝 自顾自地把棋子收进棋盒里 他一边收棋 一边说道 昨天老四寄回来的信 送到我这里了 夜大将军抬头看了李姓一眼 微微叹了口气 老四说 西南的军队主动出间隔 甚至一度开到了汉中城下棋信 双方先锋交手之后 汉中军大败 他把最后一颗棋子 放在了棋盒里 缓缓说道 你在西南的家业 已经远超李之杰李慎父子二人 接下来 你到底要做到何种地步 李姓也帮着收拢棋子 他淡淡地说道 西南主动与朝廷交手 目的不是为了造反 而是要保证小弟在京城里的安全 毕竟在那些大臣还有皇帝心中 我现在算是半个反贼 他们要是脑子一热 把我砍了 我到哪里找地方说理去 可是这样下去 你迟早会走上李慎的老路 夜明皱了皱眉头 偌大的平南侯府 已经灰飞烟灭了 有这种前车之剑在 长安你不应该再重蹈覆辙 李姓把最后一个帅 放进了棋盒里 然后抬头看向夜明 微微一笑 那这样 师兄与我合力 把天子从这个位置上拉下来 把四皇子扶上去 到时候 天子就成了自己人 也就不会再起什么争断了 陈国公府 是绝对安全的地方 尤其是这个小院子 是夜圣住了四十多年的地方 这里无论说什么话 都不用担心传到外面去 因此 李姓才会这么直言不讳 夜明听了也只是微微皱眉 当今的天子 与你就不是一家人了 他是你的侄子 还是你的学生 论关系 比四皇子跟你还要亲近许多 还不是一样 对你严加戒备 西南的兵力一日不散 不管是谁坐到那个位置上 跟你的关系都好不了 这不是谁坐皇帝的问题 夜大将军眯了眯眼睛 沉声道 是你李长安 要跟那把椅子过不去 说到这里 夜明起身 走到小院子门口 吩咐了下人几句 然后重新坐在了李姓对面 我已经让周伯 驱散了所有下人 现在这个院子十丈之内 再没有第三个人 微兄与你说几句 见不得人的话 李姓本来想站起来的 但是听到夜明这话 重新坐回了椅子上 开口道 师兄请说 你要做皇帝吗 夜明神色正重 李姓愣了愣 然后笑着说道 师兄不是已经问过 这个问题了吗 怎么又问了一次 这次与上一次不一样 夜大将军声音低沉 上一次微兄觉得 你即便有反心 也没有能力 但是昨天收到老四的书信之后 微兄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昨天晚上 我一夜都没有合眼 详细算了算 你现在与朝廷 究竟还差多少 夜明闭上眼睛 缓缓说道 原本在我看来 你在西南的那点家业 虽然不少 但是也就是第二个 平南侯府而已 充其量也就抵得上 半个京畿进军 即便可以守住蜀郡 也出不得建门关 成不了大事 但是这一次 你在西南的军队 轻而易举的 就打赢了老四手底下的汉中军 老四在信里说了 与西南军交手的 是正儿八经的进军 不是汉中的驻军 维兄详细算了算 西南三十一州府 按照泰康八年的人口来算 差不多有百万户 再加上那些山里的人 恐怕有八九百万人 西南现在 已经不对朝廷内附 自成一国 有赵家帮你打理西南 可以养起来 二十万以上的兵马 强征兵的话 可以更多 你弄出来的那个天雷 老四信里 也详细与我说了 虽然杀伤不了人命 但是在冲阵的时候 极为好用 两军对阵 其中一方阵型只要散了 另一方就立刻会占到上风 甚至大胜 我估算了一下 如果你的西南 能弄出十五万以上的兵马 粮草充足 那种天雷也足够多的话 只这十五万人 就有可能打掉 京畿两营进军 况且 你还是京畿进军右营的将军 如果打到京城城下 你也不用跟右营打到底 只要胜得几场 你再右营的旧部 可能就会跟着你 李信对着叶明眨了眨眼睛 笑着说道 师兄忘了 大惊不止 只有进军 还有边军 以及各地驻军 假设西南真的造反了 他们来京城秦王 不也一样是死路一条 随便找一个宗室做大旗 就可以让各地驻军 隔岸观火了 叶明淡淡地看了李信一眼 比如说 你前几天留在家里 住了一天的六皇子 静安侯爷笑着问道 那边军呢 叶家不太可能 跟你在这种事情上为难 因此 维兄在估算的时候 把镇北军从中踢了出去 剩下了无非就是 吐蕃边界的五万驻军 与云州的十万种家军 吐蕃边境的驻军 不是什么大问题 至于崇家军 一直要与宇文昭联系联系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拖住他们 让他们动弹不得 说到这里 叶明闭上了眼睛 缓缓说道 我带兵与父亲带兵大不一样 父亲带兵讲究一个泳字 而我则是喜欢推演战局 昨夜我在房中推演了整整一宿 假如西南起兵造反 胜算不低 至少有三四成希望 说到这里 叶明睁开眼睛 沉声道 如果叶家参与就去 就有五六成 甚至更高的把握 李太傅眨了眨眼睛 笑道 叶家家大叶大 师兄又生性谨慎 不会在这种事情上下场的 可是我活不了多久了 叶大将军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死了 叶茂那小子 一定会带着叶家下场 要不要造反 这个问题是最近几年 李信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以他领先这个世界 近千年的知识 再加上十来年时间 积攒下来的家底 这个时候 如果一心一意要造反 其实是有很大机会的 以西南为根据地 慢慢打出剑门关 顺利的话五六年 不顺利的话十几二十年 就能慢慢颠覆大晋王朝 他刚来这个世界的时候 是远远没有现在这个心思的 那个时候的他甚至 只想给自己寻一个活路 带着小小过得舒服一些 这些年 随着身份更迭 他的心思也在一点一点地转变 一直到今年年初 他上书请天子废宰府亲政 天子摇头拒绝的时候 李信才终于明白 自己与黄泉之间的矛盾 已经不可能缓解了 他在离开西南的时候 于穆英说 此次进京要一劳永逸 解决与朝廷之间的矛盾 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下定决心 要做一些自己应做之事 面对叶大将军的发问 李信只是沉默了一会儿 就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师兄觉得 我应该如何做 很简单 叶明两只手都揣在袖子里 开口道 摆在你面前的 一共有两条路 第一条就是你此时 交出天雷的方子 然后撒手不管西南的事情 最好让西南对朝廷投诚 你本人与大长公主 躲进京城的金安侯府里 像我父一样 几十年闭门不出 从此之后 外界的一切跟你没有关系 不管是西南穆家那些人的生死 还是他们的虔诚 你都不要过问 躲在侯府里 两耳不闻窗外事 安心享受太平 这其实就是陈国公叶盛当年的做法 那时候 他从北周国都得胜海巢 强势多疑的五皇帝依旧在位 叶盛为了避祸 也为了保证自己麾下兄弟的安全 主动交出了自己手里的所有兵权 乖乖躲在自己的陈国公府里 虽然挂了一个大都督府又都督的名号 但是真的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甚少见人 甚至当年跟着叶盛一起北征的旧部 受到朝廷的打压排挤的时候 他也只能两耳不闻窗外事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理性的另一个老师王忠 就是叶盛北征旧部 他入雨林卫就是校尉 在雨林卫干了三十年 仍然只是一个校尉 所以 在叶老头八十寿宴的时候 王忠带了十七个老兄弟 来陈国公府看他 叶老头才会这么高兴 没过两天 就撒手人寰了 几十年来 这位叶帅心里一直有愧 那天之后 他觉得自己的老兄弟们 还惦记着他 并且没有怪他 他才安心地闭上了眼 叶明顿了顿之后 继续说道 只是这样做之后 不管是你在西南的兄弟们死了 还是你与大长公主 将来出了什么事情 都不能怪罪谁 毕竟路是自己选的 李信勉强咧了咧嘴 叶氏当年的旧部 死了没有 死了呀 当年我父交割兵权 跟着他打仗的老兄弟 大多都跟着 一起交了拳 然后入朝为官 北征之后 十年时间 我父麾下十五个大将 甚少有好下场 叶大将军坐了下来 面无表情 我父振前先锋侯勇 立功无数 回京之后 只是一个终身侯爵 他的儿子侯靖德 到四十岁 也只是一个与林卫左狼将 我叶家的老四 也只是与林卫中狼将 北征之后 叶家与我父当年的旧部 被两代皇帝打压 所以才有你看到的 那个名声极大 权力极小的陈国公 是你李长安 侯靖德家里再到下一代人 就要家道中落 多半也就是在 与林卫当差的命 我叶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在我之后 叶茂或许可以席绝 但是绝不可能 再去镇北军做大将军 老四估计 一辈子也就是个 四品三品的将军 再到下一代人 也就差不多了 是你突然闯进了 京城的乱局之中 把这一切突然打乱 你带着当年的魏王殿下 改变了这种局面 也是你的出现 让父亲看到了一些转机 说到这里 叶大将军淡淡地 看了李信一眼 要不然 那时候才十六七岁的你 如何就能说动我父亲 把叶家压进 那场凶险的夺敌之中 靠中玄通的配件吗 叶明不屑一笑 种玄通见到我家老父 也是要磕头的 短短几句话 李信听得冷汗沉沉 十几年前那场夺敌 到现在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 李信只记得自己左右逢源 帮着魏王府 拉到了侯靖德与叶家两大壁住 从而帮着魏王殿下 在那场夺敌乱局之中 成为黑马 脱颖而出 其后几年时间 李信回想起那场夺敌 还不免有些洋洋自得 直到这个时候 听到了叶明的这番话 他才明白了当年 自己到底有多么走运 那个时候 是叶家 或者说叶家一戏 被打压到了极处 如果他们再不有所动作 到了下一代人 便会失掉将门的身份 然后慢慢消失在 大劲的权力核心之中 而这个时候 李信带着魏王殿下入场 恰逢其会地赶上了 于是乎 叶老头把宝压在了魏王殿下身上 这才有了后来的人臣功变 有了从龙三功臣 有了叶家与侯家的再次崛起 想到这里 李信伸手擦了擦自己额头的汗水 苦笑道 师兄这么一说 小弟才默然惊醒 十多年前 不是我穿真影线 只是恰逢其会地赶上了 若非是这个运气 小弟此时 恐怕事骨都已经化了 那个时候 长安你才十六七岁 能有那份胆气 已经狠了不得了 人臣功变之后 叶家与侯家 包括当年北征一系 就都有了一点起色 老爷子十分高兴 也十分感谢你 这才有了之后 老爷子认下你这个弟子的事 叶明看了理性一眼 但然道 不然以长安你的年纪 只能屈尊给维兄做学生了 金安侯爷坐在叶明对面 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师兄一番话 当年的局势便豁然开朗了 那时候 小弟还是个孩子 茶叶师太多了 他苦笑一声 估计那时候 我在叶师面前的侃侃谈 在他眼里 也如孩童一般可笑 老爷子很喜欢你 叶明缓缓说道 太康初年 我还在继门关做大将军 老爷子给我写了好几封信 每封信里 都有提起长安你的姓名 说到这里 叶明叹了口气 说起来 这十多年里 还是长安你在老爷子面前 敬笑得多 我们这些做儿子的 都比不过你 提起已故的恩师 理性叹了口气 没有多说什么 叶大将军用手敲了敲桌子 继续说道 走第一条路 最好的情况 大概也就是老爷子那样 即便如此 老爷子心中 还是有些义气难平 几十年来酗酒成溺 叶明缓缓吐出一口气 他老人家当年在军中的时候 是不怎么喝酒的 叶盛生前 脾气暴躁 一爱喝酒 二喜打人 现在想起来 的确是因为心中义难平 金安侯爷微微低着头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开口道 所以 师兄想让我选第二条路 这要看你如何想 如果你不愿意像我父亲那样 躲起来过一辈子 就要准备去好走第二条路 最高处的那个位置 只能容得下一个人 你如果要去走 就要干脆一些 像这样拖踏 到最后 害人害己 李信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开口道 师兄的教会 小弟记在心里了 算不上什么教会 叶明笑了笑 只是看了父亲这些年的经历 有感而发而已 老实说 我心里并不希望有人造反 毕竟兵货一起 不管怒死水手 受苦的都是平民百姓 但是事到如今 你已经到了 只剩下这两个选择的地步了 李信点了点头 师兄说的是 他缓缓吐出一口气 老实说 原本小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野心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但是如师兄所说 事到如今 既然已经走到了这里 就应该担起 身上应该担负的责任 叶明看了李信一眼 开口问道 要我送你出京吗 西南如果要造反 李信是肯定不能留在京城的 他总不能在敌人的大本营里面 只会反贼作乱 金安侯爷微微摇头 开口道 现在还不是离开京城的时候 况且这个时候 我留在京城里面 不会有什么危险 等合适的机会 小弟会离开京城的 那就由你自己看着办吧 叶大将军笑了笑 拉着李信的衣袖说道 家里的饭做好好一会儿了 我们兄弟这么些年 还没有怎么一起喝过酒 今天好好喝一顿 金安侯爷欣然点头 恭敬不如从命 师兄弟两个人 在陈国公府里 好好地喝了一顿酒 叶明的酒量并不怎么好 酒过三巡 他已经满脸红韵 相比较之下 李信就要好得多 他让人扶着叶明去休息 然后迈步离开了陈国公府 国公府门口 金安侯府的马车 已经等待许久 李信刚到金安侯府门口 就看到一个身着紫色衣上的年轻人 在侯府门口等着 李信走下马车 看到了这个年轻人 腰间跨着的弯刀 就大概猜到了 这人是谁 鲜卑人立国北州之后 进行了大规模的汉化 后来的鲜卑人服色 已经与汉人没有什么分别 尤其是鲜卑人里的贵族 过得比汉人还要讲究一些 腰间佩戴的弯刀 可以说是他们鲜卑人身份 唯一的象征了 李信副手走上去 上下打亮了一眼这个年轻人 淡然问道 宇文迪 宇文迪从来没有见过李信 却被李信直接叫出名字 他先是抬头看了一眼李信 然后认出了李信身上 穿着的大镜官服 连忙退后两步 对着李信恭敬低头 鲜卑宇文迪 见过李太傅 李信面色平静 贵使不是应该在李部的会馆里吗 怎么跑到我家门口来了 是这样 宇文迪公申道 临来京城之前 家父曾经吩咐过小职 来到京城之后 这个英雄让他很是钦佩 小职在北边 也多有听闻太傅大名 今日见了面才知道 太傅原来如此年轻 这般年纪 就有这种成就 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一番彩虹屁之后 宇文迪从袖子里取出一份礼单 两只手捧在手上 公声道 家父说他有幸与太傅见过 算是半个朋友 让小职带了点礼物来 送给太傅 宇文迪今年已经22岁了 而李信也就是27、8岁而已 两个人年纪并没有差到哪里去 甚至可以说是同龄人 而这个宇文部的小王子 一口一个小职 态度放得非常之低 李信从他手里接过这份礼单 简单瞥了一眼 看到大多都是一些羊皮牛皮之类 草原上盛产的东西 不过看到最后一项的时候 李信意外地看了宇文迪一眼 40匹梁州大马 宇文天王好大的手笔 没记错的话 宇文部给朝廷也就是100匹而已 他合上礼单 随手扔回了宇文迪手中 面色平静 贵不得心意 本官心灵了 但是东西我是要不得的 宇文迪向前走了两步 压低了声音 太傅 这些马可都是上好的种马 有公有母 太傅在京城不方便收 小职可以让人绕道送到西南去 李信这才皱了皱眉头 西南与本官有什么关系 宇文迪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其实早在泰康八年 李信因为西南的事情 被泰康天子下狱之后 他跟西南之间的关联 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如今已经快到元昭二年 两年多的时间过去 京城朝廷里也不是密不透风 北边的宇文昭 知道一些朝廷里的情况 很正常 没道理 朝廷可以探听宇文部的消息 宇文部不能探听朝廷的消息 静安侯爷眯了眯眼睛 淡然道 贵使这些东西 本官不要 你还是带回去吧 宇文迪态度十分千功 他低头道 家父与泰富会面之后 对泰富一直很欣赏 心心念念 想要再见泰富一面 这些礼物 也只是略微表达一些 我先背部对泰富的敬意 绝无其他意思 请泰富不要多心 敬意我收下了 东西拿走 李太夫冷冷一笑 宇文昭在京城里 给我送这些 他不是盼着 我死在京城里 他如果要见我 让他来京城里见我就是 宇文迪勉强一笑 等朝廷正式的赤锋下来 父亲就会静睛谢恩 到时候 他老人家 一定会来见侯爷一面的 李信面露不屑 撇了撇嘴 副手走进自家的侯府 宇文迪恭敬低头 等李信走远之后 他才抬头看了一眼 高大堂皇的 静安侯府大门 目光里满是野心 他们这一只宇文 是北周宇文师的皇族 数十年前的北周皇城里 他们也都是穷奢吉欲的人家 论富贵半点不输大进京城 甚至有有过之 但是如今 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 却住在了帐篷里 想到这里 宇文迪深呼吸了一口气 转身离开了静安侯府大门 他刚走出这个巷子没有多远 一对红衣那位 在那世间萧槐的带领下 立刻把宇文迪围了起来 宇文小王子脸色微变 对着萧槐拱手道 这位公公 这是何意 萧槐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他上下打亮了一眼宇文迪 然后伸手摸了摸 神情有些古怪 贵使你 身体无恙吧 宇文迪有些不解 我自然无恙 公公 此话何意 萧槐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连忙拉着他 朝着远处走去 无碍就好 无碍就好 他自然不会告诉宇文迪 那位李太傅 虽然看起来温文尔雅 但是随时有可能 一刀罢他看了 天子心里很清楚 自己的老师很不喜欢 朝廷与仙卑和解 更不希望朝廷 给仙卑部封王 因此 很有可能 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 比如说 一刀罢这个仙卑部的 小王子给杀了 这样一来 朝廷与宇文部之间 自然就会再起战端 这种事 李姓是绝对做得出来的 太康八年的时候 太康天子 赵西南的李姓进京 安排在柳树方里 结果 天子还没有来得及 见到李姓 李姓就被金安侯爷 直接提着刀杀了 这件事情 先帝与元昭天子 提过不止一次 反复说过李姓的果决性格 这个时候 如果李姓真的挥刀 把宇文迪给杀了 那也是 这位金安侯爷 正常的做事风格 毕竟他都敢在 大理寺大牢里 一刀罢当朝的左相给杀了 一个一帮的小王子 杀起来 估计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所以 当天子听说这位小王子 主动去了金安侯府之后 吓得不轻 连忙派萧槐 去把宇文迪带回会馆 其实换做是两年前 或者三年前的李姓 多半还真的会一刀罢 这个宇文迪杀了 然后强势掀起 于宇文部的战士 但是现在 他对朝廷有些失望 懒得尽心尽力地 去替朝廷做事了 没必要再去背这个黑锅 时间慢慢流动 转眼间 就到了元昭元年的年关 新天子在魏央宫里 宴请的文武百官 文武百官也对着天子歌功颂德 京城上下一片歌舞生平 仿佛先前的动乱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不过 这场宴请百官的宴会上 金安侯李姓告了病假 并没有来 坐在主位上的元昭天子 看了看留给李姓的位置空缺 微微皱了皱眉头 元昭二年腊月初期 天子终于把宫里宫外的事情 忙得差不多了 抽出了空闲 准备出宫一趟 去金安侯府看一看 这个时候 谢代也从山音回到了京城 不过他还没有来得及 交割宇林卫的事物 仍旧暂领宇林卫 于是 天子带着一对内卫 又让谢代带了一个校尉营暗中保护 他换了一身普通的衣裳 在这个仍旧寒冷的冬日里 朝着静安侯府走去 这时候还在年节里 往年这个时候 不管是宫里还是宫外 都是张灯结彩的时候 不过因为先帝病逝未满三年 宫里还是颇为朴素 与平日里没有什么分别 宫里不挂 永乐坊里的贵人们多半也没有挂 京城里其他方热热闹闹的过年 永乐坊里却没有什么年味 路边很少有人家挂灯 天子来到了静安侯府大门 也没有让人通报 就禁止走了进去 他从小在这里长大 除了东宫之外 就属这里最熟悉 于是乎他亲门熟路地 摸到了静安侯府的前厅 侯府的下人们也认得他 连忙去后院通知了李信 李信走到前厅的时候 小皇帝已经喝了半杯茶了 见到李信临来 他连忙从椅子上坐了起来 对着李信拱了拱手 见过老师 李信公身还礼 臣见过陛下 在这侯府里 哪来的什么陛下 元昭天子笑着说道 朕从小在这里长大的 这里只有老师的学生 还有姑母的侄子 他看了看李信的脸色 开口问道 年节那天 老师说自己染了风寒 朕本来想当天就来看一看的 但是这几天 一直被宗亲还有大臣们烦扰 好不容易才抽出空闲 来老师这里看一看 老师您病好了喂 小风孩儿已 李信淡然一笑 早已经好了 好了就好 元昭天子也不拿自己当外人 伸手捏起桌子上的糕点 吃了一口之后 对李信说道 现在还是年节 方才出宫的时候 朕让萧正准备了点东西 一会儿就送到侯府里来 算是朕给老师的碎礼 金安侯爷愣了愣 随即低头道 臣谢陛下赏赐 少年天子皱了皱眉头 埋怨道 这里没有外人 又是您自己家的宅子 老师如何这般见外 金安侯爷笑了笑 臣没怎么读过书 但是也知道 应该守君臣之礼 否则给老公羊知道了 多半要上书仓我一本 那不至于 天子笑着说道 老公羊这段时间可忙坏了 上书台里里外外的事情 他都要跟着处理 年初三的时候 朕就把他从家里 喊进了上书台 现在还在上书台里忙活 可顾不上管老师您 师徒两个人 说了一些朝堂的去世之后 天子先是看了李姓一眼 然后若无其事地说道 去年年中的时候 老师带着姑母回家祭拜 现在已经大半年时间过去 老师都已经回来了 不知道姑母什么时候回京 他亲生道 大半年没有见到姑母 朕心里还有些惦念她 她从小在京城长大 也不知道永州待不待的习惯 还有钟姑姑 阿含妹妹他们 不知道在永州如何了 这话里的意思 已经很明显了 是在问李姓大掌公主 什么时候回京来 面对这个问题 如果是从前的李姓 多半会随口敷衍两句 但是这个时候 他已经懒得说谎话了 他们应该不会回来了 李姓面色平静 元昭天子先是皱了皱眉头 然后开口问道 老师您在京城 不好让姑母他们在永州吧 李姓看了天子一眼 然后微微叹了口气 陛下 臣也快要走了 元昭天子愣了愣 老师此话何意 臣准备告老还乡了 静安侯爷面色平静 开口道 臣本来想 要是在老家与家人安心想几年 但是京城有乱 陛下紧急相照 臣便起码从永州赶了回来 如今 沈宽与严守卓等人的余孽 也已经亲得差不多了 这些日子里 李姓带着雨林卫 先后杀了八批 加起来一共三百多个人 第一批沈宽等人一百多个 越到后面越少 到了后来 有公养书这些读书人出面作保 那些沈宽与严守卓的余孽 多半已经到不了杀头的地步 这装生是庞大的宰府案 已经被李姓以秋风扫落叶之事 在几个月之内清扫干净 此事记了 臣也不太想在京城做官了 等过了十五朝廷结束休幕之后 臣便正式上书 辞去身上所有的官职 回永州老家去养老 天子苦笑道 老师 您才不到三十岁 哪里有告老还乡的道理 先帝三十多岁 就不幸撒手人还了 臣的身子与先帝仿佛 说不定也活不了几年了 臣在朝堂臣服十多年 心里也有些疲累 所以 想要辞官歇息几年 元昭天子都快要急哭了 无论从哪个角度 他都不愿意看到 李姓在这个时候离京 天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对着弯了弯腰 老师 您不在京城 审言之事就可能还会复现 看在这件事的份上 便不要离京了 他语气之重 似有哭腔 老师您 留下了帮一帮阵吧 禁军又赢 还算比较干净 贺松这个人可用可信 陛下可以用他 也可以不用他 臣会给禁军又赢打招呼 陛下现在就可以着手 挑选合适的人选 接手禁军又赢 说到这里 李姓顿了顿 如果陛下相信贺松 那就给他加个官 这人年纪也不小了 出身成国公府 没有什么坏心思 能力也够 陛下把他叫禁功林 免力几句 他就会对陛下忠心耿耿了 至于禁军又赢里的将官 也是一样 陛下能用则用 不能用 就慢慢往里面 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 只要陛下掌握了禁军又赢 侯靖德那边 就不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心思 到时候 两婴禁军都在陛下手里 这个位置 陛下就可以坐得稳当了 有了两婴禁军 京城里的三禁 为陛下牢牢握着 这样一来 就不会有人会再动歪心思 接下来 就只要解决文官的问题就行了 文官员比武官要复杂得多 这些人关系纵横交错 而且一打就成佗 很难真正降服他们 为君者也没必要去 站在读书人的对立面 只要用读书人去治读书人 便可以高枕无忧 这几年时间 熟悉了朝堂里的勾勾坎坎 自然可以安坐地位 只要掌握了尚书台 就可以掌握天下读书人 尚书台里几个相位 就可以牢牢拿捏住读书人的心 说到这里 金安侯爷微笑道 陛下您看 做皇帝并不怎么难 这个朝廷有没有存在 其实并都一样会运转 沈宽严守卓等人 已经生死 短时间内 没有人会有他们那种 胆大妄为的心思 也没有人会有他们那样的地位 陛下只要对供养书他们好一些 用不了几年 他们就会把沈宽 还有严守卓等人抛在脑后 再也想不起来了 元昭天子无言以对 他对李信的态度 其实是很复杂的 皇帝也是人 况且 他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皇帝 他从小在金安侯府长大 九公主是他如子 李信也把他当成后辈一样看待 该教他的东西 也都会教他 要说他跟李信之间 一点感情都没有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身为天子 感情这种东西 不能成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而且李信的存在 已经严重威胁了 皇权的至高无上 因此 元昭天子才会对这个 教了自己许多年的老师 将信将疑 此时 天子看到李信 哪怕是离经之前 也在为自己触谋划策 心里也有些感触 他站了起来 走到李信身边 缓缓吐出一口气 朕知道 因为那个宇文部的使者 老师心里很不高兴 但是与宇文部议和 是上书台所有宰相的公义 朕也不好置之不理 元昭天子咬了咬牙 开口道 老师要是实在看不下去 朕可以召集上书台在意 天子一言九鼎 李信微微摇头 开口道 陛下是天子 说出去的话 就是天条 绝不可以轻改 否则朝令夕改 时间长了 就威望全无 再没有人会听你的了 天子张了张嘴 想要说话 却还是没有开口 所以 不管是昭皇帝 还是景皇帝 平日里不管任何事情 轻易都不会 开口下结论 一旦他们下了结论 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无论对错 都要做下去 每一代天子 都会有意无意地 加强自己的威权 他们说出去的每一句话 一般来说 都不会轻易更改 所以 天子一般不会轻易下结论 更不会轻易许诺什么 说什么事情 都是含糊其词 让手底下的大臣 摸不着头脑 给自己营造出 天之敌长子的神秘感 这一点 承得天子就做得很好 他不管说什么话 都不会说到底 这位从小就是太子 被五皇帝 当成储君培养的皇帝 已经深得帝王术的精髓 李信一共见过 承得天子两次 每一次都觉得 这位皇帝如冤如玉 不可揣夺 到后来 宫殿登基的太康天子 就要差了一些火候 到现在的这位元昭天子 比起其父祖 要逊色太多太多了 元昭天子坐回了座位上 无奈苦笑 老师 父皇说走便走了 我在东宫的蜀官 要么资历不够 要么能力不够 掌握不了上书台 更掌握不了六步 只能让他们慢慢往上爬 老师一走 京城上书台连带九卿 朕连一个完全可信的人都没有了 按照历朝的规矩 太子的东宫 会有一批蜀官 这些人其实就是给太子准备的未来班底 他们平日里教太子党 打理东宫事务 太子一旦四位 这些人就可以立刻接手朝中要职 以他们为核心 组建新一代的朝廷 很可以 太康天子变得位不正 他继位的时候 就没有这一套天然的班底 就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慢慢掌权 后来他立了太子之后 也没有太在意这方面的事情 因此 元昭天子的东宫 固然有蜀官 但是却没有几个可用之臣 老师即便真的要知识归乡 也请再给朕几年时间吧 天子起身 对着李信低头拱手 北疆宇文部一事 朕只是出自攻心 对老师对姑母 绝没有半点恶意 眼下静安侯府的政厅里 并没有外人 李信伸手拍了拍天子 有些稚嫩的肩膀 开口叹了口气 陛下才十五岁 骤然把陛下放在这个位置上 也是难为陛下了 李信笑着说道 臣相信陛下对陈吾有恶意 也请陛下相信 臣对朝廷没有恶意 这一次回永州去 只是要歇息几年 顺便处理小小的婚事 等再过几年 朝廷有用得到臣的地方 陛下一道诏书 臣就会像这一次一样 回到京城里来 到时候是杀人也好 打仗也罢 陛下一句话的事情 臣一定在所不辞 说了这么多 李信也有一些疲累 他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缓缓说道 时辰不早了 如今审言之祸刚过去不久 京城里难免会有别有用心之人 陛下还是尽早回宫去 以免给那些人 以可乘之机 天子听明白了 李信话里送客的味道 他对着李信做了一一 开口道 无论如何 朕还是希望老师留在京城里的 不管老师有什么要求 对宇文部也好 要什么官职也好 只要老师开口 朕一定尽力给老师办到 他缓缓吐出一口气 再不济 也请老师看在父皇的面子上 留在京城 元昭二年腊月十五 上元佳节之后 朝廷结束了长达十五天的年节休目 各个衙门陆续开始恢复正常 同时魏阳宫也开了新年第一次大朝会 一来是为了处理堆积了十几天的各部事务 二来是为了商量今年各部的预算开支 以及去年的收支情况 这种会议每年开年的时候都会开一次 算是大晋朝廷的惯例 也是从武皇帝时期就定下来的规矩 同时 来自北方鲜卑宇文部的宇文迪上朝受封 他的父亲 北边的鲜卑部与首领 被朝廷册封为燕王 被朝廷封王之后 也就意味着两帮之间的冲突将不复存在 而大晋的北边将多出一个名为北燕的王国 这个国家将会是大晋的藩属国 替大晋拱卫北疆 宇文迪感激替灵 跪在地上久久不愿意起来 而新年新气象 新的一年开始 元昭天子算是正式开始亲政 这位少年天子开始大风群臣 只要是上一次事情里 站在天子这一边的官员 大多都得到了封赏 比如说 表现非常好的经兆尹周顺德 身为刑部尚书 代替了被迫致世的元刑部尚书 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的官员 在这一次封赏之中得到了把拙 这些人都会感念天子的恩德 慢慢成为元昭一昭的班底 与此同时 一些已经生到不能再生的人 也得到了好处 宫阳书被封为太子少师 进军左营将军侯敬德 也无关可以 但是被加了一个从二品驻国的武勋 也是颇为荣耀了 理性的武勋 是正二品的上驻国 又因进军副将贺松 虽然因为理性的存在 没有升官 但是被加了一个正三品上护军的武勋 也算是恩德不小 这种加风 虽然对实质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表现出来天子的意志 像是贺松这个禁军右营副将 原本只是代替理性暂领禁军 但是有了这个上户军的武勋之后 禁军右营的武将 多半会彻底倒向贺松 这是天子掌握两营禁军的开始 也是他慢慢掌握朝政的开始 萧正把各种封赏 统统念了一遍之后 又取出最后一道圣旨 捧在手里 唱道 太副理性听旨 这位大太监刚念完这句话 低头看了看殿中的群臣 并没有看到理性的身影 因此他回头看了一眼天子 天子早知道理性没有来 他面无表情 说道 继续念 萧正点头 清了清嗓子之后 在卫阳宫里 高声把这道圣旨念了一招 殿中文武百官听了之后 脸上的表情各不相同 有诧异 有羡慕 也有妒忌 更多的是面无表情 萧正念完之后 回头看向天子 元昭天子坐在地位上 淡淡地开口 太副染了风寒 不能上朝 萧正你亲自跑一趟 把圣旨还有东西 都送到太副府上去 萧正恭敬低头 捧着一个木盒子 在文武百官的目光之下 离开了卫阳宫 萧正刚一离开 坐在主位上的元昭天子 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好了朱青 今日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今年一整年的开销得 商议出来一个章程 户部也要把去年的账礼清楚 今天在这里消账 他看了一眼左边的文官 面色平静 户部的人 开始汇报各地方赋税 以及支出 萧正从卫阳宫出来之后 立刻有一大堆小宦官 簇拥着他 坐上了一顶二人抬轿 萧正捧着这个盒子 晃悠悠地出了永安门 朝着静安侯府方向走去 萧正在内庭地位尊崇 虽然内官不设外事 但是有内庭巴尖 跟梅花位的存在 让这位大太监 实际上的权柄 在大进朝廷里 可以排进前五 因此 不管他走到哪里 都可以说是百无禁忌 就连静安侯府的下人 见到他之后 也不敢怠慢 直接把他请进了侯府正堂 然后通报李信 李信本来正在书房里琢磨事情 文言洗了个脸 赶到了正堂 见到了这位一身痴疑的大太监之后 笑着拱了拱手 大公公不在宫里忙碌 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 萧正起身 对着李信还礼道 太夫客气 今日是腊月十六 为阳宫大朝会 陛下大风群臣 也有给侯爷的风赏 侯爷没有到场 陛下特意让我给侯爷送来 李信有些愕然地看了萧正一眼 然后牵身道 那大公公稍等一会儿 我去召集府上的人 恭迎圣旨 萧正面色平静 侯爷一个人在这里听就行了 李信眨了眨眼睛 开口问道 要跪吗 萧正看了李信一眼 这里没有外人 侯爷跪不跪都没有关系 那便不跪了 静安侯爷垂手而立 微微低头 陈李信 恭听圣旨 萧正这才把手中的木盒子打开 先从里面取出一道玉轴圣旨 展开捧在手里 面色严肃 赵曰 太夫李信 类官三朝 南征北战 劳苦功高 冠绝当朝 朕少年学于太父府上 十余年来 受益良多 今朕少年轻政 太父功不可没 特赐金书铁券 以招太父功劳 说吧 萧正把圣旨卷好 放在了李信手里 然后又从盒子里 取出一块铁牌 当着李信的面一分为二 把上面那一块 也放在李信手上 萧太监看着这块 不怎么起眼的铁牌 目光有些羡慕 太父 我大进开国之时 一共有八位大将 帮助太祖定国开疆 立国之后 太祖便赐下八块金书铁券 与八位大将定下蒙书 以示永不相赴 从太祖皇帝之后 大进历代天子 再无有赐下铁券之事 便是当年的叶帅 也无有此恩宠 呵 原来是传说中的免死金牌 李信把圣旨交给了身边的下人 然后仔细打亮着手里的 半块铁牌 铁牌乌黑 其中一面上 用朱砂写了十七个字 使黄河如带 泰山如历 竟有宗庙 耳无绝世 这是当初进太祖 对手底下八个大将的承诺 也是双方约定的一个蒙书 但是很可惜 大进传国一百多年 当初开国的八大将军 如今只剩下了重家一家 剩下的七家 都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 金安侯爷 手里握着这块铁牌 面色古怪 这是一个奖性众诺的时代 如果是寻常人 拿到这么一份天解帝过来的蒙书 一定会喜不自胜 毕竟有这么一块铁牌 就代表着 自家与天剑将会永远修妻与共 只要不造反 大进还在 自己家就还会在 只要懂得一点大进历史的人就知道 当初的开国八大将 其中七个都是因为造反 才被后来的太宗皇帝一一杀头的 而剩下那个忠心耿耿的重家 一百多年来 一直与朝廷修妻与共 同哭同容 李信拿到这块牌子 就意味着他的李家 有资格与重家一样 成为与大进修妻与共的家族 前提是 李家不造反 老实说 这是一个很高明的手段 单书铁券这种东西 只要给出来 就一定会记在史书里 天子给出了单书铁券 代表了莫大的恩宠 代表了皇室 没有负李信 如果李信造反 就是他负了皇室 即便他造反成功 将来惶惶史册之上 因为这一块铁牌 李信也会悲伤骂名 给后人打上野心家的标签 假使李信是这个时代的土著 有一点点君臣礼法的思想 在稍微爱惜一点自己的名声 收到这块铁牌之后就 说不定就会打消造反的念头 抱着这块铁牌 安安心心的 做大镜的臣子 但是很可惜 他并不是 另一个世界里 拿到单书铁券的人 是什么下场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如果姬家真的可以 做到镜有宗庙 而吴爵士这句话 李信不介意安生一点 在大镜做第二个种家 但事实是 定下约定的皇室 随时可以撕毁合约 然后给你随便 打上一个罪名 埋进土里 金安侯也捧着这块铁牌 看了看 然后就把他放回了铁盒里 对着萧正拱手 与其诚恳 叶士一生征战 立功无数 陈国公府尚且没有单书铁券 李信何德何能 岂能受此开国铁券 萧正叹了口气 伸手把李信扶起来 开口道 太夫就不要推脱了 先前陛下 命我把铁券送过来之前 已经让我在魏阳宫里 宣读过圣旨了 今日是开年大朝会 京城里六平以上的官员 都去了魏阳宫 如今整个京城都知道了 陛下赐给太夫 单书铁券的事情 太夫安心收下就是 说到这里 萧正顿了顿 继续说道 今日朝廷要核算度支 魏阳宫里 恐怕要忙一天 老奴的意思是 侯爷不如在这个时候 当着百官的面镜宫谢恩去 这样一来 也算是一桩佳话 萧正感慨了一句 如今大京那么多高门大户 就只有崇家家里 还供奉着这么一块单书铁券 崇家身受天界信任 世代长兵 太夫的静安侯府 将来一定会成为第二个崇家 这是真正的恭侯万代 他对着李信恭敬低头 奴婢在这里祝贺太夫 李信点了点头 开口道 本来也是准备今日进宫上朝的 萧公公先走一步 我换一身衣服 便进宫谢恩去 萧正点了点头 开口道 那奴婢就先回宫里去了 换了一身朝服之后 李信坐着自家的马车 来到了永安门 步行进入永安门之后 没过多久 就走到了魏阳宫门口 然后进宫人通传 没过多久 他就受到了召见 进入了魏阳宫大殿 这会儿正式正午 皇帝与诸位大臣合算度支 弄了一个上午 还没有定下来 仍旧在大殿里商议 李信迈步走进大殿之后 走到大殿正中 屈膝跪了下来 陈李信叩见陛下 元昭天子立刻抬手 笑着说道 太夫快请起 李信仍旧跪在地上 低头开口道 陈少年入室为官 细算起来 至今已经一十三载 陈本永州不一 早年进京 也只是为了一些私事 从未想过 能够出世为官 陈蒙昭皇帝抬举 得以进入羽林位 为大敬效劳 后又蒙先帝拔拙 十余年来 竟已经未及人臣 美美细思 羞愧难当 陈本忠人之资 非昭皇帝抬拙 陈如今 应当在永州涉猎务农 非谨皇帝拔拙 陈至今最多也就是个 羽林位狼将 今日收到陛下单书铁券 陈愧不敢当 他对着天子深深低头 元昭天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走到了李姓身边 把李姓扶了起来 这位小皇帝叹了口气 开口道 太夫这些年的功绩 朝中诸臣都是看在眼里的 用不着过千 他把李姓扶起来之后 缓缓说道 正年幼时 尚住在魏王府里 那时候 若不是太夫 说到这里 他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了 当年魏王殿下公辩夺位 虽然几乎人人皆知 但是毕竟 有些尚不得台面 因此 也不好在这种公开场合下提起 太夫这些年 累累功劳 前不久更是力挽狂澜 将包藏祸心的沈妍等人 一举扫清 正今日清正 太夫是正的老师 这些年一直教导于正 若不是实在封无可封 正绝对不会只给一道 单书铁券而已 太夫十多年 数次有功于我姬家 今日这道铁券 是正代姬家 与太夫的一道承诺 大静宗庙一天尚在 静安侯府就永享富贵 当着文武百官 能够说出这么一番话 可以说是荣宠至极了 不过静安侯爷脸上 并没有太多表情 他心里很清楚 这道铁券 并不仅仅是一道沉默 更是一份道德绑架 小皇帝十几岁的年纪 多半想不出这种东西 一定是有人 给他出了主意 想到这里 李信回头看了一眼 站在一旁的老公羊 老公羊 似乎感应到了李信的目光 撇过头没有看李信 李信深呼吸了一口气 退后了两步 对着天子恭敬低头 陛下如此说 这道铁券臣 便厚颜收下了 今日臣到魏央宫里来 一是来谢恩 二是来与向陛下请辞的 他从袖子里取出一本奏书 两只手捧在手里 深深低头 陛下 臣这些年带兵打仗 身上受了不少暗伤 而且颇有些疲累 臣请回乡歇息几年 等以后身子养好 或者朝廷有用得到臣的时候 臣一定在回京听用 去年李信来京城救急之前 曾经与穆英说过 此来京城要一劳永逸 解决朝廷与西南的矛盾 但是眼下看来 这个目标很难达成了 小皇帝的危机解决之后 仍旧对李信不完全信任 甚至违逆李信的意志 与北边的鲜卑语文不和解 多多少少让他这个做老师的 有些寒心 当初天子一度被 沈宽严守卓等人逼到死角 京城舆论已经到了沸腾的地步 是李信进京 接手了这个烂摊子 并且把所有的恶民 担到了自己身上 至今京城包括京城附近的江南两路 淮南两路的读书人 多半都在私下里 咒骂过李信这个大奸臣 毕竟沈宽与严守卓等人的 门徒遍天下都是 李信这一次大规模的清洗 不只是杀了他们的偶像 师长那么简单 还杀死了其中一大批读书人的前程 这些人里 说不定已经有人在私下里 扎李信的小人了 这个恶民 已经被李信担了下来 到头来 天子无视他的意见 与北疆的语文不交好 让他对天子 或者说大进朝廷很是寒心 如叶明所说 他现在的位置 已经跟皇权产生的冲突 不管是谁坐在这个位置上 都会跟他过不去 听到了李信的话之后 天子沉默了一会儿 声音有些沙哑 老师非走不可吗 李信抬头看了一眼天子 面色平静 陈青年还不到儿立之年 身体的确不好 但是要说完全做不了事 那就是欺君了 静安侯爷深呼吸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只是陈与陛下 以及尚书台几位宰府的政见不合 再在京城里待下去 徒增烦恼 不如躲回永州老家去 眼不见为尽 静安侯爷看了看 公养书与房子威 又看了一眼天子 朗声道 我大进自武皇帝以来 就与先辈宇文势不两立 我师业盛当年历时八年 九死一生 才把宇文部赶出了关外 招皇帝锦皇帝两代天子 乌不在暗中积蓄力量 要抹掉这个北边的威胁 太康八年 先帝已经命令 冀州镇北军对宇文部下手 并且大劫 到了如今 先辈宇文昭 一同宇文诸部 用不了几年 就会飞速壮大 这件事 不止陈一人说过 陈国公叶明想来 也跟陛下与诸公说过 陈想不明白 朝廷为什么要与宇文部和谈 还给要宇文招封王 一口气把心中的 不痛快说出来之后 理性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接着说道 陛下是天子 诸公是宰府 陈只是宇林卫出身的一介丘八 对于朝局正事 定然不如诸位看得清晰 既如此 陈也懒得再看 回家赴贤养老去了 他对着天子深深作疑 陛下若还荣的下沉 便请放城还乡去 他日北疆先卑部的骑兵 如果冲破计门关 冲破云州城 进入了大靖腹地 陛下一旨诏书 臣一定归还朝廷 与大靖同生死 这一番话 说得元昭天子哑口无言 不过一旁的公养书 却没有那么好应付 老头子咳嗽了一声 缓缓地说道 李太傅也是朝堂重臣 有什么条臣意见 就来到朝会上说出来 大家一起商量就是了 没必要这般气冲冲的上书词官 吓唬人 老头子出班 先是对着天子行礼 然后对李信拱了拱手 笑着说道 方才李太傅说朝政有失 既如此 太傅不妨给出一个章程 今日京中诸臣都在 大家一起商量商量就是 李信闭上眼睛 开口道 诸公决定给宇文招封燕王之前 可没有想到 喊我来商量商量 如今你们给宇文不封王的话 都已经说了出去 想要天子出而反而吗 宫阳相公问我的意见 我的意见是 此时朝廷应当增兵云州 增兵纪州城 同时令户部筹筹 前两马匹兵部全力 赶制军械军资 两年之内 与宇文部来一场硬仗 朱公愿意打吗 宫阳书生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太傅肯出力 就可以打 李信眯了眯眼睛 我可以任北征主将 宫阳书摇了摇头 缓缓说道 太傅已经是当朝一平 没有让太傅去前线领兵的道理 太傅只要肯给出手中力气 老夫与上书台同僚 立刻开始准备战事 他口中的力气 是指天雷 李信闭上眼睛 沉默无语 宫阳书摇了摇头 陈生道 卡来太傅也不是那么想北征 既如此 我上书台仍旧主张封 先被宇文部为燕王 再缓缓涂之 只要宇文部接受了我大晋的册封 就是大晋的臣子 这个北疆天王宇文昭 不只有一个儿子 再过几年 朝廷给他几个儿子再册封一次 宇文部自然而然 就会再一次变成宇文诸部 先被宇文精 叶帅仪仗之后 已经四分五裂 北周国运不存 他们入不得关内 人口就不会超过百万 成不了大气候 说到这里 他看了一眼李信 反而太傅一直想要大进 对北疆用兵 李信闻言 没有说话 只是冷冷一笑 这种打压分化的手段 也不是公养书想出来的招数 几百年前 盛极一时的中原王朝 就用过相同的手段 对待北边的突厥人 一族没有技术史书的习惯 很多也不太喜欢读书 哪怕是史书里有过的手段 有时候 也能在他们身上再用一次 但是不巧的是宇文昭是读书的 宇文氏曾经入关 做了百多年的皇帝 北周第三代 皇帝开始 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汉化 汉化之后 那些北周氏族 就成了鲜卑贵族的老师 几代人下来 鲜卑贵族大多家学渊源 而宇文昭更是北周的皇族后裔 他的父亲宇文锤 从小酷爱读书 李信曾经与宇文昭接触过三天 论文化水平 宇文昭来大进考个进士 估计问题不大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不读史 这种从史书里扒出来的手段 如何能在宇文部上用第二次 不过李信也懒得跟这些老头子 在这里吵架 他叹了口气 开口道 这就是证见不合 我与诸公意见向左 诸公就当是李信见识浅薄 说到这里 李信对着天子拱了拱手 开口道 陛下 臣请离京 元昭天子皱了皱眉头 开口道 既然证见不合 那就慢慢商量 老师离京的事情 也不要着急 这几天 正在跟尚书台诸公 好好商量商量 说着 元昭天子看了一眼宫阳书 胆慨道 宫阳先生 暂且不要与老师争论了 先生回京主政 还是老师向正立见的 老宫阳有些愕然的 看了李信一眼 天子三封诏书 才把老宫阳从顿丘召回京城 起先老宫阳并不觉得吃惊 因为在尚书台 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 自己差不多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毕竟皇帝总不能千里迢迢去关中 把身体不怎么好的浩然公请回来 听到天子这么一说 他才能这么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尚书台的换代 从头至尾 李信都没有跟他提过这件事 如果不是天子提起 他也不会想到 是这个十多年不问正事的李侯爷 把他请回的京城 宫阳书缓缓吐出一口气 对着李信拱了拱手 太傅大度 元昭元年年初 尚书台要调换进军又营的折冲都尉 因为这件事 李信与尚书台起了巨大的冲突 宫阳书也是因为这件事 才主动告老还乡 细究起来 他与李信之间是有矛盾的 李信能够既往不救 举见他坐在这个首府的位置上 的确十分大度 金安侯爷面色平静 公事而已 老相公不必放在心上 说着 他对天子拱了拱手 陛下 臣的词官奏书已经递上去了 臣的妻女还在永州老家 请陛下 看在臣多年苦劳的份上 放臣还乡 臣先告退了 他对着天子低头作医 然后慢慢退出了卫阳宫 等到李信走出卫阳宫之后 天子沉默了许久 最终开口道 各部与户部继续核算度支 公阳蒲业与房相 随震到书房里来 公阳书与房子威对视了一眼 对着天子恭敬低头 遵旨 此时 魏阳宫大殿里 百官依旧在忙碌 毕竟这几天时间 要定下今年一年的章程 很是繁琐 而天子则是领着公阳书 与房子威两个人 走到了自己的书房 天子让随时的萧怀 给两位宰府赐座 他也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坐定之后 小皇帝缓缓叹了一口气 开口道 两位相公 觉得太傅之请 应当如何抉择 房子威没有说话 老公阳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道 李太傅是于国有功之人 他要回老家 朝廷没有道理不让他回 放他出京并不是什么男士 男士在西南如何处理 老公阳叹了口气 继续说道 太康朝时 西南就是先帝的心腹之患 为此先帝 曾经调派李太傅前往继门关 然后命培靖突袭汉州城 只可惜培靖在汉州失利 坏了先帝的大事 以至于西南局势进一步恶化 汉州军借此割裂整个西南 短短三年时间 西南便自成一国了 老公阳默然道 陛下给老臣看的西南战报 老臣与几位宰相都看了 如今西南汉州军越发厉害 太康年间 还是只能与地方驻军相提并论 如今甚至已经可以借天雷之力 对抗京畿进军 京畿进军 是整个大境最精锐的军队 京畿进军 不管是装备还是平日训练 以及向前 都是整个大境最好的 在培靖十多年调教之下 代表了大境最强的战斗力 每年京畿进军 都会与边军较量 大多都是京畿进军险胜 京城里差不多一万人的三境位 是天子贴身铁甲 而京畿这三十万进军 就是天子手中利剑 如今这利剑递出去 却给别人碰出了一个缺口 由不得朝廷不重视 老公阳声音有些沙哑 李太夫一直在鼓吹北江鲜卑之祸 事实上如果大境三十万京畿 进军进出 随时可以平灭北边的宇文诸部 但是如今三十万进军齐出 却不一定能打得下建门关了 现在西南的力量 甚至已经超过了当年的南暑 远比北边的宇文诸部威胁要大 现在朝廷几乎不可能再收复西南 陛下要做的是对西南做好防备 汉中夜上书 手底下差不多有八九万人 这是不够的 再过几年 西南如果要出建门关 这八九万人挡不住他们 老臣的意思是 要在汉中这种西南门户加重防备 增兵也好 募兵也好 最少要在西南的门户附近 驻扎十五万人以上 元昭天子皱了皱眉头 耗费太大了 公养叔吐出了一口气 开口道 昭皇帝与锦皇帝 都给本朝留下了不少东西 陈这几天查过户部的账策 朝廷国库充盈 在西南再添一支军队 压力不大 小皇帝还是皱着眉头 他已经正式清正 户部的账策他自然是看过的 但是如今充盈的国库 是两代天子留下来的遗产 而自太康三年 朝廷收回西南之后 太康天子省吃俭 用省下来的这些钱 是用来对付鲜卑宇文诸部的 老公杨继续说道 陛下放心 增兵只是暂时的 只要朝廷弄清楚 西南的天雷到底是个什么误事 西南一余 就不会对我大敬朝廷产生什么威胁 若能化天雷为己用 北边的宇文诸部 也不会是什么问题 增兵西南之前权宜之计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增兵给朝廷争取几年时间 陈与诸位同僚 一定想办法替陛下 拿到天雷的方子 事到如今 也没有了别的办法 元昭天子默默点头 对着公杨书叹了口气 依蒲叶来看 应该派谁去西南募兵 裴靖 公杨书深深低头 裴大将军 因太康八年在西南大败 被陛下打了八十军棍 格职未明 裴将军就是荆棘的人 眼下人还在荆棘 他或许不擅长行军打仗 但是练兵带兵 都是一等一的好手 眼下荆棘三十万进军 当年多半都是 他一手带出来的 荆棘进军在他手里 战立直追武皇帝时期 此人今年也不过五十多岁年纪 虽然在西南战败 但是上堪一用 元昭天子默然点头 那正这两天 照他进攻一趟 如果没有问题 就让他去西南募兵 说着 小皇帝看向公杨书 继续问道 蒲叶还没有回答朕 应该如何应付李太傅 公杨书先是皱了皱眉头 偏眼看了看 闭目不语的房子威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陛下 李太傅要回乡 就只能放他回去 当年先帝尚且留他不住 陛下强留他在京城 可能会发生一些不愉快 况且 以李太傅的手段 朝廷也不一定真能留得住他 与其这样 还不如和和气气地放他出京 大抵是因为小皇帝 还不想跟李姓翻脸 因此 李姓尚书词官的奏书 很快得到了批复 同意李姓辞官返乡修养身体 不止如此 朝廷还给了不少封赏 在齐阳县 画了两千亩地封给李姓 并且赏赐万金 又从教方司调了一百多个仆从 发往齐阳县 照顾天子姑母 这些东西 李姓都没有拒绝 一一笑纳 与灵位中郎将懈怠 受命护送李姓出京 前往永州 这位天子的唐舅 也按着李姓的建议 尚书辞去了 与灵位中郎将的差事 等他送李姓回京 就要调到进军之中认识 不再执掌与灵位 毕竟家中有了个六皇子 他在执掌三进位 大家都不会放心 因为京城的这个宅子 除了李姓之外 已经没有家人 因此 李姓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 只简单戴了几件衣裳 就算是收拾好行李了 老实说 李姓在京城的 这座金安侯府 是严重为之的建筑 因为前身是齐王府 金安侯府的规模 要远远超过陈国公府 而且还是在 永乐坊里最好的位置 假若这个宅子可以买卖 那么卖房子的钱 可以买到半个大通方 可惜 这个宅子终归是带不走的 收拾完东西之后 李姓站在京安侯府门口 抬头看着宅子上面 太康天子遇刺的经典 目光有些复杂 站在他身后的谢代 微微低头 开口道 太傅舍不得京城 那倒没有 李姓回过神来 笑了笑 只是在这里住了十年 多少有点舍不得这个宅子 谢代也顺着李姓的目光 看向了京安侯府 他感慨道 太傅家的这个宅子 算是京城里最顶尖的宅子了 整个大镜除了机姓之外的人家 没有一家的宅子 比得上您这个京安侯府 这个是为止的 李姓收回目光 呵呵一笑 住在这里 哪天有人看你 不顺眼了 告你一个渐远 立刻就是抄家的重罪 谢代裴笑道 太傅说笑了 这宅子是先帝遇刺给您家的 朝野上下人人皆知 哪里会有人去告状 京安侯爷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两个人沿着京安侯府门口的大街 走到了德胜街上 李姓停下脚步 对着谢代说道 谢郎将在这里等一等我 我要进宫去与陛下道别 谢代恭敬低头 太傅尽管去就是 下官在这里等着太傅 莫要叫什么太傅了 我都已经辞惯了 京安侯爷哑然一笑 转身朝着永安门走去 与天子告别 花费了李姓差不多一个时辰时间 师徒两个人说了不少话 最后还是天子亲自把李姓送到了永安门 拉着李姓的衣袖 声音诚挚 老师得空了 就带着姑母回京看一看 朕许多天没有见到姑母了 心中很是想念 她轻声道 皇祖母也很想念姑母 提起太皇太后 李姓也想起了这位老人家 这位丈母娘 这十多年时间一直待她不错 李姓也真心把她当成长辈看待 文言点头道 劳烦陛下多多照顾太皇太后 陈宇大长公主得空 便回京看她 说话间就已经到了永安门门口 李姓对着天子深深作依 陈声道 永州距离京城路远 陛下在京城多多保重 若再碰到审言之事 可以给陈写信 陈一定义不容辞 天子叹了口气 此去永州 山高路远 老师一定保重 辞别了天子之后 李姓就回到了永乐坊 坐上了自己那辆马车 谢代骑马 跟在李姓旁边 领着雨林卫的一个校卫营 随行护卫 马车到了西城门门口的时候 就已经是午后了 谢代敲了敲马车的车员 对着李姓说道 侯爷 有人在门口等您 李姓掀开车帘看了看 连忙跳下马车 对着西城门门口的 一个一身黑衣的老人家 低头道 师兄 前来相送李姓的夜明 闻言叹了口气 伸手拍了拍李姓的肩膀 你能从京城脱身 是好事情 但是零分别 为兄心里 还是有些不太舒服 这位陈国公长叹了一口气 这一次 可能就是 你我兄弟最后一次见面了 他身体不好 可能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了 如果李姓回永州去 师兄弟两个人 估计就真的见不到面了 李姓心中也有些不适滋味 他勉强一笑 师兄身子还见朗 不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叶明摇了摇头 没有多说什么 叶茂 麻烦长安多多照顾 静安侯爷默默点头 师兄放心 李姓带叶家 如同带叶师 叶明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他伸手拍了拍李姓的肩膀 笑着说道 旁人与我说这话 我肯定是不信的 但是长安 你说这话 我就信了 老夫能收下你这么的徒弟 是我叶家的福分 李姓摇了摇头 能败在叶师门下 是李姓这辈子的福分 李姓这句话 并没有半点水分 他虽然二世为人 但是上辈子 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也是懵懵懂懂 全靠一点小聪明 还有胆子大 以及一些运气 才勉强求活 一直到李姓成为静安侯 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 都是很少的 直到败师叶盛之后 他有事没事 就往陈国公府跑 陪着老爷子下棋 那几年时间 他从叶盛身上 学到了许多 非常宝贵的经验 也是在那几年时间里 李姓才慢慢成长起来 成为真正的朝堂重臣 叶明半眯着眼睛 笑着说道 好了 这会儿都已经中午了 维兄不耽搁你赶路 你走吧 李姓退后几步 对着叶明一一到地 师兄一定保重身子 小弟这次返乡 路上还要去一趟宁陵 给叶师上坟 去吧去吧 叶明拍了拍 李姓的肩膀 你该去的 这位陈国公爽朗一笑 顺便过去认认路 过几年 维兄也躺在里面了 你记得带点纸钱 去看看维兄 李姓叹了口气 没有多说什么 他转过头去 走向自己的马车 只见马车附近 有一个高瘦的中年汉子 恭敬垂手而立 李姓看了些人一眼 微微皱了皱眉头 你现在已经是 禁军右营的将军了 这会儿应该在右营里 替朝廷训练将士 不应该来这里送我 李姓离开之后 原本就暂待李姓 执掌禁军右营的贺松 就自然正式成为了 禁军右营的将军 他从朝廷西征开始 就跟着李姓 算是李姓正儿八经的老部下了 贺松对着李姓 恭敬抱拳 你要离京 属下应该来送一送 李姓直接上了马车 没有回头 这一送 只怕把你的前程都给送掉了 贺松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只是对着李姓的马车 规规矩矩地作一送别 离开京城之后 李姓特意去了一趟宁陵 在那里叶家子弟的带领下 去坟上给老爷子烧了点纸 磕了几个头 十多年来 李姓见识了太多太多人物 有两代天子 有各种王室宗亲 还有数不清的朝堂大员 军中大将 但是他打心眼里佩服的 也就只有叶老头一个 叶盛这些年 做的唯一有争议的事情 就是他交割兵权 回京养老 当然 这也是他做的最不容易之事 毕竟那时候的叶大将军 才四十岁出头 正是一个男人事业心最重的时候 能在那个关口毅然卸甲 是绝大多数人都办不到的事情 除此之外 叶盛的一生 算是一个武将完美的一生了 少年从军 一路凭借军功攀爬 不惑之年 就有灭国之功 然后退隐江湖 最重要的是 寿终正寝 这些事情 每一件都是不太容易的 但是叶盛偏偏全都做到了 在宁临上了坟之后 李姓并没有停留太久 只在宁临叶家的祖宅里住了一天 便动身离开 一路上慢慢走了一整个春天之后 一行人才终于踏在了永州府的土地上 到了永州地界之后 李姓便叫过谢代 开口道 已经到家乡地界 谢郎将便送到这里 可以回去了 谢代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太傅 下官总要去拜见 拜见大长公主才是 如果细算起来 谢家还算是李姓一家的亲戚 而李姓家中 身份最尊贵的 自然就是清禾大长公主了 李姓笑着说道 你们跟我一起进去 大张旗鼓的 沿途免不得惊动地方官府 没有什么必要 谢代回头看了一眼 身后的十几辆马车 笑着说道 陛下给太傅刺了这么多使唤的侍女仆从 都一路跟着 也不差下官这些人 李姓看了谢代一眼 然后哑然一笑 罢了 你爱跟着便跟着 咱们这些人 多半会惊动地方官府 我懒得跟他们打交道 你派一对雨林卫出去 告诉官府的人 让他们该回哪回哪去 谢代恭敬低头 下官这就去办 从东边进入永州地界 直接就是齐阳县 再往西一点 才是永州府城 因此 李姓等人只用了一天功夫 就进了齐阳县县衙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 从县城城门口 慢慢进城 李姓是一个不太爱张扬的人 但是二百个雨林卫 再加上天子赐下来的一百多个仆从 想不张扬都不行 齐阳县城的老百姓 大多站在路边 围观着这个齐阳县 几百年一出的大人物 本来齐阳县县县的人 是会来迎接李姓的 但是李姓提前打了招呼 这些人为不敢出 这位当朝太傅的眉头 只能暗中躲着 偷偷看着李姓进城 这么多父老乡亲围着 李姓也不太好 完全没有表示 他让谢代等雨林未沿途 分发了一些钱财下去 算是变相地刺激了家乡的经济 就这样 他们中午的时候 进得齐阳县城 一直到傍晚时分 才到了齐山脚下的李宅门口 李姓从马车上跳下来 回头看了谢代一眼 笑着说道 谢郎将在这里住几天再走 可不敢住 谢代连忙低头 苦笑道 下官给大长公主磕个头就走 金安侯爷理解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着说道 谢郎将是个聪明人啊 两个人正在说话的功夫 李宅的中门大开 九公主带着李姓的大女儿李叔 小儿子李平 以及钟晓晓 还有惠娘等一众家人 出来迎接李姓了 李姓笑着走了上去 先是抱了抱九公主 然后弯下腰 把儿子女儿都抱在了怀里 这时候 他的大女儿阿韩已经七岁了 抱在怀里颇为沉重 金安侯爷把儿子放在地上 伸手捏了捏大女儿的鼻子 笑着说道 阿韩可是吃胖了 小阿韩继承了母亲的吃货属性 从小就喜欢到处找好吃的吃食 不过 他显然没有继承母亲吃不胖的体质 这会儿才七岁 显得有些胖嘟嘟的 小阿韩伸手搂着父亲的脖子 轻轻地哼了一声 阿爹看错了 我没有吃胖 只是长高了 李侯爷哈哈一笑 抱着他进了李宅的大门 一边走一边 与家人说话 谢代硬着头皮上前 给九公主磕了个头之后 带着一众与灵魏离开了 九公主凤眉流转 看向了谢代留下来的一百多个仆丛 其中多是女仆 李信感受到了自家夫人的目光 连忙笑着说道 你那个大侄子 特意送来照顾你的 跟我可没有关系 长公主这才眉头舒缓 轻声问道 然而她做皇帝 做得可还好 金安侯爷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好得很啊 李信一边走路 一边与自家儿女 还有钟晓晓说话 许久没见 晓晓的个子又长了一些 看起来已经完完全全 是一个大姑娘了 李信借着赵放的事情 调笑了她两句 小姑娘立刻红着脸跑开了 走进了正堂之后 九公主想起来一件事 开口道 对了 又安先生昨天就到了 说是听说夫君要回来 特意在这里等着 李信有些诧异 赵家在齐阳 九公主点了点头 就在后院 她说她不方便露面 就没有去迎夫君 李信这才把小阿涵 从怀里放下来 开口道 阿涵乖 去找钟姑姑玩 阿爹去见你赵伯伯 阿涵小时候 算是李信待大的 与自己的父亲很是亲近 文言撅着嘴巴 不高兴地跑开了 这时候 附近已经没有什么人 李信回头抱了暴掌公主 然后迈步朝着 自家的后院走去 后院的花园里 一身白衣的赵家 已经等候许久 李信走了上去 开口笑道 又安兄不再紧承忙活 怎么跑到齐阳县来了 赵家起身相迎 呵呵笑道 听说侯爷要回来 属下就冒昧在齐阳 迎一迎侯爷 赵家眨了眨眼睛 本来牧鹰吵着闹着要来的 属下花了好大力气 才把他劝住 这个一身白衣的读书人 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李信 听说侯爷在京城里 又有些不太愉快 金安侯爷摸了摸鼻子 有些尴尬地说道 又安兄人在西南 消息到很灵通 事情已经几个月了 如何能不知道 赵家面带笑容 先帝在南边封了个蜀王 经上在北边封了个燕王 倒是一脉相承 他看向李信 呵呵一笑 看到宇文不受封燕王 侯爷心里怕是很不痛快吧 李信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又安兄有什么话直说就是 不必管弯抹角 赵家脸上的笑容收敛 弯身对着李信深深作音 属下带西南问侯爷一句 如今 侯爷对朝廷死欣慰